第五十七集 散修李天素的剑法还是直指无品金丹境界凌皇级别的工法 这马上让宋书航想起了当年赤霄子离别时教导李天素的那套剑法 宋书航曾经在梦中带入到李天素的一生中 亲身体验李天素从一个得了怪病的少年后来投尸到赤霄子道长的门下 最终得到奇遇的全过程 记忆中赤霄子的确传授了李天素一套直指金丹大盗的剑法 甚至宋书航当初还亲眼观看了赤霄子道长传功受益的过程 遗憾的是当初他带入李天素的人生中时 赤霄子道长传授功法时的记忆都是片段的 充满着朦胧之感 有些关键之处还是跳着来的 并且当初赤霄子道长传授李天素剑法口诀时 用的是一种宋书航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最终对于这套剑法 宋书航只记了几个剑术架势 其他的一无所获 那么眼前藏于画像中的神秘剑诀 难道就是李天素从赤霄子道长那继承的剑法吗 宋书航心中猜测的 正当他思索之际 小楚楚已经盘坐在密室中 开始盯着四幅巨大的画布炯炯有神的参悟起来 四幅画布上画着四个姿势不同的李天素 表面上看 四画连在一起时正好是一世精妙的剑法 但这应该只是表层的伪装才是 四幅画中肯定还隐藏着什么线索 能让人悟出见绝的线索 宋书航的目光视线 随着小楚楚的视觉 不断在画布上来回移动 遗憾的是或许是宋书航的悟性天赋点数不够 除了看着画像上的李天素 以各种姿势装逼之外 他实在看不出这四幅画像中 有什么深奥的地方 楚姓世家的弟子 就是从这四幅画中 领悟出精妙的剑爵来的 这得多强大的悟性值啊 宋书航悠悠地叹了口气 他甚至已经将四个画像 和自己脑海中残缺版的赤霄子道长 传授剑术的画面联系起来 但依旧看不出什么线索 我的悟性难道真的这么差吗 还是说我注定和这套剑爵无缘 所以当时在李天素的梦境中时 赤霄子道长并没有重新教导我剑法 而是改了一招火焰刀教导我 难道我这一生 注定没有耍剑的机会 天生就是拿刀砍人的料子吗 宋书航的思维开始扩散起来 话说如果这四幅画像 真是李天素的剑法的话 那么为什么这套剑爵会出现在这里呢 宋书航还记得 宇柔子跟他介绍 关于楚星世家和须剑派之间的恩怨时提起过 楚星世家是在百年前左右 得到这份剑爵的 然后整个楚星世家的弟子 开始默默地修炼并不外传 只可惜啊 世上没有永远的秘密 剑爵的消息不知怎么的 就被隔壁虚剑派的人知道了 接着就是虚剑派因为贪婪 引发了和楚星世家之间恩怨的故事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在百年前左右 楚星世家就得到了这份剑爵 那么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要知道散修李天素几个月前 都还活蹦乱跳的呢 一个月前才上演了天外飞尸的惨剧 飞尸在他和白尊者的面前 百年前 楚星世家的人 要如何从一位武品金丹灵黄的手中 得到这份剑爵 如果李天素百年前就丢失了一份剑爵 他难道就不闻不问 宋书航仔细回想了一下当时他梦到的李天素人生 不过在他经历的李天素人生之梦中 并没有关于和楚星世家 甚至是和眼前这四块画布有关的剧情 估计这段剧情在当时的梦中 属于被一闪而过的小细节 难道是李天素前辈自己在百年前的时候 将这份剑爵送给了楚星世家 宋书航想到了最后一个可能 但这个也很难讲得通 楚星世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世家 李天素怎么说都是武品金丹灵黄 没理由将这么贵重的剑爵 送给一个小世家呀 等一下 或许还真有可能 按时间推断 百年前的时候正是李天素的宝贝女儿 病入膏肓之时 当时的她散尽万贯家财 只为延缓女儿的病情 或许是楚星世家的那位前辈 正好手中有什么李天素急用的宝物 所以换到了李天素的仪式剑书 也不对啊 宋书航又很快摇头 否定了这个可能性 以李天素的为人 就算是穷困到极致 也不可能将赤萧子传授他的剑术功法 随意外传给别人呢 赤萧子在李天素的心目中 有着至高的地位 这一点经历了李天素一生的宋书航 再清楚不过 那么 或许这见绝是李天素自己原创的功法 又或者是他一生中 收集起来的一些功法 因为宋书航记得 在李天素的女儿病重之前 她可是继韵极佳 在修炼到五品金丹之前 就收集了对修士来说都算丰富的身家呢 正当宋书航继续思索之际 屋内的小楚楚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 原来如此 这就是坚决的秘密呀 小楚楚开心地笑道 啊 悟出来了 这么快就悟出来了 这楚楚姑娘的悟性是要逆天呢 宋书航心中震撼 相对比之下 她的悟性简直就是渣渣了 我感觉我的悟性也不差呀 宋书航悠悠道 无论是之前修炼金刚基础拳法 真我冥想经 君子万里行山法 或者是掌心雷道法 要是前辈白尊者都夸过她悟性不错的 而她似乎对这些功法也很快就上手了 难道 药师前辈和白尊者都是在安慰我 又或者是 我真的是与剑无缘吗 密室中 小楚楚抽出一柄贴身携带的小短剑 在密室中疯狂地捂起一套剑法 这套剑法一眼看去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看上去似乎也就是普通的基础剑法模样 但是随着小楚楚越武越快 这套剑法渐渐产生的奇怪的变化 剑法的变化越来越多 但最终却汇合成了四个剑士 正是密室中墙壁上李天素摆出的四个剑士 反扑归真化为四个剑士 但这四个剑士延伸开来 却能拥有一百零八种变化 最后 小楚楚拼尽全力的样子 朝前方虚空狠狠刺出一剑 短剑上发出微微的剑鸣之声 我这一生 只注意剑 小楚楚用细细的语气 坚定地念叨 话落间 她手中的短剑上 剑鸣之声更加响亮起了 宋书航可以感应到 楚楚浑身的气血之力 随着最后一剑 全部灌入到手中那口小短剑之中 短剑似乎接受了气血之力的灌注 剑光变得更加锋利了一些 就在这一时 宋书航发现自己的心跳加速起了 不是梦中小楚楚的心跳加速 而是她宋书航的心跳 开始快速有力地跳跃起了 心脏用力地 用力地跳动 几乎要破开胸膛一样 在心跳之中 有一物似乎要破窍而出 是灵鬼 她在迫切地呐喊 似乎想要钻入梦境 想要接近梦中的楚楚 似乎是楚楚的那一剑 将灵鬼激活 不仅是楚楚 灵鬼还想要靠近那四幅画卷 宋书航和灵鬼感官相通 她可以戒身体会到 灵鬼想要接近画卷的念头 下一刻 宋书航睁开了眼睛 梦醒了 目光透过帐篷门口的缝隙 向外看去 可以看到外面的夜空中 依旧是繁星点点 星月真灰 还是大半夜吗 宋书航苦笑一声 随后伸手摸向自己的胸口 心跳还没有恢复平静 心窍中的灵鬼 似乎受刺激了一样 活跃无比 活跃的灵鬼倒不是什么坏事 它能不断地给宋书航 制造大量的气血之力 宋书航沉沉地叹了口气 心境久久无法平静 他不由摸了摸 自己手指上的古铜戒指 这莫非是李天素 生死盗销后 留下来的因果吗 楚星是家地下室的 四幅画卷吗 或许 我应该去看看 宋书航难难念叨 但是自己要怎么进入楚星 世家的地下室去呢 夜还很漫长 但宋书航却完全睡不着了 叹了口气 他掀开帐篷钻了出来 刚钻出帐篷时 他突然看到不远处 一块平坦的岩石上 坐着一道身影 那身影盘膝而坐 双手捧着一个逐制的茶杯 杯中有热气徐徐上腾 在那身影的边上 有一个简易的小架子 上面有一些吃食 水果 还有热腾腾的茶水 柔和的月光 洒落在那道身影上 这一刻 似乎整个世界都宁静了下来 宋书航眨了眨眼睛 啊 是白前辈啊 这么晚了 白前辈还没睡吗 哦 也对 以白前辈的修为 睡觉早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这段时间 其实只是白前辈 一直在配合着我的作息罢了 然后宋书航又抓了抓头 记忆中那个位置 似乎没有平坦的岩石啊 早上都没看到啊 而且这岩石 平的和镜面似的 是被一箭削出来的吧 正在宋书航胡思乱想之际 岩石上的白尊者转过头来 眯起眼睛对着他笑问 怎么醒了 做噩梦了吗 啊 啊 宋书航不好意思的干笑了声 呃 没有了 也不算是什么噩梦 只是 这梦 有些奇怪 所以突然间就醒了 然后就有些睡不着 就想出来走走 嗯 白尊者微微一笑 睡不着的话 过来坐坐 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宋书航爬上那块巨大的岩石 坐在白尊者边上 伸手抓起一个果子 用力地啃了下去 白尊者轻笑 又替宋书航倒了一杯茶 轻轻放在架子上 随后 他重新捧起自己的茶杯 轻轻吹了吹杯中的热气 小小地抿了一口茶水 毛子微沉地询问道 梦到什么了吗 宋书航接过架子上的茶杯 学着白尊者的模样 小小抿了一口 答道 哦 梦到了楚楚姑娘的一些事情 还有关于李天苏道长的一些事情 李天苏道长 就是那个当时我契约灵鬼时 天外飞尸过来的散修道长 嗯 我记得的 白尊者微微点头道 不介意的话 跟我说说具体的梦境 呃 我倒没什么好介意的 只是 这梦 有些怪 宋书航有些尴尬 他会梦到别人人生经历的事情 还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起过的 那就 说说 白尊者呵呵笑道 宋书航点了点头 将梦境的内容徐徐到来 他在一边讲述着 白尊者在一旁默默地听着 不时轻轻地点头回应着 就是这样了 最后因为心窍中灵鬼的异动 我就惊醒了过来 宋书航说完梦境全过程后 一口气将杯中的茶喝下 呃 他一边吐着舌头喝着气 同时又感觉这茶水味道很棒 比灵脉碧茶还要好喝数十倍 茶水的味道简直在味蕾上 绽放出花一样的舒服 白尊者笑眼望着活蹦乱跳的宋书航 心情平静下来了吗 嗯 跟人说说后 心情似乎一下子好很多了 宋书航回道 心跳已经渐渐平缓了下来 心窍中的灵鬼也平静了下来 既然平静下来了 就好好再回去睡一觉吧 明天 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小岛了 白尊者望了一眼天空中的明月 又低头轻轻吹着茶上的雾气 白前辈不奇怪吗 我做的梦和我梦的方式 宋书航出声问道 嗯 我感到很奇怪 白前辈一脸淡定 不过 暂时他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 不是吗 那倒也是哈 宋书航抓了抓头 哈哈一笑 随后他站起来身 对着白尊者挥了挥手 那白前辈 我先回去睡觉了 嗯 晚安 白尊者道 晚安 宋书航从岩石上一跃而下 话说白前辈竟然会有如此女性化的一面 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呢 宋书航心中暗道 嗯 女性化的一面 白尊者淡淡的声音从岩石上传来 我倒感觉 书航你当一回女人应该会很不错 嗯 比如那位楚楚姑娘 啊嘞 我刚才难道不小心将心里话给说出声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58集 宋书航心中大叫不妙 心直口快是他一直很想改正的优点 但他没想到自己除了心直口快外 竟然还有不小心将心里话说出来的树心 宋书航僵硬地回过头来 干笑着问道 白前辈 莫非 我刚才说了什么话 白前辈没有回答书航的问题 他笑着抿了口茶水 不缓不慢 你心俏中的灵鬼 在梦中时 不是想接近楚姓世家密室的四幅画卷吗 应该是你继承了散修里天素的因果 既然如此 那就找机会去那密室 亲手去接住那四幅画卷吧 而若是想接近那密室的话 你变换成楚楚姑娘的模样 不就是个很好的选择吗 我记得你有一枚胸针可以变换外形 啊 果然我刚才将心里话说出来了 这时候的宋书航恨不得狠狠抽自己两嘴吗 听白前辈的意思是想她变成楚楚姑娘然后混入楚姓世家吗 那岂不是要变成楚楚姑娘很长时间 甚至期间要变成她的样子吃饭喝水上厕所 还是女厕所 不行 她绝对不想这样 变成女孩子生活的话实在太尴尬了 于是宋书航垂死挣扎道 白前辈 那枚胸针只能变换外形 但我的气息和楚楚姑娘是完全不同的 别人仔细感应一下就能感应出来 所以不妥吧 放心吧 气息和血脉方面的问题我会帮你解决的 白前辈轻轻吹着茶上的雾气淡淡的 宋书航咬了咬牙继续寻找破绽 前辈我感觉我的身材和楚楚姑娘的完全不同 就算我变换成楚楚姑娘的模样 但若是有楚楚的亲近之人靠近的话 肯定会被察觉出异样的 放心吧 我可以教导你一套缩骨弓 就是同挂仙师用来易容时改变体型的那种 不会有问题的 白前辈平静地望了宋书航一眼 还有其他问题吗 前辈我 宋书航张了张嘴但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其他问题了 没问题的话就早些睡觉吧 夜色整身呢 白前辈柔生的 另外 送你一句话 不要为明天的事忧虑 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明天 还有明天的忧虑等着你去承担呢 我 宋书航泪流满面 奔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夜深人静之时 大部分人已经入睡 有些人却还在拼命地工作 比如夜里才比较有灵感 马自如飞的网络作者 又比如今天华夏很多的新闻工作者 他们都在拼命地加班 因为有一个好消息 要赶在明天早上前发布出去 三天前 飞往东海度假岛方向的失联飞机 终于有了新消息 据说 飞机上全体成员 在飞机失事后 平安地落到了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终点站是东海位置的飞机 出现问题后 乘客们却落到太平洋去了 但这不是问题 问题是飞机上的全体人员 全都平安无事 飞机上的乘客和机长 空乘人员 全部落在了太平洋某个 神秘大富豪的私人小岛上 昨天 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通过这位神秘大富豪的 私人通讯设备 一个接一个地联系上了自己的家人 并向他们报平安 他们在这位神秘大富豪的私人小岛上 布得很好 而且 这位神秘大富豪向所有人员保证 一个月后 属于他的私人豪华大邮轮 就会抵达这座神秘的小岛 到时候 那艘私人豪华大邮轮 会将全体乘客和机组成员 送回到华下 这真是激动人心的新闻 各大新闻 报社平台的记者也打听到了 有一艘超级豪华的渡轮 昨晚在桑海市办理了各种相关的手续 正在前往太平洋方向 很显然 这艘邮轮就是那位神秘大富豪的私人邮轮 出门遇贵人 雪中送炭等等的词汇 被记者们刷刷刷地套到了那神秘富豪的身上 而失联飞机上所有乘客 机组成员的金属 全都松了口气 心中那沉甸甸的压力 在今天终于放下了 此时 在太平洋原始人小岛上 鸡生夫府主 淡定地在自己小本本上的一条誓言上 划了条黑线 我要拯救一群落难的乘客 将他们从茫茫大海中拯救上来 送他们平安地回家 七生夫府主记得 这条消息应该是二十多年前 自己在一家电影院里 看了一部老外拍的 叫什么 太平坦后大游轮沉船的主题电影 突然脑袋一抽 发了这么一条誓言 特磨的 看场电影而已啊 发什么誓言呢 找仇啊找仇啊找仇嘛 唉 不过还好 这条誓言 这一次可以顺路一口气完成了 功德无量啊 七生夫府主将小本本放回自己的乾坤袋 微微一笑 末了 七生夫府主又随口道 我发誓 以后我一定不再轻易歧视啊 话音一落 七生夫府主突然一愣 随后他感觉自己的眼眶微微有些湿润 他重新掏出小本本在上面记载了一条新的誓言 从今天起不再轻易歧视 再次用力的和尚小本本 七生夫府主攥紧拳头 热泪终于夺矿而出 帐篷中 宋书航重新进入到了睡眠状态 随后他又进入到甜美的梦乡中 刚睁开眼 他发现自己重新出现在了一个小房间中 此时的他正对着镜子伴着鬼脸 镜子中出现的模样又是小楚楚那张可爱的萝莉脸 啊 关于楚楚姑娘的梦竟然还没结束 这梦境竟然还自带暂停功能 梦境重新开始 小楚楚因为从密室中悟出了那神秘的剑诀 所以成为了楚姓世家的宝贝 家族几乎是倾尽所有资源供他修炼 在接下来的梦境中宋书航认识了很多人 楚姓世家所有和楚楚有接触过的人 他都通过梦境认识了 诶 这节奏不对劲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9集 认识了这么多楚姓世家的成员 还经历了楚楚姑娘很长的一段人生经历 宋书航敢肯定 当明天朝阳升起时 她就是世界上最了解楚楚姑娘的人了 连楚楚的老妈都没有她了解楚楚 什么叫知己 这就是真正的知己啊 明天起 楚楚姑娘在她面前将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呢 想想都感觉有些可怕 梦境还在继续 楚楚是个很自律的少女 她没有辜负楚姓世家的期望 每天的修炼极为刻苦 从不偷懒 终于 在十八周岁的那一年 她终于成功越过龙门 体内继血化虚为真 凝聚本命真气于丹田 踏入二品真师境界 成为楚姓世家最年轻的二品真师 啊 等一下 踏入二品真师 有这么困难 楚楚姑娘从小开始修炼 七岁完成筑基 体内内口从母胎中带出的先天真气没散 这样的情况下 她都一直修炼到了十八岁 才成功晋升二品 宋书航扣着手指 算了算自己修炼的时间 她在今年 二零一九年六月四日那一天 误打误撞 煮出了第一份脆体液 随后在九州一号群前辈们的帮助下 正式踏入修真世界 然后今天 是七月十八日的凌晨 满打满算 她成为修士 已经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如果昨天白前辈没有暂停她晋级的话 现在的她 已经是一位光荣的二品真师了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呀 而楚楚姑娘修炼到二品 用了十几年时间呢 没有对比的话不知道 一对比简直吓一跳 楚楚姑娘可是楚姓世家 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呀 她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才成为二品真师 那 宋书航这一个半月时间 算是怎么回事呢 我 我 开挂了吗 宋书航心中产生了一种顿悟 这妥妥的是开挂了呀 不是中阶灵鬼和悟道石这两个小外挂 而是其他的更可怕的外挂 我来个去 原来我就是一个挂逼呀 等离开小岛后 我一定要上九州一号群物们前辈 我一个多月晋升二品真师 正不正常啊 宋书航心中暗道 对了 出岛后第一时间 应该要给羽柔子姑娘发条消息 让她千万千万不要打开 白尊者送去的礼物 那个礼物可是会将羽柔子姑娘 啾的一下螺旋升天 波浪变速飞行 外加跳伞式 蹦极降落的 但也有可能 羽柔子姑娘会很愉悦也不一定啊 记得她说过 想要让自己陪她去完蹦极来着 宋书航一边胡思乱想着 一边在梦中经历着楚楚的人生 楚楚晋升二品真师后 依旧刻苦修炼 从不懈的 二品之后 心眼耳鼻口 五大俏学 无时无刻的产生源源不断的气血之力 灌注入丹田之中 然后 气血之力如同燃料一样 在丹田中转化为更强大的真气能量 真气在丹田中 温养 积累 等到丹田中的真气积累足够后 真气逆流而上 沿着修士身体的脊椎一路向上 便可以开辟第二个丹田 然后是第三丹田 第四丹田 如此反复 这里所说的丹田 并不是那上中下三丹田之说 而是修士指的 人体内真气的汇聚之处结点 被修士统一称为丹田 修士在二品境界一共可以重新再开七个丹田 第二丹田为龙尾 第三丹田名为龙爪 之后第四丹田依此向下其名为龙驱 龙掌 龙颈 龙手 以及第八丹田 画龙角 第八丹田一旦打开 以第一丹田为起点 以第八丹田为中 八个丹田形成一条真气巨龙 这个期间 真气灌入第八丹田时 并不会返回第一丹田 因为二品修士体内能积累的真气只有这么多 所有多余的真气都会由第八丹田 龙角丹田处喷涌而出 勾动天地变化 引来雷结 那便是二品雷结 一旦度过雷结 二品修士身体强度大大提升 体内的真气将不再向外喷涌 而是能从龙角丹田开始回流 沿着真气龙身返回第一丹田 真气循环不息 化为龙形真气大合 那时的真气会由量变产生质变 化为第二形态的真气 真叶 那便是三品湛王境界 也就是与柔子如今的境界 楚楚开辟第一丹田后 花了粤鱼的时间将丹田温养 稳固境界 二品境界后 他虽然一直刻苦修炼 勤奋不息 但闭门修炼的效果却越来越差 没有生死间的历练 缺少精力和刺激 没有灵感和足够的天才地宝支持 他的进级速度明显缓慢下来 于是在家族的安排协助下 楚楚开始在华夏各地游历 他花了五年时间游历了华夏大部分地域 只是在华夏地区他没有什么急遇 甚至连同道修士都很少见到 也没有赶上修士的什么大节日 最终五年时间 他却只堪堪开辟了第二丹田 龙尾丹田 这样的进气速度不算慢 但也绝对算不上快 于是楚楚选择了离开华夏 进入更辽阔的世界进行冒险 又过了四年时间 他在东海区域游历期间游几次小奇遇 这次他用了四年的时间 便成功打开了第三丹田 龙爪丹田 他用更少的时间 打开了更难打通的第三丹田 这说明游历果然有效果 于是楚楚心中豪情万丈 准备前往更遥远的世界冒险 寻找自己的机遇 但就在这一时 有一天楚楚收到了楚姓世家的消息 消息中简单介绍了楚姓世家的近况 并让他尽快赶回家族 准备参加和虚剑派之间的断仙台之战 诶 剧情这么快就发展到这里了 宋书航心中暗道 等一下 发展到这里的话 似乎有个大问题 宋书航的心中涌上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想起了一件事 既然剧情发展到这里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到狼衣团伙的刺客 劫杀楚楚姑娘的时候了 最后楚楚姑娘会被惊疤一记 怀中暴昧杀死死暴住 从高耸的珠穆狼马峰变成了东北平原 那一天 宋书航可是亲眼见证了那一幕 他光是待在一边看着时 都感觉到牙疼 难道接下来 自己要一直梦到楚楚姑娘 被挤成平板的全过程 别啊 不行啊 自己现在还附身在楚楚姑娘身上 以第一视觉体验她的一切呀 被挤成平板的痛楚 自己会感同身受的呀 不要啊 这结局太残忍了 快结束啊 这个残酷的梦境快点结束啊 现在结束还来得及啊 快醒过来吧 宋书航拼尽全力挣扎着 但是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 他这人生经历之梦虽然很棒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什么时候醒来 由不得他呀 灵鬼也没有反应 无法再次将他带离梦境 无论宋书航再怎么不愿意 梦中的剧情都在坚定地推进着 很快梦中的楚楚在一座小岛上遇到了狼一 牛二 元四的伏击 最终楚楚拼命地从这三位老牌二品真师手中逃生 纵身一跃跳入茫茫大海 如同美人鱼一样灵活迅速地消失不见 徒流狼一 牛二 元四三人在海岛上行注目礼 表面上看 楚楚是暂时逃过了疑难 但宋书航知道 再接下来就是精八和沙九追赶上楚楚 然后将他挤成平板的剧情啊 这种类似于先知的能力还真是让人绝望啊 特别是在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悲剧 但却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时候 让我醒过来啊 让我醒过来啊 谁来叫醒我啊 豆豆 小和尚 白前辈 无论是谁叫我起床啊 给我两个大耳光啊 宋书航在心中咆哮 但是遗憾的是 外面的夜还很漫长 无论是谁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过来叫醒他的 而且就算叫醒了他又有什么用 说不定明晚宋书航继续睡觉时 直接就要面对精八爱的怀抱了 于是宋书航彻底绝望了 他只有咬着牙绷紧自己的神经 准备迎接一会儿 要降临的怀中抱妹杀之痛 哎 话说 这个过程怎么总感觉有些熟悉啊 貌似上次在经历聪娘的人生之梦时 我也曾这样苦苦挣扎着想要从梦中苏醒过来 不管宋书航愿不愿意 剧情稳稳地推进着 最终梦中的楚楚被精八和沙九追上了 一番短暂的交战后 楚楚击碎了沙九的必杀百沙场 当他正准备逃命时 却撞入到了一堵厚厚的肉墙上 像你这样的小娘们身交体系 我最喜欢将你们紧紧地抱住 然后一直将你们几岁在我的胸前化为一滩肉酱 一个厚重的声音响起带着宁笑 紧接着 有两只粗壮有力的手臂将楚楚姑娘的身体死死抱住 从那上面传来了可怕的力量 楚楚只感觉自己浑身的骨骼 都仿佛要碎掉了一样 和楚楚感同身受的宋书航 同样感觉到了这种痛楚 肋骨要断了 内脏似乎都要被挤碎了 明明楚楚有珠穆朗玛风在的 但在精八的暴杀绝招下 却起不到任何的缓冲作用 好痛苦啊 不得呼吸了 要死了 要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0集 4日 7月18日清晨 温暖的阳光透过帐篷的缝隙照到宋书航身上 他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浑身都是冷汗 胸口更有一种经历了胸口碎大时候的感觉 闷得慌 啊 宋书航沉沉的吐出口魂气 昨天那可真是残忍的梦境经历啊 不幸中的万幸是 昨天梦中楚楚被怀中暴昧杀时 梦境戛然而止 没有再继续下去 让宋书航避过了一劫 要知道 楚楚被彻底压成平板 是在当时 宋书航踏惊从天而降的剧情之后呢 也就是说 如果梦境没有停止的话 宋书航还要以楚楚的角度 再尝一发更痛更残忍的怀中暴昧杀呀 哎呀 想想都感觉可怕 钻出帐篷后 宋书航发现 豆豆小和尚都已经起床 因为昨天那梦的原因 今天宋书航起床比较迟 小和尚坐在一块石头上 在宋经做早课 豆豆则人力而起 化为两米左右大小 正在用大锅煮着早餐 扮于人形态的鱼娇娇 缩小到巴掌大小萌萌的状态 和小和尚并排而坐 他两只小眼睛 好奇地望着豆豆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What 小和尚 狗腰 鱼腰 在一起的微星早晨画面 这简直是一幕群魔乱舞的画面呢 另一边 在那块平坦的岩石上 白尊者保持着贵坐的姿势 正在玩着手机 看到宋书航出来时 白尊者轻轻一笑 书航 早安 早安白前辈 早安大家 宋书航打招呼 对了 给你看条消息 白尊者笑着说道 然后伸手在手机屏幕上一点 一滑 有一抹光芒从手机上飞出来 落在虚空中 化为一个投影一幕状的东西 上面是一则新闻内容 哇 白尊者到底对手机先生 做了什么可怕的改造啊 新闻上的内容 正是关于 失联飞机乘客 落难在太平洋孤岛 幸运神秘大富豪的消息 消息指出 失联机组成员和乘客 已经每一个都联系上了 自己的家人报平安 消息上还提到 一艘豪华大游轮 正朝着太平洋方向前进 一个月后 就能将所有失联乘客 一一接回 这神秘富豪 是七生福前辈吗 宋书航出声问道 白尊者微笑着点头 宋书航暗暗松了口气 看样子 岛上教学过程 进展得比较顺利呢 七生福前辈都已经准备 送乘客们回家了 有七生福前辈在 宋书航也不用担心 高某某他们的安危了 至于要一个月后回去 也没问题 他们本来就准备去度假岛 好好玩玩的 七生福前辈的野人岛 说不定更有意思呢 白前辈 您帮我感谢一下七生福前辈啊 宋书航出声道 没办法 白前辈不准备让他碰手机 好 白尊者点了点头 在手机上迅速地操作起来 同时 白尊者又出声道 另外 我刚收到一个消息 三天后 就是须剑派和处性世家之间的 断仙台之战了 趁着有空 我们不如去一趟处性世家吧 运气好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接触到地下室的话券 也不一定的 一定要去吗 宋书航想了想 突然眼睛一亮 其实 白前辈我想过了 处性世家地下室的话券 我可以请宇柔子帮忙的 他和处性世家有些渊源的 而且 他现在正好就在处性世家 哦 宇柔子在处性世家 白前辈问道 宋书航拼命点头 是啊 所以我可以找他帮忙 凭他和处性世家的关系 说不定能帮我弄到一个 接触画卷的机会呢 这样啊 白尊者点了点头 好吧 既然如此 那一会儿先联系一下宇柔子吧 对于须建派和处性世家 这种级别的修饰争斗 白尊者的确没太大的兴趣掺和 他的兴趣在于让宋书航 变成楚楚走一遭 宋书航不由激动地握了握拳头 只要不让他变成妹子 啥都好说 此时 在东海和太平洋的交界处 有一座彩蝶飞舞的岛屿 灵蝶岛 灵蝶岛的上空静置被人敲响 是白鹤真君 他拍着翅膀敲动静置时 小心翼翼地询问他 请问 宇柔子倒有在家吗 必须要小心翼翼 因为这岛上居住着的 可是灵蝶尊者大前辈啊 灵蝶尊者是一位强大的前辈 他什么都好正直狭义 就是喜欢和人计较 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在斤斤计较的道路上 已经登峰造极 别人是斤斤计较 他已经是真真计较 其实真真计较只是夸张的说法 大部分时间上 灵蝶尊者都是很和善可亲的前辈 除非他换成了一个奇怪的模式 是白鹤小勇 进来一续吧 灵蝶尊者的笑声传来 岛上的禁制开启 白鹤真君顺着禁制飞入灵蝶岛 见到了风度翩翩的灵蝶尊者前辈 灵蝶前辈您好 请问宇柔子在家吗 白鹤真君问道 小女前不久出门去见一位好友了 白鹤小友找他有事 灵蝶尊者笑呵呵地问道 他很放心眼前的白鹤真君 因为对方早就心有所属 和宇柔子之间不会有可能的 啊 是这样的 白尊者前不久出关 给九州一号群里很多道友都寄发了一份礼物 这礼物在三天后会自动开启 到时会有惊喜 我这不是顺路吗 就给宇柔子送快递来了 白鹤真君笑道 哦 是白道友送给小女的礼物 灵蝶尊者笑道 那白鹤小友不妨将礼物放在我这 等小女回来后 我再将礼物给她 如果小女在三天时间内不会回来的话 我有办法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将礼物送到小女身边 保证不会耽误了白道友的惊喜 如何 啊 那就拜托灵蝶前辈了 白鹤真君递上了一个墓盒 上面写着灵蝶岛羽柔子的字样 灵蝶尊者收起这个墓盒放到一边 那晚辈就先行告辞了 白鹤真君拱手道别 白鹤小友不多坐一会儿吗 时间也不早了 不如留下吃顿饭再走 灵蝶尊者客气道 难得有好友要给羽柔子送礼物呢 他这个当爹的真是很欣慰啊 所以他现在心情很不错 顺带着感觉白鹤真君是怎么看都顺眼 啊 晚辈还有十几个快递要送 而且必须要赶在惊喜打开之前送完呢 时间有些紧迫 白鹤真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张开自己的乾坤带给灵蝶尊者看 里面还有十几个礼盒 灵蝶尊者看到这么多礼盒后 微微一笑 那我就不抢留白鹤小友了 小友一路辛苦 这样吧 灵蝶尊者拍了拍手便有一只巨大的彩蝶飞来送上一小瓶药液 这是灵蝶岛的特产是能恢复疲劳净化身体异常状态的药液 还请白鹤小友不要客气 灵蝶尊者微笑的 白鹤真君接过这瓶药液心中感叹 不愧是老牌的尊者大人物啊 出手就是豪气 这药液乃是六品级别的丹业 价值非凡 在修世界也是万金难求的宝物 说起来这一趟快递送下来 白鹤真君还收到了很多热情道友硬塞过来的礼物呢 群里的道友们真是太热情了 很多礼物拼命地硬塞过来 白鹤真君怎么拒绝都没用 而且他不收就是不给面子 哎 真是的 另一边 楚姓世家 群柔子无聊地翻动着笔记本电脑 他这两天一连给宋前辈发了好多条讯息 但对方一直没回 而且电话也打不通 一直不在服务区 本来群柔子还想询问一下 宋书航前辈最近有没有空 要不要来楚姓世家玩玩的 因为那个变幻凶针还在宋前辈身上的 虽然楚春莹姐姐坚定地拒绝了 他出手帮忙的好意 但是如果变幻凶针在的话 可以有个以防万一的机会吗 说不定就用上了呢 要怎么样才能联系张宋前辈啊 群柔子感叹道 正思索间 群柔子打开了自己制作的白前辈表情包 随手翻着一张张制作精美的白前辈照片 哎呀 真想再多拍一些白前辈的照片呢 上次拍的有些少了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创意投效 没机会融合进去呢 群柔子难难道 说话间 突然群柔子眼睛一亮 对了 宋前辈应该和白尊者在一起吧 既然联系不上宋前辈 那可以联系一下白前辈啊 说干就干 群柔子拉出九州一号群 点击白尊者的头像 白前辈在不在 宋前辈在您身边不 帮我问一下 宋前辈有没有空呀 有空就来一趟主性室家好不好 我有急事找他 消息才刚发出来 很快群柔子便收到了白尊者的回复 在 有空 简洁明了 然后白尊者又紧跟着回复 我帮你问问宋书航 群柔子兴奋地握了握拳头 谢谢白前辈 不客气 笑脸表情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似乎白前辈的心情 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东海小岛上 宋书航 豆豆 小和尚 于娇娇 以及白前辈 正围坐成一圈 享受着豆豆的厨艺 别看豆豆是条精疤 但 他的厨艺很不错呢 毕竟他这么多年来坚持不懈地离家出走 可不是闹着玩意 宋书航美美地端起大碗 一口气喝了两碗汤 这时白尊者正在滑动着手机 然后他抬起头道 书航 宇柔子问你有没有空 啊 宋书航疑惑地望向白前辈 他说如果你有空的话 就请你去楚行世家一趟 他有急事找你 白尊者不缓不慢道 宋书航回道 啊 宇柔子有急事找我 我刚回了他说有空 我们接下来的确也是有空的 白尊者继续不缓不慢道 关于三十三寿神宗的事 他已经做好布局 只等着收谎了 在得到三十三寿先天仪器功之前 宋书航和他都是有空 所以我们吃完收拾一下 启程去楚行世家吧 白尊者微笑道 同时又附加了去 真巧呢 三天后 啊 宋书航一脸懵逼 那就这么说定了 白尊者微微一笑 然后他又在手机上输入 白尊者回道 书航有空 我们很快出发 宇柔子发个楚行世家的坐标来 笑脸表情 那真是太好了 等一下 我马上将坐标发给前辈 灵蝶岛与柔子回道 哦 此时 楚行世家和虚剑派所在地狱 段仙台的护台人已经赶到 这次的护台人 是正道名门 长生剑宗的真传弟子 两位五品金丹灵皇级别的剑仙 本来以楚行世家和虚剑派这种等级的断仙台之战 最多派两位四品巅峰级别的弟子过来 就能照住场面了 但是 长生剑宗收到可靠情报 灵蝶岛灵蝶尊者的心肝女儿 宇柔子姑娘竟然也跑来凑热闹了 所以长生剑宗咬了咬牙 一口气派出了两位五品灵皇来撑场面 两位五品灵皇在场 到时候就算灵蝶岛的这位千金再怎么折腾 至少也应该能让场面不至于失控吧 长生剑宗是这么想的 在断仙台护台人的主持下 虚剑派的掌门和楚行世家的祖老相约断仙台下 开始签订断仙台之战的条款 虽然断仙台一战断恩怨 显得有些可笑和天真 但至少在断仙台上 双方可以咬紧牙关 将自己心里的怨恨和愤怒 通通发泄到对方的头上去 虚剑派的掌门 是一位黑色道袍的简修 三品战王修为 他上前一步皮笑肉不笑道 除了断仙台上生死无愿 你这又是何必呢 要知道这场断仙台 你们没有任何胜算 反而要白白赔上楚行族人的性命 这是何苦呢 谁生谁死还不一定呢 楚行世家的祖劳冷笑道 他是一位肌肉结实的劳者 也是三品战王净净 虚剑派掌门诡异一笑 我们生你们死 这已经是注定的结局 三天后就是断仙台之战 希望到时候 你们楚行世家的参赛弟子 不要怯场 不敢上台才好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1集 别到时候 断仙台之战时 你们楚行世家的参赛人 要是一个都没出现 那可就一笑大方了 虚剑派掌门 亦有所指 楚行世家的祖劳冷哼一声 暗暗握紧拳头 话说 你们楚家 竟然会向我们 提出断仙台之战 赢的就是你们那位 天才的小姑娘吗 虚剑派掌门又黑黑一笑 紧凭着那小姑娘 你们感觉自己有胜算吗 或者说 你们除了那位小姑娘 还有其他底牌 或者你们只是将希望 寄托在侥幸上 楚家的祖劳冷哼一声 不再多言 楚家和虚剑派之间的战斗 赢少输多 但是哪怕是输 楚家也不会让虚剑派的人好过 待两人签下姓名后 长生剑宗的一位金丹灵皇 收起两人的签名条款 倾咳一声 那么 三天之后 虚剑派楚家 断仙台上绝恩院 虚剑派掌门黑黑一笑 双手收到自己的盗袍中 退回虚剑派阵营中 楚家的祖佬 同样退回楚姓世家的阵营 双方怒目相识 东海孤岛上 帐篷等物全部被宋书航 收入到了自己的兔子包内 话说 为什么一寸指舌缩小包 会是兔子包呢 这个问题不止一次的 在宋书航心中响起 接着 痘痘画出五米高的妖犬形态 将楚楚姑娘背在身上 还有小和尚同样坐在她身上 楚楚姑娘虚弱地问道 我们这是要前往何处 宋书航望向楚楚 露出温和的笑容 答道 咱们回楚家 因为经历了楚楚一生的梦境 宋书航现在看到楚楚 就有一股说不出的亲切味道 她现在对楚楚的性格 人生经历 个人小癖好 还有她的好友圈 全都了如指掌 如果楚楚姑娘知道这一点的话 会被吓坏的 去楚家 楚楚姑娘顿时心中一喜 宋书航又补充了一句 另外 三天后就是楚家和须剑派的 断仙台之战了 楚楚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三天后就是断仙台之战 时间太急迫了 若是断仙台之战 能拖延到一个月之后 那该有多好啊 但现在 她注定只能当一回观众了 这时 白尊者迎面而来 远远地对着 宋书航招了招手 宋书航疑惑地跑了上去 书航 你的手机给我一下 白尊者对着书航笑道 宋书航疑惑地掏出手机 递给白尊者 自己的手机在岛上没信号的吧 白前辈拿去干嘛呀 白尊者接过了书航的手机后 轻轻一挥手 宋书航的手机就消失了 是被白尊者收入到他的空间装备中去了 手机先放我这 我给你改造一下 让他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收到信号 白尊者一本正经的 宋书航点了点头 麻烦白前辈了 不用客气 然后我们出发吧 白尊者抽出流星剑 掐了个剑绝 流星剑服在虚空中 随后有一层剑光 从剑身上暴涨开来 剑光所化的大小 正好可以容下扩大的豆豆 宋书航以及白尊者 一行人踏上顿光 白尊者掐着剑绝道 我将剑锻的目的地 设定为处形师家的坐标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出发 最快的速度 宋书航马上想起 7月16日那一天 被Q的铜挂仙师 以及同一天被Q的 苏氏阿七前辈 两位前辈被Q的速度 快得根本杀不住 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都感觉有些腿软 而他敢保证 那速度绝对不是 白尊者的最快速度 那么问题来了 全力展开速度的白尊者 速度会有多快呢 不行 绝对不能让白尊者 展开全力飞行啊 等一下前辈 宋书航果断提议的 距离断仙台之战 还有三天时间 我们不急于一时的 白前辈带着我们 以普通的速度飞行就好 这一路上 我们也正好可以领略一下 华夏神州各地的美好风光嘛 兜兜马上大力支持 是极是极 宋书航所言甚是 小和尚也感觉 宋师兄说的有道理 小和尚一脸严肃 他连续尝了好几次 快速飞舰的滋味 对最快速度有些敏感 白尊者莫名其妙地望了眼 书航 斗斗 小和尚 不过既然书航几人 强力要求慢慢飞 那就慢慢飞吧 好吧 慢慢飞的话 那我就不用设定 楚家的坐标了 我们以普通的速度飞行吧 白尊者答道 话说回来 慢慢飞的话 会稍稍有些无聊啊 好 宋书航竖起大拇指 从天空俯视祖国各地的美好风光 当是何等美丽的画面呢 白尊者甘笑一声 他掐了个剑掘 流星剑带着众人 冲天而起 白尊者努力限制了自己的飞行速度 将速度压制在一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而且为了让大家能欣赏祖国的美好风光 流星剑的飞行高度压得较低 以修饰的目力 能清晰地看到下方的风景 飞舰载着众人 在茫茫东海上空 飞呀飞呀 下方是一望无际的海洋 初看时还是蛮有味道的 但看得久了 就觉得无聊了 所以飞着飞着 白尊者的双眼 开始有些空洞起来 飞呀飞呀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终于到了华夏大陆 下方有个大牌子 洞顶人民欢迎您 宋书航一行人顿时精神一震 终于离开海洋了 继续飞呀飞呀 文州人民欢迎您 哦 到宋书航家乡上空了 再飞呀飞呀 离水人民欢迎您 离水之后是龙永人民欢迎您 再接着是黄山人民欢迎您 哎 到黄山了呀 这里就是黄山真君的老家了吧 话说还没到吗 宋书航出声询问道 飞得久了 他也感觉有些无聊起来 宋书航并不知道楚家的具体位置 他虽经历了楚楚的人生之梦 但是有些细节之处是被快进镜头一笔带过的 所以他梦醒之时 连楚姓世家到底在中国的哪个位置都没搞清楚 楚楚躺在豆豆身上 所以看不到下面 询问道 已经到哪了 到我老家黄山了 豆豆出声道 我现在只要跳下 就能看到黄山大傻了 不过 我现在偏不跳 我要三过家门而不入 让黄山大傻见识一下我的决心 看他呀的敢撂我这么久 宋书航干笑 楚楚点了点头 答道 到黄山了呀 那就快到了 宋书航文言强称精神 长途车程就是劳累 飞舰也一样 不过好在终于要到了 然后 飞舰继续飞呀飞呀 这次飞了老长一段时间了 何非人民欢迎您 诶 这么久了还没有抵达吗 继续过了很久 似乎飞舰的速度稍稍有些加快起来了 徐昌人民欢迎您 宋书航疑惑出声道 啊 都到徐昌了 还没到吗 到徐昌了 那就真的快到了 楚楚点了点头答道 哦 楚楚姑娘 徐昌和黄山之间隔了小半个滑下的距离呢 这就是你口中的快到了的距离 修饰关于距离的世界观和普通人果然是完全不同啊 于是 宋书航果断闭嘴 不再询问楚楚姑娘距离楚家到底还有多远了 飞舰继续飞呀飞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宋书航打了个盹 当他清醒过来时 向下望去 便看见下面的建筑很有异国风格 不似华夏的建筑 而且下面来来往往的人也以外国人居多 诶 等一下 那标志性的建筑 宋书航明白为什么会有异国风情了 因为自己等人抵达的地方是莫斯科人民欢迎你 哦 宋书航眨了眨眼睛 虽然他的记忆中没有楚姓世家的具体位置 但大约上可以肯定 楚姓世家的位置是在华夏无疑啊 于是 宋书航盲冲着飞舰前方的白尊者叫道 白前辈 是不是飞过头了 飞舰前端 白尊者双手背负 仙姿不凡的 哦 白前辈 睡着了 腰手啊 死鸡睡着了呀 白前辈 白前辈 快醒醒啊 宋书航大声叫道 但是白前辈一点反应都没有 正常情况下 以白尊者的修为 只要换他的名字 一声就足够让他醒来了的 反倒是豆豆 小和尚 以及楚楚姑娘都似乎刚从睡梦中醒来一样 尴尬的对视了一下 而前方的白尊者毫无反应 宋书航的嘴角抽了抽 难道是 他颤抖地摸出一只脆绿色的小型竹箫 用力地将它吹响 你好 这里是阿白闭关处 距离闭关结束 还有两天十五小时九分 请耐心等待 绿色小潇中继续传出白尊者柔和的声音 白尊者 他他他他他闭关了 白尊者毫 宋书航的眼眶顿时就湿润了 您闭关前 至少记得给流星剑设定个坐标 让流星剑能飞到楚清世家呀 怎么办豆豆 白尊者毫 闭关了 宋书航转过头来望向豆豆 唉 没办法了 我们自己先离开飞剑去楚清世家吧 白尊者毫的话 反正他知道坐标 等他闭关结束 就会飞到楚清世家的 豆豆倒 随后豆豆纵身一跃 跃下飞剑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2集 咚咚的一声 豆豆感觉眼貌金星 他一头撞在了一层护罩之上 而那护罩老结实了 绝对不会是尊者级别设置的 豆豆感觉 自己简直是一头撞在了 超合金金属板上 特美得太疼了 他身上的小和尚及时拉住了病号楚楚 没让楚楚伤上加伤 豆豆重新跳回流星剑的顿光上 一脸郁闻的 不行 白尊者在飞剑周围布下了防御 我们跳不出去 想了想后 宋叔航道 要不试着攻击一下白前辈 我记得就算在闭关中 但感觉到杀气的话 白前辈会本能地醒过来的 呵呵 要死你自己死去 别拉上本王 豆豆不屑道 你难道不知道白尊者有多可怕吗 万一对着白尊者释放杀气 白尊者下意识地反击了怎么办 那时候千万剑气齐发 秒秒钟就能将飞剑上 所有的人切成薄薄的肉片 保证每一片的厚度都很均匀 那我们怎么办呢 在飞剑上待两天 宋叔航耸了耸肩道 或许我们可以祈祷 据说闭关中的白前辈可灵了 我们可以向他许愿 让他早点从闭关中醒过来 小和尚提议道 豆豆耸了耸肩 然而我没有带香炉 卧槽 原来宇柔子说的 像闭关中的白尊者许愿可灵了的事 真的是在修真界传遍了呀 豆豆和小和尚都知道这事 心诚则灵 香火只是个形式 小和尚一脸严肃 双手合十 开始对着白尊者祈祷起来 白前辈 希望你能保佑白尊者 早日结束闭关 啊 宋叔航觉得 这愿望充满着草点呢 小和尚祈祷完后 摸了摸小光头 嗯 反正已经祈祷了 不如再多许些愿望 于是小和尚又接着道 白前辈啊 希望过些时间 三日师兄过来接我回去后 通选方丈不会将我屁股打烂 更不能像宋叔航师兄那样 将我打出屎来 我 我啥时候将你屎都打出来了 是在梦中吗 啊 我是不是要真的考虑将小和尚打出屎来 小和尚许完愿后 又望脸四周 重新再闭上了眼睛 哦 忘记了 希望白前辈 能让楚楚姑娘的伤 早点好起来 这个愿望还像模像样的 楚楚感激地望了一眼小和尚 然后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她悄悄闭上眼睛 迅速地在心里许了个愿望 希望我能有机会 踏上端仙台 为楚家而战 拜进血腺派的弟子 许完愿后 楚楚悄悄睁开眼睛 扫了眼四周 见宋淑航小和尚 痘痘都没注意到她后 她悄悄松了口气 总有种当贼的感觉似的 宋淑航比较庆幸的是 这次出门 自己带了壁骨丹出来 所以至少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 她不会因为没吃没喝 饥饿而死 白尊者的飞剑带着众人 在地球上进行环球旅行 一开始还有固定的前进方向 到后来飞行路线变得诡异起来 USA人民欢迎您 阿联酋人民欢迎您 澳大利亚人民欢迎您 然后不知道怎么转啊 又回到了东海 到了东海位置后 流行舰的飞行路线就又回归了之前的老路 从洞顶人民欢迎您开始 到文州 梨水 龙游 然后是黄山 又到黄山了 宋书航望了眼下方打了个哈欠 或许是脑子有些疲了 宋书航心直口快地对豆豆道 豆豆 你这已经是二国家门而不入了 我相信你 离三国家门而不入也很快了 甚至四国家门 五国家门也没问题呢 豆豆对着宋书航用力地磨了磨牙齿 准备等下了飞行后 找准宋书航肉嫩的地方 狠狠给他来一口 不用担心狂犬病的 他的口腔可是很卫生的呢 啊 好无聊啊 宋书航喃喃道 对了 话说到了华夏就有信号了吧 那他就可以发短信给羽柔子 请他注意一下来自白尊者的快递了 宋书航迷迷糊糊地伸手摸向自己的口袋 哎 手机呢 哎呀 等一下 上飞见识 白前辈好像将我的手机拿走了 我 白尊者不会是防着我 免得我给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通风报信吧 流星舰飞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到最后宋书航在几个小时内 连看了好几趟日出的景象 哎 这就是真正的眼睛一闭 眼睛一睁 太阳就升起来了 眼睛再一闭 眼睛再一睁 太阳就又升起来了 眼睛继续一闭 眼睛继续一睁 太阳特磨的又冒出来了 心好累呀 这一趟环球之旅继续光顾了几个国家的上空 期间还显显地和不知哪国的战斗机擦身而过 差一点就要制造空难了 好在流星舰有灵 自主地避开了迎面而来的战斗机 不知多久 流星舰又回到了东海 继续从洞顶人民开始欢迎您 到文州 里水 龙永 然后又一次经过了黄山 豆豆 三国家门了 宋书航转过头来 对豆豆叨 豆豆前辈好无情 竟然三国家门而不入 小和尚一脸认真地对豆豆叨 豆豆亮出自己锋利的爪子 瞄准宋书航和小和尚 似乎是在找下手的位置 宋书航和小和尚连忙今生 话说 距离白前辈闭关结束 还有多长时间呢 无聊中的宋书航在飞剑上 小范围的修炼金刚基础拳法 和不动金刚身 他体内五个俏学的气血之力 已经再次恢复满盈 只等白尊者解开他腹部的封印 就是他晋升二品真师之时 然后 豆豆四过家门而不入 不知道过了多久后 豆豆已经久过家门而不入 流星舰飞行的速度 却是越来越快了 7月21日凌晨 楚家和虚剑派所在地狱 断仙台 断仙台之战即将开始 楚姓世家的人 虚剑派的人分别立于断仙台两侧 祖老 楚楚还是没有回来 一个瘦高的男子靠近 楚家祖老轻生的 祖老用力握拳 恨恨地咬牙 对面 虚剑派掌门 阴森一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3集 说是三天后举行断仙台 但事实上只有两天半的时间 一号的凌晨就要开始断仙台之战了 断仙台的地点由楚家决定 时间则是由虚剑派决定的 虚剑派掌门望着楚家祖老 一副臭脸的样子 心中特别舒畅 他知道 那位叫楚楚的天才女子 是没办法赶过来参加断仙台之战了 一切都如先生所预计中的进行着 如今的楚姓世家已经是他嘴边的肥肉 只要一张口就能将他们吞下 但是为了防止楚家困兽油斗 他还需要再给楚家制造一些沉重的打击 趁着长生剑宗的两位护台人还没有过来之前 他可以使一些小手段打压一下楚家的事情 虚剑派掌门恭敬地对着身后的两道身影道 还请两位先生给对面楚家的人一些威慑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井底之蛙 那两道身影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 两人站了起来踏出虚剑派的阵营 面向楚姓世家 下一刻 这两道身影不再压抑自己的实力 庞大的灵力从他们身上爆发出来 在他们的面庞上隐隐有金光笼罩 五品金丹灵黄 两尊金丹灵黄身上的气势 狠狠压向楚姓世家的阵营 灵黄级别的威压 又岂是普通一二三境界的修饰能够承受的 楚姓世家的大部分族人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就连祖老的脸色也都苍白了几分 双眼死死盯着这两尊灵黄 虚剑派中会有灵黄 不可能的 如果虚剑派真有两尊灵黄 那他们怎么可能还是不入流的小门派呢 两尊灵黄释放了自身的气息约三息的时间 随后两人同时收起了自身的威压 他们对着楚家的人冷冷一笑 随后转身返回到虚剑派阵营的后方 虚诚 楚姓世家的祖老咬牙切齿的 断仙台之战不允许有外援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断仙台之战不允许外援 我知道啊 虚剑派掌门虚征 微微一笑 但是 这两位前辈只是我们虚剑派的贵客 正巧遇上了我们虚剑派要参加断仙台之战 所以过来旁观一下而已 他们并不会参加断仙台之战呢 这两位灵皇前辈都是先生请来援助虚剑派的 楚家祖老死死攥紧拳头 两尊灵皇坐镇后方 就算他们不参加断仙台之战 对楚姓世家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 更何况 刚才那三夕时间的威压 几乎碾压了楚家的士气 就连参加断仙台之战的族人 也受到威压的影响 到时候上断仙台 实诚本事难以发挥出八成 可恶啊 楚家祖老牙齿都差点咬碎 只恨楚家家小夜小 没办法请来强大的后援呢 此时 楚姓世家的人群中 羽柔子皱了皱眉头 虽然两尊灵皇的威压 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但是被威压笼罩时 他浑身不自在啊 老难受了 他别扭地挪了挪身子 难难道 舒航师兄怎么还没有过来啊 明明十八号那天 都说要出发了 这都过去两天半时间了 怎么还没来 不会是迷路了吧 暗中 羽柔子家的大师兄刘建一张了张嘴巴 我去 刚才范兰打了个盹 就有两尊灵皇出来 对着羽柔子师妹方向大放威压 如果他们中有人 敢对羽柔子出手的话 你知道怎么做吗 灵蝶尊者的声音 不断地在刘建一的脑袋中回荡着 怎么办 要去砍了这两尊灵皇吗 哎 会很麻烦的呀 正思索之间 突然刘建一的手机响起 他滑开一看 却正是灵蝶尊者的 啊 我操 师尊不会在我身上 放了摄像头之类的东西 一直监视着我的行动吧 怎么师妹刚出事 她就马上打电话过来了 刘建一僵硬地滑开手机 喂 师尊 您老人家安好啊 灵蝶尊者的声音 传来 刘建一 一会儿 你准备接个快递 我半个小时后 会用飞舰传输的方式 将快递送到你呢 你将它转交给于手子 刘建一听到这里时 暗暗松了口气 好的 没问题师尊 刘爱 于手子最近已经安好吗 灵蝶尊者问道 一切安好 虽然有些小问题 但我能处理 刘建一咬牙道 那就好 记住 不要怂 谁敢上鱼肉子一根汗毛 就是干 一定要打出灵蝶岛的威风来 你打不过的话 就打电话给我 我分分钟感觉你呢 灵蝶尊者沉声道 明白 师尊 刘建一咬牙道 挂掉电话后 刘建一叹了口气 要开始忙碌了 哎 暂别了 我可爱的懒癌病 对方可是两个灵黄啊 哎 头疼 他可是一直对外宣称 自己才四品先天境界的 现在要是一口气 干翻了两个灵黄 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吧 到时候他还怎么浑水摸鱼 怎么愉快地偷懒呢 约十余分钟后 断仙台上有两道顿光 一闪而过 长生剑宗的两尊灵黄献身 他们的出现就代表着断仙台之战 正式开启 楚家和虚剑派的断仙台之战 分三局 六十岁以下的年轻一代为第一局 双方各出三人 以一对一守累台方式 决出胜负 一百五十岁以下的门派 中坚力量为第二局 同样是双方各出三人 以一对一方式 守累台决胜负 若是前面两局 双方各一胜一副战平的话 那第三局 双方各派出门派内最强之人 三长二胜定胜局 虚剑派参加第一局之战的三位弟子 全部都是一品月龙门竞技 月龙门这道关卡 困住了不知多少的一品修士 每次冲击龙门失败的话 就会跌落一个小境界修为 必须重新修炼 再凝聚气血冲击龙门关卡 很多修士二三十岁就晋升到了月龙门的境界 但接下来三四十年却一直无法冲开那龙门 虚剑派运气不太好 他们门派中近六十年来的弟子 没有一个越过龙门成为二品的 另一边 楚家的三位参赛者却只出现了两位 同样是一品月龙门境界 第三个名额原本是楚楚的 但楚楚到现在还没现身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4集 楚老头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断仙台之战可不是儿戏 希望你们楚家能派几个胆大的上场 可别怯场一笑大方 可是到现在 你们楚家终究还是有人怯场了呀 须剑派掌门须征 双手插在道袍袖子里 瞇着眼睛对楚家祖老道 楚家祖老面色阴沉 怎么办祖老 要不要换人代替楚楚 楚家那位瘦高的男子靠近祖老身边 小声询问道 代替楚楚 祖老再次叹了口气 楚家如今又有谁能代替楚楚呢 没有了楚楚 第一局六十岁以下年轻修士的断仙台之战 就一点胜算都没有 而第一局要是失利了 第二局就算获得胜利 第三局却也没有胜算呢 须剑派那位四品先天级别的太上长老 对楚家来说是个不可战胜的对手 能遇见飞行的修士 和无法遇见飞行的修士 两者之间的差距 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啊 断仙台上的两位长生剑宗的金丹灵皇 微微皱了皱眉头 看样子是楚家要参加断仙台第一局的弟子 没有赶过来吗 本次断仙台的原因 他们两人也有所了解 谁对谁错 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不过 他们身为断仙台的护台人 在主持断仙台的时候 就必须做到公正 按规矩行事 也就是说 等断仙台之战开始后 如果楚姓世家的那个参赛弟子没有赶来的话 那么楚家只有换人代替那没到场的弟子上场 不过楚老头 如果你家那位天才的女弟子还没有赶来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虚剑派的掌门笑道 我们可以先开始第二局的比试 如果这期间你家那天才女弟子顺利赶到的话 我们再进行第一局的断仙台之战 反正第一局和第二局 哪个先开始都无所谓 不是吗 楚家族老望了眼虚剑派的掌门 这家伙会有这么好心 竟然还主动提出 先开始第二局之战 这家伙心里打着什么坏算盘呢 断仙台上 两位护台人相视一眼 默默点头 随后 左边那尊长生剑宗 金丹灵黄出声道 楚家如果也同意的话 那么先开始第二局 断仙台之战也无妨 第一局与第二局 哪个先哪个后 的确没什么问题 只要断仙台之战的双方都同意的话 那么换一下顺序并不影响结果 楚家族老皱起眉头 这种情况下 先开始第二局断仙台之战 自然是对楚家有利的 但这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一点都不好 特别是不知道 须剑派的家伙 到底想搞什么鬼的情况下 但是这个时候 楚家族老却没得选择 他只能答应 至少先拿下断仙台第二局的胜利 再说 哦 楚家族老沉声道 须剑派掌门须征发出一串笑声 断仙台上 一位长生剑宗的金丹灵皇 将自己的配剑刺入地面 并往剑中灌入林立 断仙台四周升起一层防御阵法结界 可以让参赛选手尽情地在里面战斗 另一位金丹灵皇宣布道 如此 断仙台第二局之战开始 双方参赛弟子逐次入城 严霸 这位长生剑宗的灵皇 目光略过须剑派阵营 随时关注着那两位不知名的灵皇级修士 情报上只说 楚姓世家来了灵蝶岛的千金 却没有说过须剑派有无品的修士客人 这场断仙台大战 没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呢 伤脑筋呢 希望可别出大乱子才好 楚家阵营 楚雄 你第三场上场 为我们带来胜利 楚家阻挠压低声音 对身后一道身影道 这道身影默默静坐在楚家的阵营中 是个光亮的大秃头 僧人打扮 此时这僧人正默默地念诵着经文 以驱除之前须剑派两位金丹灵皇的威压带来的影响 争取在出场前将自己的状态恢复到最佳 听到楚家祖老的话后 楚雄抬起头来 点头应了一声 是 楚家祖老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楚家的其他两位参赛弟子道 楚天 楚勇 你们先后上场 干死须剑派的杂碎 是 两位弟子站起身了 他们全部都是二品第五丹田 龙掌丹田境界 楚家除了祖老外 虽然还有一位三品战王境界的长老 但那位长老已经超过了一百五十岁的年龄 无法参加第二局的断仙台之战 好在 对面的须剑派也是如此 须剑派的三品境界修为者 除了掌门须征外 还有一位副掌门和护法 不过 这三人也全部已经过了一百五十岁的年龄 无法参加第二局之战 这对楚家有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 楚家的楚雄 这位新境的三品战王 就有着决定胜负的作用 楚雄和楚楚一样 是楚家的一位天才弟子 不过 他的天才方向和楚楚不同 他在剑道上并没有什么天分 但是 他从小就被一个佛门高手看重资质 被带到了怒目金刚门中修炼 今年仅八十多岁的楚雄 已经踏入三品境界 不出意外的话 以他的天赋 金丹有望 而楚雄虽然是怒目金刚门的弟子 但他同时还是楚姓世家的族人 以断仙台的规则 他属于楚家的阵营 自然可以参战 他和楚楚 正是楚家祖老和虚剑派 提出断仙台之战 正面硬干的底牌 虚剑派阵营 楚家果然有些手段 虚剑派掌门虚争 微微一笑 但是 我们也有自己的手段 剑小 你先上去解决了楚家前面那两个家伙 然后试试楚家那位底牌的底线 在他身后 一位年轻的男子站起身来 他手中抱着一柄阔剑 右臂粗壮有力 明显比左臂要粗壮许多 是 师父 剑小回头 对了 先不要取楚家人的性命 虚真呵呵一笑 断他们肢体 绝了他们修行之路就好 好 师父 剑小平静回道 随后他扛着自己那柄沉重的阔剑 踏上断仙台 同时 他开始运转丹田内的真气 真气沿着身体一路向上 在他身后隐隐化为一条真龙 只是这真龙缺少双脚 二品第七丹田境界 只差凝聚龙脚 开辟第八丹田 晋级三品的修饰 须剑派的底子要吻压 楚家一头 断仙台上 长生剑宗的两位灵皇踏空而起 悬浮于须空中 一位关注着断仙台内的战斗 履行裁判的职责 同时负责救援 只要战斗中有一方投降 那么他便会第一时间救下投降的一方 另一位遥遥锁定须剑派的阵营 若是须剑派的两位无品修饰敢轻取妄动 他也好第一时间应对 断仙台上防御阵法打开入口 楚家的楚铁 须剑派的剑小 同时踏入断仙台中 楚铁看到剑小登场时 眉头微微一皱 剑小应该是须剑派年轻一辈的最强修饰 按理说应该是作为第二局决定胜负的第三场出战才对 为何剑小第一场就上场了 莫非是须剑派认为 凭着剑小一人 就能将楚家第二局的三名参赛选手全部打败 真是狂妄啊 楚铁咬紧牙关 他的状态受到之前两尊金丹灵黄气势压迫影响 没能恢复到最佳 而且他知道就算自己状态全满 也不是剑小的对手 这段时间楚家和须剑派小摩擦不断 楚铁曾经接触过剑小 知道他的厉害 但是就算自己不是剑小的对手 也一定要在第一战时尽量消耗对方的体力 战斗开始 楚铁凶猛地扑向剑小 一套领悟自剑决的剑术疯狂地施展出 楚家的人根据自己的悟性不同 从剑决中领悟出来的剑法也完全不同 有人悟性不佳的话 甚至根本领悟不出一丝的剑法 不过只要领悟出来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剑术 楚铁领悟出来的是一套快剑 快如闪电 如同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他知道自己和剑小之间的差距 所以一出手就是绝招 面对楚铁的快剑 剑小一脸沉静 他抓着阔剑的手攥紧 身体微曲 浑身肌肉紧绷 他的目光紧紧盯着楚铁的快剑 在狂风暴雨的攻势中 寻找那一缕的破绽 楚家阵营中 楚春莹轻轻抚着自己的小腹 目光紧紧地望着断仙台上的战斗 羽柔子 楚铁哥哥会有胜算吗 羽柔子轻轻摇了摇头 楚春莹悠悠地叹了口气 羽柔子掏出自己的手机 再次给白尊者发了条短消息 白前辈 您现在在哪儿 回个话呀 还没到吗 急呀 诶 这一次白尊者很快就回话了 他发了条语音回复过来 抱歉 我们出了点小意外 现在正在 白前辈 小心啊 其没有东西飞来了 头像是斗弹呢 语音消息中 隐约还可以听到宋前辈的声音 语音消息结束 羽柔子冷汗 白尊者和宋前辈 似乎被卷入到什么可怕的事情中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六十五集 很快 白尊者又发了条语音消息过来 我稍稍走了下神 结果飞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了 不过没关系 半个小时之内 白尊者淡定的声音传来 如果忽略掉他身后不断响起的 如同战争篇配音般的轰轰轰的声效的话 那这句话绝对能让羽柔子安心不少的 而且羽柔子隐约间似乎又听到了宋前辈急促的声音 但是刚才他只注意到白尊者的声音和战争的音效 所以没听清宋前辈在讲什么 于是羽柔子好奇地重新播放了白尊者的语音消息 仔细分辨背景的声音 果然他又听到了宋说行的声音 语气又急又快 白姐妹 那玩意是斗弹的 会爆炸的 你在网上一个眼有看过呀 威力很可怕的 这个不是纪念品 别带回家呀 羽柔子一脸懵逼 呃 导弹 纪念品 带回家 白尊者 捕捉了一枚导弹 然后想将导弹带回来 想想都感觉有些刺激啊 导弹啊 我都没有近距离地玩过呢 明明灵铁岛周围藏了不少 但是爹爹就是不肯让我接近那东西 好想玩啊 想近距离地玩导弹 于是 羽柔子迅速给白前辈发了条短消息 白前辈 我们现在的坐标有变 现在 断仙台之战已经开启 我们现在 在断仙台的位置 白前辈您快来 我将新坐标发给您 羽柔子只要一想到 白尊者带着一枚导弹 拉轰的登场 眼睛都变得明亮起来 嘿 一定会很好玩的 收到 调整坐标 预计十分钟后 书航和我将赶到现场 白尊者平淡的声音 再次从手机中传来 羽柔子心满意足地将手机屏幕关上 是好友吗 楚春莹微笑着问道 不过话说 刚才她是不是听错了 似乎从羽柔子的手机通话中 听到了导弹的字眼 嗯 一位是很好很好的宋前辈 还有一位 是很厉害很厉害的白前辈 他们十分钟后抵达战场 错了 是抵达我们这里 羽柔子开心道 然后等宋舒航前辈过来时 他就可以拿回自己的变形胸针 变成楚姓家人的模样 去参加断仙台的比赛了 想想都感觉很有趣 就在羽柔子和楚春莹对话之间 断仙台上的战斗 已经进入尾声 在楚铁疯狂的攻击下 剑小提着沉重的扩剑 左挡右支 竟然将楚铁一连串的快剑攻击 全数挡下 这就是你最快的剑速吗 也并不快呀 快剑楚铁不过如此 剑小冷声道 虽然在这一波快剑攻势下 他的确消耗了些气力 但是这些消耗 稍稍休息一会儿就能恢复 而楚铁疯狂的进攻 却在源源不断消耗 大量的真气体力 哼 还早知道 楚铁心中冷哼 下一刻 他手中剑身一抖 剑速变得更快 更诡异起来 瞬间就逼得剑小不断后退 而在一剑又一剑中 楚铁的气势积累到极致 神龙剑法 楚铁长笑一声 借助这一声长笑 将自己的气势爆发 比赛之前 须剑派两位灵黄的威压 带来的影响 在这一刻被楚铁自身气势驱散 楚铁吼叫的是神龙剑法 但是他的剑势却没有呈现出真龙攻击 漫天的剑影最后却是化为一个巨大的笼子 将剑小整个人包裹在里面 修士大战中大声吼叫的剑法名称 大部分都是名不符实的 这个呢只是用来提升自身的气势状态的一种手段 同时顺带迷惑一下对手 很多牛逼的招式名字 都是临时起义乱叫的 说不定修士口中叫着 怒海滔天剑法 下一刻却摸出青龙眼月刀 然后朝着对手的脑门糊去呢 一时间 剑小的四面八方全是剑影 无法躲避 只有硬扛 但这时 处于剑气笼中的剑小 面色依旧平静 结束了 无数的剑气撞在剑小的身上 只见剑小粗大的右臂微微一亮 随后他全身有一层淡淡的金色闪烁而起 护主周身 除铁那无数的剑气 虽然又快又锐利 但好不容易刺破剑小的护身金芒时 却只能在剑小身上 留下浅浅的皮肉伤 这点皮肉伤 以二品修士的身体素质 几个呼吸内就能恢复如初 佛门护体金身法门 除铁惊叫出声了 剑小轻轻一笑 手中扩剑狠狠批出 除铁正处于就力用尽 心力未生的阶段 他躲避不及 被剑小一剑劈中肩膀 握剑的右手 急肩而断 事实上 就算除铁在状态完整之时 也躲不过剑小这一剑 这一剑 看似笨拙 但速度却无比的快 除铁惨叫一声 连连击退 右臂血流如注 台下 楚春莹同样瞪大了眼睛 佛门金身法门 不 不是佛门金身 这是一种修士在二品时 可以凝聚的特殊体质 这剑小 不知从哪得到的奇遇 竟然将右臂电化成了特殊体质 宇柔子皱着眉头的 修士特殊体质 楚春莹疑惑问道 为何她从来都没有听过 楚姐姐想了解的话 等断先台后 我再细细和你讲 要从头讲起的话 是很长的一段内容呢 简单来说 就是修士在二品后 通过一些手段 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强化 化为不同属性的仙身 据说 仙身按属性不同 有十几种之多 相对应的 魔修有魔体 佛修有佛种 如门有如根 夭修也夭曲 各拥有不同的效果 不过 仙身想凝聚恋化 很不容易 消耗很大 失败率 更是在90%以上 宇柔子稍稍向楚春莹介绍了下 而台上的这剑小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竟然将自己的右臂 炼化为特殊体质 也不知道她这右臂是仙身 还是佛种 不过 她这种方法 一看就不是正常手段 应该会有不小的后遗症 断仙台上 剑小一剑斩去了楚铁的右臂后 也没有乘胜追击 她只是尽力于断仙台上 默默盯着楚铁 楚家楚铁 认输 楚家祖老替楚铁投降 同时 她望向了身后的楚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6集 楚铁书的干净利路 虽然断了一臂 但至少性命还在 那断去的一臂 说不定还有机会接回去 她惨白着脸 捡回自己的右臂和配件 跌跌撞撞地下了断仙台 楚家负责疗伤的修士 立即赶上前来 扶住楚铁 先为她简单地处理伤口 并马上对她的右臂 进行封存 楚家祖老沉声道 马上将楚铁送入足地 接回断职 边上早有专门人员准备就绪 将楚铁扶上车 加急送往楚家族地 进行断肢接回手术 送走楚铁后 楚勇深吸了口气 握住自己的长剑 准备上场 他和楚铁的实力相当 面对须剑派的剑小 也没有多少胜算 那么就学着楚铁一样 一上来就尽量消耗对方的体力和真气吧 楚勇师兄 请稍等一下 这一局先由我上吧 这时一直闭目诵经的楚雄站了起来 他身材高大 站起身来后 比起楚家阵营中的人 要高出半个头来 可是 楚勇望了眼祖老 交给我吧 祖老 楚雄转头对祖老道 我现在的状态 上场刚刚好 他睁开眼睛 双眼中充满着无尽的怒火 如同怒目金刚 这正符合他宗门的名字 怒目金刚门 愤怒的状态对于其他修士来说 可能会影响发挥 但对于怒目金刚门的弟子来说 愤怒简直就像加了buff一样 好 注意保留体力 祖老道 放心吧 祖老 楚雄缓缓向前行去 一柄金刚柱滑入他手中 随着他一步步踏出 他体内的真气澎湃如大江大河爆发 雄厚无比 他一边行走 一边退去身上的僧袍 露出浑身 如用金属铸造般的肌肉 退去的僧袍被他缠于腰间 让他显得更如画中的怒目金刚一般 诶 是怒目金刚门弟子 宇柔子一眼便从楚雄的状态 看出他的门派根基 如果是怒目金刚门的弟子 那这一局就没什么悬念了 怒目金刚门在佛门中 虽然也只是中流门派 但不论其他 只论战斗力的话 他们门派弟子的战力很强 堪比一流佛宗 越愤怒就越强大 越愤怒便越勇猛 楚雄上台后 对面的剑小脸上露出了严谨之色 断仙台第二局第二场 开始 长生剑宗的金丹灵皇宣布的 裁判的话音刚落 须剑派的剑小右臂猛的一胀 整只右臂胀得快有他半个身体大 随后他举起那柄扩剑 朝着楚雄狠狠一展 一道剑芒被他斩出 剑气锐利 几乎堪比三品修饰的剑气攻击 面对着巨型剑气 楚雄却不闪不闭 他双手抓着金刚柱 掐了个法印 吼 随着他一声破字吼出 一只金色的大拳 从他手中的金刚柱上爆发出来 那金灿灿的大拳轰击在剑气上 一下子就将剑气轰得支离破碎 大拳于事不减狠狠撞击在剑小身上 直接将对方撞飞出去 撞击在长生剑宗灵皇布置下来的防御阵法上 剑小的身体从防御阵法上缓缓落下 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胸膛处有一个身陷的裙印 这一击直接将他半数以上的肋骨击碎 内脏同样受伤 想要恢复不知要何年何月 二品和三品之间的差距有这么大吗 剑小不解地望着不远处的楚雄 对方居高临下俯视着他 两者间的差距有如天地之别 须剑派剑小认输 须剑派的掌门须征连忙叫道 代替剑小弃权 二品和三品的差距这么大 这个问题楚春莹同样出声问道 须剑派的剑小已经是二品第七丹田修为 又有与柔子所说的一条特殊体质的手臂 这样都挡不住楚雄看似随意的一击 二品三品的差距虽然很大 但并非是不可逾越的差距 剑小和楚雄之间 真正的差距是功法 与柔子平静地解释道 剑小修炼的只是须剑宗的传承功法 这功法在修真界也就比普通大陆货功法稍好一些罢了 而楚雄修炼的是怒目金刚门的功法 单论战斗力在佛宗中都能排得上号的 而且刚才楚雄所使用的 是怒目金刚门独门的佛手印法术功机 如此一来 双方就如同是一个握着木剑的十岁少年 和一个握着绝世宝剑的成年大汉之间的差距 一场毫无悬念的虐菜之战 宇柔子望向虚剑派的位置 面对楚雄这样的存在 虚剑派的人有什么取历之法吗 虚剑派中掌门虚征并没有惊慌 依旧一脸平静 同时他身后的两尊金丹灵黄 不时地将目光落在楚家的阵营中 这次他们没有使用威压之类的手段 但仅是灵黄的目光凝视 就给楚家的弟子们带来了莫大的压力 虚剑派这是欺辱楚家没有高人 尽量将自己一方有两尊灵黄后援的优势 扩大到最大 哎 本来还想让楚家多战一场 让他们也能在断仙台上多露露脸 可惜他们不领情啊 掌门虚征微微一笑 望向自己的身后 小师弟 上场吧 结束这一局的战斗 带给楚家绝望吧 在虚征的身后 传来了一个傻笑的声音 随后一个面带憨傻笑容的男子站了起来 笑得太灿烂时 还会有口水从嘴角流下 虚剑派掌门虚征的小师弟 一百四十二岁 三品战亡后期实力 四十多年前他受了重伤 外人都以为他已经作画 但其实 这位小师弟只是变成了憨傻 却性命无忧 而且因祸得福 实力稳稳地提升了一节 另一边 在接近华夏的海洋上空 有一道只有修士能看到的光芒 瞬息千里 剑光包裹之中 豆豆 楚楚 小和尚 全都脸色发白 他们惊恐的 不仅仅是瞬息千里的标飞剑速度 还有飞剑底下装着的东西 宋书航正惊恐地叫着 白剑被快扔掉啊 会爆炸的呀 会爆炸的呀 在流星舰的下方 还有一枚白色的导弹 长约五米 体型流畅 符合空气动力学 可怕的是 这玩意儿正处于激活状态啊 随时随地会爆炸的那种啊 更可怕的是 白尊者此时正好奇地研究着这枚导弹 他一脸蠢蠢欲动的表情 似乎想要拆掉这玩意儿 宋书航不知道 这枚导弹的控制系统是否先进 能不能追踪显示 导弹距离发射出去后 飞了多远的距离 如果很先进的话 现在发射导弹的一方 肯定已经懵逼了 因为他们的导弹在空中飞着飞着 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如果他们的技术 能幸运地捕捉到 自己导弹上的微弱信号 那么他们就会发现 自己的导弹已经穿越了五分之一个地球 往华夏位置跑去了 发射导弹者 说不定已经被吓得不要不要的了 你们太吵了 会影响到我的 白尊者转过头来 不满道 接着白尊者又信心十足的 放心吧 有我在 他抱不了他 宋书航感觉 白尊者这种自信满满的模样 老眼熟了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每当再拆掉家电 然后要将他们组装回来的时候 白尊者也都是这么自信的 肯定会爆炸的呀 爆了的话 会死人的呀 白前辈 我们换个玩具吧 真不行 我们联系一下黄山真圈 看看他能不能弄到一枚 还没激活的导弹 咱们找个安静的 没人的地方 好好研究啊 宋书航苦口婆心的劝道 是啊是啊 我记得黄山大傻的一处 海外洞府边上 就埋着很多这玩意儿 白前辈想完的话 我下次带你过去 豆豆也在一边劝道 白尊者没搭理 白尊者一头黑一线 真是的 这一个个的 难道说不能对我稍稍 有一点信心吗 而且我怎么说 也是欺骗尊者 区区一个导弹而已 就算爆炸了的话 威力也是我能控制住的呀 别叫了 我已经搞定了 暂时这枚导弹 不会引爆了 白尊者在导弹上 连拍了几掌 落下一个个 奇怪的符文 唉 你们对我的技术 也要稍稍有点信心呢 宋书航逗逗 干笑了一下 好了 看着前面 我们要到断仙台了 白尊者又对众人道 说话间 白尊者又大力的给流星剑加了把灵力什么的 什么 你说快要到的时候要踩刹车了 不用的呀 白尊者对自己的技术很有信心的 一会儿落地前一公分的时候 他就能稳稳的将飞溅给停下来的 而他现在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 加速 再加速 速度太快 宋书航等人只感觉周围的一切 刷刷刷的就闪过去了 好不容易凭着修饰的眼力 宋书航看到了一个大型的擂台 边上还有两拨人马 那应该就是 楚家和虚剑派了 准备好了 我要降落了 白尊者的声音响起 说话间 他又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话说 他发给九州一号群道友们的礼物 差不多是时候打开了吧 决定了 就等他们抵达断仙台之后 就激活所有的礼盒吧 现代人不都图个喜庆吗 开门都要放鞭炮庆祝一下的吗 断仙台这样的比赛 来一场流星雨 庆贺一下开幕也不错嘛 虽然可能是迟了点 但没关系 心意到了就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六十七集 大约在宋书航和白尊者 降落在断仙台时的一个小时以前 在华夏和高丽的交界线位置 有一处普通民宅 在这民宅的地底深处 隐藏着一个闭关的洞府 同挂仙师的弟子铁挂 算仙就藏在这处洞府中闭关 他被老师那一挂超级祥 大级大力 红韵当头上上上上上上上牵挂 吓坏了 从进入这洞府后 他就再没出门过 就连白鹤真君送的快递 都是从门缝中塞进来的 今天凌晨 铁挂又做了个噩梦 他梦到老师那一挂 上上上上上牵 实现了 并且是以各种可怕的方式实现的 硬生生地将他吓醒 醒来后的铁挂马上打开手机 调出大屏手机上白前辈的祝福表情图 他将手机竖着供起 立好香炉上香 白前辈 请千万祝福我 让我躲避过这一次的劫难哪 只要我能度过这一劫 以后一定给您立个精神 日日供奉 铁挂算仙难难道 上香完毕后 他又郑重地从床边捧出一个木盒子 上面写着铁挂算仙四字 这是来自于白尊者前辈的礼物 铁挂那天下载了白前辈表情包后 第二天就收到了这个礼物 铁挂算仙心中已经认定 这盒子就是白尊者带给他的遥远的祝福 接下来 我一定要将这个礼物带在身上 一刻都不放下 铁挂算仙心中 按道 正思索间 他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正是他师尊 铜挂仙尸打来的 铁挂算仙的手部 又颤抖了一下 不过他还是勉强地 接通了电话 喂 师傅 有什么事吗 铁挂算仙 小心翼翼问道 他现在最怕的就是 老师突然开口 说又给自己算了一挂什么的 但是有时候世界对人就是这么满满的恶意 电话中 铜挂仙尸开口了 铁挂 你现在一切还好吧 还好啊 铁挂算仙答道 那就好 铜挂仙尸松了口气 然后的 铁挂呀 今天师傅又给你起了一挂 铁挂算仙顿时感觉自己膝盖一软 整个人都差点跪了 老师 挂想如何 铁挂吸了吸鼻子 坚定地问道 唉 还是老样子 上上上上上挂呀 铜挂仙尸叹了口气 铁挂心中暗暗叫苦 他这可怕的劫难还没有结束吗 不过呀 今天的挂想有转机 在这上上上上挂中 却隐隐藏着一道厄运 铜挂仙尸继续等 铁挂文言顿时眼睛一亮 此话当真 师傅 真的隐藏着恶欲 你可不要骗我呀 铜挂仙尸声音干涩 是的 我没有骗你 这话说出口实 铜挂感觉心好累呀 连最亲的弟子都不信任自己的挂像 对于一个靠算挂吃饭的人来说 这是何等的悲剧呀 铁挂却是欢呼起来 我又救了 我又救了 这几天 我将白尊者前辈的表情包当成手机屏保 每日上香 果然是有效果的呀 红挂仙尸文言一呆 华操 这小兔崽子竟然下了白前辈表情包 这是要王的节奏啊 哎 哪下 每日上香 难道 真的是这个行为起到了作用 因为据说给白尊者上香 真的很灵验呢 那师傅 我先挂了 我去准备点东西 这次 我一定要度过这个劫难呢 铁挂算仙激动的 不等铜挂仙师继续问话 铁挂就挂断了通话 然后铁挂算仙 开始收拾起自己的物品来 他要换地盘了 这处华夏和高丽交界之处的洞府 是他所有洞府中 防御力第五的一个 而他还有一个 集最强防御于一身的洞府 就在高丽境内 一座巨山底下 我搬到那里去 嘿嘿嘿 今天我就要和这个死劫拼了 明天我只要还活着 就又是个好铁挂 铁挂算仙带好手机 和白尊者的礼物 快速向自己的秘密洞府飞去 很快 铁挂算仙抵达自己的秘密洞府 并顺利入住 不过很快 铁挂就有些懵逼了 诶 我的洞府上面 怎么多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洞相 这些通道是什么玩意儿 怎么山腰上还被打了口大井 侧着挖这么深的井 难道是要挖矿 不仅如此 他洞府所在的巨山附近 还多了各种奇怪的工程设施 要不 我还是回去吧 铁挂算仙心中暗道 在白尊者和宋书航降落的三分钟前 太平洋和东海的交界之处神秘的灵蝶岛上 灵蝶尊者放下手中的茶杯招了招手 一只巨大的彩蝶落在他的面前 巨大的翅膀轻轻拍动着 去以八百八十八号库给我取一柄飞剑过来 我要给剑一寄一个飞剑传书 灵蝶尊者吩咐的 彩蝶拍着翅膀飞快往八百八十八号仓库飞去 灵蝶尊者微微一笑 伸手隔空一抓 那个写着灵蝶岛宇柔子的礼盒 就被他抓在了手中 宇柔子还没回来 那么就飞剑传书将礼盒送给宇柔子吧 灵蝶尊者心中暗道 在抓着礼盒的同时 他心里突然有些痒痒起来 不知道白道友要送给宇柔子的是什么礼物呢 人哪 这个好奇心是很奇怪的东西 一旦产生时就很难熄灭 但一灵蝶尊者的道心 本来是能很好地控制出自己的好奇心的 但这一次事关他的宝贝女儿 他的好奇心就突然变得格外旺盛起来 不如我打开看看 白道友下的封印也不是很强力的 我可以将封印稍稍打开一点 然后再将这个封印还原 灵蝶尊者心中暗道 我只看一眼 我不破坏整个封印 我就在封印上开条缝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礼物就好 于是灵蝶尊者将手缓缓伸向这个礼物 不对 我不能这么干 这个可是白道友送给羽柔子的惊喜啊 万一被我打开后里面的惊喜失效了怎么办呢 灵蝶尊者咬了咬牙 止住了自己想打开礼物盒子的冲动 唉 不能让女儿的惊喜变成失望啊 灵蝶尊者沉沉地叹了口气 但是他好想知道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啊 好纠结呀 荔枝仙子的洞服 荔枝仙子身上穿着前不久刚网过来的丝制睡衣 睡得香甜 他最近好不容易稳定了六品真菌的境界 很是疲惫 所以睡觉的时间稍稍多了点 白尊者送他的礼盒就平静地放在他的床头 蛊狐盗罐中 蛊狐冠真菌手中提着毛笔 用舌头舔了舔 在宣纸上韵笔如飞 白尊者送来的礼盒被他用来压着白纸 狂刀三浪洞服 三浪道友这两天悄悄换了个洞服 因为前不久他在群里不小心因为破罪得罪了罪果居士 呃应该是这个名吧 反正指的就是他了 后来罪海居士居然表示要来他洞服找他聊天 哈哈 他三浪才不会这么傻 等着罪天居士上门来找麻烦呢 于是他换了个隐藏的洞服 美美的泡在温泉中 白前辈送的礼盒被他和衣服扔在了一起 啊 这就是人生啊 真棒 狂刀三浪了 除此之外 还有造化法王 东方六仙子 洛尘真菌等等等等 许许多多收到了白尊者礼物的道友 都在自己的洞府忙碌着 而白尊者的那件礼物 都被他们放在了距离自身不远的位置 而此时 断仙台上 楚雄发出一声惨叫 他正被对手按在地上 刚才那个一脸傻笑的家伙 此时却满脸猙獰 他如同野兽一样 将楚雄扑倒在地后 张口一口咬在楚雄的脖子上 楚雄身上有怒目金刚门的护体法门 但却挡不住这野兽一样的家伙的嘴巴 那锋利的牙齿竟然撕开楚雄身上的护体真气 防御 一口撕下他脖子上的大片血肉 随后 那野兽一样的家伙张口就将那些血肉吞了下去 好强啊 明明是疯狂野兽般的打法 却打得他毫无还手吃力 这家伙是什么来头啊 吞了血肉后 那家伙双手抱拳 狠狠轰在楚雄的头上 将他轰得头破血流 楚家阻挠咬牙 从牙缝中挤出四字 我们弃权 他这话一出口就代表着楚家第二局输了 但是 断仙台上 须剑派掌门的小师弟却依旧疯狂地对着楚雄撕咬 丝毫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还不住手 长生剑宗的护台人大怒 一道剑气扫向那须剑派的掌门师弟 那野兽般的家伙总算从楚雄身上跃起 躲避这道剑气 但就在这么片刻的时间里 楚雄的脸上 脖子上 肩膀上 被啃出了好几道伤口 血肉模糊 可恶 骑人太深了 楚星世家的人怒吼道 长生剑宗的另一位护台人冷哼一声 同样斩出一剑 这剑气瞬息而至 直接将那野兽般的家伙斩飞出去 剑气在那家伙的胸口处 留下了深刻剑骨的伤势 管好你们自己的人 否则 别怪我剑下无情 长生剑宗的灵皇护台人冷声道 须剑派的掌门也不在意 伸手让门人将小师弟接回 对面 楚家每个人都怒气填胸 这时 须剑派身后的两位灵皇同时冷哼一声 淡淡的灵皇威压 再次压向楚家 而就在这时 一团流星从天空中急坠而下 左边眼尖的护台人 在看清流星内的一件物品时 被吓了一跳 导弹 为什么会有导弹向这里射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因为导弹的速度太快 两位长生剑宗的金丹灵皇只能看到导弹的残影 隐约间 他们似乎看到导弹上面还有其他东西 但看不清楚 怎么会有导弹朝这里轰来 而且看这导弹的落地姿势明显是已经锁定断仙台区域了呀 是谁这么丧心病狂往这里发射导弹 是阴谋吗 还有 这导弹的弹头是什么级别的 威力太大的话 就算是无品灵皇也只能自保啊 现代人的作死能力太强了 开发出来的武器杀伤力都不带刹车的 挡住导弹 不要让它落下 控制着结界的长生剑宗灵皇来不及抽回手 只能对同伴叫道 另一位长生剑宗的灵皇点了点头 然而 他身形才刚刚腾空而起 有人却比他更早一步出手了 是须剑派的那两位金丹灵皇 他们几乎是同时腾空而起 选择的方式更加粗暴简单 其中那中年模样的灵皇 抬手就是一道福宝甩出 那福宝极如闪电 在半途中化为一团苍白色的火焰轰向导弹 另一个鹤发童颜的灵皇则紧紧跟在中年灵皇的身边 双手一合画出一层如水波一样的防御 将两人的身形护住 他们是想直接在半空中引爆导弹 不让导弹落地 同时 两个金丹灵皇是亲密好友 相互间的配合亲密无间 一人负责击毁导弹 另一个负责防御 至于弹头的威力大小 这个时候已经不在金丹灵皇的考虑之中了 反正落地之后也是要爆炸的 在空中引爆总比让它落到地面上好 导弹之声 宋书航 豆豆 小和尚 楚楚的脸色略苍白 白尊者飞剑标的速度实在是有点快 除了它们外 还有一只画为巴掌大小 正缩在豆豆毛发中的鱼娇娇 诶 话说 鱼娇娇为什么会跟着它们一起来了 它已经成功晋升四品了 不是应该回它的大海去吗 啊 好吧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宋书航瞪大眼睛 望着迎面而来的那团苍白火焰 这玩意要是落在导弹上的话 绝对是轰轰轰的结局啊 白尊辈小心的火焰 宋书航出声叫怒 虽然知道白尊辈肯定能看到这团火焰 但由于他心里紧张 还是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面对那白色的火焰 白尊者却没有任何反应 飞剑速度丝毫不减 就这么笔直地撞在火焰上 区区一道火焰法术 白尊者可不放在眼里 他正施展剑盾 飞剑和导弹的周围有一层厚厚的防御 还有剑气在纵横 飞剑和白色火焰撞击 直接就将那团苍白色的火焰撞得粉碎 剑气 欲剑飞行 徐剑派那中年灵皇出声叫道 赫发童颜的灵皇同样反应过来 难道是哪位道友将飞剑造成了导弹的外形 这念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一些奇葩修士们的飞剑外形也多种多样 本命飞剑不能乱改 但代步用的飞剑外形 却可以造成各种自己喜欢的外形吗 一年前 赫发童颜的灵皇就曾经看到有一位修士 踩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在空中飞快地穿梭着 当时和那个踩着笔记本电脑 修士一同飞行的 是一个踩着键盘飞行的 所以 若有人将自己的飞剑改造成导弹的外形 也不意外 只是造成了导弹外形会很吓人的好不好 思索间 导弹飞剑已经高速朝着他们撞来 那中年灵皇冷哼一声 他气沉丹田 沉喝道 导弹飞剑上的盗友会停下飞剑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声如滚雷 微风凛凛 就是语速快了点 整句话只用了一秒 然而 中年灵皇这鼻还没开始装呢 导弹飞剑就已经撞到他眼前不到十米处了 明显是要将他一口气撞飞的气势啊 我擦 这导弹飞剑的速度是不是又加速了 要是真的被撞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中年灵皇只能无奈地咬牙避让 在他身边 鹤发童颜的灵皇同样闪身避让 不过他在避让的同时 在心中瞬间计算出导弹飞剑的轨迹 然后顺手朝着导弹飞剑将要抵达的位置 推出一股柔静 这是预判攻击之法 因为按飞剑降落的地点看 他会正好落在虚剑派的阵营中 所以这鹤发童颜的灵皇 想将飞剑推到旁边一些 导弹飞剑瞬间擦过两位灵皇 鹤发童颜灵皇手中的那道预判攻击的柔静 也顺利推在了导弹飞剑之上 但是那柔静按在导弹飞剑上后 却完全无法挪动那导弹飞剑 反而是那导弹飞剑周围的剑气 受到柔静一推后自主反击 下一刻 反击的剑气如风暴一般 卷向鹤发童颜灵皇 以及他身边的中年灵皇 这么可怕的剑气 两位灵皇只感觉一股寒意 从脑门一直凉到脚底板 如果这团剑气风暴卷在他们身上的话 他们俩说不定就要用上保命手段了 他们拼命地撑起一道道防御 激活身上的防御法宝 天哪 这导弹飞剑的主人是个什么等级的前辈凶事啊 鹤发童颜的灵皇心中大惊 仅是剑气的自主反击 威力都这么可怕 通人一声 剑气风暴撞上他们的防御 他们的防御就如同纸壶的一样 被撕成碎片 眼看着剑气就要卷上他们的身体 这时有柔和的声音轻患了一下 那声音一响起 可怕的剑气风暴在两个灵皇跟前不足一寸处停了下来 剑气带起的进风割得他们脸颊生痛 活下来了 两个灵皇咽了口口水 不由低头望向导弹飞剑落下之处 来者是何邦身上 白姐妹要撞到地上啊 宋淑航感觉自己整个腿部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这个时候他脚下要是有一个刹车 他一定会狠狠地踩下去 明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白姐妹的急停降落法还是让他无从适应 而就在宋淑航大叫之际 导弹飞剑距离地面已经只有五米的距离 下方所有人盯着导弹飞剑 这么快的速度如果撞击到地面的话 肯定会砸出个大坑吧 而且更重要的是飞剑落下的位置挤满了人 处于飞剑正下方的虚剑派弟子们脸色惨白 并不是他们不想逃 而是根本来不及逃 他们可不是五品灵魂啊 从这枚导弹现身到灵魂腾空 再到导弹轰到他们头顶 总共才几秒的时间 一些反应快的虚剑派弟子已经飞快地向外逃去 但更多的是实力不足 连逃都逃不了的普通弟子 唉 这就是绝望啊 断仙台上的两位长生剑宗灵魂一脸郁闷 果然这次断仙台之战还是出了大乱子呀 一会回去要怎么报告这次断仙台之战呢 难道要让他们说天上突然有一枚导弹飞剑落下来 砸死了太多的虚剑派弟子 虚剑派弟子足得过多 没办法再继续断仙台之战了 导弹之下众生百态 虚剑派的弟子感觉末日要降临一样 而楚家的人则是双眼发红 期盼着那导弹能将虚剑派弟子全部干掉 然而 想象中的导弹落下 砸死一片人的一幕并没有发生 巨大的导弹飞剑说停就停 从急动状态突然就变成了急净状态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极不适应 巨大的导弹就这样悬浮在距离虚剑派弟子头顶一米高的位置 下方来不及逃避的虚剑派弟子腿都下软了 而对面楚家族人的脸上却满是遗憾 抵达目标 导弹之上 白尊者一脸满足的微笑 果然标飞剑的时候 要带上几个人一起飞才更刺激 这一趟遇见飞盾 他飞得很爽 逗逗从导弹上跃下 喃喃的 本王今天又活下来了呀 在他身上 楚楚稍稍作正了身体 同样一脸庆幸 在这几天飞剑环球旅行的过程中 他的伤势恢复了很多 已经可以稍稍作起身了 楚家的人看到楚楚后 顿时欢呼出声来 楚楚 宋前辈 白前辈 宇柔子看到宋淑航一行人后 开心地叫道 楚楚虚弱地朝着楚家人挥了挥手 宋淑航同样朝着宇柔子姑娘挥了挥手 只是淑航脸上的笑容略带苦涩 宇柔子姑娘还是一脸开心的模样呢 哎 真好 就是不知道 他有没有收到白前辈寄去的礼物呢 天空中 须剑派请来的两个灵皇落回地面 须剑派掌门须征 马上迎了上去 两位前辈 这导弹飞剑上的修士是什么实力 他们是楚家的后援吗 说话间 他暗暗望了一眼活着出现的楚楚 该死了 狼衣那群人还号称金牌组织 却连个小姑娘都解决不了 一群废物 两位灵皇甘笑一声 不过为了自己的面子强撑着道 我们也看不出他的具体实力 毕竟只是稍稍接触了一下 须剑派掌门须征想了想后提议道 我想 以楚姓世家的底子 应该请不到什么大高手 两位前辈 我们要不再试探一下 这位导弹飞剑上修士的实力 再趁机会 威和一下楚家 两位灵皇头皮一麻 然后那中年灵皇高深莫测的 不急 待我再看看来者的虚实再说 虚征暗暗点头 我们虚剑派就全靠两位前辈了 下面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白尊者伸手一扬 呛 那枚导弹被白尊者从飞剑上卸下 抛到豆豆身边的空地上 这一声响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众人呆呆地望着这枚巨大的导弹 这东西看上去不像是飞剑呢 下意识地 所有人抬头回望向天空 然后 他们看到 在白尊者和宋书航的脚下 还有一柄飞剑 所有人顿时心意揪 再次转头望向的导弹 卧槽 这玩意不是导弹型飞剑 是真的导弹啊 会爆炸的那种啊 不由的 所有人都往后退了退 远离这枚导弹 毕竟在场大部分都只是一二品的修饰 导弹要是爆炸 会死人的 断线台上 两位长生剑宗的灵黄对视一眼 随后 左边扎着倒计的灵黄上前一步 对着白尊者摇摇行了一礼 护台人 长生剑宗彭生海 见过前辈 右边短发的灵黄同样行礼 护台人 长生剑宗彭千音 见过前辈 白尊者望了他们一眼 便猜到两位长生剑宗灵黄 是担心他会捣乱断线台 白尊者微微一笑 两位不用这么严肃 我只是顺路送个三赛选手过来 然后正好来当一回断线台指展的观众 两位长生剑宗的灵黄文言 暗暗松了口气 他们看不出这位前辈的实力 但只要对方不是来捣乱的 就再好不过了 对了 我还为断线台准备了一份礼物呢 本来应该在开幕时送上的 现在虽然有些迟了 不过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白尊者笑道 礼物 两位护台人疑惑 这一时只见飞剑上的白尊者 高兴地伸出手摆好姿势 如同音乐指挥家一样 下一刻他的双手用力一舞 宋淑航双手用力揉了揉太阳穴 要开始了吗 现在他只希望九州一号群的众位前辈们 到时候不要将怨气撒在他的头上才好 毕竟是他让羽柔子将白尊辈表情包传到群空间的呀 古狐道观 古狐冠真君举起宣纸 满意地望着上面的字迹 好字 好字啊 古狐冠真君越看越是满意 感觉自己的书法有所增强 这时的他却没有发现自己之前用来压宣纸的礼盒 已经悄然打开了 没有一丝声音 一柄一次性流星剑001版浮在虚空中 锁定古狐观真君 下一刻 一次性流星剑瞬间出现在古狐观真君的脚底下 嗯 真君这才感觉到不对劲 但是已经迟了 无自信流星剑螺旋升天功能启动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9集 这是啥 是飞剑 话说 这飞剑看上去有些眼熟啊 在哪里结果 古狐观真君心中疑惑 这时木制飞剑上突然亮起来一阵光芒 螺旋式升天功能启动 高效快级的升天方式 您值得拥有 与此同时 录影功能伴随启动 下一刻 古狐观真君整个人如电钻一样旋转起来 冲向天空 哇 真君嘴里发出了奇怪的叫声 由于旋转的速度太快 他的身体都形成了可怕的风暴 还有剑气在纵横 就这样 古狐观真君手中抓着自己的书法宣旨 旋转着 撞出自己道观顶部的天窗 整个人如龙卷风一样升天 这天窗原本就是他用来预见飞行时的快捷通道 也幸好有这通道在 古狐观的观顶省去了一次维修 由于螺旋升天的巨大音效和震撼的视觉效果 古狐观中的许多弟子都被惊醒过了 大家快看 那是什么 哇 好像是灌主 真的是灌主 灌主升天了 灌主这是在实验新的剑盾之法吗 哇 好厉害啊 或许这是一种剑盾加剑术的秘法 你看灌主身边 剑气纵横 太帅了 而且灌主的实力似乎又精进了很多呢 剑盾的速度好快啊 啥事啊 太快了 已经升上高空了 弟子们议论纷纷 而底下的他们却不知道 此时的古狐观真君已经彻底懵逼了 他总算想起自己是在哪见过这木质飞剑了 这不是白前辈的一次性飞剑系列吗 原来礼盒里装的就是一次性飞剑 这是要将他一路送到太空去的节奏吗 这就是惊喜吗 古狐观真君泪流满面 而且他隐隐感觉到有些头晕 是因为转得太快了吗 不对啊 如果只是简单的转得快 以他六品真君的体质是能撑住的 但是这飞剑螺旋升天时 还附带了白尊者的灵力干扰 如此一来连他都有些吃不消了 好不容易螺旋升天终于升到了足够的高度 停下了 终于停下了 古狐观真君心中暗道 但还没等他来得及缓神 下一刻飞剑上的另两个功能相继被启动 流星光效和曲线变速飞行 天空中的古狐观真君仿佛变成了一颗灿烂的流星 滑破天际 只是这流星移动的诡计有些怪异 不时的上上下下左右右的扭动着 呼呼呼 古狐观真君发出了一串的惨叫声 由于是凌晨 所以这颗流星光效显得特别亮眼 哇 灌猪好厉害啊 原来预见飞行还能这样 哇 这扭曲的弧度好大呀 灌猪加油 呦 灌猪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不呼观中 不明真相的围观弟子们纷纷喝彩 大声叫道 然后在他们的视线中 古狐观真君所画的流星越飞越远 渐渐的消失不见 啊嘞 灌猪飞哪去了 不知道呢 好远了 还不飞回来吗 不过话说 我似乎隐隐听到了灌猪的惨叫声 哎呀 肯定是你听错了 算了我们继续睡吧 以灌猪的实力 无论飞到多远 想回来都是很快的事的 于是众弟子相继点了点头 回倒灌睡觉去了 星空中 古狐冠真君的惨叫声 洒满了整片夜空 隐隐让人想起了那首歌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 另一边 狂刀三浪的秘密洞湖 三浪正哼着歌 享受着温泉的美好 就在这时 突然间有一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三浪的面前 那是个很有隐士风范的男子 所谓小隐隐于野 中隐隐于士 大隐隐于潮 眼前这男子就是那种 无论隐在哪 都不容易被你发现的那种 三浪道友 别来无恙啊 这隐士般的男子 对着三浪微微一笑 啊 卧槽 我这秘密洞府 虽然不如主洞府防卫森严 但也有上百道各种禁止 对方这么轻易地 破开重重禁止 甚至让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而且 对方是怎么找上门的 狂刀三浪咽了口口水 干笑一声 啊 醒何居士道友啊 你好啊 隐士男子微微一笑 三浪道友 你叫错我的名字了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狂刀三浪马上道歉 改口道 我想起来了 洒灰局势 啊 是 洒灰局势 错了 再猜 隐士男子上前一步 将手放在温泉中 下一刻 三浪感觉温泉的温度 急剧地提升 隐隐间 还有一股酒香 从温泉中冒了出来 酒 想起来了 这位的道号和酒有关 三浪大声叫道 九层局势 是九层局势 这回没错了吧 又错了 那 我再给你两次机会 隐士男子温和一笑 两次之后 如果你还没猜对的话 温泉会起火的哟 狂刀三浪的冷汗 一下子止都止不住了 他明明泡在温泉中 但却感觉自己 如处于寒冬一样 霸王局势 对了 这次一定对了吧 狂刀三浪 绞尽脑汁叫道 可恶啊 自己为什么不向 北河散人一样 将眼前这位的名字 道号都记在小纸条上 贴在显眼的位置呢 隐士男子默默点了点头 对了 狂刀三浪顿时眼中一喜 不是啊 我只是感觉这个道号蛮霸气的 还有一次机会 三浪道友要珍惜啊 隐士男子呵呵笑道 同时催动凌厉 温泉变得酒香四溢 狂刀三浪感觉自己光闻着都有些醉意了 如果这酒泉着火的话 可恶啊 到底是什么呀 和酒有关的 和酒有关的 对了 想起来了 第一个字是醉字 但第二个字是什么呢 还有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机会绝对不能出错了 狂刀三浪绞尽脑汁 想起来了 第二个字貌似和天体有关 啊 是醉日居士 没错了吧 狂刀三浪信心十足 脱口而出 这次肯定没错了 隐士男子长笑一声 对了吧 对了吧 狂刀三浪急迫道 恭喜你 错了 隐士男子右手燃烧起火焰 猛地往温泉中一按 是醉月居士啊 死死地记住这个名字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道剑光从温泉边上 三浪的衣物堆中一闪而出 然而这道剑光 拖住了狂刀三浪的身体 将它拖出 想逃 岂能这么容易让你逃掉 隐士男子呵呵笑道 诶 诶 狂刀三浪有些疑惑地望向身下的飞剑 这飞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它是用刀的呀 不用飞剑的呀 就在狂刀三浪这一愣神之际 醉月居士一个虎扑抓住了他的手臂 嘿 给我下去体验火焰温泉吧 但醉月居士话音刚落 木剑上有光芒微微一闪 螺旋升天功能启动 剑刃风暴式升天 醉月居士和黄刀三浪两个人 因为突然的旋转 不由自主地相拥在一起 如钻头一样疯狂地旋转起来 黄刀三浪这秘密洞府处于一座山洞中 这一次他们俩是真正如钻头一样 两个人的脑袋顶着山洞的顶部 不断地转啊转啊 吐蟹纷飞火花四射 狂刀三浪心中后悔极了 他干嘛要将山洞顶部的劲值弄得这么硬 钻了半天都没有钻开 好不容易 终于三浪的这个秘密洞府被钻开了 三浪和罪月趋势被一起旋转着送上了高空 罪月趋势大吼了 啊 停下来 根本停不下来啊 狂刀三浪大声回道 因为这不是他能控制的 最后三浪只来得及对自己的洞府大吼一声 呀 召开好洞府 吼完后 三浪和罪月趋势飞上了夜空 化为一颗流星向远方窜去 牙是三浪养的一只灵兽 当它不在的时候可以帮它照看洞府 接着 星空中洒下了三浪和罪月趋势的连连惨叫 哦 对了 三浪的一次性流星剑附加的飞行功能是大风车飞行法 飞着飞着飞剑会突然如大风车一样旋转起来 哦 真是美得很 美得很呐 飞行过程中 黄刀三浪突然喊道 啊 我想起来了 这是白尊者的一次性飞剑系列 啊 啊 一次性飞剑 罪月趋势望向星空 只听到男子高音二重奏版的惨叫洒满了夜空 荔枝仙子洞服 力合悄悄打开 飞剑钻入熟睡中的荔枝仙子身下 哦 不要闹 让我再睡一会儿 荔枝仙子喃喃道 下一刻 飞剑螺旋升天 嗖的一下 荔枝仙子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但是迟了 他整个人被旋转起来 听众朋友 班级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0集 啊 这是怎么回事 荔枝仙子大惊失色 他洞府的剑制并没有被人触动 这飞剑是从哪来的 很快他的眼角瞄到了那个已经打开的白前辈的礼物 荔枝仙子想起来了 这是白尊者的一次性飞剑系列 几个念头间一次性流行剑001版已经带着他越飞越高 不要啊 荔枝仙子的眼眶顿时就湿润了 至少让我换件衣服啊 现在的他还穿着那套很性感的私质睡衣啊 这样就飞起来了 他可是会走光的呀 但是 一次性飞剑没有灵性 并不会因为荔枝仙子的叫唤而停下来 反而旋转得越来越快 带着他撞向洞府顶端 好在荔枝仙子的洞府禁止不是三浪那种旧款式 而是拥有自动始祖新功能版本的禁止 在荔枝仙子的身体被螺旋着升天时 上方的禁止自动打开 露出一个预见飞行的出口 然后 一次性流行剑带着荔枝仙子攀上高空 荔枝仙子的飞行版本是喷戏式推动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喷气加速的那种 啊 月儿的仙子般惨叫声洒落星空 遥远的天山上 有一位仙子长袖领舞 舞姿优美 月人隐目 在仙子的身边 坐着一个眉目清秀的男性修饰 他一眼不眨地望着舞动中的仙子 男俊女俏 看上去似乎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仙子名为东方末了 因为他在师姐妹中排行第六 所以他在九州一号群里的网名就是东方六 男修名叫刘龙 他其实还只是预备道路 是东方仙子的追求者 正当东方仙子舞动跳跃之时 突然有一柄飞剑滑入他狱族之下 将他整个人高高托起 哟 这是新的舞蹈方式吗 男修是顿时大力地鼓起掌来 而东方仙子看到男修是大力为他鼓掌时 羞涩地微微一笑 是刘龙这呆子给我安排的惊喜吗 但还没等东方仙子羞涩完毕 他狱族下的飞剑光芒一闪 螺旋升天 东方仙子花容失色 被螺旋着生欢 下面正在鼓掌的男修士瞪大了眼睛 整个人都懵逼了 片刻后他大声叫了起来 东方 天空中东方仙子已经被转到头晕眼花 刘龙 给我停下来 否则 我和你没完 在天空中传来了东方仙子的叫声 而刘龙也傻了 停下来 停什么 这飞剑难道不是东方仙子自己放的吗 就在这时 东方仙子再次发出惨叫 啊 然后 它化为一颗流星 嗖嗖嗖地飞远 它的飞行方式是无限加速 越飞越快 没什么其他的花样 就是快 没边的快 转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东方 天山上 流龙修士架起自己的飞剑 拼命地追赶那颗流星 亲爱的 你慢慢飞 小心前面带死的玫瑰 太平洋和东海的交界处 灵蝶岛上 巨大的灵蝶 拍着翅膀飞来 将一柄飞剑交给灵蝶尊者 灵蝶尊者 接过飞剑 然后拿起那件白道友送给女儿的礼物 他终究还是没有打开这个礼物盒子 去吧 飞往流星 灵蝶一呢 去吧 灵蝶尊者记起飞剑传说的专用飞剑 将坐标设定成流剑一的位置 不过就在灵蝶尊者准备将传输专用飞剑寄送出去时 礼物盒子打开了 嗯 礼盒竟然打开了 但是我并没有出手打开它呀 是它自己开的呀 难道是白道友设定的惊喜时间到了 哎呀 烧脑筋了 灵蝶尊者悠悠地叹了口气 这么一来 自己岂不是让女儿错过了这个惊喜了 片刻后 灵蝶尊者苦笑 巴了 事后想办法补偿一下羽柔子吧 一定要让她重新开心起来才行 那么现在 就先让我看看里面的惊喜是什么吧 灵蝶尊者望向礼盒里面 只见里面躺着一柄木制的飞剑 上面铭记着白道友的独门符文 是一次性飞剑系列呀 难道是要送羽柔子去哪玩的惊喜吗 灵蝶尊者心中暗道 正思索间 这笔木剑浮空而起 因为灵蝶岛羽柔子并不在附近 搜索不到 于是飞剑腾空以白尊者为目标飞射出去 没有找到羽柔子 所以他上面的特殊功能不会被激活 只是以普通的飞行方式飞回白尊者身边 不想不能飞走 这可是羽柔子的惊喜礼物啊 灵蝶尊者心中暗道 于是他身形一动出现在一次性飞剑边上 伸手牢牢地将他握住 一次性飞剑被人握住后挣扎了几下 最终还是被灵蝶尊者镇压了下来 毕竟这只是白尊者随手制成的一次性飞剑 同为尊者的灵蝶应付起来并不困难 将一次性飞剑镇压下来后 灵蝶尊者开始研究起这柄木剑了 诶 和白道友以前的一次性飞剑有所不同呢 难道是新款的一次性飞剑系列 白道友在这方面果然是天赋超群呢 灵蝶尊者心中暗道 他曾经以书信交流的方式 和白尊者一同研究过关于符文阵法的问题 对白尊者的符文水平有所了解 所以他当时肯定地对女儿语柔子说过 当时若论阵法符文方面的造诣 白尊者在整个修真界都能排进前三 对于白尊者的一次性飞剑系列 灵蝶尊者也深有研究 虽然他无法像白尊者那样 随便拿个木枝就能制成飞剑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后 灵蝶尊者发现这笔木剑上 有好几个他都不认识的功能符文 这几个符文难道就是白道友送给羽柔子的惊喜 灵蝶尊者心中暗道 那不如激活这几个符文看看 等知道了这几个符文的功能后 我再去想办法注一柄功能类似的飞剑 补偿给女儿 想干就干 于是灵蝶尊者催动自身的灵力 小心翼翼灌入到飞剑中 因为灵蝶尊者对一次性飞剑有很深的了解 所以在灌入灵力的过程中 并没有损伤剑身原本的符文 很快 木剑上闪烁起耀眼的光芒 成功了 灵蝶尊者微微一笑 轻轻跃上这柄一次性飞剑 下一刻 螺旋升天 是很新颖的神功方式 灵蝶尊者被不断地旋转 还一手捏着下巴淡定的 就是这飞剑转得有点快 让人眼花 接下来流星光效开启 宇柔子的这柄飞剑和三浪的那柄是同一款式 飞行模式是大风车方式 剑光朝着远方飞快顿去 不时的还要以大风车的方式旋转一周 转得有些难受 灵蝶尊者评价的 宇柔子会喜欢这样的惊喜吗 之前倒是听这丫头提起过 要玩蹦极 要玩过山车什么的 追求惊险刺激 啊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会玩呢 灵蝶尊者感叹道 就是赚得有点狠啊 难道这就是年轻人的追求 话说这飞剑要飞到哪里去啊 高丽某座巨山底下 铁挂仙尸的洞府边上 整个世界地动山摇 简直如同世界末日降临一样 山崩地利 是核武器 开什么玩笑 魏柔这里会有核武器啊 铁挂仙尸这一刻才明白 原来这就是自己的劫难吗 他洞府边上的禁制 被一层层毁掉 他的实力不如当年的县宫居士 部下的禁制虽多 却没有县宫居士的禁制防御强大 而且这次的核武器 就在他的身边爆了 县宫居士当年尝了一发原子弹后 都是九死一生 而铁挂感觉自己要完了 绝对要完了 现在的他光是应付那山崩地利 就很吃力了 更何况一会儿还有爆炸冲击过来 他必定要粉身碎骨啊 啊 死定了死定了 这次真的死定了 正当这时 一道剑光突然出现在 铁挂仙尸的脚底下 螺旋升天 嗖嗖嗖嗖嗖嗖嗖 铁挂仙尸不见了 华夏各地以及附近的海域仙岛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 以螺旋升天的方式 射上了近五十道剑光 这五十道剑光升天的同时 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惨叫声 声音有男有女 有子有雄 呃 还有不男不女的 比如 白鹤真君 白鹤真君此时用整个身体抱在一次性流星剑001板上 以大风车的方式在空中飞行着 这就是白前辈的惊喜吗 白鹤真君吸了吸鼻子 药丸呢 他想起了九州一号群那么多的道友 他感觉自己这回妥妥的药丸死定了 因为这些礼物都是他亲手一个个送上门的 而且还收了好几位九州一号群道友硬塞过来的小礼物呢 很快的来自华夏各地的九州一号群道友陆续的在断仙台的上空不远处汇聚 群里的道友们实力高强 即使在旋转中也能看清彼此 是造化道友啊 你也在飞啊 对了 我前面还看到了荔枝仙子 他也飞了 是古狐冠道友啊 我擦 瞎了 前面是什么 光屁股的三浪 我瞎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1集 造化法王一边旋转着 一边疑惑询问 三浪道友这是我哪一出呢 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穿呢 没错 是有人啊 是醒目巨师吧 恩丹 别叫错了 是醒醒巨师 这时 有个身材高挑 穿着舞裙的仙子 已超快速追上了诸位道友 正是在天山上跳舞的东方仙子 他接口道 你们别闹 我记得 居士道号的第一个字 是和酒有关的 是酿子吧 所以应该是 酿夜巨师 哎呀 他们两个人怎么抱在一起了 三浪道友还光着身子 哎呀呀呀 三浪道友 还在扯居士的衣服 真是好无能 一边呜呜着 东方仙子一边以极快的速度 超过所有道友 遥遥领先 第一个朝着白遗尊者的位置 录取 他的飞舰模式是 无限加速模式 所以速度特别快 我说道友们呢 在知道无法记住 居士的道号时 别这么坚定的 给居士起名字呀 这时 一个散修打扮的男子 以S型飞行的方式 靠近大家 在他手中 还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隐约可以看到 九州一号群的聊天界面 男子说话时 又努力看了一眼 自己笔记本电脑上 贴着的一张小纸条 在记不住道号的情况下 我可以称呼居士的网名 明月几时有啊 一个头发雪白的男子 以波浪古式的飞行方式 向大家汇聚 同时出声道 在男子的手中 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雪狼 被他抱在怀中 小雪狼身上 还有着很多的泡沫 看样子雪白头发的男子 正在给小雪狼洗澡 而此时 这只可怜的小雪狼 两眼中都是圈圈 已经被彻底转晕了 原来 这散修打扮的男子 正是群里永远在线的 圣斗士 北河散人 而这时 有眼尖的道友 还可以看到 北河散人电脑上 九州一号群的聊天窗口中 童挂仙师在不久前 刚发的一条消息 本仙师今天心有所感 九州一号群里的 很多道友都算雷挂 我发现大家今天 有喜从天降 祝大家幸福 我 这个大黑挂 话说 这个大黑挂 为什么没有被飞过来呢 北河散人 对雪白头发的男子挥手道 雪狼兄 你也飞了 又 又 又要开始转了 短暂的交流之际 越来越多的 九州一号群道友 汇入流星雨群中 相识的道友们 一边干笑着 一边相互间打着招呼 很快 流星雨的数量 汇聚到了近四十多颗 咦 又有道友来了 雪狼洞主叫道 然后 众人看到新来的道友 一脸郁闷状 手里还端着个饭碗 显然 他被飞时 正在吃饭 诶 黄山真君 北河伞人看到来者后 出声叫道 来者正是九州一号群的群主 黄山真君 黄山真君在群里很有威望 他一出现 群里的成员就纷纷向他打招呼 这么多道友在飞 黄山真君淡定的望了一眼大家 又费力的扒了口饭 然后问道 我说 大家都是被白前辈的一次性飞舰给送过来的 是啊 是 为何散人回答 对了 你们是不是都换了白前辈的表情包当头像 然后这几天一直在巡礼刷白前辈的表情包啊 黄山真君回头 哈哈哈哈 众道友都不好意思的干笑起来 话说大家本来都以为会法不择重呢 那么多道友在刷白前辈的表情包 白前辈总不好一个个找上门去惩罚吧 但没想到 他还有用一次性飞舰将大家全部汇聚过来的手段呢 看样子 收到礼物的道友都是干过这件事的 这也是大家被一次性飞舰送过来的主要原因了 说到这里 黄山真君沉沉地叹了口气 但是 为何我也被传送过来了 他这几天虽然有在亏群 但黄山真君深知不作死就不会死 no作no die的道理 所以他很克制自己 他没有在群空间下载白前辈表情包 也没有在群里发白前辈的表情图 也没有将自己的头像换成白前辈的表情 但卫毛他也要被一次性飞舰送过来呢 难道就因为他是群主吗 或者说白前辈是既礼物既顺手了 又正好有多余的飞舰 于是就随手送了他一份 黄山真君确实忘记了 其实他发过一次白前辈的表情 当时他向羽柔子询问 那两只手是谁的的时候 曾经复制过白前辈的一张表情图 不过 黄山真君会被一次性飞舰送过来 倒不是因为他发了一次白前辈表情图的原因 他的确是顺带的 白尊者是准备将群里的道友召唤过来后 再趁机举办一场手扶拖拉机大赛的 这种事情怎么能少了黄山真君呢 没有黄山真君 又从哪一口气弄五六十辆手扶拖拉机过来呢 所以白尊者顺手也寄了份礼物给黄山真君 看到前面的道友越聚越多 白鹤真君再次吸了吸鼻子 这些在家中以各种姿势被走你的道友们 所成的一次性飞舰都是他亲手送快递上门的呢 想想都有些小激动 这要玩呢 在大风车旋转中 白鹤真君颤抖着拨打了钥匙的电话 无有钥匙兄啊 给我预备一个天子一号的贵宾豪华病床 钥匙最近正忙着研究失忆症 很少上网 所以他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 啥 电话中钥匙的声音很是疑惑 白鹤兄 你在玩什么呢 我想 我想 我过不了多久就能用上了 就这样吧 再见 白鹤真君毅然挂断了电话 然后他旋转着跟上其他道友 很快 九州一号群里的道友们就发现了白鹤真君 白鹤真君 北鹤散人皮笑肉不笑 嘿嘿嘿 白鹤真君 雪狼洞主保持对形跟上 白鹤真君啊 洛尘真君道 一连串的呵呵 流星群中的大部分道友都用诡异的笑容望着白鹤真君 送给他一声呵呵 白鹤真君感觉压力山大 他悄悄吸了吸鼻子 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个男修师恋爱一场 然后变成白鹤仙子 这样一来 到时候看在我是女修的前提下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下手揍我时 会轻点吧 断仙台前 所有人都疑惑地望着高举双手的白尊者 不知道这位突然出现的修士前辈所说的礼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特别是须剑派阵营 心中有些不安 掌门须征不由自主地朝着两位灵皇靠近了一些 心中不断地给自己打气 没事的没事的 我们可是请来了两位五品金丹灵皇成腰啊 五品金丹灵皇 放在大门派中都是一方长老 封主之流的强者 对面的楚楚世家 只是修真界最弱小的世家 他们难道还能请来更厉害的强者 称场面不成 这么想着时 他心里稍稍安定了些 来了 这时飞剑上的白尊者微微一笑 他已经看到在遥远的天空中 有一片流星雨正飞速地朝着断仙台的位置落下 在白尊者的身后 宋书航嘴角连连抽搐 他只要一想到九州一号群里的前辈们嗷嗷叫着 变成流星雨从天而降的场面 他就感觉那画面太美 连想都不敢想啊 同时他悄悄瞄了眼羽柔子 心中暗叹 羽柔子姑娘真是幸运 逃过了这一劫 不过他记得白尊者有发快递给灵蝶岛羽柔子啊 如果羽柔子没收到礼物 那么收到礼物的是谁呢 一会儿要被修罗神升天送过来的 会是谁呢 羽柔子似乎发现了宋书航的目光 他对着宋书航嘻嘻一笑笑容可爱 然后他同时用手指指了指头顶 用口形对宋书航道 宋前辈 你的大光头很好看 很可爱 很适合你 咱能别提光头吗 羽柔子嘻嘻一笑 然后他又向豆豆问道 豆豆 白前辈说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呀 豆豆语气沉重 眸光深邃 是流星雨哦 流星雨 羽柔子顿时眼睛一亮 那是不是可以许愿呢 来了 断仙台边上的所有人 再次疑惑地望着白尊九 但是周围没什么变化呀 正思索间 突然所有人感应到 有一股可怕的压迫力 从空中降下来 那庞大的压力 简直让人感觉 仿佛天空要倒塌下来一般 实力弱一些的人 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起来 仿佛鼻子前 被蒙了一条厚厚的被子 怎么回事啊 两位护台人 马上抬起头来 望向天空 这么可怕的压迫力 是许许多多的五品灵魂 甚至有六品真菌境界的修饰 汇集在一起时散发的压力 他们长生剑宗 百年一次的祭典上 才会形成这么沉重的压迫力 这是有大批的灵魂真菌正在降临 正思索间 一片耀眼的流星雨 在空中大放光明 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耀眼 漂亮啊 所有人的心中 同时涌上这个念头 只是随着流星雨越来越接近 他们听到了流星雨中 夹杂着一些奇怪的叫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2集 哦 这似乎是狼啸 普通的男生惨叫 大部分都是这种压低的乌叶声 不要了 全走光了 漂亮仙子的惊叫 随心道友 给我这衣服遮羞啊 一个惊恐的声 一边挖泥巴去 别撑我衣服三浪 我又杀了你 愤怒的反击声 这流星雨不是流星 而是很多强大的灵魂级别的修士 断仙台上 两位长生见宗的护台人 暗暗咽了口口水 这是修士前辈们组团旅行吗 可是 本次的断仙台之战级别很低啊 值得这么多修士前辈们 嗷嗷叫着飞来观光吗 正当他们思索之际 天空中的流星雨 已经降落到修士肉眼可见的程度 果然是一大群的修士 有男有女 每一位身上都散发着可怕的威压 身为护台人的两位金丹灵魂 明明感觉自己的境界和这群修士中的几位灵魂相差不多 但是他两人又明显感觉自己整体上要弱于这群修士中的灵魂 这只有一个可能 这群修士中的灵魂强者 单文品级很高 两位护台人在长生建宗也算是金丹单品不错的灵魂 有五龙文 能让他们感觉到压力的同级别修士 难道全都是七龙文品级的金丹灵魂 这个就可怕了呀 这代表着这群修士中的灵魂潜力无限 七品尊者有望 甚至八品人前险胜也有机会呀 白仙辈 要撞地了 快停下来呀 这时飞得最快的东方仙子的飞剑 已经落到了白尊者的面前 距离地面只有两三米距离 白尊者面带田径的笑容 一次性流星舰00100 采用了散平跳伞式降落 能让使用者在降落时 享受蹦跡般的刺激和乐趣 为保障人身安全 在接近地面0.1米高度时 00100流星舰会自动互助 让人免除后顾之用 所以安全不是问题 正当白尊者思索之际 轰的一声 东方仙子连人带剑 狠狠撞在了地面上 飞剑上的剑气在地面上 轰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片刻后 东方仙子灰头土脸地 从坑洞中爬了出来 一脸忧愿地望向白尊者 白尊者道 奇怪了 难道降落系统出问题了 明明设定好在距离地面 0.1米高度时 会自动停下的呀 怎么没有停下 正当白尊者疑惑之际 白尊者要装地了 快停下来啊 和东方仙子差不多的叫声 接二连三地响起 声音有男有女 有高有低 随后 九州一号群里的道友们 如同下饺子似的 接二连三地扎向地面 震耳欲聋的声音 不断响起 真是很喜庆的音效呢 作为开幕式典礼 声效也很重要呢 片刻后 一个个九州一号群的成员 从坑洞中爬起 个个灰头土脸 楚家阵营中 雨柔子疑惑问道 啊嘞 怎么不是流星雨 变成好多前辈了 这些前辈中 她认识很多 楚楚虚弱地坐在豆豆身上 正和楚家足劳解释 自身的事情 然后 当她看到一个接一个 从天而降的修士时 便张大了嘴巴 虽然她知道 白前辈是位尊者 但她没想到 白尊者竟然能随手 召唤出这么多的同伴 要是这么多的修士前辈 都是为楚家撑腰的 该多好啊 可惜 这个愿望也只能在心里想想 对面 虚剑派阵营 虚剑派的弟子 不断地咽着口水 这些 都是被楚星世家撑腰的修士吗 这个念头 同样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 虚剑派掌门 虚征 感觉自己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了 前辈 这些 这些修士的实力 如何 这 这剧本不对呀 和先生预计的情况 完全不同了呀 两位金丹灵黄的脸部表情 一直僵硬着 突然 那位中年金丹灵黄 冷冷地对虚征道 谁是你前辈 你可别跟我们逃近乎 虚征顿时懵逼了 我们呢 只是路过来看断仙台的观众 和你们虚剑派没有任何关系 鹤发童颜的灵黄同样沉声道 说话间 两位金丹灵黄果断地后仪 和虚剑派拉开一段距离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恨不得现在马上遇见起飞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现在 天空中的强者 如同下饺子一般 接二连三地落地 他们两个不敢贸然行动 只能硬着头皮多处一会儿 再见机行事 找到机会马上就撤 这趟浑水 他们不参与 九州一号群流星雨 第一波降落完毕 其中一个坑洞中 醉月居士对着狂刀三浪咬牙道 混蛋 你快撒手 我身上也就这一件袍子了 撕烂了你就完了 其他道友望着光光的三浪 以及被抓着衣服的醉月居士 眼中充满着八卦之色 这个时候 黄山真君咳嗽了一声 然后将手中的碗放下 再接着 真君果断脱下自己的长外袍 向着狂刀三浪的方向走过去 狂刀三浪看到黄山真君的行动后 热泪盈眶 真君 这个时候果然还是你最可靠啊 说着狂刀三浪伸手 准备接过黄山真君的外袍 但是黄山真君在经过三浪面前时 却一侧身避开了他伸来的手 然后 黄山真君大步来到三浪的身后 在那里 荔枝仙子穿着单薄的丝制水衣 缩成了一小团 这个时候哪怕只是来一阵威风 也可能会让他走光的 黄山真君来到荔枝仙子身边 伸手温柔体贴地将外衣 披在荔枝仙子的身上 将仙子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 荔枝仙子抬起头来 对着黄山真君投来温柔的笑容 狂刀三浪将注意 他悬在半空的手 伸也不是 缩也不是 尴尬极了 片刻后 狂刀三浪大叫道 陈君你见色妄艺 就是就是 黄山大傻见色妄艺 楚家的阵营中 痘痘咬牙附和 可恶的黄山大傻 从降落到现在 竟然看都不看他一眼 只关注荔枝仙子 黄山真君转过头来 默默望了眼痘痘 嘴角抽搐 然后真君又转过头来 望向狂刀三浪 沉默片刻后 他伸出食指 朝着狂刀三浪 轻轻一点 轰的一声 一阵烟雾闪起 狂刀三浪 哇 变成了一只大马猴 这是简单的幻术应用 只是简单的 在三浪的身体表面 覆盖上一层幻术 荔枝仙子娇笑出声 听到仙子的笑声后 黄山真君嘴角微微上扬 啊 狂刀三浪一脸懵逼 他也是脑抽了 没衣服就先用幻术遮盖一下 不过现在用不着了 三浪的目光巡视全场 他先望了一眼楚家的阵营 然后看到痘痘 羽柔子都挤在那个阵营中 嗯 看样子 这边是自己人一伙了 然后大马猴三浪 又望向须剑派阵营 扫了一圈后没发现熟人 哦 看来这个阵营不是自己人 紧接着 狂刀三浪的目光 落在了须剑派掌门须征身上 哎 哎 你这套黑色道袍质量不错呀 于是大马猴模样的三浪 大摇大摆地来到了须征面前 哎 道友 商量件事呗 须征咽了口口水 感觉压力巨大 你的道袍借本座穿穿呗 本座出门时忘了穿衣服 啊 给本座个面子嘛 狂刀三浪说着捋了捋头发 在别人眼中是大马猴帅气地抓了抓头 前辈 我身上也只有一件道袍 里面只剩下礼仪了 须征甘笑道 啊 不给本座面子是吧 本座苏氏阿七 信不信本座分分钟挑了你们门派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本座三 本座天和苏氏阿七 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单挑一个门派 狂刀三浪冷冷的 天空中 宋书航差点从飞溅上跌下来呀 三浪前辈 注意下线啊 最终 须征苦笑着扒下自己的道袍 只穿一条四脚裤衩 默默承受着略带寒意的夜风 而在狂刀三浪冒充苏氏阿七 去强借衣服的时候 九州一号群 流星雨降落的前辈们 一个个干笑着 向白前辈打招呼 然后一个个干笑着 挤到羽柔子和豆豆的身边 白尊者微微一笑 对书航道 差不多都到齐了 我们下去吧 只有灵蝶倒的那柄飞溅 还没有回来 不过想到灵蝶尊者 那飞溅没过来也正常 白前辈和宋书航降落 来到了楚家的阵营 所有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连忙排排坐坐好 大家一脸严肃 就像听课的小学生一般 白尊者对着大家微微一笑 众人马上回忆整齐的笑容 乖巧极了 这一时 豆豆身上的楚楚 挣扎着坐起 白前辈 晚辈有一事相求 他刚从祖老那里 了解到断仙台的情况 因为虚剑派的提议 这次断仙台 先开始第二局 而第二局中 他们楚家已经输了两场 剩下的一场 也是一点赢的希望都没有 所以 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想办法 赢下第一局断仙台之战 给楚家挽回一丝希望 白尊者疑惑望向楚楚 楚楚挣扎着 从豆豆身上滑下 浮身于地 白前辈 你有没有能让晚辈 爆发前例的办法 只要能让晚辈 上断仙台一战 晚辈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只求前辈给我一个 出战的机会 白尊者先是点了点头 然后又转头望向宋书航 对他道 好 宋书航一脸懵逼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3集 宋书航感觉有些不对劲 白姐妹 你转头 瞅着我干啥呢 你答应楚楚姑娘 让她上台 但面对着 我说好干啥 楚楚也感觉有些怪异 明明是她在恳求 但为什么这位白尊者 要转过头 看着宋书航呢 不过无论怎样都好 就算要付出寿源 甚至更大的代价 来激活潜力才行 只要能让她上台 为楚家一战 夺下断仙台 第一局的胜利 她就无憾了 所以楚楚俯身余地 感激的 谢谢前辈成全 一边的楚家族佬 欲言又止 最终叹了口气 因为她感觉自己 完全插不上话 你跟我来吧 我们在后面找个地方 呃 等一会儿 楚楚就可以上场了 白尊者等 白尊者说着 起身往楚楚阵营 后方行去 那里有个临时的帐篷 原本是为了给断仙台的 参赛弟子智商时使用的 现在正好可以引人耳目 楚楚艰难地从地上起身 用力吸了口气 准备跟上白尊者 只是她的伤还没有恢复 之前坐起身来 都用尽了全力 此时想行走 谈何容易啊 一边的宋淑航 马上伸手扶住楚楚 然后扶着她 跟上白尊者 这是个坚强的女子 宋淑航太了解她了 甚至比她妈妈 还要更了解她 而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昨天被带入了 楚楚的人生梦境 宋淑航对楚楚和周围 楚家族人 都有种自然的亲切感 谢谢 楚楚轻声道 就这样 被宋淑航扶着她 两人一起跟着白尊者 进入了一座帐篷中 白尊者这一走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顿时大大的松了口气 被和散人望着 自己身边的黑道袍 大马猴 好奇询问 话说三浪啊 你怎么还是 大马猴的模样 还不解开真君的幻说 嘿嘿 三浪是谁啊 马猴状的狂刀三浪 冷冷一笑 捋了捋头发 哼 我是苏氏阿七 开什么玩笑嘛 她之前可是光着屁股 从空而降的 所以现在打死 也不能变回本尊的模样 一边的东方仙子 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时黄山真君淡淡的 大家先别闹了 我们还是想想办法 缓解一下白前辈的心情吧 我总感觉白前辈将我们用一次性飞剑 千里迢迢地送过来 肯定不止让我们享受一次一次性飞剑那么简单 说不定后面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在等着我们 真君话音刚落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顿时咽了口口水 要不三十六系我们走为上系 雪狼洞主小心翼翼地问道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逃得了今天 逃不了明天 黄山真君淡淡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东方仙子问道 黄山真君回道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需要和大家讨论啊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时狂刀三浪凑近羽柔子 猴脸上满是郁闷之色 话说羽柔子姑娘 你这次可是将我们害惨了 羽柔子眨了眨眼睛 后期问道 啊 为什么又和我扯上关系了呀 唉 因为你在群共响里 发了那个白前辈表情包啊 狂刀三浪答道 周围所有的前辈都默默地点头 这表情包就是这次灾祸的主要根源啊 那个表情包不好看吗 羽柔子小心翼翼问道 唉 好看是好看 但是啊 就是因为那表情包的原因 大家都被白前辈用一次性飞剑飞过来了呀 狂刀三浪说得有些忧郁 羽柔子听到这里后 疑惑地反问道 那不是因为前辈你们作死 不仅在群里刷平白前辈表情包 还将白前辈表情包变成头像的原因吗 狂刀三浪回道 啊 所以说呀 原因就是在这个表情包上啊 所以说 这事不能怪我呀 羽柔子认真的 我只是在群里共享了白前辈的表情包 前辈们若只是安静地下载表情包 留着悄悄欣赏 就不会有问题了呀 但前辈们作死地在群里一直发白前辈的表情 还换成了头像 那肯定要准备好面对白前辈的惩罚呀 三浪前辈 难道你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啥啥 三浪感觉不对劲 羽柔子这小姑娘的逻辑思维似乎有些大条啊 难道 你有觉悟 必须的呀 羽柔子说得理所当然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 当然要为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呀 我在将表情包发到群里的时候 就有了各种的觉悟 我听爹爹说过 白前辈有用一次性飞剑 将人直接送到宇宙玩星星的爱好 所以 我是准备好要被白前辈送上宇宙的 我连宇航服都准备好了 还有壁骨丹 都准备好了 就一直藏在一寸缩小袋中呢 说到最后时 羽柔子双眼大放光明 满脸的期待和渴望 他很想被白前辈一次性飞剑 啾到宇宙 三浪转过头来望向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 然后他用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 心里好复杂呀 羽柔子回答得好有道理 三浪感觉自己完全无言以对 所以说九州一号群这么多的道友 就这样因为没有觉悟而被莫名其妙地坑了 话题别扯远了 我们现在应该想想 如何让白前辈开心起来 黄山真君拉回话题 这个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啊 一定要让白前辈蒙起来 呸呸呸呸 是让白前辈欢乐起来 遗忘掉白前辈表情包的事啊 这时豆豆得意洋洋的 如果说让白前辈开心起来的话 我这里有一个妙招啊 忘了 他此时所谓小精八大小 还有一只化为小巴掌大的 萌萌鱼娇骄骑在他身上 这个组合格外的有喜感 豆豆有什么妙招 黄山真君好奇道 豆豆得意极了 只要黄山大傻 你叫我三生主人 我就告诉你 黄山真君沉重地叹了口气 他怎么就养了这么一只豆逼狗呢 豆豆啊 黄山真君语气沉重 听说刚才一直躺在你背上的 楚家小姑娘 叫楚楚 咋的啊 豆豆反问道 豆豆啊 黄山真君语气更沉重了 听说京城有只猫妖 是你老乡好了 也叫楚楚 哼 只是名字一样而已 豆豆冷哼道 豆豆啊 黄山真君语道 听说你在网上谈了个老婆 那老婆的网名中 也带着楚楚二字 黄山大傻 你坚持我 豆豆用力大叫道 接下来 还要我多说什么吗 你这是楚楚空的傻精疤 真的要我当中 揭开你心底 那最深的最龌龊的 不可见人的秘密吗 黄山真君目光如炬 直视豆豆的双眼 豆豆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脑袋 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黄山真君冷冷的 豆豆想了想后毫无尊严的五体伏地 对不起黄山大人 声音太低了 而且语气不诚恳 黄山真君冷傲道 对不起黄山大人 我是黄山大人的中全小豆豆 请黄山大人 大人有大量 大人不禁小人过 豆豆大声叫道 很好 说吧 能让白前辈 开心起来的秘密 黄山真君道 宋书航准备拍一部电影 当他和白尊者谈起这事时 白尊者看上去很有兴趣的样子 豆豆答道 这是余娇娇连忙举手道 这事我也知道 我还知道 有一个作者写的东西很有趣 正准备将他绑架过来 关进小黑屋 让他写剧本 北河散人听到这里时 莫名感叹道 哎呀 是宋书航小友提出来的建议 哈哈 看样子呀 书航小友啊 这两天过得也很不容易呢 也对 宋书航可是白前辈表情包的始作俑者 这几天又和白尊者待在一起 在表情包事件爆发后 书航小友的处境可想而知 真是为难他了 能想出拍电影的妙照 来让白前辈恢复美好心情 拍电影吗 似乎是个好注意 黄山真君拍了拍手的 那么我们也行动起来 支持书航小友 拍一部轰动全国的电影出来吧 轰动全国的程度 白前辈会满意吗 不如我们保险一点 整一部轰动全世界的电影出来吧 古狐冠真君建议道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纷纷点赞 而此时 黄山真君暗暗松了口气 这次竟然真的将痘痘给震住了 话说 痘痘真的是个楚楚空啊 这其中肯定有故事啊 看样子要挖掘出来才行 以后可以成为威胁痘痘的一大杀招啊 是的 黄山真君刚才所谓的秘密 全都是在唬痘痘的 在九州一号群道友们讨论之时 断仙台上第二局的最后一场 结束了战斗 楚家的楚勇还是落败了 就算虚剑派掌门的小师弟 被护台人斩了一剑 受了伤 但那如野兽般的家伙 在简单的包扎了伤口后 依旧轻易击倒了楚勇 断仙台第二局 虚剑派获胜 护台人宣布的时候 悄悄望了眼 楚家阵营中排排坐的大佬们 他们生怕在宣布这个结果时 会引起这群修士大佬们的不快 压力山大呀 这次的断仙台主持 真是逼了狗了 接下来断仙台第一局战斗开始 双方参战人员上台 另一位护台人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4集 断仙台第一局 是60岁以下的年轻修士之战 而虚剑派和楚家 最近60年来的运气都比较背 门派内60岁以下的弟子 大都被一品月龙门这个瓶颈 死死卡住 虚剑派中甚至有弟子 冲击月龙门境界17次了 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失败后 境界一下子降落到第四窍 鼻窍境界 只能辛苦继续修炼 重新继续气血之力 再冲击月龙门瓶颈 别看他似乎只是个一品小瓶颈 但这个小瓶颈 却困住了修士界6%以上的修士 特别是一些资源不足的 小门派和散修 有人甚至冲击这个瓶颈 冲击了一生都没能冲破 楚家还好 至少出了个天才楚楚 须剑派则连一个二品境界的60岁以下 弟子都没有 这次参战的全都是一品月龙门境界的弟子 楚家派出的前两位弟子 同样是一品月龙门境界 双方弟子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那就要看弟子的临场发挥以及装备了 谁的武器更好 谁的功法更好 谁的胜率就更大 护台人宣布战斗开始 徐剑派的弟子上场 那个是个身高接近三米的小巨人 体内恐怕有什么特殊血脉 楚家上场的弟子相比之下 气势就弱了许多 那是一个身材普通 基础功法扎实 但却有着丰富经验的弟子 楚家将第一局的希望 全部压在了楚楚的身上 一品级别的战斗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或许能看得热血沸腾 但对于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来说 就有些无聊了 再加上徐剑派和楚家的功法品阶较低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实在是提不起劲了 这时 楚家的祖老在帐篷边上来回夺着步 他想第一时间知道 帐篷里面楚楚的状态 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不用多 哪怕仅是保留着二品第一丹田的实力 都能够碾压须剑派 于柔子也悄悄溜了出来 他还想着从宋舒航身上 取回那枚胸针 好变身成为楚春营 而代替楚家参战的呢 他只要一想到自己踏上断仙台 将须剑派的人打得落花流水 心中就兴奋不已 但是 等了很久后 进入帐篷的楚楚 白尊者还有宋舒航 却依旧没有出来 怎么还没好呢 宇柔子疑惑 伸手掀开帐篷往里面看了一眼 然后 他看到了漫天的黄沙 真实的幻象 宇柔子马上撒手 退回到帐篷之外 白尊者竟然在帐篷中使用了真实的幻象能力 只是激活楚楚的潜力需要这么大费周折吗 而此时 在白尊者的真实的幻象之中 白尊者并没有为楚楚激活潜力 他只是取了楚楚的几滴血液 并用一只小壶装好血液 然后又往小壶中装了各种各样的材料 不知道白尊者准备怎么恢复楚楚的状态呢 这时白尊者掏出手机拨通了钥匙的电话 钥匙 已经有人和你接触了吗 电话那边传来了钥匙的声音 是的白前辈 就在紫燕将这几个实验品俘虏送过来之后的第二天 就有人周转通过好几位道友开始联系我 询问我赎回这几个俘虏的代价 那东西得到了吗 白尊者呵呵笑的 是的 我已经按照前辈您的吩咐 恢复他们只能赎回两个俘虏 并提出以三十三手神宗 三十三手先天仪气功的前两层功法为赎奖 对方和我磨了一天 讨价还价 最后直身前来 在所有实验品俘虏边上转了一圈 最后留下功法 并赎了三个俘虏回去 钥匙回答完又等 前辈对方给了三十三手先天仪气功 会不会有猫腻啊 肯定的 不过没关系 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门功法创始人的创意想法 你将这门功法的前两卷传过来给我吧 我先看一下 至于后续的事情 过些时间我再找你处理 另外 你检查一下剩下的俘虏的身体状态 如果不出我意料的话 这几个俘虏的身体肯定要出问题 他们身上的本源珍惜 应该被人悄悄取走了大部分 白尊者微笑的 好的 白姐妹 钥匙又询问道 那我先将功法传输给你 直接网上传没问题吗 你随便坐下保密处理发过来给我吧 反正不是我们自己的功法 白尊者答道 好的 钥匙挂掉了电话 很快 他通过聊天软件 将那三十三手先天仪气功的前两卷的功法图片传了过来 白尊者接收了文件 他开始滑动手机屏幕 观看起这两卷的三十三手先天仪气功 因为前两卷只是一品和二品级别的修炼脂肪 白尊者只是扫了几眼 就将上面的内容全部看完了 之后他闭上眼睛默默思索了片刻 随后他睁开眼睛 从他双眸中有金色的光芒射出 在虚空中显化为无数的金色字符 这些金色的字符一圈一圈地组成三十三个圆环 在白尊者的面前不断地旋转着 原来如此 的确是很有意思的功法 白尊者呵呵一笑 伸手在虚空中滑动 一环环的金色字符中 不时地有一些被白尊者滑出去 又有一些字符被白尊者修改 这些就是对方特意留下的错误之处和功法后门 现在却被白尊者一一修正了 只是一品和二品的功法 有什么错误之处 白尊者一眼就能看出 宋书航 伸手 修改完毕 白尊者到 宋书航伸出手臂 递向白尊者 白尊者伸手一滑 金色的符文便落到宋书航的手掌上 幻化出许多动物的形状 牛 羊 马 猪 狗 狮 虎 狐 狱 狼 狗 熊 园 鸡 riders 鱼 鹰 鹰 蛇 兔 鲸 鲨 龟 龟 蟹 虾 虾等等等等 共有三十三种动物形态 这些动物形态在宋书航的手掌心不断地浮动 然后和他的手掌接触 牛羊马猪狗狮虎 按顺序一个个撞向他的手掌心 不过这些动物的虚影 在撞上宋书航的手掌心后都消散开了 后面的虚影前仆后继 一个个撞上又一个个消失 宋书航一脸疑惑地望向白尊者 白尊者回一个淡淡的微笑 终于 当轮到一只迷你的鲸鱼虚影撞上宋书航的手掌心时 它并没有消失 而像是突然活过来似的 开始摇头摆尾 甚至还生动地从头顶喷出一道金拳 哎 看样子你适合鲸鱼呢 白尊者微微一笑 旁边的楚楚嘴角一抽 鲸鱼什么的就是他最近的噩梦啊 那怀中爆昧沙 那骨头碎裂的痛楚 还有惊巴那变态的声音 那么你先记下这篇 三十三手先天仪起功的巨精篇 白尊者再次伸手一划 金色的符文圈重新出现 这个修改完的版本浮在宋书航的眼前 字符排列 化为一卷完整的功法 宋书航默默将这篇功法强济于心 这巨精篇是一种特殊的气血之力运转法门 通过调节五大教学的气血之力 可以一口气爆发出巨精般的强大力量出来 万事俱备 那么接下来 你喝了这壶药血 然后变成楚楚 去参加断仙台吧 白尊者递上那壶 融合着楚楚血液的药液 对宋书航道 啊 不是说好了激活楚楚姑娘的潜力 让她参加断仙台之战吗 怎么又变成让我化成楚楚的模样 上断仙台了 白尊者似乎看出宋书航的疑惑 激活潜力的法门我是有的 但是以这位楚楚姑娘现在的身体状态 激活潜力后不久 她就差不多死定了 要实无一了 所以呢 你是选择让楚楚姑娘爆发参赛 然后爽快地死去呢 还是你变成楚楚的模样 拿下断仙台之战呢 白尊者问道 会死吗 楚楚呆了呆 是她将激活潜力想得太轻松了 这种法门一般都是修饰生死存亡之计 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方法 后遗症极大 宋书航先是望了眼楚楚 又转头望向一脸认真的白尊者 张大了嘴巴 两分钟后 帐篷被人掀开 楚楚姑娘的脸色依旧微微有些苍白 但却步伐坚定地走了出来 在她身上 气血之力充满 看样子她身体健康 她身上穿着一套崭新的黑色裙子 大腿上绑着那柄贴身短剑 在她背后还背着一个长长的兵器包裹 楚楚 你伤好了 楚家祖老看到楚楚出来后 顿时一喜 楚楚对着祖老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答 另一边 断线台上 须剑派的那个小巨人 发出得意的笑声 将楚家第二个参赛的弟子高高举起 随即一记强力嬉戏顶上 第二位参赛的弟子 如同被抓住的小鸡 根本无法反抗 硬挨了这记息息后 惨叫一声 软软地倒地 无法再起 连败两局 小巨人嚣张地狂笑着 楚家阵营的弟子心里憋得难受啊 可恶 若是我们楚楚师姐没有受伤 又几容你嚣张啊 就在这时 一道修长的身影穿过楚家的阵营 一步步向断线台走去 步伐沉重 楚家弟子看到这道身影时 顿时发出如雷鸣般的吼叫声 楚楚师姐 楚楚师姐 那道修长的身影回过头来 对着楚家弟子露出一个很复杂的笑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5集 那是怎样的笑容啊 既有似水的温柔 又有稍许的无奈 还有一些圣人般的怜悯 又有坚定的信念含在其中 一下子 楚家的弟子都安静了下来 有很多弟子的心中 甚至犯起了酸意 是因为他们太不争气了 楚楚师姐受了这么重的伤 却还要激发潜力 上着断线台 人类的脑补能力是很强大的 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干孝 楚家弟子竟然能联想出这么多的内容 楚楚笑过之后 重新一步步踏上断线台 护台人微微望了一眼楚楚 暗中使了一个法术 大约应该是鉴定血脉 验证楚楚身份的法术 法术光芒在楚楚身上一闪而过 没有任何问题 的确是楚楚无疑 来到断线台上后 楚楚先将受伤的族人扶起 伸手一拍 用柔镜将他送往台下族人手中 台下的楚家族人早已准备就绪 小心翼翼地接过伤者 将他送入后方帐篷 进行紧急治疗 断线台上 楚楚微微抬头 安静凝望着那个三米高的小巨人 小巨人同样回望着楚楚 片刻后 他突然露出兴奋之色 你的实力竟然只恢复到一品月龙门境界 你没能恢复到二品实力 对于他来说 还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二品针尸对一品修士几乎是碾压的 但是 对方现在只有一品实力的话 他凭着自己的特殊血脉足以一战 不 甚至说不定 他能将这位楚家的天才碾杀 楚楚抬起头来 朝着小巨人微微一笑 没有答话 断线台之战 继续 护台人蓬升海沉升的 后方帐篷处 羽柔子疑惑地望着帐篷内 奇怪了 宋前辈和白孙者 怎么还没出来 他们还不出来的话 我找谁借那个变幻兄贞啊 我要参加断线台之战的呀 而楚家的祖老却在低头思索着 突然他脸色一变 等一下 刚才楚楚出来时 身上澎湃着的是 气血之力 不是真气 楚楚激活了潜力 暂时恢复伤势 竟然也只恢复到 一品月龙门境界 这样的话 他面对须剑派的参赛弟子时 就没有多大的优势了 再加上那带伤之身 不行 不能让楚楚参赛呀 楚家祖老飞快地向断线台跑去 但是迟了 断线台之战已经开始了 断线台上 小巨人一声成鹤为自己壮士 小娘们 不管你是什么天才 现在都得给我受死 吼叫之际 小巨人剑步冲出 硕大的拳头带着呼啸的风声 砸向楚楚的脑袋 楚家的弟子紧张地握拳 他们倒不是为楚楚紧张 而是期盼着 在他初见的瞬间 能施展出那门楚家神秘无上的剑局 楚家人可是知道 楚楚那套剑局的威力巨大 就算现在他因为伤势境界跌落 但同境界又怎么样呢 只要那剑诀一出 这小巨人只有落败的分 然而 断线台上楚楚却没有伸手 去抽腿上的那柄小短剑 他摆开一个拳式 一动不动 看样子 他似乎想要硬扛小巨人这一拳 小巨人发出狂笑 去死吧 童心掌 说是什么通心掌 但其实是小巨人将五大教学的气血之力涌入到拳头上 拳头上又鸿芒隐隐发亮 分明是一招开杯碎石的刚蒙拳法吗 修士在战斗中报上的各种牛逼招式的名字 听着新鲜就好 相信你就输了 小巨人的拳头狠狠砸下 他天生神力 再加上这刚猛霸道的拳法 就算是二品真师 正面授他一拳都不好授 眼前这小娘们竟然妄想揭他的拳头 那就让他尝尝自己拳头的厉害 正前方 楚楚一脸平静 突然 他那柔弱的双手交叉着 迎向了小巨人的拳头 当的一声 小巨人硕大的拳头和楚楚的双手相碰 两者竟然发出了金铁香蕉的声音 仿佛相撞的不是拳和手掌 而是两块金属 接着 楚楚的双手微微一尘 借着这一尘之计 悄然间已经用柔剑 卸去了小巨人拳法里的刚猛之剑 挡住了 竟然被挡下来了 小巨人微微一愣 不仅是小巨人 连楚家的人都有些发愣 他们知道楚楚师姐剑术极强 但没想到他连拳法都这么强大 断仙台上战局瞬息万变 攻守交替 楚楚架住小巨人的拳头 双手猛的向上一推 巨人的力量爆发 小巨人的拳头被推飞开了 下一刻 楚楚身体绷紧 朝着小巨人的胸膛猛的撞去 轰的一声 一撞就将接近三米的小巨人 撞飞出去 这一撞不再是绞尽运用 而是纯粹的原始的野蛮力量 小巨人被撞飞出去后 半天都起不了身 胸口如被火车头撞到一样 气都喘不上 他瞪大眼睛望着前方的竹子 这小娘们光是肉身的蛮力 竟都比他巨大 这一时 原本有些无聊的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有几位突然眨了眨眼睛 倒不是台上的战斗有多高明 在他们的眼中看来 断仙台上的战斗层次还是低了些 但重点是 刚才这位楚楚姑娘使用的拳法 本座若是没看错的话 这是金刚基础拳法吧 本座曾经在通拳大师那里 看过他的弟子训练的场面 黄刀三浪摸着下巴 转过头来询问身边的道友 嗯 没错 这是金刚基础拳法六的防守招式 以及武士崩撞攻击 黄山真君出声答道 真君虽然没有修炼过金刚基础拳法 但他对这拳法的大约招式有所了解 金刚基础拳法可不是大路获的拳法 而是当年金刚寺的正门绝学 至少这拳法处性世家是不可能有的 北河散人想了想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沉沉叹了口气 哎 金刚基础拳法呢 雪狼洞主点了点头 是啊 是金刚基础拳法呢 造化法王跟上 竟然是金刚基础拳法呀 不明真相的丽枝仙子一脸疑惑 完全不明白这几位道友在感慨些什么 冷夏 既然是金刚基础拳法的话 有个问题 我不得不提醒一下 古呼冠真君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指着台上的楚楚道 众道友好奇地望向台上的楚楚 片刻后狂刀三浪仙出声道 我操 一品月龙门 北河散人道 我操 真是一品月龙门 而且还是快晋升二品的月龙门 李之仙子更懵逼了 不就是一品月龙门境界 到底有什么值得群里的这些道友们 这么一惊一乍的 古呼冠真君又出声问道 谁还记得某人修炼了多少时间 北河散人答道 六月一日后 没几天吧 他记得这个时间 因为这是他当时和那个算黑卦的 定下紫禁之巅大战的时间 那今天是几号 五湖冠真君又问了 黄刀三浪看了看日期 2019年7月21日 满打满算都还没满两个月 路河散人真君道 开挂了吧 开挂无疑了 造化法王感慨道 哎 照我说呀 这已经不是开挂了 这简直是直接开作弊器了吧 哎呦 回想起我当年的散人生涯 是那么的艰辛 区区一份脆体液都折腾得我死去活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有些凶慢 你至少还是个散人哪 我比你更惨 我是一只普通的小雪狼啊 雪狼洞主诉苦道 转眼间 似乎话题就扭曲了 变成诉苦大会了 励志仙子满脑子问号 所以 你们感慨的到底是什么呀 他感觉自己和群里的道友们之间 突然有了代工 竟然没有共同话题了 他是被群里的道友们排斥了 断仙台上 那位小雪人再次爬了起来 在他倒地的时候 楚楚并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一脸平静地等着他起来 给他缓了口气时间 这简直是轻蔑他至极啊 可恶 小巨人咆哮 他再次挥拳朝着楚楚 依旧是挥拳 施展的依旧是那开杯烈石的拳法 对面 楚楚再次摆出拳法架子 双手微微交叉 迎向了小巨人的拳头 就在双方又要再次接触之时 小巨人眼中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突然 他的袖口中弹出一柄短剑 虚剑派 可是剑派呀 小巨人最擅长的自然也是剑术 别看他身体巨大 但擅长的却是短剑之法 短剑在他手中 就如同小匕首一样灵活 同时 他瞬间施展出最强剑术 虚剑派的短剑之术 蛇形二十一剑 望着如毒蛇一样刺来的短剑 楚楚皱了皱眉头 感叹了一声 随后他身形突然一动 瞬间消失在了小巨人的身边 再出现时 他已经在小巨人的身后了 只听见一连串的电弧声响起 在楚楚的掌心 有一道雷光炸响 道法掌心雷 下一刻 他的手掌轻轻拍在小巨人的背上 小巨人发出一串的惨叫 浑身上下疯狂地抽搐起来 随后 他巨大的身体轰然倒地 这次他没能再起来 直接晕死了过去 楚楚转过身来 对着须剑派的位置 微微一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6集 只要将虚剑派的家伙 都干掉了就好了吧 楚楚望向虚剑派的阵营 接下来 还有两个将要登场的选手 唉 快点上来吧 然后爽快地解决他们 再接着 去近距离接触一下 楚家密室里的李天宿画卷 然后搞定收工 哎呀 一件原本应该很简单的事情 竟然要闹得这么麻烦 虚剑派阵营中 掌门虚征吸了吸鼻子 他身上现在披着一件蓝色的道袍 这是一位董事的弟子 主动送上来给掌门遮羞的 此时 虚征的心装很不平静 不对劲呢 超级不对劲呢 从这个楚楚重赏 却活着回来之时起 整个断仙台的剧本 都开始偏离了原本的节奏啊 明明一开始 完全是按照先生所设计的剧本 在演绎的 但随着这个楚楚的到来 一切都被打乱了 深吸了一口气后 虚征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至少先撑过这断仙台之战的第一局吧 然后 虚征掌门沉声的 这个楚楚 虽然受了重伤 跌落到了一品月龙门境界 但他的战斗经验还在 他那二品修饰的眼界还在 卢冠输得不愿 褚泽 你上场吧 不要急 也不要与他硬拼 就和他耗时间 他是用了特殊法门激活潜力的 但这种特殊方法总有时效 拖下去 越久越好 是 在他身后 一个双腿很长的弟子沉声应道 他最擅长的便是轻身脂肪 小范围内的腾挪闪臂也很拿手 不正面交锋拖时间的话 他是最擅长不过了 断仙台之战继续 虚剑派的第二个弟子蜀泽上场 同时有虚剑派的治疗人员 将受伤的小巨人搬到了台下 虚剑派弟子蜀泽 还请楚楚姑娘指教 蜀泽上台后并不急着攻击 而是行了一套礼仪 他深深记得自己的目标 拖 无论用什么手段 多拖一秒是一秒 坚持就是胜利 对面 楚楚冲着他微微一笑 依旧没有出声 还请楚楚姑娘一会手下留情 打晕我就好 不要送我上病床躺几个月呀 蜀泽继续到 说话间他开始拉开和楚楚之间的距离 楚楚皱了皱眉头 这家伙好声啰嗦呀 而在楚楚和蜀泽之间的战斗快要开始之际 掌门虚征悄悄地打了个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掌门虚征语气急迫的 喂 先生 情况出现意外了 电话中传来一个平缓的声音 不要惊慌 我一直在关注着县城 虽然发生了变化 但一切还是在我的掌握之中 你不要急 挂掉电话 我们该用短信息的方式联系 对面那个平缓稳重的声音 让虚征就如同吃了定心丸一样 于是他迅速地挂掉了电话 改用短消息的方式 开始和先生沟通起来 那位神秘的先生发来了信息 让断仙台之战继续下去 虽然楚家的楚楚能上台战斗 很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我们已经赢了一局 这断仙台的第二局 就算输了也无所谓 不会过于影响我的计划 不过 在第三局之前 你尽量地拖延时间 我需要布置一些事情 引出楚家的一个重要人物 放心吧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此事了结后 你会得到超乎想象的好处 先生 对面的楚家 请来了很多强员 我怕出意外 徐征迅速回复道 那排排坐围观的修士大佬们 让他压力山大呀 那神秘的先生安慰道 不用担心 这些强者并不是楚家的外源 楚家没那么大的能力 你放心吧 一切由我 我自由妙计 听到这里后 徐征心里更是安定 断仙台上 楚楚皱着眉头 看着在自己身边活蹦乱跳的 须剑派蜀泽 这家伙 在开场时啰嗦了一番后 就跟只猴子一样 远远地在自己身边蹦来蹦去 却不靠近 这是玩什么游戏呀 很快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楚楚用力揉了揉太阳穴 这家伙都蹦了老久了 难道还不累吗 就连断仙台的护台人 都不由皱起了眉头 而众人再看须剑派蜀泽 他蹦得可有劲了 还一边蹦跳着 一边朝着楚楚 做挑衅动作 如果不主动出击的话 这家伙恐怕要蹦到海枯石烂了吧 楚楚深深吸了口气 然后大吼一声 一声可怕的狮子咆哮声响起 从楚楚口中传出的音波 如同化为石质一样 像四面八方荡一样开了 甚至整个断仙台 都被巨大的狮子吼震得颤动 而且这声波中还附带着幻音能力 让人防不胜防 若不是断仙台四周有防御结界保护 狮子吼的声波定要掀翻 虚剑派和楚家的一大片人 断仙台上 原本正欢蹦着的蜀泽 顿时如被雷击 心神失手 一脚没有踏实 跌倒在地 接着楚楚上前 三拳两脚便将这位 虚剑派弟子揍晕了 心神失手中的蜀泽 甚至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楚楚胜 虚剑派连书两阵 弟子们的脸色不太好看 相反是楚家中欢呼声一片 群里的前辈们 因为找到了有趣的点 不再像之前那样无聊了 卑河散人道 是佛门的狮子吼的 黄刀三浪道 加上之前的金刚基础拳法 和真我冥想经 再加上 这次小友出场时的 那个大黄头 古狐冠真君补充道 嗯 果然小友 已经决定成为佛修了吧 黄山真君捏了捏下巴 总结道 这样的话 到时候自己要包给小友的大红包 就得朝着这方面靠拢了 诶 宋剑拥有强大防御能力的袈裟 书航小友会喜欢吗 说话间 虚剑派最后一个弟子沉着脸 一步步踏上断仙台 虚剑派夜疼 还请楚楚姑娘指教 这名弟子中年人相貌 身材消瘦 虚剑派的盗袍披在他身上时 如同大了一号般松垮 楚楚对着他一笑 好吧 事实上除了笑之外 他什么也做不了 战斗前我先声明 我和前面两个师弟完全不同 夜疼深呼吸缓缓抽出自己腰间的长剑 因为我已经突破成为了二品真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7集 说吧 夜疼身上气势一掌 丹田内的真气灌入长剑 剑身上剑气吞吐 突如其来的二品真师 就连须剑派掌门须征都愣了 我擦 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位弟子 夜唐 什么时候悄悄突破了月龙门境界 成为二品真师了 随后他脸上露出大喜之色 这简直是神来之彼 这小子在关键时刻 给了他一个大惊喜 楚家的楚楚现在因为重伤的原因 只能发挥出一品月龙门级别的实力 但自己这边的夜唐 却是实打实的二品真师啊 形势大逆转 虚剑派阵营中猛然响起雷鸣般的欢呼 就仿佛已经胜券在悟 这段仙台第一局的胜利 我们虚剑派也拿下了 属于我们的胜利 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谁也夺不走 虚征不由得意笑道 他这是太兴奋了 难免笑得灿烂了一些 楚家阵营中 楚家弟子顿时紧紧地攥紧拳头 脸上充满着担心之色 突然 一只缩在九州一号群 道友群中的荔枝仙子 抬起头来 他伸出仙兽对准虚剑派掌门虚征 变成猪吧 一道幻术法术施展开来 落在虚征的身上 哼的一声 一阵烟雾笼罩在虚征的身上 很快 烟雾散去 虚征掌门却已经变成了猪头人身的存在 虚剑派的欢呼声 戛然而止 虚征掌门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却发现自己的手掌 变成了两只猪蹄状的形态 顿时呆住了 嗯 终于安静了 荔枝仙子淡淡道 从那个楚楚上台开始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就在讨论莫名其妙的话题 而那个话题的内容 应该是他去大战西方土著神灵期间的事情 所以他完全听不懂道友们在讲什么 但偏偏又没人跟他解释 众人都是笑而不语状 为此 荔枝仙子早就窝了一肚子火 所以 虚剑派和虚征掌门的得意的笑声 成为了荔枝仙子怒火的引线 于是 虚征掌门便成为了荔枝仙子愤怒的牺牲品 虚剑派阵营中 所有人呆呆地望着变成猪头怪的掌门 想笑嘛 又不敢笑 断仙台上的两位护台人嘴角同时抽了抽 只是两位护台人对视一眼后 选择了无视这件事情 刚才他们感应到这位仙子出手之时流露出来的气息 是六品真君呢 所以啊 反正这是台下发生的事情 而他们只是断仙台的护台人 原则上来说 这事和他们没干系 他们只要管好断仙台上的战斗就好了 断仙台上 二品真师啊 啊 麻烦了 变成楚楚模样的宋舒航 用力揉了揉太阳穴 伤脑筋呢 不好打呀 他可是知道二品真师和一品修士之间 巨大的差距 在真气的攻击下 再浑厚的气血之力都很难抵挡 也就是说 接下来是一场用木剑和针剑比试的战斗啊 所以 他只能是拼尽全力上了 对面 叶唐摆了个剑法起手势 那么 楚楚姑娘 我要进攻了 严霸 他整个人如同出鞘之剑朝着楚楚掠来 眨眼间 双方间的距离已经被拉近 叶唐手中的剑斜滑而下 不愧是二品真师境界 尽管叶唐刚突破境界不久 但他一口气爆发的速度 还是比宋书航全力运转君子万里行的身法快上一筹 不过 他这速度还在宋书航可以反应的程度内 剑落之际 楚楚右手往背上一抓 将那包裹着的兵器抓在手中 挡向叶唐手中的利剑 剑与包裹相撞 发出打铁般的响声 下一刻 叶唐剑上的真气爆发震碎了包裹 露出了里面那柄三尺三长的宝刀 一击之后 叶唐身形微微一顿 而宋书航却被震得后退了三步 刀 叶唐盯着楚楚手中的武器 微微一皱眉 为什么会是刀呢 楚家的楚楚明明是剑术天才 物资楚家神秘剑决的剑法威力无穷 但为什么 他现在掏出的却是刀 不仅是夜堂发愣 底下楚家的人也个个呆若木鸡 这画风不对呀 为什么楚楚师姐会突然抓出一柄长刀来 为什么不出剑呢 之前他们就感觉画风不对了 楚楚师姐那套拳法 总让人有种佛家拳法的气势啊 而现在出刀就让人感觉更违和了 楚楚师姐最近几年在外到底经历了什么 整个人的画风扭曲成这样了 断仙台上夜堂深吸了口气 毛子微垂 被小看了吗 他难难的 楚家的天才楚楚 就算是跌落到了一品月龙门境界 竟然还小看已经晋升为二品真师的他吗 或者在楚楚看来 自己根本配不上他用剑 是自大 还是对他自己的武技有绝对的信心呢 夜堂用力甩了甩手中的长剑沉声的 楚楚姑娘 你拔剑吧 刚才那一击 我只用了五分力 对面 楚楚依旧是那么田径的微微一笑 拔个屁的剑哪 绑在大腿上的短剑只是拿来做装饰的 宋书航除了一些学自真实的幻象中 那青山少年的一些基础剑术使用法门外 根本就没学过任何的剑术 只有用火焰刀批一批了 宋书航心中暗道 于是在微笑的过程中 楚楚同样甩了甩手中的刀 退后竖步将自己和夜堂间的距离拉开 争取火焰刀的蓄器时间 见楚楚不肯出剑 夜堂眼中一冷 更加战意凛然 看样子 楚楚姑娘是认为我配不上你用剑了 那么 就让我将你的剑逼出来 言罢 夜堂身形再次爆发 这次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倍 宋书航后退拉开的距离 被夜堂瞬间拉剑 指食剑法 夜堂成鹤一声 将自己的气势提升到最高点 手中的剑朝着楚楚再次挥向 巨石剑法 在须剑派中也只是很普通的剑法 也就是说 这剑法在修真界中 大约等于大路获的剑法 然而 此时的夜堂全力施展出这套剑法来 却有剑势如山牙香 剑味道 却让人感觉 有一座小山镇压而来 底下 北河散人剑壮 微微一笑 有点料子呀 这小家伙剑术很是纯熟 估计他反复修炼过这一招 补下十万鱼子 才会产生如此沉重的剑势 造化法王道 这下小友不好应对了呀 毕竟他只有一品月繁静的修为呀 雪狼洞主点了点头 一品和二品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如果断仙台上能使用福宝之类的东西就好了 一下子就能扭转战局 正当群里前辈们议论纷纷时 断仙台上宋书航已经蓄器完毕 再次出手 只见他手腕一转 手中的长刀以一个诡异的角度 迎着夜堂横扫而上 长刀上燃烧起一层薄薄的火焰 那火焰虽然很微弱 却让人感觉到 它里面蕴含着的炙热温度 这剂火焰刀并不是由古铜戒指激发而来的 宋书航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 在他手腕转动刀身的瞬间 忽然感觉自己可以将火焰刀施斩出来 不必借助古铜戒指 他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斩出火焰刀来 然后他就真的斩出了这剂 火焰刀 因为刀上的火焰小得太可怜了 就如同随时会熄灭的小火苗一样 但此时已经由不得宋书航多想了 当的一声火焰刀撞上了夜堂的巨石剑法 下一刻夜堂的巨石剑法 那如山一样沉重的剑势竟被破得干干净净 明明眼前长刀上的火焰是那么的微弱 薄薄的一层似乎风大些就会被吹熄灭一样 但那火焰中却含着焚灭世间万物的气势 那天那地那辽阔的大海 都要在这火焰下被焚烧一空 这是焚天一刀啊 好可怕的刀翼啊 夜堂那小山般的剑势 在这焚天一刀面前显得格外渺小 不堪一击 甚至刀剑相撞后 那薄薄的火焰竟沿着夜堂手中之剑 笔直燃烧而上 一副要将剑夜堂全部燃烧的架势 夜堂大喝一声 体内真气灌入长剑狠狠一阵 才将剑上的火焰震碎 而对面的楚楚脸色也有些苍白 巨石剑上的剑势虽然被破 但那剑上的距离却毫无花哨地撞在他的刀上 楚楚握刀的手臂都在微微颤抖 夜堂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还不出剑猫 楚楚姑娘 楚楚姑娘却没有回话 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刚才不借助古铜戒指激发的火焰刀 威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大很多 但是仅凭着火焰刀还不足以让他获得胜利 那么试试这个吧 虽然这是我刚学会的能力 宋淑航轻声道 他开始运转体内五大俏学的气血之力 气血之力翻腾而起 以一种独特的特殊法门运转 最终一口气爆发 三十三寿先天仪气功 聚精品 宋淑航五窍早已开启 再加上一位经验丰富的尊者贴身指导 学会这气血爆发之法并不困难 虽然还是有些生疏 眼前正是一个好机会 借着这二品真实级别对手带来的压力 刺激聚精片的法门 在体内凝聚出一道伪先天真气的雏形 然后 仅剩二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8集 宋淑航目光沉静 心中暗响 只有自己也晋升二品境界后 和夜堂战斗起来才会更轻松 而且正好对方是新进的二品真实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磨练对象 既能给他很大的压力 却又不会将他一箭秒杀 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在这样的压迫下 他一定能更快的凝聚 33兽先天仪器弓 巨精片的伪先天真气雏形 宋淑航这样想着 然后主动发起了进攻 使用巨精片气血运转法门后 宋淑航在举手投足间 竟然隐隐有巨精的鸣叫声响起 随后宝刀罢碎上 再次燃烧起一层薄薄的火焰 夜堂剑楚楚还不出剑 心中大怒 他冷哼一声 双手握剑 真气凝聚于剑间 既然你不出剑 那就别想再有出剑的机会了 原本他想见识一下 楚家天才楚楚的神秘剑诀 到底有多强大 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 他会一口气解决掉 这位天才楚楚 不再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了 击败楚家的天才楚楚 也是一个让人很愉快的过程 断仙台的气势 一下子进入到了高潮 天空中 有一道焦急的身影 正拼尽全力追着流星雨的方向 向断仙台的位置飞去 这道身影 正是东方仙子的追求者 流龙修士 流龙现在特别郁闷 明明仙子今天难得心情好 给他舞了一曲 但跳着跳着 仙子突然就螺旋升天了 然后仙子惊叫着 化为一颗流星 消逝在天际 这场面别提有多诡异了 以至于流龙修士 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 接下来他拼了命沿着仙子的踪迹 跨越千山万水追寻东方仙子 顺带一提的是 在沿着仙子踪迹追赶时 从他的身边不时的有流星一赏而过 这些流星有几个共同的 飞得超快 诡计诡异 飞行士往往还伴随着各种 男高音女高音的惨叫声 和东方仙子升天的场面 如出一辙 看样子 和东方仙子一样升空的人 还不少啊 难道是群体螺旋升天的 诡异场面 难道是哪位前辈 给他们开的玩笑 不管如何 先赶上东方仙子再说 流龙心中暗道 脚下飞剑的速度再一次爆发 然后 当流龙拼命飞着飞着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不远处 也有一道身影和他一样 沿着流星消逝的轨迹 咬牙追赶着 只是这位修士虽然在拼命追赶 但飞的速度却不是很快 并不是这位修士修为不高 原因出在他脚下的飞剑上 那是一柄造型很古怪的飞剑 怎么形容好呢 那是一柄穿着蓝色紧身衣 红色披风 还有很经典的红内裤外形的 人形飞剑 当然 这枚飞剑并不是人 而只是一柄打造成了 人形外形的特殊飞剑 剑修们除了自己的本命武器外 一般都会有备用的飞剑 前几年修士界突然流行起 改装自己的备用飞剑风潮 那风潮都最后成了搞怪大赛 有修士将自己的备用飞剑 改装成电脑模样的 有改装成冰箱 家电的 有改装成键盘的 总之是怎么有趣怎么改 只有你想象不到的 没有修士们改装不出来的 改变外形的飞剑 都是用来闹着玩的 各种奇葩的外形 其实是以减弱飞剑速度为代价的 眼前这位修士 口味应该比较特殊 他竟然将自己的备用飞剑 改成了超人模样 这位道友在遇见飞行的时候 若是不隐藏自己的飞剑 说不定真会被人当成超人 在空中飞吧 他真是个有趣的修士 流龙心中暗道 不过他心中也有个疑惑的地方 既然对方是在拼命追赶流星 那为什么不使用本命飞剑 而是要用这奇怪外形的 备用飞剑呢 难不成 这位有趣的修士 丧心病狂的将自己的 本命飞剑改造了 思索间 嗖嗖两下 流龙已经赶上了这位修士 道友 你也在追前面的流星吗 流龙出声询问道 说不定这是一个跟他同样命运的道友呢 也是跨越千山万水 来寻找一位美丽仙子的呢 听到流龙的声音后 那道友抬起头来 点头答道 是吧 你也在追流星啊 这是个刺猬头 娃娃脸 身材矮小的道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娃娃脸容貌的原因 让这位道友身上 多了一种 让人精进的气质 在下流龙 天山宗弟子 流龙微微一笑 询问道 道友 莫非也有重要的人 被变成流星妃了 啊 原来是天山宗流龙道友啊 久闻大名啊 那娃娃脸修士 意外地望了眼流龙 这位就是先世界好好先生流龙 修真界闻名的大善人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他 随后 娃娃脸修士又道 在下寒雪剑庄邓一马 我的确有一位很重要的人 在前面飞着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这次绝对不会让他跑了 说到最后时 娃娃脸修士一脸激动 有种誓死不会放过 这机会的坚决 流龙闻言 心中一动 这人果然是跟他一样 也是位痴情的道友吗 哎呀 同是天涯沦落人 那么能帮忙的话 就帮一帮忙 于是流龙出声问呢 话说 邓道友 你的本命飞剑 莫非出了问题吗 毕竟邓一马的超人飞剑 有些让人不忍直视 听到这问题时 邓一马不由吸了吸鼻子 他娃娃脸上满是愁苦之色 是啊 出问题了 我现在能用来代步的 只有这一柄飞剑了 语气中 有着让人闻之落泪的心酸味道 似乎 邓一马道友 经历了很悲伤的往事呢 既然如此 不如我再邓雄一程吧 流龙出声道 我们目标相同 都是追着流星而去的 邓一马闻言 不好意思道 这样会不会拖慢流道友的速度啊 放心吧 只在一个人的话 对我的速度并不会有影响的 流龙呵呵一笑 邓一马咬了咬牙 这时候他真的是要急着追上那个他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 这一次绝对不能再让他跑掉了 所以他无法拒绝流龙的好意 既然如此 流道友的恩情 邓某铭记于心 以后流道兄如果有能用得上邓某的地方 只要一句话就行 邓某保证不会拒绝 邓一马认真道 然后他收回了自己那超人飞剑 起身落到流龙的飞剑顿光上 啊 举手之劳而已 邓道友不必放在心上 流龙微微一笑 说实话 以他的性格 邦过邓一马后 恐怕一转头 就会将这件事给忘记了 毕竟 流龙这一辈子顺手邦过的修士不计其数 要是每邦过一个人都要记住的话 他得有多心累啊 而且 他又不是图回报才帮助别人的 断仙台上 宋书航和须剑派叶唐的断仙台之战 就要进入高潮之时 这时 流龙带着娃娃脸的邓一马 降落在楚家阵营和须剑派阵营中间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抬头望了眼流龙修士 其中北河散人 古狐冠真君 以及造化法王都朝着流龙点了点头 他们几人也都是相熟的 流龙笑着回应道友 随后他目光略过所有九州一号群的道友 眨了眨眼睛 被化为流星飞来的人有这么多 很快 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东方仙子 东方仙子 流龙欢喜地唤了声 迎了上去 东方仙子甘笑了一声 朝着流龙招了招手 之前他误会了流龙 还以为螺旋升天是流龙搞的 所以有些不好意思 流龙见到了东方仙子 一时欣喜 便将自己再来的娃娃脸邓一马道友 给望在了一边 不过 邓一马道友完全没有介意 他的目光同样在九州一号群的道友身上 转了一圈 邓一马的交友圈和九州一号群的交集并不多 所以眼前的道友他认识的也不多 但若是九州一号群中很多道友爆出大名时 邓一马会有所耳闻 很快 邓一马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他的目光死死盯住了荔枝仙子 没错了 找到了 就是他 这大大的眼睛 漂亮且潇洒的气质 一笑起来时 还会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绝对没错了 终于让他找到了 就是他了 就算他化成灰自己都能认得出来 对面包裹在黄山真圈外袍中的荔枝仙子 疑惑地抬起头来 一双大大的眼睛 好奇地望着邓一马 他可以从对方的眼中看到熊熊燃烧的炙热火焰 似乎要将它燃烧一样 荔枝仙子眨了眨眼睛 他仔细地回想了一会儿 却对这个娃娃脸的修饰毫无印象 找到你了 邓一马用力指向荔枝仙子压低声音道 啊 荔枝仙子伸手指了指自己 找我 不用装傻了 你以为装傻我就会放过你吗 邓一马咬牙切齿 用喉咙吼出一个名字 可恶的铜挂仙尸 荔枝仙子一脸懵逼 嗯 我 铜挂仙尸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9集 道友 你认错人了 荔枝仙子下意识答道 我是荔枝仙子 以前师父刚给他取这个道号的时候 每次被人叫起 他总是很羞涩 但被这样叫得久了 他也习惯了 荔枝就荔枝呗 比他水蜜桃仙子师妹要好多了呢 荔枝仙子 呵呵 呵呵 邓一马发出崩坏的笑声 没想到 你竟然连自己的道号也不敢承认了吗 还荔枝仙子 你怎么不叫樱桃仙子 我还波罗道长呢 樱桃仙子是我师妹 波罗道长是我师兄 荔枝仙子平静地回答道 我 随后 邓一马暴怒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竟然还要耍我吗 铜挂仙子 你个卑鄙无耻之徒 嗯 没错 说的就是铜挂仙子 因为眼前这个人 是个漂亮的仙子 说得好 铜挂那家伙 就是个卑鄙无耻 黑到极点的混蛋 一边的北河伞人 顿时大声喝彩 不过道友啊 你的确是认错人了 眼前这位 的确不是铜挂仙师 那个人渣 这位的确是荔枝仙子 至于你为什么会将他认成 是铜挂仙师 那个败类啊 肯定是因为 铜挂仙师 什么时候 一融成了荔枝仙子的模样 给你算过卦对吧 北河伞人在邓一马 对着荔枝仙子 吼出铜挂仙师 这名字时 心中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猜到了 肯定是铜挂那混蛋 一融成荔枝仙子的模样 在外面算黑卦 结下的怨 结果不巧 天下之道 还真让那黑卦的客户 找到了荔枝仙子 一融 邓一马瞪大眼睛 是的 铜挂那败类的一融术 天下无双 它一融成别人的模样 就连我都很难将它辨认出来 北河伞人答道 话说 铜挂仙师竟然会一融成群里的道友 那他曾经有没有一融成自己的样子去算卦呢 因为在九州一号群里 他和铜挂的关系最损了 以铜挂那家伙的下线 说不定早就一融成他的样子算过无数黑卦了 我来个去 这么一想简直可怕呀 瞳一马发出崩坏的笑声 然后它喃喃道 因为铜挂仙师 当时信誓旦旦地给我算了一挂 我才将全部的家当都砸了进去 拼命去闯那黑虎秘境 甚至连本命飞剑都舍断在秘境中 本以为那次能得到让我境界得以突破的物品 但没想到 我最后得到的 只有六枚十只无畏弃之可惜的鸡肋之物 我现在出门连个正式的飞剑都拿不出来 真是个悲伤的经历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听到邓一麻的话时 不由羞红了脸 这个算黑卦的 哪一天他要是被客户抓到痛打个半死 整个九州一号群里的人都会欢呼的 他那卦也太黑了 古往今来坑了多少人呢 而现在你们告诉我 那只是铜卦仙师的一荣术 呵呵呵呵呵 邓一麻发出一阵哈哈哈哈哈的怪笑声 整个人似乎都不好了 哎 Crimid 北河散人拍着胸膛 要不你等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后 我将铜挂那家伙捉拿到你面前 让你狠狠抽他一顿 让他补偿你的损失如何 抽铜挂先师什么的 真是北河散人最想干的事情啊 哼哼哼 节哀 邓一马咧了咧牙 一柔术 荔枝仙子 我读书少你们就以为我好糊弄啊 吃我一把黑胡蜜精蛋丸 吼叫间 邓一马伸手掏出一个五彩之色的小蛋丸 用力地朝着荔枝仙子的方向置去 坏掉了 北河散人道 面对着这么多的五品灵魂六品真君 这家伙竟然还主动发起攻击 应该是怒气上脑一时间崩了吧 狂刀三浪道 彻底被玩坏了 但是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啊 骆尘真君道 唉 有时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无奈啊 真理往往只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 越是实话 却越是没人相信呢 说话间 那枚五彩小蛋丸已经弹射到荔枝仙子的面前 补开吧 邓姨妈怒吼 减缓发术 这枚蛋丸正是他闯黑虎秘境的收获 总共六枚 他曾经使用过一枚 在那枚蛋丸笼罩的十平米位置内 所有的生物都中了强大的迟缓术 在那个可怕的迟缓术作用下 所有东西的行动速度都慢得可怕 实验用的猛兽 想抬几个爪子的动作都用了足足五分钟 而这个迟缓术的效果达到了十分钟之久 十分钟 足够他干很多事情了 说起来很悲伤啊 虽然这六枚小蛋丸效果很猛 然而 对他而言却很鸡肋 全部家当就换了这六个玩意儿 搞得他为了重新换一柄本命飞剑 都要拼命地刷门派任务 积攒零食 而且 除去实验用的一枚蛋丸后 余下的五枚蛋丸 他本想出售换点零食 但一直没能交易成功 因为他要出售的价格太高了 没人肯买 但价低了 他又不肯卖啊 这是他全部家当换来的五个蛋丸呢 真是坑啊 所以最后他一咬牙 也不卖了 也留着自己心上 现在 这蛋丸终于到了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然而 邓姨麻的蛋丸却没能爆开 眼前那位漂亮的荔枝仙子伸出手来 轻轻一抖 在他身上六品真菌级别的气息爆发开了 随后有一层透明晶莹的墙壁出现在荔枝仙子的面前 反射精臂 啊 六品真菌 小蛋丸撞击在那层无形墙壁之上 就如同撞在了弹力惊人的橡皮上一般 砰的一下被反弹了回去 邓姨麻下意识地侧过身 避过那枚小蛋丸 万一他被蛋丸击中 那强大的迟环法术爆开 可就彻底完完了 反弹过来的那枚小蛋丸 擦着邓姨麻的身体飞过 最终撞到了断仙台上 好在断仙台上有一层护台人布置下的防御 蛋丸撞在防御上后 啪的一下碎裂开来 如同鸡蛋一样糊在了防御上 下一刻 有一层奇怪的烟雾从蛋丸中弥散开来 笼罩了整个断仙台 而与此同时 黄山真菌的身形从原来的位置消失了 等他再出现时 就已经站在了邓姨麻的身后 伸手轻轻在他的后脖子处一点 邓姨麻瞪大了眼睛 只感觉瞬间身体所有的力量都被抽空了 身形轰然倒地 一招就将他放倒了 这又是一位真君 道友 你太冲动了 你现在需要强力冷却计 黄山真菌淡淡道 邓姨麻瞪着眼睛 眼中满是愤怒之色 冲动 可是恶魔呢 别因为一时的冲动 做出让自己 后悔的事情 黄山真菌 缓缓道 邓姨麻依旧一脸不屈之状 黄山前辈 跟他废话这么多干啥 荔枝仙子越重而出 伸手抓起邓姨麻的脚 就这样拖住他 往九州一号群的阵营走去 然后荔枝仙子按住邓姨麻 就是一顿碰揍 邓姨麻惨叫连连 揍完之后 荔枝仙子继续问道 现在再仔细地感觉一下 我和你印象中的同挂仙尸 还有相似之处不 邓姨麻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对付你这种热血上头的愣头亲 最好的办法就是揍一顿 揍完之后 你自己就会冷静下来了 荔枝仙子淡淡道 一脸惊艳十足的模样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 不由甘笑着 荔枝仙子 虽然平时看上去萌萌的 但是他要是发起飙来 简直无人可挡 他可是敢独自一人 跑到华夏外 将一个败类西方土著神 按着揍到死的存在 先给我乖乖待在这里 要是你表现良好的话 说不定我可以带你去找 童挂仙尸 荔枝仙子冷声道 竟然敢冒充他给人算黑卦 给他身上抹黑 铜挂仙尸啊 这一次谁也保不了你了 冒充别人给人抹黑的 都给我去死啊 一边还是大马猴模样的狂刀三愣 莫名其妙的感觉身上有些不自在 诶 不会是长猴狮了吧 诶 等一下 断仙台上有些古怪 这时 北河伞人突然出声道 众道友转头望去 然后他们看到了断仙台上的奇葩一幕 此时断仙台上笼罩的烟雾已经散去 但断仙台上的情形却如同按了快进键一样 化身楚楚的宋书航和虚剑派叶唐的战斗 一下子变得有意思起来 一个眨眼的时间 宋书航和叶唐就拼了近两百多招 两人的身影都拖出一道道残影 快得飞起 要不是九州一号群道友们各个实力高强 说不定都会看花眼的 断仙台上 两人的刀剑不断的相撞 叮叮叮叮 腾挪转移 将轻身功法和刀法剑法施展到极致 火焰刀的光芒不时的闪烁而起 这感觉简直就像是两尊三品战王在战斗一样 嗯 这是怎么回事 雪狼洞主眨了眨眼睛 台上的宋书航和叶唐吃激素了 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这么猛了 奇怪啊 他们俩突然爆发出这么情大的速度 为什么两个护台人却无动于衷啊 断线台边上有奇怪的法术效果 这时黄山珍君捏着下巴猜测道 莫非是因为那个奇怪的弹丸 但是那个弹丸发射之前 邓一麻叫的不是迟缓术吗 难道他摸错弹丸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集 难道是那个邓一麻原本想扔一个迟缓术的弹丸 但最后扔错了 扔了个加速效果的弹丸吗 不对呀 如果只是简单的加速功法的话 两位护台人应该能察觉出怪异之处才对呀 那他们会马上出手暂停断线台之战呢 但现在两位护台人目光炯炯有神 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战斗中的双方 丝毫没有要出手阻止的意思 似乎就连他们也受到了加速效果的影响 断线台上 楚楚和夜堂之间的战斗愈发激烈些 每一秒时间 两人刀剑撞击次数高达四十余次 不知不觉 他们激烈地交战了六分多钟 但交战中的两个人看起来 并没有爆发后的那种疲惫感 看上去就像是在进行普通的战斗一样 如果是加速阵法的话 那应该也会消耗交战双方的体力和能量才对 黄山真君心中暗道 这种场面还真有些诡异 黄山真君捏着下巴思索着 若是想用法术达到断线台上的效果 那必须要将法术范围内的人们 思维加速反应能力速度等等的左右能力 全面一口气提升才行 这感觉就像是时间加速的效果 等一下 时间加速 不会吧 因为普通的弹丸之中爆发的法术 能涉及到这么可怕的法术 断线台上 滚石中箭 叶唐一声 箭如滚石朝着楚楚碾压过来 战斗到现在他已经动用了三种剑法 一招强过一招 而他对面的楚楚就只有一刀火焰刀 他翻来覆去的就只用这么一记大露祸的刀法 但让叶唐感觉到吐血的是 明明就只是这么一招火焰刀 但他就是无法打败楚楚 反而他感觉对面的楚楚越战越勇 他不是受了重伤 激发潜力才能上场战斗的吗 为什么他感觉这楚楚压根就没有任何受伤的样子 还越打越有精神了 滚石中箭再次被对方的火焰刀挡了下来 叶唐只感觉对方体内的能量越来越澎湃 对方每一机上附带的力量亦越来越强大 而且每次楚楚用力挥刀的时候 身上似乎有聚精在鸣叫一般 楚楚在不断地变强 或者说他的实力在不断地恢复 叶唐咬牙暗道 自己现在可是二品真师 竟然连一品月龙门境界的楚楚都干不掉 该死 再让他恢复下去的话 岂不是要一直恢复到二品境界了 到时候我岂不是要输 而且刚才两人已经战斗了接近一个小时了吧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一口气解决他 最后一剑 叶唐长笑一声 身形突然高高跃至空中 他浑身的真气借着这一跃高度凝聚 接下来他要施展自己掌握的最强一剑 开山剑 这剑法能一口气将真气凝聚爆发 拥有两倍以上的威力 而且这一剑中 拥有着隔山打牛的透射效果 就算被挡住 真气也会直接透射入对方的体内 造成敌人内伤 没有二品真师级的修为 就无法抵挡那侵入体内的真气 再浑厚的气血之力也没用 这一剑绝胜负 同时夜堂眼角余光扫向楚楚 他要如何面对自己的最强一剑呢 即使到这个时候 他还是不出剑吗 楚楚依旧没有出剑 他双手平握宝刀 刀身上再次燃烧起火焰 只是或许是他的实力 在渐渐恢复的原因 刀身上的火焰 已经不再是薄薄的一层 而是真正的熊熊燃烧 这才是真正的火焰刀 但是大露霍的火焰刀 是绝对挡不住自己接下来的一剑的 断仙台第一局的胜利 他拿下了 开山剑 夜堂咆哮一声 这一剑 他堂堂正正地吼出了自己的剑招 他的身体携带着斩破山岳的气势 一剑斩向楚楚 楚楚毫无畏惧 依旧是一刀连着斩了上来 邦的一声 比之前任何一次交手都要沉重的撞击声 就如同寺庙中沉重的大钟被撞响一样 声音悠悠地传出老远 夜堂全力爆发 趁着刀剑相撞之际 将自己的真气化为剑气 打入到楚楚的体内 这些剑气会彻底破坏楚楚的经脉 让他失去抵抗之力 一品修饰的气血之力 无法抵挡真气的 果然 楚楚在接了这一剑后 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皱着眉头 双手发麻 之后 他手中的宝刀 叮的一声 掉落余地 结束了 夜堂吐出一口浊气 沉声的 最终赢的人 还是他夜堂 然而 就在夜堂松了口气的瞬间 对面的楚楚 突然在地面上用力一趟 下一刻 楚楚娇小的身体 已经窜到了他的面前 他的拳头如流星般 向他砸下 每一拳挥动之际 都有惊叫声 金刚基础拳法二 拳如流星 加三十三寿先天仪气功 聚精篇 楚楚地突然爆发 令夜堂毫无防备 结结实实地 用自己的身体 接受了这一阵 流星般的拳头 拳拳到肉 每一拳都如铁锤 砸在脸上一样 夜堂惨叫连连 整个人被击飞出去 落地时 他的脸上 身上出现了一个个拳印 拳头上的力道 更是钻入他体内 震伤他的肺腑 怎么可能 你怎么还能行动 你体内经脉 应该被我的剑气 嚼碎了才对 夜堂咬牙 盯入楚楚 为什么他会毫发无损呢 明明他已经亲手 将剑气打入他体内了呀 除非 夜堂瞪大眼睛 只见在楚楚的身上 气血之力已经渐渐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 庞大精纯的真气 他恢复到二品境界了 楚楚望着他 露出田径的笑容 在和夜堂不断对拼的时候 他体内白钱被设下的 蓄气扩针法封印 就已经悄悄解开了 在战斗的过程中 他一生五大教学的 气血之力 再次全数灌入到丹田之中 上次晋级到一半 暂停的丹田雏形 被第二次气血之力 再扩大了一圈 最终 所有的气血之力 在丹田中 化为一个真气气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1集 真气化为气玄 在丹田中 转啊转啊 让人有种痒痒的感觉 而真气气玄 在丹田中 每一转一圈 真气的质量 就会得到提升 真气的数量 也会有所增长 除此之外 五大教学中 有源源不断的 气血之力 灌入丹田中 转化为真气之力 和虚的 气血之力不同 真气如同实质一样 存在于丹田 能让修士直观地 感受到它的存在 伸手按在自己的 丹田位置时 细细感觉下 就能感应出 真气气玄 转动时 传来的震动感 除了丹田开辟 产生了真气气玄外 宋书航在与夜堂 大战期间 一次又一次 使用白尊者修改后的 33兽先天仪气功 巨精篇 在丹田形成的瞬间 有一道与众不同的真气 凝聚为真状 竖在丹田气玄的 正中央 这便是伟先天 真气的雏形 接下来 只要宋书航 在二品境界的时候 将它完善 那么对他未来的修炼 晋升四品先天 都大有益处 有这道伟先天真气在 宋书航就能赶上 那些门派精英弟子的脚步 你 已恢复二品境界了 夜堂躺在地上 不甘地抓着自己的剑 问道 楚楚望着他 微微一笑 心情似乎很不错 夜堂不甘地挣扎了一下 但却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最后一剑 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 真气 随后又被楚楚 劈头盖脸地揍了一顿 他已经彻底脱力了 夜堂不甘地闭上了眼睛 输了 明明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他竟然还输了这场 原本必胜的战斗 断仙台第一局 楚姓世家 获胜 护台人双手按在剑上 沉声宣布 楚楚终于松了口气 终于结束了 穿着裙子 战斗时 剑气静风扫过来时 下面总有种凉嗖嗖的感觉 甚至连用力抬腿 狠踹的招式都不能用 会走光的 但现在 这该死的裙子 该死的感觉 该死的走光 都再见了 断仙台下 为何散人出声道 断仙台上那种怪异的感觉消失了 那个弹丸中的法术效果结束了 前后大约十分钟的时间 荔枝仙子补充道 这个弹丸中的法术效果 持续时间不短呢 这个 不是普通的加速法术吧 白鹤真君插了一句 古狐冠真君肯定的 是啊 效果太全面了 想要达到刚才断仙台上的效果 得有好几种法术效果 混合在一起才行 黄山前辈 有什么想法吗 在场的所有九州一号群成员中 除了之前带着宋书航离开后 至今没回来的白尊者外 就属黄山真君的实力最强 眼界最高 黄山真君捏着下巴 我心中有个猜测 但不太确定 哼 黄山大傻又装神秘了 豆豆忍不住插嘴 顺便显摆一下他的存在感 黄山真君望了豆豆一眼 豆豆顿时浑身一僵 被黄山真君笑得浑身发毛 虽然他本来就全身是毛 可恶 我竟然会被黄山抓住了小尾巴 黄山真君不再卖关子了 答道 我怀疑这法术效果和时间有关 但具体如何 还需要再研究研究 一会儿小友下台后 我们可以询问一下 他在台上的感觉和经过 补充推测 时间 九州一后群的道友眼中 都露出惊讶之色 如果这枚蛋丸的效果 真的和时间有关的话 那他的价值简直无法形容啊 话说小友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以一品月凡境界 竟然能和二品真实对战这么久 甚至还反败为胜 小友的确是有些手段的 诶 狂刀三浪感叹道 话说到一半时 大马猴状的三浪 突然瞪大了眼睛 死死盯住断仙台上的楚楚 我眼花了吧 二品真实 三浪不敢置信的 一品月凡境冲击二品时 不是要经历月龙门的瓶颈吗 但断仙台上这是怎么回事 打着打着突然就变成二品真实了 因为没想到宋书航小友会突然进击 所以他之前也没注意宋书航的境界 等到断仙台结束 双方分离开来时 他才注意到宋书航身上气息的变化 原本正低头喝茶的北河散人 同样望了一眼宋书航 一口茶全喷了出来 真是二品 雪狼冻煮道 诶 你们现在才发现吗 我以为你们都注意到了呢 所以才没有提起这个问题 这时古狐冠真君出生的 我一直关注着小友的状态 刚才小友战斗到一半的时候啊 体内五大翘穴和气穴之力 就灌入到丹田中了 就这么顺利的在丹田中结成了气穴 尽伤二品了 梅月龙门 北河散人问道 古狐冠真君摇了摇头 梅月龙门就这么晋级了 这 这是当着我们的面开挂吗 北河散人道 难道 白前辈研究出了 不用月龙门就晋级二品的方法 雪狼冻煮道 怎么可能有这种可怕的方法 如果真是这样 我马上就要转头白尊者门下 当个萌萌的小道童啊 好心痛啊 老夫当年为了月龙门吃了多少的苦头啊 你们别闹了 肯定没你们想的那么夸张 黄山真君道 我想 应该是那个蓄气扩针法 不愧是黄山真君 见多识广 思维赚得也快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 顿时眼睛一亮 对啊 差点就将这蓄气扩针法 给忘记了 哦 蓄气扩针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说 小友在更早之前 就能晋级二品了 北河散人又喃喃说了一句 果然还是开挂了呀 哇 果然还是问问白前辈 缺不缺大腿挂剑呢 哎 顺便问问白前辈 缺不缺弟子啊 果然 还是问问白尊者 缺不缺暖床的吧 这时白鹤真君补充道 众人顿时转过头来 盯住白鹤真君 呃 周围 楚家的弟子看到 断仙台上楚楚师姐 突然发威 将夜堂奏飞出去 顿时欢呼连连 相对的 虚剑派的人 脸色难看起来 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了 前一刻夜堂的境界 还让他们感觉 胜券在握 但突然形势大逆转 夜堂输了 玩什么呀 别这么让人心跳 好不好 虚剑派掌门虚争 暗暗握紧拳头 这一局如果失败的话 就得进行断仙台 第三局之战了 需要请虚剑派的 太上长老出马了 蜘蛇 楚家中 提前开始的第二局 败 紧接着的第一局 在楚楚立晚狂澜下 胜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 楚家本族 知道楚楚获胜的消息后 楚家本族的一些人心中 稍稍松了口气 但他们还是开心不起来 一胜一负 也就是说 虚剑派和楚家之间 还有第三局之战 双方派出最强的修士 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 楚家的最强者 便是三品境界的楚家祖老 而虚剑派的最强者 却是一位可以预见飞行的 四品太上长老 除非那位四品太上长老 突然受援耗尽 身死盗销 否则楚家祖老 几乎毫无胜算 楚家本族中的人 议论纷纷 病床上 被咬成重伤的 怒目金刚门弟子楚雄 不甘地握紧了拳头 若不是他失败的话 楚家此时已经连胜两局 根本就不用再进行 最后一场断仙台之战 都是他太弱了 将楚家拖入到了绝望中 这个时候 楚家还有获胜的希望吗 断仙台前 楚楚捡回宝刀 缓缓踏下断仙台 干得好 怪难 好好下去养伤吧 接下来的一战 交给我了 楚家祖老赢了上去 沉生的 楚楚点了点头 对着祖老微微一笑 乖男的称呼 雷得他外焦里呢 楚楚下台后 须剑派中有人上前 扶着夜堂下了断仙台 两位护台人重新调整断仙台的防御等级 准备进行最后一场断仙台之战 最后一场会有四品级别的修饰出场 防御必须加强 断仙台前 楚家的祖老握紧了拳头 最后一战了 无论是舒适赢 气势上他绝不能输给须剑派 就在这一时 祖老的手机响了 祖老接起手机 望向来电联系人的名字时 手突然僵了僵 爷爷 祖老接了电话后 压低声音换了声 二十多年前 一直在外游历的祖老爷爷 突然重顿回楚家 他回来后便一直在闭关 生死不知 没想到这个时候 他会打电话过来 我有担心 最后一场断仙台之战 就有老夫吧 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 可是 爷爷你的声势 祖老不甘道 那个威严的声音继续的 将断仙台的坐标给我 我马上就等 那爷爷 你千万不要勉强啊 唉 祖老叹了口气 随后将断仙台的坐标 发送了出去 片刻后 在祖老的足地 有一道剑光 搜得一下飞窜出来 剑光上 有一位相貌威严 头戴四方平定金 身穿世子服装的男子 踏着顿光 朝着断仙台的位置飞去 在那相貌威严的男子 飞离楚家后不久 楚家却有一位族人 悄悄打了个电话 先生 那个老家伙离开楚家本族了 很好 准备行动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2集 下了断仙台 宋舒航飞快地穿过楚家的阵营 在这期间 九州一号群 有几位前辈们 对着化为楚楚模样的他 挤眉弄眼 眼中尽是坏笑 宋舒航对着所有前辈们 干一笑 形象啊 注意形象啊 前辈 很久很久以前 他在九州一号群里 接触到群里前辈的时候 就感觉这些前辈啊 和人们想象中的仙人 完全不同 他以前经常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打开方式错误 修真者怎么可能是 这个样子的 后来随着他对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认识越来越深 便对传说中的修仙者 彻底绝望了 潇洒飞扬 不识人间烟火的仙人 仙子形象 全都是人们自己挠不出来的呀 看到几位前辈 几眉弄眼的样子 再想想自己这女装模样的打扮 再联想几位前辈的性格 宋书航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呢 书航啊 前不久穿黑裙子的你 很漂亮啊 这样的聊天内容 会不会在将来的某天 出现在九州一号群的聊天记录中呢 宋书航根本不敢想象自己的未来呀 甘笑过后 楚楚又对着欢呼中的楚家弟子挥了挥手 迅速地向着楚家阵营后方的帐篷行去 白尊者和正牌的楚楚还留在那里 等着她换回来呢 刚来到帐篷前 宋书航就发现宇柔子正守在帐篷门口发呆 宇柔子 你在干嘛呢 宋书航习惯性地伸手打招呼 不过她一张口 发出的却是千娇百昧的女子声音 是的 这就是宋书航从头到尾都不肯开口说话的原因了 白尊者准备的老周到了 就连声音都给她换好了 但是她只要想到自己一开口说出女人的声音 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都说铜卦仙师一荣术很不错 宋书航感觉白尊者的翼绒术似乎也不差呀 铜卦仙师是因为经常算黑卦被人追杀 所以练出了强大的翼绒术 那白尊者呢 她的翼绒术技能熟练值在哪刷的呢 莫非是天生的 宇柔子姑娘转过头来 疑惑地望着眼前的楚楚姑娘 你是 哦 刚才那位楚家 楚楚姑娘啊 悠悠地叹了口气后 宋书航压低声音 用只有宇柔子能听到的声音道 是我 宋书航啊 宇柔子回道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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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说 宋书航抓起宇柔子的小手 然后进入帐篷之中 一拉开帐篷时 宋书航便看到帐篷里面一片黄沙 帐篷的地面被变成了一个沙坑 但是白尊者和正版的楚楚 却不见了 哦 白前辈呢 宋书航疑惑地望向宇柔子 话说 宇柔子的腿真的好长啊 他现在是一比一的比例 划为楚楚的模样 楚楚的身高和宇柔子差不多 但是站在宇柔子身边时 却发现宇柔子的大腿 几乎到自己的腰间位置了 我擦 我这个时候还在想什么鬼东西呢 哎 白前辈不见了 宇柔子惊叫出声了 他刚才都还在外面等着白前辈出来呢 但是他透过帐篷总是看到一片黄沙 以为里面还被真实的幻象笼罩着 便一直没有进去 白前辈没有从帐篷中出来 宋书航疑惑问道 没呢 我刚才还一直在等着白前辈和宋前辈出来呢 但是后来只有楚楚姑娘出来了 哦 话说宋前辈 你怎么变成楚楚姑娘的模样了 宇柔子眨了眨眼睛 突然他眼睛一亮 哦 我明白了 宋前辈你和我想离块去了 你代替那个楚楚姑娘参加断心台了 是啊 宋书航沉沉沉沉地叹了口气 他在帐篷中间找了半天 却没有找到自己原本的衣物 哇 这没有衣服的话 我怎么变回原型啊 难道要变回穿着裙子的宋书航模样 不 我又不是变态啊 宋前辈 你在找什么 宇柔子问道 衣服啊 白前辈带着真正的楚楚姑娘消失了 还带走了我的衣服呀 宋书航叹了口气 宇柔子默默点了点头 然后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宋书航现在的楚楚模样 接着 善解人意的宇柔子 暂时放弃要回变幻凶针的念头了 还是先让宋前辈继续使用一会儿变幻凶针吧 宋书航道 我们得去找白尊者 到哪儿去找啊 宇柔子好奇问道 宋书航想了想后答道 嗯 楚家 他想来想去 白尊者现在会去的地方 似乎也只有楚家的那个神秘的地下室 这附近也只有那个地方会吸引白尊者的好奇吧 好 我来大陆 我知道楚家在哪儿 宇柔子自告奋勇 我们走 宋书航道 然后两人离开帐篷 迅速地往楚家的方向行去 至于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就扔他们在断仙台边上再亮一会儿吧 断仙台前 两位护台人将断仙台的防御升级完毕 重新升起防御结界 断仙台之战最后一局即将开始 这时在须剑派的阵营上空 有一道剑光飞速行来 降落在须征的身边 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脸上有不少皱纹 他正是须剑派唯一的四品修士 太上长老剑渊海 剑渊海是四品修士 理论上来说 他的寿源会在五百五十至六百左右 只是剑渊海年轻时在世界各地冒险 曾经多次使用一门激活潜力 消耗寿源换取爆发力的秘法 所以明明只有三百多岁的他 却已经寿源干节 脸露老太 剑长老 您终于来了 掌门须征看到太上长老过来后 顿时暗暗松了口气 心里重新有了底 剑渊海对着须征点了点头 然后他先是望了眼和须剑派 貌合神里的两尊金丹灵皇 暗暗叹了口气 外援就是外援 不可能指望他们为须剑派拼命 接着 他的目光又落到了楚家的阵营 剑渊海暗吸了口冷气 那排排坐的近五十位金丹灵皇 真是冲击人的眼球啊 什么时候金丹灵皇 如批发的一样不值钱了 连小小的楚家 都能请来五十多位金丹灵皇 助阵 甚至 其中有几位的气息深不可测 似乎实力更在灵皇之上 剑渊海感到头皮发麻 楚家是怎么请到这么多强者的 如果早点知道楚家能请来这么多强者 哪怕这些金丹修士只是过来打酱油的 须剑派也绝对不敢对付楚家呀 这些金丹灵皇肯千里迢迢过来打个酱油 看一场断仙台的比赛 那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会不会突然心情好 选择帮楚家一个忙 灭掉一个小小的虚剑派 可是 现在没有后悔的机会呀 自己选择的路 洒着泪也要将它走完 既然已经正面得罪死了楚家 那就一口气拿下断仙台之战的第三局吧 然后 作为断仙台之战胜利的一方 他们可以要求楚家将剑决备份一份给虚剑派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敢要剑决的正本了 有一个拷贝版本就好了 然后 大不了虚剑派举派搬迁 只要有剑决在 他就有机会冲击五品境界 敢拼才会赢吗 想到这里 剑冤海目光坚定起来 断仙台最后一局的胜利 他要定了 正当剑冤海思索之际 楚家阵营的上空 同样有一道剑光飞裂而来 那道剑光降落在楚家祖老的身边 剑光落下后 有一个相貌威严 戴四方平定金 身穿世子服装的男子 从飞剑上踏下 只是这男子脸色有些苍白 似乎久未见阳光 身上隐隐间 还有些大病未愈之感 欲见飞行 楚家的弟子 很多人好奇地望向这世子服的男子 楚家的弟子中 没有人认识这位威严的男子 不过看上去这位威严的男子 似乎和楚家的祖老有六分相似 难道这位是楚家人 如果是楚家人的话 能遇见飞行的 是四平以上的强者 爷爷 这时楚家祖老激动地上前患道 自从爷爷二十年前因为重伤闭关到现在 还是第一次从闭关处出来 爷爷 这是祖老的爷爷 果然是楚姓世家的人 顿时 楚家的阵营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断仙台最后一局 楚家还有一拼的机会 同时 楚家有几位辈分较高的人想起了一件事情 楚家的剑爵就是百年之前 由一位楚家的前辈带过来的 这份剑爵拥有着直指无品金丹的潜力 也是出自于那位前辈之口 仔细回想的话 带回剑爵之人 似乎就是祖老的爷爷 但是 祖老的爷爷在百年前带回剑爵后 就又浪迹天涯去了 从此之后音讯全无 没想到他还活着 这真是太好了 祖老的爷爷对着祖老微笑点头 然后他先打量了一下须剑派的阵营 再望向自己楚家阵营 下一刻他看到了排排座的九州一号群大佬们 刚才他遇见飞行过来时 有点赶 没来得及注意自家阵营 现在 突然看到自家阵营的豪华阵容时 哇 好耀眼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3集 这是多么豪华的阵容啊 以祖老爷爷的修为 他一眼望去时 甚至可以看到这一群排排座的修士头顶 有强大的灵力波动 形成的巨大的灵力气旋 方圆百里的灵气 都被这个灵力气旋强行牵扯过来 最终灌入到在场的这一排强大的修士体内 这简直是要闪瞎眼睛的阵容啊 几乎可以去攻打一些大型门派 文艳 这些前辈师 祖老爷爷 这些应该算是小楚楚帅带来的朋友吧 祖老楚文艳也不敢确定 话说小楚楚刚比完赛又跑哪去了 小楚楚这段时间在外面冒险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竟然能和这么多的大前辈 扯上官仙 祖老爷爷点了点头 他先将飞剑收回到腰间剑鞘中 随后仔细整理了自己的仪容 来到九州一号群的修士们面前 楚家楚康伯 见过各位道友和前辈 祖老的爷爷行礼道 从他的衣着打扮便可以看出 楚家的祖老以前似乎是个文人 礼仪方面是一套套的特别标准 啊 楚道友你好啊 九州一号群的修士大部分笑着回礼 这楚康伯的修为 着实让九州一号群的道友有些吃惊 五品金丹灵黄 虽然看上去金丹的品质不高 最多两三道龙纹的品阶 但他也是货真价实的五品金丹灵黄 楚家这个修士小事家中竟然出了一位金丹灵黄 应该是有大吉遇 有金丹灵黄在 断仙台最后一局已经毫无悬念了 四品和五品之间可又是一次质的变化 且等断仙台之战后 楚某当扫踏相迎各位道友 举杯共饮 楚康伯礼节周到 而且说话间隐隐带着文人的酸味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同样笑着回应 他们装大部分活的都比楚康伯更久 真要酸起来比楚康伯还要酸多了 另一边 须剑派的太上长老建渊海已经懵逼了 楚家上空飞来的新族人是五品灵黄 这还是楚家吗 和情报中的楚家完全不同啊 正当九州一号群的道友和楚康伯之间交流之际 远处有两道身影向着断仙台位置行来 一道身影覆手而立 另一道身影被飞剑拖着 却正是白尊者和楚楚 白姐妹 所有九州一号群的道友看到白尊者时 马上起身大声地打招呼行李 生怕若是自己行李慢了些 会被白尊者给惦记上 哼 那可就完了 白尊者微笑点头 目光在众人间扫了一圈 问道 嗯 书行哪去了 话说 之前楚楚姑娘在帐篷中的时候 突然要解决点生理问题 楚楚毕竟还只是二品修饰 还没有达到彻底避谷的境界 在有些事情上还是和凡人一样的 但是外面送出行政变成她的模样 参加断仙台之战 所以她不好光明正大的从帐篷中出去 解决生理问题 而且显然她也不可能在帐篷中就地解决 所以最后白尊者施了个障眼法术 便带着楚楚悄悄前往附近的场所 让她解决生理问题了 唉 女人有时候啊 就是比男人麻烦多了呢 而当白尊者带着楚楚回来时 远远地就发现断仙台之战结束了 而宋书行却不见了踪影 一转眼 宋书行跑哪去了呢 这时北河散人答道 白前辈啊 书行小友在第二局断仙台之战结束时 便去后面寻找前辈了 后来啊 我看到她和羽柔子姑娘两个人悄悄离开了 也不知道他们神神秘秘地去了哪里呢 狂刀三浪马上接口道 年轻 真好呢 众道友的目光急刷刷地望向三浪 这句话要是传入到灵蝶尊者的耳中就好了 哦 白尊者点了点头 既然是和羽柔子一起离开的 那就不用担心宋书行会跑丢了 等这场断仙台之战结束后 再让宋书行去密室看看 了断和散修李天宿之间的因果 然后楚家的事情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然后白尊者表示自己要办首服拖拉机大赛 思索着白尊者伸直一领 飞溅落下将重伤的楚楚放回地面 这时在一边的楚康伯 目不转睛地望着白尊者 这位前辈长得可真漂亮啊 让人根本无法移开眼睛啊 呸 说错了 这位前辈身上的气息 简直是如同星空一样厚瀚 以他无品金丹灵黄境界修为 竟然一点都看不出这位前辈的境界 不知道这位前辈 已经是什么恐怖的境界了呢 楚康伯见过前辈 我家后辈蒙这位前辈照顾 楚某感激不见 楚康伯对着白前辈行了个大礼 楚楚也是好福气 竟然能和这样的大前辈 牵上关系 未来一定会比自己更好 白尊者对着楚康伯 微微一笑 顺手而已 不用客气 说吧 白尊者又来到楚家阵营 和须剑派阵营的中间 单手将巨大沉重的导弹 从地面中拔出 然后白尊者一手举着导弹 回到楚家阵营 断仙台大战还有最后一局 趁着有空 白尊者想要拆开这导弹 看看它里面的构造 说不定可以给他灵感 将一次性飞剑版本再改良一下 楚家弟子看到这位强大的修士前辈 扛着导弹走过来 顿时咽了咽口水 每个人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 冷汗刷刷刷的就下来了 楚康伯疑惑了 正当楚康伯思索之际 断仙台上的护台人召唤声响起 断仙台最后一局开始 徐剑派太上长老剑渊海上场 楚姓世家祖老的爷爷级人物 楚康伯上场 这是决定一派一世家命运的一战 此时楚姓世家祖地 突然有一股淡淡的烟雾 瞬间笼罩祖地最中心的位置 在祖地中心 所有闻到烟雾的楚家弟子 突然纷纷倒地陷入昏迷中 片刻后 有两位楚家的子弟 口中各含着一颗明珠 小心翼翼地出现在足地的中心位置 在他们身后有十道身影相继出现 最前方的是一位古时候教书先生打扮的男子 他手中握着一柄折扇 面带自信的笑容 在他身后有四位捧着画卷 背着画笔的仆人 再接着是五个怪异的大汉 这五个大汉身体臃肿 但却不是肥肉的那种臃肿 五个大汉身穿黑色衣服 头部戴着只露出双眼的面罩 但这些并不是怪异之处 怪异的是在他们的头顶 有着一根根黑色的尖刺从头罩中冒出 不仅是头顶 就连他们的身体边上 也长满了一根根的黑色尖刺 在他们的身上 还散发着淡淡的妖气 先生 前面就是密室的入口 不过密室的钥匙在祖老的手中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钥匙 而且入口还被布置上了防御阵法 就算有钥匙 我们两个也进不去 那两位楚家的子弟出生的 无妨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待这事结束后 荣华富贵 少不了你们的份 你们想进入更强门派的愿望 我也可以替你们达成 那位先生摇着折扇笑道 时间不多 好不容易将那老家伙 从楚家族地掉开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说吧 这位先生上前 将折扇对准的密室入口的钥匙孔中 也不见这位先生有什么动作 密室的钥匙孔就被转动起来 密室之门竟然就这样被开启了 随后 这位先生将折扇打开 轻轻往前面的虚空中连拍树下 密室的防御阵法就这样悄然无息地被解开了 这种破解禁止的手法 已经不比修真界有名的空空道门的手法差多少了 解开密法后 先生对着两位楚家弟子道 你们两个要随我一起下去吗 两位楚家弟子拼命地点头 要知道那里面可是拥有着神秘剑爵的呀 他们下去后 只要凭着修饰强大的记忆 将剑爵死死记住 对他们的未来肯定也很有帮助 那两位随我一起下来吧 先生微微一笑 又对着那五个浑身长刺的怪异大汉道 你们守着附近 如果有楚家的人能靠近这里的话 争取将他们瞬间解决 是 五个怪异大汉闷声闷气地答道 他们的发音很奇怪 就仿佛是隔着一层水面 在和人讲话一般 先生点了点头 随后带着那四个仆人 和两个楚家弟子进入密室 进入密室时 先生嘴角上扬 神秘剑爵 这可不仅仅是一部神秘剑爵 那么简单呢 这箭爵中还包含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前面就是楚家族地了 宇柔子嘴角上扬 收回自己的手机 他这回先将楚家本族的地址 标记在手机地图上 这样一路过来就不会犯错了 宋书航望着前方的位置 楚家族地 看上去似乎就像是个隐藏在深山中 不起眼的小山村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4集 楚家族地的入口 有两位楚家的族人看守着 宇柔子这几天住在楚家 楚家族人都认得 她是楚春莹小姐的好友 所以他们在进入楚家族地时 没有遇上任何的阻拦 这时 宋书航出声询问道 请问两位道友 你们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一位 身穿白衣的前辈 和你们楚家的天才 楚楚姑娘一起回来 两位看守者抓了抓头 盯着宋书横道 楚楚师姐 你咋了 虽然师姐你的确是天才 但自夸自己是天才 总让人感觉有些羞涩呢 呃 我操 又忘记自己现在是楚楚的模样了 叹了口气 不过 通过这两个守护者的话中 可以推测出 白尊者并没有和楚楚 一起回楚家族地 难道 白前辈直接隐藏了身形 带着楚楚飞到族地深处去了 以白前辈直接了当的个性 还真有可能 于是 宋书航和宇柔子 一起进入楚家族地 先往楚春营 给宇柔子安排的住处行去 一路上 宋书航和宇柔子 聊起一些事情了 话说 宇柔子 前不久你没有收到白前辈送的礼物吗 宋书航心中可好奇了 毕竟他曾经看到白尊者 亲笔写了 灵蝶岛宇柔子的礼物盒子 没收到呢 宇柔子摇了摇头 奇怪了 明明白前辈 有寄出你的那一份快递啊 宋书航喃喃道 随即哈哈一笑 不过 没收到最好了 否则 你就得和今天九周一号群的前辈们一起 成为流星雨中的一员了 哎 宇柔子顿时转过头来 盯着宋书航 宋前辈 你是说 我本来会成为流星雨中的一颗流星的 嗯 是啊 那可真是灾难的体验呢 螺旋升天啊 在空中以各种超犯规的状态飞行啊 还有流星光效啊 还有降落的方式 你也看到了 断仙台前面 被九周一号群的前辈们 砸出了多少个坑啊 我还亲眼看到 宋氏阿七前辈 同挂仙师前辈升天时 那惨叫的模样 宋书航想到那场景 还心有余悸 螺旋升天 超刺激的飞行模式 流星光效 轰的降落方式 宇柔子轻声道 随后他握了握小拳头 想想都感觉有些刺激呢 啥 宋书航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 可恶 凭什么别的前辈都有收到礼物 就我没有收到啊 我也想要螺旋升天啊 我也想在空中刺激的飞啊 我也想变成流星啊 我还想去太空呢 宇柔子两根手指对戳着 一脸委屈 原本以为宇柔子姑娘是九州一号群里比较正常的 思维频道也能和她基本在同一维度 但没想到 九州一号群里最不正常的就是她呀 两人边说边向楚家族地深处行去 宇柔子暂住的客房其实就是楚春莹的住处 处于族地深处范围 另一边 断仙台前 徐剑派太上长老剑渊海和楚家的楚康伯对立而战 剑渊海紧紧握住手中的剑 目光死死盯住楚康伯 对方似乎受了重伤 或许他有机会 断仙台下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好不容易才劝住了白尊者 并许下许多诺言 比如让白尊者亲自去参观他们在国外的一些军火制造公司之类的 好不容易才让白尊者暂时打消了拆导弹的念头 于是无事可做的白尊者向北河散人借了手提电脑 身为群里永远在线的圣斗士 北河散人被螺旋升天化为流星飞来时 手里还带着手提电脑 借了电脑后 白尊者摸出一个木质的 看上去有些像接收器的东西插在电脑上 然后白尊者手指飞动 开始在手提电脑上操作起 白尊者边上的黄山真菌 荔枝仙子 豆豆以及北河散人 都好奇地往屏幕上偷偷瞟去 想看看白尊者在电脑上干啥 只看了一眼 豆豆就笑喷了 在电脑屏幕上 不时地有一个个文件被白尊者打开 有古狐冠真菌被螺旋升天时 张嘴大声尖叫的模样 有荔枝仙子紧穿着睡衣 迷迷糊糊的模样 有东方仙子保持着跳舞的动作 但突然被升天时的惊恐 愤怒表情 有黄山真菌端着饭碗 镇定被飞的模样 有雪狼洞主正给小雪狼洗澡时 在空中旋转时洒泪的模样 有北河散人鼻涕口水飞洒的画面 有白鹤真菌露出真身 因为旋转飞行而脖子打结的画面 然后还有光着屁股的狂刀三浪 紧紧抱着最什么居士的那个画面 抱歉 群里成员又一下子想不起居士的名字了 两个人相拥着 头顶着洞幅顶部转动着 后面还有狂刀三浪撕扯居士衣物 两人在空中以大风车转动的画面 哇 真是美得让人眼瞎呀 白尊者淡定地将这些表情 一个个地截图 熟练地放置到一个表情生成软件中 淡定地点下确定件 同时 尊者又从每一个人的图片中 选一张叫得最惊恐 标类最畅快的图片 放到了动态表情生成软件中 再次淡定地按一下确定件 不要啊白前辈 狂刀三浪顿时大声尖叫起来 不要啊白前辈 嘴什么居士同样大吼 不要啊白前辈 荔枝仙子飞扑向白前辈 不要啊白前辈 住手啊 住手啊 白前辈 这是白鹤真君的惨叫 脖子扭成麻花的模样 太羞耻了 九州一号群的阵营顿时混乱成一团 所有道友飞扑向白尊者 想抢走电脑阻止白尊者 白尊者转过头来 对着九州一号群的道友冷冷一笑 想从他手中抢电脑 开什么玩笑 他可是七品尊者呢 于是 于是几夕之后 九州一号群所有的道友 扑开 白尊者心满意足地按下确定键 然后将名称为 五十位道友表情包 合集的表情包 传到了九州一号群的群空间中 这个表情包制作得太粗糙了 等我回头找个高手论坛 请人精心制作漂亮的表情包吧 白尊者难难道 啥 找论坛让人精心制作精品表情包 那岂不是说这个表情包 不止要在群里流传 还要传到整个互联网 不要啊 绝对不要啊 太羞耻了 传到修真界的话 他们还怎么在修真界混呢 白前辈 我建议 请羽柔子制作表情包吧 他弄的表情包就很棒了 黄山真君颤抖着伸出手 竖起大拇指道 这个时候 迈起队友来 绝对不能含恶 白尊者捏了捏下巴 好吧 到时候看看再说 黄山真君的手臂无力地落下 兄弟们 我尽力了 另一边 宋书航和羽柔子接近了楚家族地的中心位置 突然 羽柔子猛地出手 掩住宋书航的口鼻 然后他飞快地拉着宋书航连连后退 一连退出近十米的距离 才停了下来 宇柔子姑娘神力依旧 宋书航感觉自己明明已经晋升二品境界了 但在宇柔子的手中却依旧毫无抵抗之力 被他轻松地拖着后退 出意外了吗 宋书航被宇柔子掩着口鼻 艰难问道 有迷雾 是一种连开了鼻翘的修饰 也很难察觉出来的迷雾 就算是三品修饰 修多了 也会很快陷入昏迷 好在我被爹爹训练过 所以对这些东西很敏锐 宇柔子皱着眉头道 嗯 当女儿要出去闯荡江湖之前 一个好父亲必须要先训练好 他对迷药之类物品的抗性 这是重中之重 就比如现在的一些好爸爸 在女儿长大后 会将女儿带出去 陪他喝酒 将他灌醉 用以测量他的酒量 然后第二天 爸爸会温柔地告诫女儿 女儿 这么多的酒量就是你的极限 以后爸爸不能随时陪在你身边 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极限 不要被坏人灌醉 虽然很多爸爸 在一样画葫芦时 酒过三巡后 迷迷糊糊间 耳边似乎听到女儿豪迈的声音 哎 爸 你这酒量不中啊 老板来 再给我上两瓶二锅头 迷雾 宋书航的手抓在宝刀八碎的刀柄上 随后问他 龟西树能防止吸入这种迷雾吗 既然是要吸入体内的东西 那么不呼吸就行了吧 哎 前辈也学了龟西树 宇柔子惊讶到 难道前辈也和他师兄一样懒得呼吸 所以修炼龟西树 啊 是啊 那真是个艰辛但有趣的回忆 宋书航想起了上次说走就走的宇宙之旅 然后他伸手在掌心画上龟西符文 并给自己宇柔子各来了一发龟西树 进入二品真诗级别后 刻画符文直接用真气 效果比起用气血之力刻画要好很多的样子 感觉龟西树的持续效果也变成 走 我们进楚家深处看看去 宇柔子蠢蠢欲动起来 他感觉自己的冒险者之魂已经熊熊燃烧起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5集 宇柔子和宋书航隐藏好自身气息 悄悄往迷雾深处遁去 修饰隐藏自身气息的法门很多 不过宋书航才刚晋升二品真诗 还没来得及学习类似的秘法 他现在就只有用真我冥想精 尽量将自身的精神力收落 再将真气牢牢隐藏在丹田气玄之中 勉强达到隐藏自身气息的效果 之后宇柔子在前面带路 宋书航跟着他 如同躲猫猫一样 不时地钻入一些物体之后 用它们当掩体快速前进 经过一座假山时 宇柔子停了下来 轻声道 等一下 前面有奇怪的气息 前方有淡淡的妖气传来 宋书航小心翼翼向前方望了一眼 但因为建筑物的遮拦 他没有看到任何事物 这时只见宇柔子掏出了一对隐形眼镜 然后递了一枚给宋书航 这是什么 宋书航小声询问 宇柔子将这隐形眼镜带入右眼 解释道 这是法器 欲穷千里木 更上一层楼 戴上之后能从天空的角度俯视大地 没有五品灵魂以上的境界 是感应不到我们的 宋书航点头 将隐形眼镜带入左眼 刚一戴上时 宋书航发现自己眼前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觉界面 左边的视界转换为上帝视角 右眼却是正常的状态 宋书航连忙闭上右眼 只用左眼观看 这就是法宝吗 话说 这种上帝视觉 他通过心窍中的灵鬼也能办到 只不过 他刚才一时间没想起灵鬼这功能 另外 他刚刚完成进击后 灵鬼也发生了变化 他缩在宋书航的心窍中 一动不动 通过上帝视角 宋书航看到了 约两百米开外的一座大祠堂前 站着五个诡异的大汉 五个大汉身穿黑色衣服 头部带着只露出双眼的面罩 他们的头顶 有很多黑色的尖刺从头罩中冒出 还有他们的身上 也长满了一根根的黑色尖刺 看上去就跟刺猬似的 这五个大汉站在迷雾中 却不受迷雾影响 看他们警惕的模样 是敌人吗 妖族 宇柔子难难道 之前他感应到淡淡的妖气 但他看不出对方到底是哪个种类的妖族 修为看上去也就是三瓶左右 最多四瓶 宋前辈 我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他们 拖过来研究一下 他们到底是什么种族吧 宇柔子捏了捏拳头 同时伸手在他的一寸缩小袋中掏了起来 很快 一柄造型精美 剑柄是翩翩起舞彩蝶的宝剑 被他从缩小袋中取了出来 这宝剑上自带肉眼可见的灵气 一看就是比霸碎刀还要好很多的宝剑 宋书航小声问 要不先确定一下 他们是敌是友 修真界养灵兽 妖兽很常见 黄山真君还养了个小豆豆呢 虽然这些家伙看上去是不太友好的模样 但万一他们是楚家养的妖兽 或是类似的身份呢 那就先打晕他们 如果是敌人的话 我再研究他们的种族 宇柔子握了握小拳头 两人正小声说话时 突然祠堂前起了变化 其中一个诡异的大汉突然奔跑起来 两秒后 他巨大的身体撞入不远处的一座楼房中 约三个呼吸后 这诡异的大汉又从楼房中出来 在他手中提着一个楚家弟子的身体 将他扔垃圾一样扔到边上 生死不知 刚才这楚家弟子或许是体质特殊 吸入迷雾后昏迷不久又醒了过来 醒来后他马上感觉事情不对 于是努力的起身准备向整个楚家报警 但他才刚起身走了两步 那诡异大汉就察觉到了他 大汉瞬间闯入他的住处 两个呼吸间就将他击成重伤 让他失去了报警的机会 看样子 这些家伙妥妥妥的是敌人 是敌人无疑了 宇柔子答道 我们上吧宋前辈 对方一共五人 看上去他们只是守在门口的杂兵 宇柔子你有几分把握对付他们 宋书航谨慎问道 对方守在这祠堂一动不动 显然是要从楚家中拿走什么 而若说起楚家的宝物 宋书航第一时间便想到了神秘剑诀 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些诡异大汉和他们的同伴 就是冲着神秘剑诀来的 如此的话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门口这五个大汉的话 我有一定的把握 将他们全部拿下 宇柔子自信道 好 那宇柔子你上去 拿下这五个诡异的大汉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尽量让动静小一些 我去通知楚家的人 暗中包围这祠堂附近 绝对不能让这伙人离开楚家 宋书航出声道 动静一定要小 不能打草惊蛇 否则让这伙人心中有了警惕 想拿下他们就没这么容易了 好 我明白 小心 宋贤辈 宇柔子说到一半 突然隔空一掌拍向宋书航 宋书航顿时被一股柔劲推了开来 撞在了后方的假山上 一阵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好在宋书航此时已经晋升二品真师 肉身强大 倒是没受伤 而就在他被羽柔子推开的原地 多了一根黑色的尖刺 长约五十厘米 那尖刺非金非铁 旗上缠绕着修饰的真气 还有淡淡的腰气 是那些诡异大汉身上的尖刺 被发现了 但是 那五个诡异大汉 分明还守在祠堂边上 并没有行动 也就是说 这些诡异的大汉不止五个 还有隐藏在暗处的同伙 宋书航心中暗闹 他伸手在自己左眼上衣服 将玉琼千里木 更上一层楼法器取下 带上这东西 可不能好好的战斗 随后 宋书航目光顺着尖刺 射来之处望去 在那里 有一个比那五个大汉 要娇小许多的诡异身影 蹲在假山远处的 一座亭子顶上 竟然避过去了 那身影的声音古怪 如同隔着厚厚的水墓 在和人说话一样 但这次 不会让你们避开了 说话间 这娇小诡异身影 对准宋书航和宇柔子 伸出双手 从他的手掌心中 各浮现出十枚黑色利刺的尖端 看着这些从手掌心冒出的尖刺 宋书航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死吧 娇小的诡异身影 凝笑一声 下一刻 二十多道黑色的尖刺 朝着宋书航和宇柔子 分别击射而出 尖刺的速度 比起子弹的速度 还要快上几分 以宋书航现在的 二品真师的眼力 在不开其眼翘天赋的状态下 无法看清楚尖刺的诡计 只能看到 十余道黑影子 一闪而顾 看都看不清楚 就更别提防御了 眼翘天赋 开 宋书航毫不犹豫 开启了眼翘天赋 刹那间 世界上的一切 在他眼中 都变得缓慢起来 晋升二品后 眼翘天赋的效果 似乎变得更强了一些 翘学天赋 本来就是会随着 主人变强而升级的天赋 看到了 这些黑色的尖刺轨迹 宋书航瞪大眼睛 手中握紧 宝刀霸碎 黑色尖刺的攻击范围很广 有七根将宋书航浑身上下笼罩在内 余下三根 封锁了宋书航可以躲避的区域 让他绝有硬碰硬来面对这些尖刺攻击 宋书航的大脑疯狂地运转起来 计算着出刀路径 务必要将所有的黑色尖刺全部斩落在地 就是这样 宋书航很快计算出了路径 随后他的身体向右稍稍跨了一小步 避开十根尖刺中威胁较大的几根 同时他竭尽全力抬起宝刀罢碎 刀身开始按照计算的轨迹滑动起来 能行的 我能够挡下这些尖刺 而且他还有灵鬼的金色小盾保密 那金色小盾高度凝实时 应该能为宋书航挡下一发尖刺攻击 然而 正当宋书航挖动刀身的时候 突然他眼前一花 一道身影如同瞬移般出现在他的面前 即使是开启眼翘天赋的状态下 宋书航依旧能感觉到这身影快得惊人 只能看到一串残影 是羽柔子 关键之时 他一步瞬移到宋书航的面前 然后他伸开双臂 大无畏地挡在宋书航的身前 一连串的撞击声响起 食鱼跟尖刺扎在宇柔子的身前 但是连宇柔子的毛都没有碰到 全部被一层淡淡的金色光幕挡了下来 不可能 亭子上的娇小的诡异身影瞪大了眼睛 他对自己尖刺的攻击力很有信心 真元加上妖力 让他的尖刺攻击力远超同阶 他是三拼巅峰的实力 尖刺的正面攻击已经达到四拼级别 但是 他的全力攻击 竟然被这个小姑娘全部挡了下来 哼 羽柔子一头黑发飞扬 他伸手在自己身上轻轻易服 原本身上的吊带牛仔裙散开 显出他的真正模样 那是一套精致的金属盔甲 华丽 美观 看上去就像是游戏中的华丽装备 再加上宇柔子手中的蝴蝶宝剑 此时的他看上去就像是女武神一样 宋前辈 这里就交给我了 宇柔子道 你快去给楚家族人报信 让他们做好准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六集 宝信 哼 迟了 娇小的诡异身影咬牙道 他已经联系了同伴 远处五个守门的诡异大汉中 有四个起身朝着这边赶来 宋前辈 不用担心我 去报信吧 宇柔子一甩手中的蝴蝶宝剑 沉声道 宋书航轻轻摇了摇头 既然对方已经发现我们了 那我们也用不着 偷偷摸摸地报信了 说着 宋书航张口 一声咆哮 狮子吼 声如滚雷 音波向四面八方荡开 迪夕 族地中央 注意有读物 我来个去呀 大嗓门就是任性 想吼就吼 要吼得响亮 回音不断 一声狮子吼结束 整个楚家族地的修士 全部听到了这声音 接下来就看楚家族地的修士 反应能力如何了 其实 说实话 宋书航对楚家修士 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他们的平均实力有些弱 从足地门口进来到现在 宋书航看到的大部分 都是一品修士 二品的数量也不多 就算所有楚家族地的弟子 一拥而上 对付这五个 尖刺诡异的大汉 都很困难 再加上 足地附近还有迷雾存在 没有归西术的情况下 不知道楚家弟子 要怎么对付迷雾 防毒面具吗 宋书航这声狮子吼 真正的目标 是断仙台那里的 九州一号群前辈们 也不知道 自己这一声狮子吼 能不能引起 前辈们的注意啊 毕竟 吃我一剑 宇柔子娇斥一声 他手中的狐独宝剑 箭光一分为时 将娇小的身影 笼罩在箭光之线 一出手就是高明无比的箭水 箭光如网 将那些娇小的黑影 笼罩其中 让他无处可躲 只是那娇小的 诡异身影 也没有要躲的意思 他直接撞入到了 宇柔子的箭网中 远无斩 下一刻 那诡异身影旋转起了 他的身上凭空 冒出无数的尖刺 将整个人包裹在尖刺中 随着身体的旋转 他整个人化为一个尖刺球 在付出一些折断的尖刺后 他一下子突破了 宇柔子的箭光网 不管你身上的盔甲防御有多少 总有防御不到的地方 碾压你 娇小的诡异身影冷笑 身形越转越快 尖刺球朝着宇柔子碾压过来 得意旋转着的他 却没有发现宇柔子的另一只手中 夹着的一枚福宝 就在他撞到宇柔子面前时 宇柔子淡定的伸手 将这枚福宝往对方身上一贴 至于对方的旋转 那尖刺球带来的杀伤力被宇柔子无视了 那尖刺球不断地转动 撞击着宇柔子的手臂 但全部被一层淡淡的金芒挡了下来 他的攻击连宇柔子的防御都破不了 宇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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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柔 惨叫 惨叫声越来越微弱直至消失 只是一个呼吸不到的时间 地面上只余下一个被抱成焦黑的焦小身影 半死不活 他的双眼瞪得大大的盯着宇柔子和宋书航 充满着不甘之死 鬼一身影用尽全身力气到 他是一个辛辛苦苦砍怪升级 好不容易升级到了三品级别的普通游戏玩家 然后有一天 他和一个跟他实力差不多的玩家PK了 和他不同的是 对方是土豪人民币玩家 于是仅仅两记普通的平A 外加一枚高级道具 他就扑该了 愿 愿 人民币玩家就了不起吗 装备好了就了不起了吗 看得出他是什么种族吗 宋书航上前一步询问宇柔子 同时他的目光望向不远处 四个诡异的大汉看到同伴倒地 加速朝着这边充满 看不出他原本的种族了 或许不是单纯的妖兽 而是 妖兽 和人类的混血 宇柔子出声道 说吧 他转头望向那四个怒吼冲来的诡异大汉 宋前辈 你自己注意安全 然后女武神状态的宇柔子一脸兴奋地迎上了那四个诡异大汉 啥老汉 地面上娇小诡异身影痛苦地对宋书航道 宋书航果断地摇里摇头 他感觉这娇小的身影或许药师前辈会很有兴趣 据说药师前辈正缺很多实验品 诡异的身影突然低含一声 突然从他胸膛位置有一根尖刺破壳而出 朝着宋书航射来 不过或许是他力以用截 这道尖刺的速度并不矿 宋书航下意识地挥动宝刀罢碎 一刀就将尖刺斩断 尖刺从中间被斩断 一截掉在宋书航的脚边 另一截却打着弦 正巧刺入到了诡异身影的喉咙中 诡异身影发出痛苦的叫声 鲜血飙射而出 有些溅落在了宋书航的身上 随后诡异的身影 得意地望了眼宋书航 露出个寒碜的笑容 再接着他就断气了 神行巨 此沙漠 宋书航疑惑地皱了皱眉头 这身影最后的笑容有些怪异 有种阴谋已经得逞的样子 难道又是什么怜死的诅咒之类的吗 宋书航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胸口 心窍中灵鬼依旧很平静 如果是诅咒的话 灵鬼似乎总是会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那么不是诅咒吗 又或者是因为灵鬼将要升级 罢了 是不是诅咒 回头找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鉴定一下就能行 宋书航如此想着安下心了 而前方 宇柔子和四个诡异大汉 已经站成了一团 这四个诡异大汉 同样是三品巅峰左右的修为 不过 比起被宇柔子用一张福宝干掉的 诡异身影 要稍稍强大一些 由于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伴 被宇柔子一类福宝干掉 所以四个诡异大汉 在和宇柔子交手的时候 都格外的小心翼翼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种族 那些尖刺不断地从他们身体的 各个部位生长出来无穷无尽 这让他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都是攻击点 都能发起猛烈的进攻 不过 宇柔子身上那套华丽的盔甲 防御力超夸张 四个诡异大汉拼命地攻击 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伤到宇柔子一丝一嚎 反而是宇柔子高明的剑术 加上手中的蝴蝶宝剑 斩他们身上的尖刺 就如砍竹子一样轻松 仅是几个回合 四个大汉身上已经新增了许多伤口 对于大汉们来说 这种感觉真的是逼了狗了 突然 正和宇柔子大战中的大汉 抬起头来 望向宋舒航的方向 随后 他们看到宋舒航站在同伴的尸体旁边 身上染着同伴的纤细 四个大汉从喉咙中发出压抑的 如野兽般的咆哮 他们红着双眼 进攻突然变得灭起来 我 无仇 无仇 其中 又有一个大汉悄然地向边上窜去 想要越过宇柔子 去攻击宋舒航 愤怒状态会增强攻击力 有点类似于噬血的效果 宇柔子 宇柔子轻声道 但是 我可不会让你们有机会攻击宋前辈呢 言罢 宇柔子 见光一扫 那个想越过他的大汉 顿时重新被卷入 剑光中 四个大汉 只能烦躁地大吼 却被宇柔子 死死缠住 积极得差不多了 吃我一招 宇柔子 随后 他双手握住剑柄 用力地朝地面自举 即使没有福宝 他也是三品巅峰 接近杜雷杰进击的修饰 他的实力很强大 宇柔子没有吼出什么 威风的剑术招式 只是一声骄齿 下一刻 上千道剑光从地面上 这些剑光 由下往上 密集无比 让人根本无法 四个诡异的大汉 低吼一声 身上的尖刺 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 将他们的身体 团团包裹 圆无斩 四个诡异大汉 使用了之前 那个娇小身影 使用过的招式 他们的身体 不断地旋转起来 化为尖刺球 借用这种方法 来抵挡下方 源源不断 爆射上来的剑光 尖刺和剑光相撞 不断地被斩断 然而 这四个诡异大汉 可以源源不断地 吹一声尖刺 补充被斩断的部分 羽柔子先手一斩 有四枚福宝 出现在他手中 正当他准备上去 送每个诡异大汉 一张福宝时 突然 他心中警惕起来 不假思索地 羽柔子飞快地 抽出地面的蝴蝶剑 挡在身前 沉重的撞击声响起 羽柔子整个人 被距离撞得连连后退 在他的蝴蝶剑侧面 有一根银色的尖刺 抵着剑面 不断地旋转着 羽柔子的目光 落在祠堂前 最后一个诡异大汉 所在的位置 这根银色的法刺 正是最后一个 诡异大汉发出的 那并不是普通的弹射之法 而是御剑法门 最后一个诡异大汉 是四品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7集 果然是四品的修为 羽柔子并没有惊讶 他从一开始就判断出 五个诡异的大汉 是三品巅峰 到四品境界的修为 从一开始 他就在警惕着 最后一位 没出手的诡异大汉 对方一出手 就是御剑之术 如他所料 是四品级别的存在 羽柔子手中的蝴蝶剑上 剑气大豹 狠狠一展 将那柄银色的尖刺 斩到一边 而趁着这个机会 四个正在施展 圆武斩的诡异大汉 停下了自己的技能 避过了羽柔子的爆发 剑气攻击 如果是以前 他们肯定要顶着尖刺球 趁机碾碎 挡在前面的敌人 但现在 给他们三个胆 他们也不敢顶着 圆武斩的技能 碾压羽柔子 同伴的下场 是血淋淋的教训 碾向羽柔子 只有死路一条 四个诡异大汉 气喘吁吁地 盯着羽柔子 同时 眼角鱼工 更是横横地 扫向宋书行 那是染上 他们同伴鲜血的屠夫 这时 远处四品大汉的声音 遥遥传来 他交给我来对付 你们去杀掉 后面的娘们 凡是染上 我们同族鲜血的人 无论他躲在世界的 哪个角落 无论他是什么实力 我们都要拼上一切 将其斩杀 永世不休 说话间 他使用御剑术 控制着那根银色的尖刺 朝着羽柔子连连攻击 其他四个大汉对视一眼 双眼通红 试图再次绕过羽柔子 去攻击身后还是楚楚模样的宋书航 染上鲜血 无论出什么代价都要斩杀我 宋书航默默望了眼 自己身上的衣服 难道这鲜血 是类似标记之类的东西吗 就比如说 是小说中的 什么屠龙印记 差不多的东西 屠龙者一旦屠杀了巨龙后 就会在灵魂上落下印记 然后全世界的巨龙 都会行动起来联合组队刷屠龙者 什么的 哎呀 如果是类似的东西 倒是会有些麻烦呢 他可不想无论走到哪都被人定位呀 前方 羽柔子一脸愉悦 玩得很开心 我说过了 没有得到我的允许 不准你们任何人去对付宋前辈啊 羽柔子大忌 他手中的宝剑再次狠狠一斩 斩向了银色尖刺 随后 他另一只手在腰间一抓 一条长长的软鞭被他抽出 去 羽柔子惊吓一声 软鞭有灵 一端缠在羽柔子腰间 另一端无限伸长开来 主动抽向那四个诡异大汉 软鞭几乎不用羽柔子多加控制 似乎能随他心意行动 而且 这软鞭很厉害 他抽向那四个诡异大汉时 一鞭子下去 就能将大汉身上的骨刺抽断一片 甚至会撕下他们身上的一片血肉 软鞭上 巨大的力道更是将四个诡异大汉 卷向羽柔子的方向 四个大汉被抽得嗷嗷直叫 一时间竟然冲不出软鞭的纠缠 而他们被抽向羽柔子后 很快又被剑光卷住 被迫和羽柔子站成了一团 羽柔子越战越勇 以一挡武 却隐隐占据上风 远处 那个四瓶诡异大汉狠狠皱了皱眉头 这人类小姑娘的身上 哪来的这么多宝物啊 该死 时间不多 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伸出手来 从自己的背后再次抽出一根黑刺 黑刺被抽离身体后 迅速变成了银白之色 这银色之刺 显然不是普通尖刺 而是被四瓶大汉 寄练过的另类飞剑 去 四瓶大汉再次施展御剑术 他一人分裕两根银色尖刺 第二根尖刺射向羽柔子的软鞭 将软鞭缠住 想要给同伴制造斩杀送书行的机会 一心二用 双孔欲见 羽柔子一笑 有意思 如果你早点用出这一招的话 说不定还能有些效果 但现在 迟了 说话间 羽柔子身形突然高高跃起 腰间的软鞭卷成一团 融入他盔甲的后方 这一招与我现在的境界 每次要使用时 准备的时间都可长了 没想到 正式战斗的时候 还有机会使用它 羽柔子难难的 在它的盔甲上 一连有七个神秘的符纹闪亮起来 这七个符纹延伸开来 化为金木水火土 风雷 七种属性的剑气 紧接着 七道剑气延伸从七个羽柔子的虚影来 紧接着 一瞬之间 七个虚影加上羽柔子的本体 如同穿越了空间的限制 出现在了四个诡异大汉的身边 平均每个诡异大汉的身边 分到了两个羽柔子 七道属性的剑气 加上羽柔子手中的蝴蝶剑 毫不留情地从前后位置 同时捅入到四个诡异大汉的胸口 四个诡异大汉 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长剑透体而过 它们身体僵硬 鲜血喷涌 随后轰然倒地 生死不知 我来个去呀 一招 一口气便秒了四个 和羽柔子境界相差不多 防后血多的诡异大汉 不愧是让羽柔子 准备了这么久的大招啊 鲜血淋湿了羽柔子的 七个虚影分身 不过 虚影分身完成攻击后 便消散开了 至于羽柔子的本体 有金色防御在 喷剑的鲜血 根本沾不到它的身体 该死 这时 远处那个四品大汉 疯狂地咆哮起来 它终于忍不住 身形朝着羽柔子冲了过来 两枚银色的尖刺 被它预使着 疯狂地朝着羽柔子的 本体攻击 羽柔子腰间的那根软鞭 再次一抖 配合着手中的蝴蝶短剑 不断地格挡着 将四品大汉 疯狂地攻击 全数砍下 在四品大汉的控制下 银色短刺凶狠地 和羽柔子的蝴蝶短剑 对撞在一起 突然 其中一根银色短刺 碎裂开了 银色短刺 虽然被四品大汉 淬裂化为飞剑 但它本身的品质 完全无法和羽柔子 手中的蝴蝶宝剑相比 撞击得太狠 自然要碎 羽柔子也被 最后这一记对撞 轰得连连后退 这时 那四品大汉 已经赶到羽柔子的眼前 他阴着脸 伸手抓住了 那根上好的银色短刺 你们两个 死定了 四品大汉咬牙切齿的 嘴炮啊 不过呢 你想杀我 可不是光靠嘴巴 说说就能办到的 羽柔子甩了甩 有些发麻的手臂 就算他装备精良 但和四品修士对抗时 还是很吃力啊 你们两个 竟敢动手杀了我的同伴 没有活路 只有死 四品大汉冷声 羽柔子望着大汉 有病 生死之战中 不杀你同伴 难道还留着心上 难不成你们种族 是修士界的 一级保护物种 如大熊猫一样 珍贵无比 四品大汉伸手 抓去了自己 头上的头罩 露出了一个 满是尖刺的脑袋 除了眼睛附近 他的头部长满了 长长短短的尖刺 凡是染上我们海胆战士鲜血的人 将是我们全世界海胆战士的公敌 你们逃不掉的 无论你们逃到哪里 都将被我们彻底斩杀 强大的海胆战士 会取走你们的性命 这四品大汉的中文 说得很别扭 但大概的意思 倒是表达出来了 啊 果然是类似屠龙印记之类的东西吗 不过 海胆战士啊 难道 我杀了海胆战士后 就算是 涂海胆者了吗 唉 想想都感觉逼格有点低啊 后方的宋书航握着 宝刀罢碎 喃喃的 话说回来 若真有这样的印记 也是很麻烦的事啊 等事情结束的时候 还要向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打听一下具体情况 不仅是你们 还有你们的家人 一切和你们有关系的人 都将注定死在我们海胆战士的手中 四品大汉继续争鸣地说着 宋书航听到这里 皱了皱眉头 又是扯上家人这一套吗 给你们一个机会 让我割去你们的头颅 这样我们海胆战士可以饶恕你们家人一命 四品大汉面目越发猙獰起来 这话其实只是说说 事实上趁着说话的期间 他在悄悄地联系自己的同伴 附近还有四个潜伏在暗处的海胆战士 他们的实力全部都是四品级别 只要他们五个人一起过来 就算眼前这个小姑娘的装备再好 也绝对不会是他们五个人的对手 到时候一定要用残忍的方法将这个小姑娘分尸 听到四品大汉的话 宇柔子一阵无语 然后他挠了挠可爱的小下巴 接着宇柔子收起了蝴蝶剑 叹了口气对四品大汉道 唉 如果你想杀我全家的话 其实我也不是不给你机会了 啊 决定了 给你一个杀掉我全家的机会了 宇柔子伸出手指指向四品大汉的身后 哦 整个头去 看到你身后那个男人了没有 他就是我爹爹了 想杀我全家的话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啊 四品大汉冷哼一声 哼 粗略的手段 你以为我会上当吗 我在身后有什么东西 你以为我会感应不出来吗 想在自己一回头之间就发出攻击 暗袭自己 或者趁机逃跑 这种粗劣的手段 他才不会上当呢 无知的东西 你最好转过头来看看 一个沉重 似乎压抑着火山般怒火的声音 在四品大汉的身后响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8集 其实 有一些事物 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观看它 体悟它 灵蝶尊者真言 不可能 四品怪异大汉心中大惊 它是四品先天境界 再加上它体内的腰泪血统 精神力 感官 远比同境界的人类修饰要敏锐 然而 在它的感应下 背后根本空无一物 没有任何的气息 但是这个沉重的男子声音 却如此突兀地响起 竟然真的有人避过了 它的感官和精神力探索 悄然无息地站在它的身后 可怕呀 这个人 到底有多么强大的实力呀 四品怪异大汉 几乎是下意识地向侧边翻滚 无论如何 先和身后的人拉开距离再说 在翻滚的同时 它的目光瞄向身后的位置 在那里 有一位男子 副手而立 他身穿一身青色服饰 英俊无比帅到没朋友的那种 此时 这男子眉头紧皱 一眼就可以看出 他的心情很不好啊 就在四品怪异大汉 疯狂翻滚之际 这男子沉生的 我什么时候让你滚了 仅是这么一句责问的话 男子甚至连根手指都没动 但他的话中却似乎带着 言出法随的能力 翻滚中的四品大汉 如同中了定身术一般 他整个人保持着 头下脚上的翻滚姿势 被僵硬地定在了原地 既无法滚前 又无法翻后 四品大汉吓坏了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自己的身体 无法动弹了 怎么回事 快动起来 快动起来 阿里斯特 我的身体 快给我动起来啊 四品大汉心中尖叫 但是他的每一块肌肉 每一根经脉似乎都在颤抖地惊恐着 在这样的状态下 他的身体根本无法配合他的意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实力啊 一句话 仅仅是一句话 就让他连抵抗之力都没有 就凭你这样的废物 也敢口口声声说要杀我全家 灵蝶尊者冷声道 说话间 在尊者的肩膀上 有一只灵蝶悄然浮现 灵蝶飞掠而过 他那双漂亮的双翼 却如同一道剑光 瞬间划过四品大汉的喉咙 鲜血狂飙 四品大汉的鲜血 为那只美丽的灵蝶 染上了娇艳的红色 那只灵蝶轻轻挥舞着翅膀 瞬间就将身上的鲜血吸收 娇艳的红色 融入他身体的颜色中 让他变得更加悦目 四品大汉的目光 渐渐失去焦距 至死为止 他一直保持着定格的翻滚之姿 灵蝶飞回 停在灵蝶尊者的肩膀上 轻轻地拍打着翅膀 灵蝶尊者满意地点了点头 记下这种血脉的气息 从今往后 不允许这种血脉气息的生物 接近灵蝶岛千里之内 也就是说 一旦有海胆战士的血脉 靠近灵蝶岛千里之内的范围 就算只是不知情地路过 也会被灵蝶岛无情绞杀 灵蝶尊者对于这个叫海胆战士的 人妖混血种族没什么兴趣 也没有要研究他们的欲望 之后 灵蝶尊者连再多看一眼 四品大汉的心情都没有 他转过头来 望向自己的女儿 宇柔子 就是这么一转头的瞬间 灵蝶尊者如同变脸一样 原本沉重 一脸不爽的表情 突然就化为春风拂面 温柔和善 他轻唤一声 宇柔子 爹 宇柔子黑黑一笑 对着灵蝶尊者摆了摆手 他在这个场面遇上老爹 多少有些不自在 因为他这次又是偷偷从灵蝶岛上溜出来的 还记得吗 他是将自己打包装入大箱子中 用快递将自己寄送出来的 离家出走的女儿 面对千里迢迢过来的父亲 这场面多少有那么点尴尬 这次完够了吗 灵蝶尊者眼睛微微眯起 笑了起来 他这一笑 宇柔子顿时就觉得胆肥了 他知道爹爹只要这么一笑 就是不会计较他离家出走的事 哼 爹你最好了 宇柔子如乳焰投灵 穿着盔甲的他用力地扑向父亲 给灵蝶尊者一个热情的大拥抱 若不是灵蝶尊者实力高强 这么个铁疙瘩撞过来 他还真是不消 灵蝶尊者伸手 给了女儿一个拥抱后 又伸手 用力在他头盔上敲了敲 你呀 原本尊者脑补了很多责备女儿的稿子 但面对着撒娇的女儿时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随后 灵蝶尊者又妄想站在不远处 一身鲜血地除除版送书行 宇柔子的新朋友吗 灵蝶尊者问道 羽柔子嬉嬉一笑的 不是啦 这位就是宋贤辈 我和爹爹你提起过的 宋书行小友 灵蝶尊者重新望了眼宋书行 这个黑裙子的小姑娘 就是那个误入九州一号群的书行小友 奇怪啊 他记得九州一号群里的 道友口中的宋书行 是个男的吧 灵蝶尊者感觉自己没有老年痴呆 他记得很清楚 宋书行是个男的呀 那眼前这个黑裙子的姑娘是怎么回事呢 灵蝶尊者重新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宋书行 这个拥有变换能力的小胸针 宇柔子小时候可喜欢玩了 但现在 有技术高明的道友 用阵法加强了变形胸针唤行的能力 导致灵蝶尊者第一眼没能看出胸针的唤行 有趣啊 灵蝶尊者眸中有一丝光芒一闪而过 随后灵蝶尊者轻易看穿了变形胸针像 宋书行的真实模样 那是个身高在一米八左右的年轻男子 五官端正 光溜溜的脑袋很显眼 整体上来说 相貌清秀和善 但是让灵蝶尊者嘴角抽搐的是 宋书行的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短裙 腿上还穿着丝袜 一侧还绑着一柄短剑 女装匹的变态 灵蝶尊者的脑海中 马上给宋书行小友的印象标签中 标上了这么个醒目的标签 没想到受到群里道友一致好评的宋书行小友 竟然是个女装匹 灵蝶前辈 你好 宋书行学着九州一号群里前辈行礼的方式 尊敬地给灵蝶尊者行礼 她曾经在亏评的时候就得知 宇柔子他老爹灵蝶尊者是个出手豪爽 也很和善的老前辈 不过灵蝶尊者什么都好 就是喜欢真真计较 说不定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 灵蝶尊者就会和你计较半天 所以和灵蝶前辈打交道时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 绝对不要如三浪前辈那样在灵蝶前辈的面前不断地作死 只是宋书行一发声后就苦笑起来 因为他的声音都被白尊者用法术暂时改造过 他这一开口时发出的是娇滴滴的楚楚姑娘的声音 灵蝶尊者嘴角狠狠抽了抽 宋书行小友你也好 女装皮也就罢了 竟然连声音都改造了呀 虽然九州一号群里的道友们 对这位宋书行小友的评价是非常的不错 好几个和宋书行小友接触过的道友 对他都是好评的 但现在灵蝶尊者感觉这位宋书行小友不太正常啊 自己的女儿和这样的女装皮成为好友真的好吗 灵蝶尊者不由得有些担心自己的女儿 都说一个人的朋友圈是很重要的 自己可爱的女儿不会被带坏了吧 哎 等一下 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有些事情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想一想 看一看 或许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宇柔子和这个女装皮的变态在一起的话 比起和一个温和善良 也有点小帅的修饰在一起 更让自己放心呢 嗯 是的呢 相较于女儿前段时间一直挂在嘴边的 温柔有趣的宋前辈 眼前的这个女装皮版的宋书行 让她安心很多呀 灵蝶尊者捏了捏下巴 暗暗点头 宋书行不知道为啥 突然心里有些发毛 她感觉灵蝶尊者看她的眼神很古怪 突然她想到了一件事 等下 变幻兄真是灵蝶尊者制作的 也就是说 尊者应该能看穿我的变身 这么一来 尊者看我的眼神自然就古怪了 宋书行可不想被人当成一个女装皮变态 于是她张口准备和灵蝶前辈解释一下自己现在是楚楚外形的原因 至少要给灵蝶前辈留下一个正常的印象 绝对不要被当成是变态呀 就在宋书行准备开口解释的时候 灵蝶尊者的眼神突然一变 眼中充满了欣喜之色 然后她的目光变得非常非常的和善 灵蝶尊者爽朗一笑 前段时间就经常听小女提起书行小友 而且我和几位道友交流之时 也经常听他们聊起小友 今日一见 果然大家的眼光都没有错呀 从你身上 我能感应到一种柔和平静的气息 宋书行踏入二品境界后 还没来得及修炼收敛气息的法门 所以真我冥想经散发的精神力 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一种好人的气息 灵蝶尊者一脸感慨 于柔子 有你这样的朋友 我就放心了 灵蝶前辈这么高的评价 简直让宋书行有种受宠入惊之感 边上的宇柔子好奇地望了一眼自己老爹 他敏锐的第六感告诉他 自己老爹刚才有那么一瞬间 脑抽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九集 最后 灵蝶尊者对着宋书行开怀一笑 宇柔子自小被我宠溺着长大 多少有些任性 所以还请小友以后多多照顾他 一定要继续和宇柔子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啊 前辈放心 我和宇柔子会继续保持着友好关系的 宋书行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补充道 其实 灵蝶前辈 一直以来受到照顾的人 是我才对 小友太客气了 灵蝶尊者微微一笑 然后又轻轻敲了敲宇柔子的头盔 宇柔子 又交到了一个真正的好朋友了 宇柔子从始至终就一个表情 一脸懵逼 果然 今天的老爹出门吃错药了呀 夸完宋书行和女儿宇柔子后 灵蝶尊者掏出手机 拨通了刘建一的号码 宇柔子面对四品海胆战事时 这个懒货竟然没在场 是找哪个地方睡懒觉去了吗 果然 自己不应该将照顾宇柔子的任务 交给这个大懒货吧 灵蝶尊者面尘如水 如果刘建一无法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接下来的一百年内 刘建一就别想再有偷懒的机会了 他会让刘建一忙碌到何不上演 三声铃声后 刘建一接通了电话 哈喽 师父您好 刘建一那边似乎有剑刃相交的声音 他在战斗 你在哪 灵蝶尊者询问的 师父 我正在对付几只四品级别浑身掌刺的家伙呢 这几只家伙潜伏在楚家附近 数量略多 对师妹来说是个大危险 刘建一说着 又补充道 师父你打电话来 是要我报告师妹的情况吗 师妹和那个宋叔航小友一起前往楚家的足地去了 我已经悄悄检查过那里的情况了 那里只有一个四品的掌刺家伙和五个三品掌刺的家伙 对师妹来说够不成危险 等我现在将手中这几个四品掌刺的解决掉后 就马上赶到师妹那里 您放心 有我在 保证师妹不会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灵蝶尊者听到这里时点了点头 刘建一出声道 然后他挂掉了电话 挂掉电话后 灵蝶尊者揉了揉太阳穴 以他对自己大弟子的了解 这个懒货绝对又偷懒了 其实灵蝶尊者早就知道 剑一这货已经无品了 解决几个四品海胆 哪需要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此时 在楚家附近区域 刘建一正躺在一张浮空的大床上 这就是刘建一的第二飞剑 被他改造成了一张舒适的大床 而在下方有四道剑气飞舞着 正和四个四品级别的海胆战士 愉快地战斗着 哎 没办法了 本来我还想偷下懒 和你们好好玩玩的 反正足地里的几个家伙 根本无法给师妹造成威胁嘛 没想到师父竟然打电话来了 哎 刘建一打了个哈欠 然后他打了个响指 空中的四道剑气突然一变 原本看上去由真气组成的剑气 瞬间转化为灵气剑气了 五品金丹灵魂 四个四品海胆战士惊叫 虽然从一开始 对方寄出一张大床 躺在上面斗猴一样 斗着自己四人时 他们就知道对方实力远远高于自己四人 但他们真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是五品灵魂 啊 再见了 刘建一微微一笑 四道剑光刷的一下 斩断了四个海胆战士的生机 海胆战士的鲜血染上了刘建一的剑光 同时通过和剑光有联系的刘建一 突然皱起了眉头 他也被烙上了一个涂海胆者印记了 啊 印记类的东西 刘建一嘴角抽搐 这种东西是很麻烦的 师父应该有宝物能洗掉这印记 但以师父的性格想要见那宝物 唉 肯定又会要他完成很麻烦的任务吧 可恶呀 还让不让人好好偷懒了 刘建一咧了咧嘴 收起自己的大床飞溅 然后祭出自己的本命飞溅 悄悄再次将自己的实力压抑到只有四品级别 然后他装出一副经历大战后的疲惫模样 飞快朝着羽柔子的位置赶去 刘建一飞到羽柔子的位置时 脸色一僵 呃 师父 您老怎么亲自过来了 刘建一连忙迎了上去 该笑的 灵蝶尊者瞄了他一眼 随后打了个响指 天空中有一柄飞溅从天而降 停在了他和灵蝶尊者的面前 剑光上有一位挂师打扮的身影正处于昏迷状态 正是铁挂算仙 铁挂因为白尊者的一次性飞溅 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不过那荷豹的威力过于巨大 铁挂还是受到了波及受了些伤 一路飞行过来时 重伤中的铁挂昏迷了过去 幸运的是他半途中遇上了同样再飞的灵蝶尊者 灵蝶尊者虽然不认识铁挂算仙 不过看对方同样是被白道友的一次性飞溅系列包裹着化为流星 便知道他应该是九州一号群的道友 于是灵蝶尊者出手 救下了铁挂算仙 并在路途中给他进行了简单的治疗 那给你个任务 灵蝶尊者道 将这位道友送到九州一号群的道友那里 看看是哪位道友的后辈 顺带着找人给他治疗一下吧 送完人后 你再马上给我过来 我还有其他任务要交给你 处罚这个懒货 绝对不能用罚你面壁思过之类的手段 如果罚他面壁思过的话 这懒货会开心的飞起 面壁个十年八年的他完全不会介意的 对于这个懒货来说 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马不停蹄的做任务 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刘剑依嘴角抽搐 接过铁挂算仙 送人的任务啊 他最喜欢了 送人的途中就是偷懒的好时光啊 特别是用床形飞剑送人时 顺带还能晒晒太阳 特享受 灵蝶尊者看了看时间 补充道 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速去速回 刘剑依顿时想哭了 打发走刘剑依后 灵蝶尊者望向羽柔子 出家的事情结束了吗 结束了的话 我们就去和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聚一聚吧 还没呢 爹爹 羽柔子指了指祠堂的位置 那里面应该有个密室 刚才那几个海胆应该只是开门的 里面还藏有他们的同伙 灵蝶尊者挑了挑眉头 好吧 那我们下去看看 灵蝶尊者答道 不过他兴致并不高 毕竟只是一个小世家的秘密 能藏有什么好东西 言罢 灵蝶尊者陪着女儿以及宋书航 一起往楚家祠堂的位置行去 楚家族地外围 因为宋书航那一声狮子吼的提示 楚家的族人飞快地向足地中心集合 只是那迷雾太过于霸道 哪怕是吸入一小点 都会瞬间进入昏迷状态 防毒面具呢 快戴上试试 有人叫道 很快 一对戴着防毒面具的楚家族人 冲入迷雾范围 迅速向足地深处靠近 楚家密室之中 先生 我们被发现了 怎么办 楚楚世界带着人过来了 两个楚家的叛徒紧张道 他们透过电脑上的监控画面 看到守门的海胆战士 已经被人解决 他们也看到了羽柔子 灵蝶尊者 宋书航三人 向密室行来的场面 而在他的周围 那四个背着画卷的仆人 正韵笔如飞 用画卷在地面上 铺开一个阵法图案 在两个楚家叛徒的惊呼声中 那个巨大的阵法已经被四个仆人画完 并将之连接起来 随后四个仆人站了起来 站到了一边 而那位先生来到了画卷镇的最中央 两位不必惊慌 那位先生微微一笑 动手卷起楚家的神秘剑爵画卷抱在怀中 在来这里之前 我就已经准备集权 放心吧 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听到这位先生的话 两个楚家的叛徒顿时松了口气 而就在他们松了一口气的瞬间 两柄长剑透体而过 将他们赐了个透心凉 同时 他们感觉自己体内的鲜血 被不断地抽离出来 突下狠手的正是那四位仆人 仙 仙 两位楚家叛徒睁大了眼睛 两位不必惊慌 我只是需要两位的一些鲜血而已 放心吧 我的仆人下手很精准的 两位绝对会死的啦 那先生说到最后 发出了怪异的笑声 说话间 四个仆人中的另两个 接过了两柄长剑 这两柄长剑内部中空 剑柄后处是针筒状结构 此时的剑身中 灌注着两个楚家叛徒的鲜血 那么客人也已经到了 我们也是时候退场了 先生淡淡的 说话间 宋书航 灵蝶尊者 与柔子 已经来到了这间密室 诸位你们好 先生呵呵笑着和宋书航三人挥手 然后再见了 灵蝶尊者轻轻一笑 再见 你们走得了吗 走不了的 先生轻笑的 所以我需要修改一下 永别了 那四个仆人伸出手来 狠狠刺入自己的胸膛中 他们竟然自杀了 然后是那个先生 以手为刃 在自己脖子处轻轻一划 鲜血喷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90集 四个仆人的手掌刺透自己的胸膛 鲜血喷涌而出 那血流量特别大 如血崩一样 明明只是一道手掌大的刺伤 却在眨眼间 就将四个仆人身体里 所有的血液抽干 所有鲜血 全部灌入到地面上 那阵法图案上 将阵法图染成血红色 而四个仆人的身体 最终仅留下一张 薄薄的人皮 软软轻的贴在地面上 这些家伙 难道是填满血浆的人形 冲气娃娃 在那血染阵法的中央 那位先生打扮的男子 同样脸上带着鬼笑 他脖子处的鲜血 一血流如崩 转眼间 他的身体就干瘪下来 不过 比起地面那四个 只留下人皮的仆人 这位先生的下场要好多了 他至少还留着一副骨架子 皮肤紧紧贴在骨架上 化为一具干尸 好特殊的傀儡之法 只用鲜血之力来驱动 真是有趣的妙法 灵蝶尊者轻笑的 他瞄了地面上的 画卷阵法一眼 却没有出手阻止的意思 傀儡 不是活人 难怪死起来这么干脆 宋书航暗道 他的目光落向 画卷阵法中央的 那位先生手上 对方手中抱着一团画卷 果然 他们的目标 就是剑绝画卷 但是现在 这四个仆人打扮的傀儡 以及中间这个先生模样的家伙 都自杀了 他们要怎么带走 这四幅剑绝呢 书航马上望向地上的 血染阵法 难道是要用地面 这个奇怪的画卷阵法吗 这个画卷阵法 此时染满了血液 散发出妖艺的 红色光芒 处于激活状态 虽然不知道这个阵法是怎么用的 但他可以肯定 这就是先生一伙人的手段了 灵蝶前辈 土家的四伏 坚决涂在这个家伙手上 不能让他带走 宋书航出声叫道 他的胸膛出 原本沉静下来的灵鬼 就如同上次梦境中一样 变得滚烫起来 他的心脏有力地跳动 在心窍之中 灵鬼似乎要破窍而出 他想要靠近的四幅画卷 这四幅画卷中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关系到散修里天素的秘密 宋书航轻轻摸了摸胸口 马上运转真我冥想经 让自己镇定下来 随后他一手抓住霸碎刀柄 身形掠起 向着那阵法图案冲去 无论如何 在这个阵法图案发动之前 先将剑绝拿回来 但当宋书航接近那血染的阵法时 地面上的血液突然像有灵性般 卷起一阵血浪 血浪又化为铺天盖地的剑雨 朝着宋书航狠狠射了 对 宋书航轻贺一声 伸手一弹 祭出灵鬼的金色小盾天赋能力 同时右手轻轻拔出宝刀霸碎 真气灌入刀身 血剑如同石质一样 打在金色小盾上 发出悦耳的声音 宋书航晋升二品后 灵鬼的金色小盾也得到了强化 然而在这阵血剑之雨的攻击下 金色小盾只支撑了一波 便碎裂开来 火焰刀 宋书航沉喝一声 手腕一转 脑海中冥想赤霄子刀掌施展火焰刀时 那焚天的刀翼 刀身一转 熊熊火焰催动宋书航双手握刀 猛然向前一斩 火焰化为一半月状刀芒 斜焚天刀翼朝着前方的血剑雨斩去 刀翼血剑一接触 那些血剑全部被火焰蒸发 赤霄子前辈传授的火焰刀霸道至极 而且在蒸发了这波箭雨后 火焰刀笔直地朝着血染阵法斩去 要破坏这阵法图 不管这阵法图有什么用 反正将它毁掉准没错 然而 当火焰刀的刀器轰入阵法图的范围时 突然被无形的力量切割开了 分化成了无数的小火焰 经过反复的切割 火焰刀器被越切越小 最终消散不见 宋书航微微皱起眉头 对方用什么手段击碎火焰刀器的 是空间切割之力 边上的羽柔子疑惑的 他感应到 在那个血染阵法图的周围 有着混乱的空间之力 一切进入阵法图范围的事物 都会被空间之力无情地切割 对 是空间切割之力 书航小友 别心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灵蝶尊者呵呵一笑 这是空间传颂法术 周围的空间切割力量 是空间传颂开始之前 将阵法所在的小片空间和主世界之间的联系 断开时所产生的混乱空间 这也是对空间传颂阵法启动时的一层保护 不过 说实话 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空间能力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空间类的能力 是九品节仙级别才能掌握的力量 对方显然不是九品节仙 甚至实力只有四品境界 那么 他是用什么宝物施展空间传颂密法的 又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秘术 灵蝶尊者很好奇 说话间 在阵法图案的正中央 已经只剩皮薄骨头的先生 眼眶中突然浮现起血红色的光芒 在他体内 似乎有一件宝物和地面的阵法相呼应 这宝物正是这先生能用来启用空间阵法的依靠 干尸状的先生微微抬起头来 发出怪异的笑声 这位前辈真是见多识广啊 灵蝶尊者微微一笑 我现在已经处于阵法启动的绝对防御之中 已经不用再继续装死了 那位先生微笑的 那么诸位 以及新来的楚家弟子们 这次我们真的要再见了 说话间 后方有六个带着防毒面具的楚家弟子 冲入密室中 贼子 竟敢到我楚家的见诀 有冲动的楚家弟子怒吼一声 就欲向阵法冲去 宋初航连忙伸手将楚家弟子挡住 不要相信 那个斗转星移阵的边上 是一片混乱空间 连火焰刀器都被切割得粉碎 这些楚家弟子一旦跃入阵法 肯定要被切成一堆肉末的 楚楚世界 楚家弟子被拦住后 疑惑地望着宋初航 这是空间阵法 阵法边上有强大的空间切割之力 你们冲上去 也只有宋死 宋初航迅速解释的 那怎么办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贼子 夺走我们楚家的剑决吗 这几位带着防毒面具的 楚家弟子憋屈的 别心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宋初航一副高深莫测状 同时他望了眼 副手在后的灵蝶尊者 看到灵蝶尊者这么淡定 他心里就放心了 兜转星移阵中 那位先生还在怪笑 很理智 楚家的天才楚楚姑娘 这个时候 无论多少人冲上来 都只是宋死而已 难怪你能领悟这不见诀 我很欣赏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我们再次见面时 我赐予你成为我后宫一员的荣耀吧 先生怀中抱着话圈 对着宋初航 投来赞赏的目光 宋初航顿时虎曲一颤 羽柔子双颊鼓起 一脸勉强忍住笑容的表情 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的 淑淑姑娘 那么再见了诸位 在离开前 允许我送大家一份小礼物吧 皮薄骨头的先生 笑着打了个响指 啪的一笑 密室中几个隐秘角落处 突然有小球状的东西爆炸开 有一大片的粉尘状的东西 向着众人撒下 灵蝶尊者轻轻一挥手 一层淡淡的微风卷起 将这些粉尘全部吹散开了 这位前辈的实力真是高级 看样子 这个礼物没法奏效了 真是遗憾了 其实 这个礼物 只是我给大家开的一个小玩笑 并不是要命的东西 说话间 皮薄骨头先生的身体开始缓缓沉入 斗转星移阵之中 就如同融入了大地一样 空间传颂正式开始了 先生得意地朝着宋书航挥了挥手 就在这时 灵蝶尊者大摇大摆地 向斗转星移阵走 已经沉到膝盖的先生 疑惑地望着灵蝶尊者 这位强大的修士前辈想干啥 他知道这位前辈很强 但是他相信 斗转星移阵法启动后 附近那层混乱空间的杀伤力是绝对的 没有人可以破解那层混乱空间的切割之力 除非在斗转星移阵法启动前破解阵法 现在传颂已经开始 没人可以阻止他离开这里 你知道吗 灵蝶尊者微笑道 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绝对防御 任何称为绝对防御的东西 其实只是因为打破他防御的力量不够 或者是打破时的技巧不对 理论上来说 前辈说得没错 先生呵呵一笑 突然他瞳孔中的鸿芒一缩 天鬼啊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眼前这个强大的修士前辈 伸出手来坚定地刺入 斗转星移阵法中 那层绝对防御的混乱空间 切割之力 却没有伤到这强大的修士手臂 一丝一吼 就连对方的衣角都没有被切割 可能 怎么会这样 先生慌乱了 难道 您 您掌握了空间之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一集 算不上掌握 仅是因为一些巧合 我对于空间力量稍稍有些研究 灵蝶尊者微笑的 你刚才不是说过 老夫是个见多识广的前辈 所以我总不能让你失望 对吧 说话间 灵蝶尊者一手抓住 先生手中的剑绝画卷 在先生不甘的怒吼中 将剑绝画卷 缓缓拉离 抖转星移阵法 可恶 可恶 我的剑绝 这是属于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 先生疯狂地抓着剑绝画卷 这份剑绝 是他未来计划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绝对不能让人夺走 先生拼尽全力 想要抓住这份剑绝 但是他的力量 又岂能和一位老牌的尊者相比 他的挣扎是徒劳的 剑绝的画卷 最终还是被灵蝶尊者 扯出了抖转星移阵法 不仅仅是画卷 同时被扯出来的 还有这位先生的一对手臂 他的双手 在争夺剑绝的过程中 被抖转星移阵的空间 切割力量切断 被灵蝶尊者 一同拉出了空间阵法 不过这对手臂 却不是人类的手臂 而是类似机械的结构 诶 是法宝手臂 灵蝶尊者 随手将这画卷 和这对手臂 扔向宋淑航 宋淑航接触 散修李天宿的画卷 迅速展开 观看这画卷的真伪 这时 阵法中的先生 发出如野兽般的怒吼 他的身体快速地下沉 只余下半个脑袋在外 宋淑航展开画卷时 却发现手中 只有一张画卷 于是马上叫道 灵蝶前辈 画卷只有一幅 还有三幅 在这家户的身上 而这时 那个先生的脑袋 也已经消失于 抖转星移阵之中 在他的身形消失后 地面上那个燃血的阵法 一下子燃烧起来 化为灰烬 不用惊慌 舒航小友 灵蝶尊者捏着下巴 微微一笑 那三个箭决画卷 是在他和我争夺的过程中 被他悄悄替换掉的 啊 灵蝶前辈 您不会是故意的吧 这家伙身上 有让我很感兴趣的东西 不用紧张 箭决画卷丢不了 这几天你若有空的话 我们一起去找他如何 灵蝶尊者呵呵笑道 宋舒航甘笑着点了点头 灵蝶前辈的好奇心 好旺盛 还好 至少有一卷 箭决画卷保存着 宋舒航展开 箭决画卷看了一眼 画卷和在 楚楚人生梦境中 看到的一样 但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 只有一幅画卷 没有凑齐套装 所以没有 套装属性的原因 宋舒航心窍中的 灵鬼很平静 对这一幅画卷 没半点反应 宋舒航又横看 树看 实在无法从 这幅画卷中 看出什么秘密来 最终只得作罢 他先将画卷收好 背好 这时 六位楚家的弟子 询问道 那楚楚师姐 还有三幅画卷怎么办 呃 不必惊慌 过些天我和前辈 一定将画卷找回来 宋舒航回答道 或许是他现在的 楚楚姑娘外表 在楚家弟子中很有声望 有他的保证后 楚家的弟子都平静了下来 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 灵蝶尊者望了一眼满地的血迹 然后转身离开密室 宋舒航和宇柔子紧随其后 再接着是六个楚家弟子 六个楚家弟子在离开前 带出了那两具被杀的 楚家叛徒的尸体 至于那四张仆人的人皮 则留在密室中 保留现场 离开密室时 远处有许多戴着防毒面具的 楚家弟子 正在朝密室汇聚过来 灵蝶尊者挑了挑眉 他可不想被这么多 楚家的弟子围观 淵蝶尊者对宋舒航笑道 说吧 不等宋舒航回答 灵蝶尊者的身形 已经消失在原地 不见踪影 同时消失的还有宇柔子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就被他爹抓着离开了 只留下宋舒航一个人 孤零零地待在楚家祠堂门口 宋舒航望着前方 大队的楚家弟子 嘴角抽了抽 身后 密室中六个 带防毒面具的楚家弟子 抬着那两具尸体 从祠堂中出来 楚楚师姐 刚才那位前辈和那位姑娘呢 他们有事 先离开了 宋舒航答道 前方 一群的楚家族人围了上来 纷纷朝着宋舒航询问道 楚楚师姐 密室中发生了什么事吗 楚楚师姐 入京者在哪 师姐 敌人呢 赶来楚家族弟闹事 我们弄死他们 楚楚师姐 地面上这些长刺的家伙 就是敌人吗 鸡嘴巴舌的 一生生地楚楚师姐 宋舒航感觉自己的肝好疼啊 他伸手在虚空中一按 示意所有人闭嘴 都安静下来 入侵者 如大家所见 死了几个 逃走了一个 这件事情暂时了结 给予的事情 等祖老过来时 再处理 楚楚姑娘 在楚家声望不错 在场的楚家弟子 都安静了下来 先派一个速度快的 去断仙台位置 请一些楚家的前辈回来 想办法将足弟的迷雾驱散 带着防毒面具的弟子 组成救援队 将足弟身处昏迷的同伴 抬出迷雾驱 若有受伤的同族 将他们带出来治疗 封锁密室司堂 不要让任何人进去 保持警戒 防止有心人趁火打劫 宋舒航 以楚楚的身份 下达数条命令 除了这些外 他暂时也想不到 其他要办的事情 毕竟他只是个普通学生 成为修士 也才不到两个月而已 不能指望他能 向一族支掌 撑起整个局面 事实上 宋舒航已经做得很好了 几条命令下去后 楚家足弟留守的族人 开始有条不紊地 忙碌起来 等楚家的族人分散开 开始忙碌起来后 那六个跟着 进入到密室的弟子 才小声询问宋舒航 楚楚师姐 这两位楚家的弟子 怎么也在密室中 我在进入密室的时候 他们已经被杀害了 宋舒航摇了摇头 六个防毒面具的弟子 咬牙道 可恶的贼子 师姐 那我们先将两位师兄的身体 带下去安置 六个防毒面具的弟子 声音中带着悲伤之意 宋舒航点了点头 就算是修士 有时候生命也是一样的脆弱 正当六个防毒面具的弟子 带着尸体准备离开时 突然有一个防毒面具的楚家弟子停了下来 伸手开始抓挠身体 奇怪 好痒啊 这个楚家弟子道 似乎是导火线一样 余下五个楚家弟子 同时在身上不断抓起来 好痒 好痒 怎么回事 宋舒航道 好痒 好痒 六个弟子开始撕扯自己的衣物 用力地在身上抓了起来 其中有一位弟子撕去厚厚外衣时 露出了大片洁白的肌肤 是个女修 中毒了 宋舒航暗自思索 她马上想起密室中最后喷的那阵粉尘 接着她看向那两具尸体 原来如此 那些粉尘虽然被灵蝶尊者一手吹散 但那些粉尘还存在于密室中 其中肯定有不少落在了这两具尸体上 而这几个楚家弟子在搬动尸体的过程中中中招了 很霸道的毒粉 宋舒航出声道 运用气血之力 试试能不能将毒素排出去 这六位楚家弟子全部都是一品境界的修士 文言他们激活体内撬血力量 试图止住身体的痛痒 但是没有一点效果 气血之力运转时 反而让他们感觉身体更加痛痒 忍住 不要乱抓 将尸体放到一边 不要再让人接触到这两具尸体 宋舒航叫道 楚家弟子马上明白过来 连忙将这两具族人的尸体放置到一边 你们分散开来 先不要乱动 宋舒航对六个楚家族人道 言罢他小心翼翼上前 靠近其中一位楚家族人 这时候 要是六个族人因为痒 抖动身体时 绝对会将毒粉尘传到其他人身上的 上前一步后 他先来到一位弟子面前 伸出手指 虚按在对方的手腕之上 避免肌肤间的直接接触 随后 宋舒航运转丹田内真气 小心翼翼地将真气 输入到这位弟子的体内 他的一身真气 修炼自金刚基础拳法和真我冥想经 乃是佛门功法 对毒素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不过 这是他第一次将真气 输入到别的修饰体内 有些生疏 当真气沿着手腕 输入到这位楚家弟子体内时 宋舒航感觉眼前一片明亮 他感觉自己似乎能通过 真气前进的方向 看到对方体内的一些状况 这是种很奇怪的感觉 宋舒航心中 隐隐感觉抓到了一丝名物 真气沿着这位弟子的身体运转一周 毒素虽然没有被驱除 却也被真气克制 让那弟子的痛痒感被大大的抑制了 有效 那就好 接下来就可以请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看看这毒素是什么 解决这毒素了 宋舒航心中松了口气 然后对这位弟子道 放心吧 虽然我只是一只痒 但 他本想说 但我可以找几位前辈 处理你体内的毒素 但这时 这位楚家弟子迟疑了一下 突然眼睛一亮 习惯地开口唱道 绿 绿草 因为你变得更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二集 嗯 宋舒航懵了 果然 他接触到的修士打开方式都有问题啊 就不能让他接触几个正常点的修士吗 先锋盗鼓的那种 有世外高人气质的那种啊 刚才脑一抽 就接口唱的楚族修士 不好意思地干笑了起来 宋舒航叹了口气 又一样为其他几个楚族修士 暂时压制毒素的痛痒 随后让他们六人 负责守住密室的入口 他们六个暂时不方便与别人接触 那就正好待在这里守门 等他去搬救兵过来 再给他们解毒吧 做完这一切之后 宋舒航重新背起那卷话卷 朝着断仙台的位置走回去 楚家的剑决被盗了 希望楚家族老听到这消息后 不要崩溃才好 在回去之前 宋舒航顺便向一位楚家的弟子 借了一件衣服 离开楚家族地后 他先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换好衣服 再解除变换凶针的效果 接下来 只要他回头找到白前辈 恢复自己的声音就OK了 今天的记忆 注定是他将来不堪回首的黑历史 等以后他学会了封印记忆的法术 一定要将今天的记忆死死地封印掉 这简直是修持到骨子里的记忆啊 另一边 断仙台上 须剑派太上长老剑冤海和楚家老太爷楚康伯的对战已经进入尾声 剑冤海终归不是楚康伯的对手 就算楚康伯重伤未遇 但凭着境界上的优势 依旧碾压剑冤海 剑气闪耀 法术的光辉爆起 强大的气浪爆起 剑冤海被斩飞出去 他脸色惨白 握剑的右臂被楚康伯的剑气炸成粉碎 再没有愈合的机会 就连他手中的飞剑也被楚康伯紧随而来的法术轰成两段 失去了使剑的右臂 剑冤海未来的战斗力大减 真正成为四品境界中垫底的修饰 楚康伯沉声道 你说了 剑冤海剧烈的咳嗽 一咳就是一口鲜血 不仅仅是右臂 他还受了严重的内伤 如果没有灵丹妙药救助的话 他恐怕很难活过今年冬天了 啊 我输了 这一生输了 二字脱口而出时 原本寿源无多的他 整个人看上去更显老胎 似乎随时都会死去一样 须剑派的弟子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而楚家的弟子疯狂地欢呼起来 奋力地吼叫宣泄心中的欣喜 断仙台的护台人 长生剑宗 彭生海 大声宣布 断仙台第三局 楚家胜 这场断仙台之战 明明级别不高 但两位长生剑宗的凌皇主持完后 却感觉身心俱疲 也幸亏长生剑宗派了两位金丹凌皇前来主持这场断仙台之战 如果他们只派两个四品仙天的修士过来 还真镇不住今天的场面 谁也没有想到 楚家突然会冒出个五品金丹凌皇的老祖宗 更没有想到的是 楚家能请来那么多的高阶修士镇场面 宣布断仙台之战结束 两位护台人的任务终于告一段落 随后 另一位护台人长生剑宗彭千音出声道 按照此局断仙台之战的规矩 楚家可以向须剑派提出一个条件 剑渊海听到这话时 真的是感觉心里闷得难受 原本他打的算盘是赢下断仙台之战后 让楚家交出剑绝来 可没想到 须剑派竟然输了 还输得这么惨 以楚家的性格 估计会要须剑派搬离这片区域吧 然后楚家会将须剑派的宗门占据 夺取修炼的灵地 剑渊海曾经了解过楚家 楚家的祖佬在提出断仙台之战时 就有这样的打算 须剑派要离开生存了数百年的宗门基业了吗 要求嘛 我倒是差点忘记断仙台的这个规则了 楚康伯哈哈一笑 然后伸出手指道 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要须剑派的虚空剑精 楚康伯既然现身 就代表着他的伤势已经恢复了大半 有他这个无品灵魂在 就不会怕一个虚剑派 接下来就是 楚家全面开始压制虚剑派的时候了 到时候虚剑派若是识相 主动搬离宗门也就罢了 若是不识相 楚康伯也不会对他们客气 往日里 虚剑派对楚家所做的事 楚家会十倍百倍的奉还 楚家又不是佛门世家 可不讲究什么忍耐和饶恕 剑渊还听到这条剑时 一愣 虚空剑精乃是虚剑派的正宗功法 虽然功法的品阶并不高 修炼到极限也就是四品先天的境界 但是 虚空剑精的攻击力还是很不错的 光论招式的话 在同级别的剑术中都能算中等水平 不可能 剑渊还下意识地叫道 他们虚剑派的正宗功法 又岂能教给别人 虚空剑精外传的话 到时候虚剑派还能叫虚剑派吗 到时候说不定就要改名为 虚剑派二号了 楚康伯哈哈一笑 却不理会剑渊还 而是转身对护台人道 要求我提出来了 之后 还请护台人为我们楚家主持功道 两位护台人默默地点了点头 此事 我们回归宗门后会如实上报 一周之内 我们保证能将虚空剑精 交在楚家的手中 两位道友公正无私 楚某佩服 楚康伯抱拳道 他直接忽略了剑渊还的反抗 这个时候 如果反抗有用的话 还要护台人干什么 职责所在 楚兄客气了 长生剑宗彭生海微微一笑 向着楚康伯抱拳行礼 如此 断仙台之战结束 我们师兄弟的职责意已完成 接下来还要回宗门复命 楚兄 我们就此告辞 之后 长生剑宗的两位灵皇 又来到楚家的阵营前 和九州一号群的所有道友 一一道别 毕竟这么多的大佬排排坐着呢 道别之后 两位长生剑宗的灵皇 欲见而起 消失于天际 自此 断仙台之战彻底结束 楚家族人的欢呼声更加响亮 反观须剑派 包括太上长老剑渊海在内 所有人面色惨白 如同丧家之犬 开始缓缓撤离 唯有须剑派变成猪头的掌门 恨恨地望了一眼楚家 他手中紧紧握着手机 上面有一条先生之前发过来的消息 就四个字 计划成功 哼 尽管开心吧 楚家的家伙 等你们回到足地后 得知剑爵已经被盗 有你们哭的时候 哼 须征心中恨恨地 就在断仙台之战结束的时候 天空中一道剑光飞掠而来 落在楚家阵营 正是带着铁挂算仙过来的刘剑一 刘剑一落在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面前 将铁挂算仙放下 道 剑一见过各位前辈 黄山真君见到老友弟子后打去的 哦 是剑一呀 最近还有好好的偷懒吗 刘剑一干笑了两声 哎 这不是铜挂的宝贝弟子铁挂算仙吗 他怎么了 受伤不轻啊 北河散人见到铁挂算仙 出声道 刘剑一连忙解释道 这位铁挂道友是师父在半途中遇上的 师父见他重伤便将他救了下来 带到这里 看样子似乎是巨大的爆炸加其他一些伤害 这倒霉孩子去哪冒险了 哎 这伤势让我感觉有些眼熟 不知道为啥让我想起了县功局势 哎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啊 哎呦 不会真是核武器吧 这倒霉孩子 话说有哪位道友有空将他送到药师那里治疗吧 顺便通知一下铜挂 让他别忘记付给药师治疗费啊 北河散人出声道 铜挂的弟子 通知铜挂到药师那儿 一边的荔枝仙子顿时眼睛明亮起来 他用力地举手 哦 我送这孩子到药师那儿去 我最近呢 有空得很 荔枝仙子的最后一个词那是咬着牙说的 啊 那就麻烦荔枝仙子了 北河散人竖起大拇指 那么各位道友 救人如救火不可拖延 小荔枝仙走一步 荔枝仙子向各位道友抱拳道别 然后寄出飞行法宝 抓起铁挂算仙 搜的一下腾空而起 飞行途中 荔枝仙子迫不及待地 掏出黄山真君的手机 呃 对 因为他自己的手机不在身边了 然后荔枝仙子给铜挂仙师 发了条消息 铜挂道友 速来钥匙呢 你地死铁挂受了重伤 另外记得 带上足够的医疗费用 接着荔枝仙子又给钥匙发了条消息 钥匙道友预定染了床位 啊 钥匙疑惑地回复道 最近怎么好多道友要预定病床呢 之前白鹤才刚刚预定了一个 是出什么事了吗 铜挂道友的铃死铁挂受伤了 给他来个床位 然后 另一个 给铜挂道友留着 白前辈的微笑表情 荔枝仙子发送完毕 心情变得愉快起了 想了想 荔枝仙子举起手机 给自己拍了一张自拍照 今天心情 音转语 又转情 现在的心情 萌萌哒 钥匙疑惑地抓了抓头 对身边的江紫燕道 紫燕 多准备两张床 铁挂和铜挂 似乎都受了众生 好 江紫燕的回答简洁干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93集 段仙台之战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干点啥呀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小声交流 这时候 从段仙台上下来的 楚家老太爷 楚康伯 大步向众人行来 他自然是要进地主之意的 请大家去楚族做客 顺带和这群修士大佬们 攀上一点关系 这时 刘剑一抬头望了眼 后撤的虚剑派人员 他目光转移 很快锁定了 那两位之前替虚剑派助阵 向着楚家施放威压的灵魂 呃 果然还是将这两个家伙拿下吧 这样一来 说不定师父一开心 我就有更多机会偷懒了 刘剑一心中暗道 想到这里 刘剑一向重前辈告辞 悄悄地跟上虚剑派后撤人员的队伍 锁定了那两位金丹灵魂 为了偷懒 刘剑一也是蛮拼的 就在刘剑一跟踪着那两个金丹灵魂离去时 在他身后有两道身影悄然浮现 正是灵蝶尊者和羽柔子 灵蝶尊者虽然知道弟子刘剑一已经是无品灵魂境界 但看他偷偷摸摸地跟踪对方两个灵魂时 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于是干脆的 灵蝶尊者带着羽柔子 悄悄地跟在刘剑一的身后 当师父的就是这样 一边想着给弟子试炼的机会 希望他能够经受各种磨炼 一边又担心磨炼会不会太过 弟子会不会遇上什么危险 这时楚康伯来到众道友面前 热情地邀请大家去楚家做客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不约而同地望向白尊者 白尊者还在电脑上整理着群友的表情包 众道友暗暗吸了吸鼻子 好吧 看样子白尊者还要选很久 那便到楚家做做吧 等白尊者整理好表情包后 再看看他有什么安排 正在这时 远处有一个楚家的弟子飞奔而来 不好了不好了 祖老 祖地出事了 楚家的弟子边跑边叫道 楚家祖老皱了皱眉头出声道 楚学罗 别慌 祖地出什么事了 那位叫楚学罗的弟子跑到了众人面前 大口地喘了喘气 哎 哎 祖老 有人潜入到我们祖地的密室中 将我们楚家的简决给盗走了 而且 对方还在我们祖地重要区域释放了迷雾 很多族人现在还昏迷不醒 楚学罗的话音刚录 原本因为断仙台之战而胜利欢呼的楚家阵营 一下子沉默下来 剑瘸被盗了 有人闯入到楚家族地了 楚家祖老连忙问道 现在那些贼子呢 那些贼子 被楚楚师姐和他的同伴击杀了好些个 但是还有一个带着剑绝跑掉了 楚学罗说到一半时 突然看到了白尊者身边的正版楚楚 楚学罗顿时瞪大了眼睛 哎 楚楚师姐 你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 此事一会儿再和你们解释 祖地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正版楚楚压了压手 出声道 楚学罗一头迷茫 不过还是出声解释道 我过来之前 族人已经行动起来 救治迷雾里的族人 又派人守着密室的入口 然后派我过来 给祖老和大家报信 听到这里后 老太爷楚康伯对祖老道 文艳 你带族人回去看看 我随后赶到 祖老点头 向九州一号群的前辈告别 带着大部分的族人 迅速回归楚族 楚康伯苦笑一声 对着九州一号群的道友道 康伯本想请各位道友到 楚族一举 好让我尽尽地主之意 没想到家里竟出了这档子事 黄山真军微笑的 啊 楚道友 意外的事 是我们无法预料的 道友 你尽管先去处理 储族的事情 我们一伙人 估计还会在附近 待上些时间 到时候若是上门做客 你可不要嫌弃我们人多喧闹 自然不会 我让楚楚 春莹 还有几位楚家的弟子留下来 给大家做向道 等我回去处理完 储族的事情后 还请道友 给我一尽地主之意的机会 楚康伯抱拳道 群里道友笑着和他道别 楚康伯架起飞剑 迅速回归楚家族地去了 那 楚家也去不了了 我们现在干点啥呢 北河散人问道 总不能一群人坐在这里发呆吧 就在这时 白尊者终于说话了 我要办一场比赛 啊 众道友好奇地转过头来 望向白尊者 我记得 十年举办一次的 修士界飞剑大赛 快要开始了吧 白尊者一边说着 一边用力敲下回车键 将满满的群道友 表情包素材 上传到九州一号群的群空间 然后白尊者 合上笔记本电脑 望向所有道友 飞剑大赛 好象的确快要到了 难道白前辈 你想主持这一间飞剑大赛吗 黄山真君后期询问道 白尊者两眼放光道 不是 飞剑大赛又没有我能参加的比赛项目了 所以 我想准备一个新的比赛项目 如果此时有眼镜的话 白尊者推一下眼镜 从镜片中折射出智慧的光芒 那一定更棒 北河散人好奇问道 新的比赛项目 也是飞剑类的吗 不是飞剑类 白尊者平静道 我想办一个首服拖拉机大赛 寂静 冷场 一百米乘以一百米的范围内 真落可闻 那啥 白前辈 我刚才好像耳朵出问题了 没听清楚 啥大赛 狂刀三浪掏了掏耳朵 询问道 首服拖拉机大赛 白尊者一字一顿道 说完他又补充道 四个轮子 带车抖的那种 楚楚姑娘顿时笑场了 原谅楚楚姑娘笑点低 他只要一想到 眼前这群道长啊 大师啊 仙子啊 挂师啊 刀客啊 剑客打扮的修士前辈 人手一辆首服拖拉机 然后 大师啊 道长啊 仙子啊 各种各样的前辈 每人抓着拖拉机摇杆 插入拖拉机车头中 用力地摇啊摇的场面 呵呵 那个画面真是太美了 更别说 当拖拉机发动后 一串的黑烟滚滚 仙子们 大师们 道长们 坐在拖拉机上 随着车身的颠簸而颤抖着 在道路上比赛的场面了 不行了 胸口好痛 忘记自己中伤未愈 这一笑扯到伤口了 好痛 但又好想笑啊 真的要内伤了 所有的道友都懵逼了 他们不断地掏着耳朵 希望是自己听错了 所有道友只要想象自己开 首服拖拉机上路的场面 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 而且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白尊者的意思是 要将首服拖拉机大赛 和十年一届的飞舰大赛 放在一起办呢 每年参加飞舰大赛 和参观飞舰大赛的修饰 那都是天南地北的 人数不要太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 人手一辆拖拉机 还是首服带车抖的 到时候 轰轰轰地开进比赛区 哦 太羞耻了 到时候 首服拖拉机大赛的事情 肯定会通过天南地北 修士们的口口相传 传遍整个修真界的呀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绝对要阻止白尊者 办这个首服拖拉机大赛呀 听了白尊者的 首服拖拉机大赛计划后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 都在心中暗自琢磨 必须要找个完美的借口 阻止白尊者 呃 白先生 首服拖拉机的速度很慢的 最多开个二三十码 多没意思呀 我们换别的交通工具如何 比如 跑车 北河散人不愧是 九州一号群的圣斗士 率先找到了一个强大的借口 向白尊者发动攻势 所以 我要举办的 不是普通的首服拖拉机大赛 白尊者平静的 我们要对首服拖拉机进行改造 无论是法术改造 符文改造 阵法改造 机械改造 什么方法都可以 将它改得更快 更强力 只要它还是首服拖拉机就可以 所以 速度方面 不是问题 北河散人 负一千 败阵 狂刀三浪马上跟上 白前辈 首服拖拉机只能在陆地上行驶 这样的话一点都不够刺激 还不如普通飞剑大赛有意思呢 这点也不用担心 我早就想过了 白尊者伸出手来 指向远方 只是陆地上的赛程 的确缺少刺激 所以我们应该给拖拉机 加上在水面行驶的能力 到时候比赛的地点 就安排在临海地区 陆地赛只是赛程的前半部分 中间一部分将在海面上进行 还可以考虑更刺激的路程 我们在海面上乘风破浪 肯定很有意思 狂刀三浪 负一千 败阵 接着白鹤真军起身 之前因为快递员的身份 他一直尽量将自己缩成一团 避免引起道友们的注目 淡化自己的存在感 但现在他却挺身而出了 白前辈 白鹤真军认真的 众道友不由多望了眼白鹤真军 关键时刻白鹤真军竟然能挺身而出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白尊者回答 白前辈 我举双手双足夹三对翅膀同意您的计划 首服拖拉机大赛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我赞成 我第一个参加 白鹤真军一脸严肃的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裂了裂牙 不知道首服拖拉机大赛是否允许发生意外车祸 如果允许的话 很多道友都会考虑给白鹤真军来几起刻骨铭心的交通事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94集 白鹤真军威风凛凛的扫尸九州一号群的所有道友 如果是飞剑比赛或者是武力比赛 那么面对群里的道友时 他还真不敢这么威风 但若要说赛车的话 他真的是无所畏惧 他曾经划行为普通人类模样 连续数次赢得世界级赛车比赛冠军 那些年 他所划行的普通人类 可是被世人尊称为赛车小车王的存在呀 首服拖拉机虽然不是赛车 但终归来说是属于车辆类别的 只要是四个轮子 啊不 只要是有轮子的车 白鹤真军都有把握成为冠军呢 如果我在首服拖拉机大赛中成为冠军的话 一定能和白尊者更加的亲近 拉近彼此间的关系吧 白鹤真军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挺身而出了 就算整个九州一号群的道友都会针对他又如何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他无所畏惧 群里的道友相互间对视了一眼 有几位道友暗暗点头 握拳 这只大傻鸟太嚣张了 就算他现在已经是六品真军境界 但自己等人一定要给他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好 白尊者呵呵一笑继续出声道 另外 要办比赛就必须要有奖励 既然是我举办这个比赛 那这次的奖励就由我来出 这场首服拖拉机大赛的前六名 嗯 还是前五名吧 前五名在比赛结束后 可以和我前往海底一个遗迹探索 本来白尊者是想带六个道友第一批进入那个遗迹的 不过其中有一个名额已经预定给白鹤真军了 作为他帮助白尊者解决了小李教员事件西方问题的报酬 遗迹 黄山真军好奇问了句 白尊者是怎样的遗迹 是一个很有年头的遗迹 似乎是上个时代的产物 我上次闭关之前意外和一艘军舰相撞了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遗迹 不过因为我马上就要闭关了 所以还没来得及探索遗迹 我便将遗迹的入口封印 隐藏了起来 白尊者解释道 上个时代指的就是旧天道的时代 白尊者话音一路 群里重道友顿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上个时代的产物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里面会不会有和长生有关的信息 要知道 在上古旧天道时代的时候 有很多拥有天命之姿的天才 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来 虽然他们无法继承天命 成就不朽 但却能够在九品节先境界上 更近半步 接触到长生的奥秘 在如今的时代 如果还有保存完好的旧天道时代遗迹 那么十有八九 都能够找到长生的信息 这可是长生的信息呀 虽然可能是别人的道 但完全可以借鉴过来 在未来的时候 融入自己的道中 顿时 九州一号群的许多道友 心中痒痒起来 大马猴状态的狂刀三浪 用力拍着胸膛 白兄妹 守抚拖拉机大赛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怎么能少了我狂刀三浪呢 让我们驾驭着守抚拖拉机 迎着朝阳 奔向光明的新时代吧 我狂刀三浪要报名参赛 谁也别拦我 三浪这话音刚落 在他身边负责给大家当向导的一位 储家女弟子 眨了眨眼睛 他好奇问道 诶 前辈 您的道号不是苏氏阿七吗 储家女弟子还记得 这位被变成大马猴的前辈 应该是叫苏氏阿七才对啊 之前这位前辈在威胁须剑派掌门 虚征的时候 曾经说过 本座天和苏氏阿七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单挑一个门派 哇 何等霸气啊 只一句话 虚剑派掌门虚征就乖乖地当众脱下了道袍 就在那一刻 这位储家女弟子就成为了苏氏阿七的忠实粉丝 所以他牢牢记住了苏氏阿七这个道号 甚至他感觉就算这位前辈现在是大马猴的模样 但看起来还是这么棒棒的 帅帅的 狂道三浪无语 周围的北河散人 雪狼洞主 造化法王 落成真君 全都笑喷了 诶 储家小姑娘疑惑地眨了眨眼睛 难道她说错了什么吗 狂刀三浪内伤 有了狂刀三浪开头后 接下来九州一号群的道友 个个拍着胸膛 表示自己要参加拉风的首服拖拉机大赛 东方六仙子说的 白前辈 冲着上个时代的遗迹 算我一个 北河散人说道 想想的话 首服拖拉机大赛 说不定很有意思呢 其实在很多年以前 我就开过首服拖拉机呢 那时候 有一辆首服拖拉机 可是很拉风的事情 雪狼洞主表示 等到参加首服拖拉机大赛时 他要献出真身来参赛 古狐冠真君道 其实啊 我以前手里还有一个拖拉机制造厂呢 前五名 一定有我一个名额 在面对上古时代遗迹的诱惑 节操什么的 睡一觉就能补满了 最终 一旁的黄山真君 淡定的放下手中的饭碗 啊 他终于将这碗饭给吃完了 那么 比赛需要的首服拖拉机 就由我来提供吧 具体参赛人员有多少 在我这里报名 我按人数 以最快的速度 调一批首服拖拉机过来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 当时在白前辈表示要学车的时候 我就送了他一辆首服拖拉机呢 哈哈哈哈 黄山真君暗自想着 那就这样愉快地定下了 群里的道友们纷纷响应 报名参赛 统计好报名人数后 黄山真君又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 舒航小友还没有回来吗 真君找他有事 北河散人询问道 嗯 差不多要给他包个大红包了 黄山真君说着 伸手将精疤小豆豆抓了过来 豆豆大声叫道 干嘛黄山大傻 该回家了 黄山真君道 不要 你说回家就回家 那我多没面子呀 豆豆高冷道 至少也要你自己亲自出来 跨越千山万水 费尽千辛万苦将我找到 然后再带我回去才行 这是基本的诚意 诚意你懂吗 黄山真君呵呵一笑 别闹了 你这次在外面玩得够久了 不要再打扰舒航小友了 回去吧 不要 我不要回去 我还要和宋舒航拍电影呢 我可是要当电影主角的精疤呀 我要当大明星 绝对不要回去 豆豆拼命地挥动着爪子 大声叫道 这次却由不得你了 黄山真君伸手一掏 取出条狗链 啪的一下就给豆豆套上了 黄山大傻 我和你拼了 豆豆咬牙戒指 劝你快给我解开相圈 否则别怪我不客家 我可要上黄山大傻之歌了 黄山真君无语 在豆豆开口唱那个啥黄山大傻之歌前 黄山真君赶忙 啪的打了个响指 然后相圈上有一个功能被激活了 光芒一闪 这时候豆豆开口了 咔咔咔咔咔咔咔 诶 怎么只是单纯的汪汪叫声呢 叫了几声后 豆豆疑惑了 接着她试着换了种语言 继续开口 还是发不出人类的声音 豆豆崩溃了 她一口气换了好几种语言 但发出的只有汪汪的叫声 而且连汪汪叫的声音 也特别细小 新炼制的狗象圈 前不久 我发现群里的禁言功能很好用 然后就试着改造了一下你的项圈 黄山真君得意的 现实版的禁言阵法 并不是禁止声音 而是禁止豆豆用人类的语言说话 让它只能发出汪汪的叫声 豆豆拼命地叫着 但是这个项圈的功能很强大 即使它拼命地叫 声音却只有那么一点点大 听起来就像是小狗卖萌时的可爱叫声一样 嗯 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真棒 黄山真君感叹道 豆豆翻了个白眼 绝望了 大禁言术竟然被黄山真君带到了现实中来 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呀 一边的狂刀三浪凑了过来 伸手挑了挑豆豆的下巴 发出感叹 哼 果然啊 还是不会说人话的豆豆比较可爱呢 啊 喵 豆豆纵身跃起 扑到狂刀三浪的脑袋上 大嘴一张 咔的一下 咬在了三浪的脑袋上 隐约兼有 不知道是血液还是口水的液体 从三浪的额头上流下来 呃 呃 北河散人转过头来 掏出手机 顺势给三浪和豆豆拍了张合照 穿着道袍的大马猴 和咬着他脑袋的精八犬 哼 这画面可真棒 虽然不是同一个品种 但看到这画面时 就会让人脑海中不由浮现出那句诗来 本是同根生 相间 何太极 黄山真君伸手将豆豆从三浪的脑袋上抓下来 然后黄山真君道 因为正好要给各位道友送手服拖拉机过来 于是我便想到了之前说好了要给送书航小友的大红包 话说起来 我已经欠送书航小友两个红包了 一个是照顾豆豆这么长时间的红包 还有一个是接待白尊者出关任务的红包 嗯 接待我出关的红包 白尊者转过头来 好奇地眨了眨眼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95集 这是当初玄女门云雀子前辈 大罗教宇悦道友 七修前辈和我一同建立的九州一号群史的想法 其实就是一种用来激励提携群里面后备的方式 平时我们在群里的道友可以在九州一号群里 公布一些难度比较低的小任务啊 或是收集某些材料 这些任务可以给群里的后备去完成 完成任务后 我们做前辈的就给个红包意思一下 大致上就是这样 黄山真君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哦 白尊者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的话 接待我出关任务的奖励 就由我自己来好了 由我来包个红包给淑航小友吧 北河散人连忙道 哎 不妥不妥 白前辈是可以额外再包个红包给宋书航小友 至于我们的红包啊 是一早就和宋书航小友约好了的 就算是我们几个做前辈的给宋书航小友的礼物了 说起来 当时就是他和几位道友联手 将天真的宋书航小友的礼物 如果到最后却不给宋书航红包的话 岂不是要被后背笑话 白尊者点头 那就依你们吧 于是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开始商量起来 要包个怎样的红包给宋书航 被和散人提问的 话说 宋书航小友 现阶段需要些什么东西啊 对我们修士来说 第一重要的肯定是功法无疑了 宋小友刚晋升二品真师 肯定需要一门真气修炼的功法 让他能继续修炼下去 记得他只有炼体的金刚基础拳法吧 还是从药师到有那得到的 狂刀三浪说的 黄山真君默默点头 那商量一下 弄个合适的功法 给宋航小友吧 最好能和金刚基础拳法搭配的 佛门功法用先 听到黄山真君的话 白尊者凑了过来 插了一句 功法的话不用了 我前几天遇上个有趣的门派 就是那个 三十三手神宗的残余门人 对方手中有一份 三十三手先天遗弃功 虽然有些残缺 不过 我正准备将这门功法 搞到手研究一下 到时候 也可以顺便给书航小友学了 北河散人眼睛一亮 三十三手先天遗弃功 我记得那是传说中 能在体内形成一道 伟先天真气的功法 如果是内门功法的话 真的是最适合 送书航小友的功法了 书航小友 可是错过了 修炼的黄金时期呢 白尊者微笑着点头 那么 功法方面就不需要了 那么 还有什么合适的礼物 送给小友的吗 黄山真君点头道 可惜了 他明明感觉 送书航小友 很适合佛门功法的 白鹤真君出生道 除去功法的话 第二重要的 应该是身法了吧 对于修士来说 速度就是生命 逃得快 有时候很重要 白鹤说得很有道理 有的时候 再强大的防御攻击 都不如跑得快 太有用 北河散人赞同道 这么说的话 送书航小友 似乎的确没学过身法 那么 要给他准备一套身法吗 白尊者又凑了过来 插了一句 身法的话 不用了 前些时间的时候 我教了书航一套 如门身法 君子万里行 这身法很有意思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他使用的越久 效果就越好 足够他用到三品 境界了 白尊者的一席话 让黄山真军 北河散人 白鹤真军 还有众道友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功法身法都有了的话 那不如给宋书航小友 一套剑术之类的 我看他只有一招火焰刀 攻击方面有所欠缺呀 造化法王提示道 刚才在断仙台上时 宋书航来来去去 就一招火焰刀 大家都看在眼里 北河散人点头道 这个的确不错 虽然感觉宋书航小友的 火焰刀 有些特异之处 不过丰富他的攻击手段 可行 白尊者听到这里时 再次凑了过来 插了一句 剑法之类的话 不用了 前不久 有一位散修李天素飞尸过来 落在我和宋书航小友的边上 然后和小友之间 结上了一些因果 这因果又和楚家 扯上了联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等书航和那位散修之间的因果了断后 他就会习得一门不错的剑术 一边的楚楚姑娘听到这里时 眨了眨眼睛 和楚姑娘听到这里时凑了一门不错的剑术 黄山真君和众道友都无语了 那么给书航小友安排秘境修炼的机会如何 雪狼洞主出生的 书航小友刚晋升二品进阶 正好可以给他选择一些修炼秘境 借助秘境的灵力 可以巩固他二品的修为 并借助秘境的灵力滋润 让肉身变得更加的强大 雪狼洞主对修炼类的秘境很是偏爱 因为他曾经就是一只小雪狼 因为巧合进入到了一个无主的修炼类秘境中 从而开启了他的修炼之门 古狐冠真君点头道 这个奖励不错啊 我推荐书航小友去一次 灵脉类的修炼秘境的机会 可以让他接受秘境中的灵脉的洗礼 为他未来的修炼打下坚实的基础 灵脉类秘境 指的是修炼秘境中 蕴含着一条巨大的灵脉 修炼者在进入二品后 如果在第一次进入灵脉中获得洗礼的话 会有很多的好处 妙不可言 古狐冠真君话音刚落 白尊者又一次凑过头来 插了一句 灵脉类秘境的话 也不用了 前几天 书航刚从神秘岛中出来 然后他带了十六株品质很不错的龙骨枯藤出来 送给了苏氏阿七 然后阿七保证 过些时间 要带书航去天河秘境一层 修炼一段时间 天河苏氏的天河秘境 可是苏氏的标志 是灵脉类秘境中上品级别的存在 效果比起普通的灵脉秘境 要好数十倍呢 雪狼洞竹 古狐冠真君 黄山真君还有众道友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一刻 九州一号群的所有道友心里 万马奔腾啊 原本以为宋书航小友 两个月不到就晋升二品境界 已经是开挂了 但现在看来两个月晋升二品 还只是宋书航小友 庞大外挂的冰山一角 才刚晋升二品 功法有了 身法不愁 剑法马上到手 逆境修炼的机会 也已经在等着他了 而且说起苏氏阿七的话 大家马上就又想到了 另一件事 阿七之前还保证过 要带宋书航去参加 食仙宴的 那又是个大好处啊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的宋书航小友 缺什么呢 怎么感觉他什么都不缺了呀 那让他们这些准备 送红包的前辈们怎么办 难道只能送钱 零食吗 那多俗气啊 洛晨真君提议的 啊 那么 退而求其次嘛 福宝 小法器之类的东西怎么样 福宝和小法器之类的东西 运用好的话 几乎就是修饰的第二条生命啊 洛晨真君话音一落 大家马上转过头来望向白尊者 都成本能反应了呀 不要告诉他们 宋书航小友连福宝 小法器之类的东西都有了呀 白尊者思索了一下 插了一句 福宝的话 我倒是不太确定 不过 书航手中似乎有一枚血神钻之类的东西 要和七生福道友交易 如果是七生福道友的话 最能拿出手的似乎就是福宝了吧 另外除了血神钻外 七生福道友因为土著人教学那事 也提起过要给书航包一个红包来着 然后是小法器方面 书航身上有一个可以加速的小护服 一枚效果不错的古铜戒指 还有他那刀不错 是宝兵级别的 哎对了 前不久 他引了一个无济魔宗的舵主过来 交给了阿七道友 阿七从那舵主身上搜刮到不少的小法器 都给书航了 我看了一眼 里面有一柄小飞剑 一个飞行类的小法器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零食 黄山真君道 啊 竟然忘记七生福道友了 狂刀三浪道 这些收获 我记得是阿七道友 踏平月刀宗时的收获吧 哎呀 我来个去 众道友懵了 也就是说 连福宝啊 小法器啊 飞剑啊 飞刀啊 之类的东西 宋书航小友也不缺了吗 那他到底缺什么呀 为什么感觉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呀 总感觉宋书航小友 只要一踏入二品境界后 过不了多久就要鸟枪换大炮了呀 这样的话想来想去就只有丹药了吧 丹药这东西肯定是大家都用得上的东西 特别是书航小友既生二品 就需要大量的恢复真气增强修为的丹药 雪狼洞主道 说完大家再次下意识地转头望向白尊者 不要告诉他们白尊者连宋书航二品修炼时需要的丹药都准备好了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六集 说起宋书航单药两个关键词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马上就会想起钥匙 不过药师现在都不知道宋书航已经晋升二品了呢 自然也不可能给宋书航准备二品级别的丹药 而且药师是宋书航的引路人之一 内部金刚基础拳法和真我冥想经 就是他给宋书航的报酬 他并不需要再特地的包红包给宋书航了 而白尊者则想起了宋书航的御火绝 前不久他玩坏了宋书航的三星御火扇 于是教了宋书航御火绝 想要教导他练气血丸 结果气血丸还没学会练 宋书航已经晋升二品境界了 而宋书航到现在为止还只会煮脆体液 白尊者想了想后回道 嗯 单药的话似乎没问题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顿时大大的松了口气 总算有个能派得上用场的东西了 否则的话他们一群前辈商量了半天 最后却只能给宋书航一些零食当红包 真的是有点羞涩 那么红包就确定是丹药了 首先是二品境界时 配合修炼使用 能让二品修士 修炼事半功倍型的丹药 那家的这种丹药 效果比较出色 黄山真君问道 古狐冠真君回道 书航小友是新晋的二品修士 使用的丹药最好是以药力柔和为主 我推荐天心阁出品的丹药 他们那里有一款叫做天心炼真丸的系列丹药 效果很不错 我宗门在新晋二品的弟子 都一直在使用这个款式的丹药 而且天心阁一直在研究改进这款丹药 现在已经是天心炼真丸6S版本了 一瓶30枚装 一天的修炼使用一枚就够了 我可以为宋书航小友提供6枚 够他使用半年了 黄山真君点头继续问道 天心炼真丸6S的版本确实不错 那么接下来就是战斗冒险中使用的真气恢复性丹药 这个款式的丹药哪家比较好 北河散人答道 这个我记得有一个款式的丹药 效果很不错 是雪狐宗的一款叫雪狐真气散的药液 一口下去时让人感觉一道寒意上涌 但一口气能恢复的真气量很可观 而且后遗症也很少 一次服用后过半个小时就能再次服用 服药间隔很短 唯一的毛病就是它是药液的形态 战斗时喝起来不是太方便 另外雪狐真气散也已经有了改进吧 现在应该是雪狐真气散7号版本了 狂刀三浪坏笑的 这个问题不大 如果战斗中抽不出手 可以事先含在嘴里 没真气是咽一口 我以前就这样干过 那就给宋书航小友准备两种真气恢复性的丹药吧 一种就这个雪狐真气散7号版 再准备一种药丸型 以防不时之需 黄山真君笑道 狂刀三浪拍了拍手 那我也推荐一款吧 和老北河推荐的正好相反 我推荐烈火门的一种叫火山丹的丹药 吞服下去时就如同吃了老干妈一样 浑身都火热起来 真气的恢复量也很足 值得一试 好 雪狐真气散7号和火山丹各来六平吧 黄山真君记录下来 最后紧急治疗伤时的丹药推荐几款过来 雪狼洞主挥挥手 外商的话 就我们雪狼洞出品的虎骨熊蛋糕 效果绝对棒 我送书行小友十个吧 用的爽的话 欢迎他下次采购 我们的虎骨熊蛋糕已经升级到了虎骨熊蛋糕A8版本了 虎狐冠真君微微一笑 既然如此 我也推荐一款自家生产的丹药吧 我们虎狐冠乃是道门正宗 我们的道合丹药效平和 副作用小 现在已经研究到了新五版本 效果绝对不差 二十枚一瓶 我同样可以送十瓶 好 虎骨熊蛋糕A8师傅 道合丹心五版 十瓶 黄山真君记录下来 这么一堆丹药足够宋书行用上小半年了 至于小半年后 宋书行就得靠自己的努力 获得更多修炼用的资源和丹药了 这些丹药足够等 接待白钱被这任务报仇了 黄山真君满意地笑了笑 事实上这些丹药的价值 早就超出了之前他预计的大红包价值了 要知道 天星恋真丸 六S这种级别的丹药 就算是大宗门的内门弟子 每个月都只能按力去领取的 想要更多的丹药 就只有完成宗门任务 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修炼资源 而宋书行却是一口气能得到整整六瓶 每天一粒都能用上半年 其他种类的丹药价值 也都不在天星恋真丸 六S之下 之所以群里道友 下意识地提高了报仇的价值 或许是因为 书行小友什么都不缺的样子 送的礼清了 总感觉隐隐间 就会被鄙视了一样 最后 是我个人要再赠送宋小友 一份红包 算是他帮助我 照顾兜兜这么久的礼物 黄山真君轻轻摸了摸豆豆的小脑袋 豆豆张嘴不客气地一口咬在真君的手腕上 豆豆从口 就算我是六柄真君 你这一口咬下来 我也很痛的 黄山真君淡淡的 豆豆咬得更狠了 黄山真君用另一只手拍了拍豆豆的脑袋 唉 真拿你没办法 总是这么爱撒娇 豆豆翻了翻白眼 撒娇你个废呀 要不是我不能开口说话 分分钟一曲黄山大傻之歌 要你发狂啊 你信不信 可恶 当我到时候恢复了生意 一定要编个黄山大傻之歌合集 录音起来 以后黄山大傻要是再敢进我言 我就放录音 豆豆愤愤想着 北河伞人哈哈一笑的 真君想到什么好礼物了吗 现在连丹药都已经给宋书航小友准备齐了 真君还能送啥呀 送宋书航小友的礼物 我已经有眉目了 黄山真君平静道 我准备送一件护体法衣 给宋书航小友 身为一个修真者 法宝 法衣 飞剑 或是其他类似的武器 这可是三大装备呀 小法器飞剑类的东西 宋书航都有了 但是 法衣似乎还没有 黄山真君真是老辣老辣的 一直隐藏着这个法衣选项不说 白仙辈 书航有法袍之类的东西了吗 众道友马上询问白尊者 白尊者想了想 最终摇了摇头 这个书航还真没有 北河伞人继续问道 那真君有合适的法衣吗 嗯 我有一件款式很不错的法衣 本来还在法衣和法杖两者间选择着 想要送其中一样给宋书航小友 但小友既然已经有飞剑飞刀了 那就只有再送他法衣了 黄山真君点头道 在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件很漂亮的碧玉袈裟 这件二品级别的防御袈裟 采用灵兽碧玉蚕所制 水火不侵 刀枪不入 穿上它后 就算不开启其上的防御阵法 都能够挡住小型枪械子弹 真正开启防御后 在枪林弹雨中如入无人之境 这真的是很适合宋书航的装备啊 那被这样决定了 给大家半天时间凑齐丹药 然后我会派人将丹药取来 加上法袍 到时候和首服拖拉机一同送来 黄山真君拍板道 群里的道友们纷纷掏出手机 开始联系起自己的门人弟子 有丹药的出丹药 没丹药的也要出个份子钱 望着忙碌中的九州一号群道友 白尊者单手脱塞 他稍稍有些苦恼 要送的东西都送完了 他若想给宋书航再包个红包 送啥呢 法器 武器 法衣 丹药 功法 身法 秘境 修炼 还差啥呢 彩铝 伏地 难道要给宋书航找个盗铝 或者给他弄个修炼宝地 但盗铝哪是这么容易找的 修炼伏地就更别说了 宋书航的实力不够 给他一块宝地他也守不住 说不定还要被不长眼的家伙上门抢走 徒生事端 唉 罢了 传道桥头自然之 要送的东西总会有的 而此时 正在回断仙台位置的宋书航 却遇上了一点小麻烦 一个身穿黑色衣服 身体各处有尖刺冒出的家伙 挡在了他的面前 都离开楚家族地有一段距离了 怎么还藏着这海胆战士 小子 你身上有我同伴鲜血的气息 你杀了我同伴 这浑身长刺的家伙冷冷地望着宋书航 你死定了 没有活路 只有死 宋书航无语 听口气 这海胆战士似乎是顺着他 图海胆者印记过来的 凡是染上我们海胆战士鲜血的人 将是全世界海胆战士的公敌 你逃不掉的 不光是你 就连你的家人都会受到海胆战士的制裁 这个海胆战士沉生到一脸残忍 台词听起来屌屌的 但事实上这海胆战士是在背书 这种牛逼的词句 是海胆战士教科书上的内容 背了老长的一句话后 海胆战士喘了口气 继续背道 乖乖的 宋书航突然沉喝一声 乖乖的割下头颅 我可以饶你家人一命 可恶 你抢我的词 海胆战士愤怒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97集 说起来也很奇怪 明明眼前这个海胆战士 脸上表情猙獰 说着很屌 杀气很重的台词 但宋书航看着他时 马上就感觉出这家伙 在背书 这是一种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后 凭着直觉做出的判断 宋书航感觉 在他某个被遗忘的记忆深处 他可能见识过这种一本正经 读背稿子的修饰 所以当初长了姿势 变成了现在判断的经验 你 你 你抢我辞 你个该死的娘娘腔 海胆战士怒道 一个背书的人中途突然被打断的话 有时候背书就会夹壳 这个海胆战士就是如此 至于娘娘腔 那是因为宋书航现在的声音 还是楚楚的 海胆战士卡壳后恼羞成怒 他大吼一声 伸手从腰间抽出两根黑色尖刺 冲向宋书航 双手挥动尖刺 用力刺出 该死的人类 我可是海胆战士中英雄的毒胆战士 你死定了 宋书航挑起宝刀霸碎 轻轻一记基础刀术格党 依靠着霸碎刀的锋利 将海胆战士手中的尖刺削断 幸亏这只海胆战士出声提醒他 自己是只剧毒海胆 否则宋书航还准备挥着拳头迎上去的 眼前这只海胆战士只是一品境界 而且最多只是开到比较左右 实力差宋书航很多 尖刺被削断 这位海胆战士并没有惊慌 他知道自己的黑刺并不算是坚硬的物体 而且他也从不是靠着黑刺的尖锐战斗的 剧毒才是他杀敌的第一手段 只要让他的毒刺接触到敌人 哪怕是在对方身上划开一道小伤口 就都是他的胜利 他对自己的剧毒很有信心 而现在距离已经足够近了 远无战 海胆战士的身体旋转成为一个球状 向着宋书航碾压而来 这招似乎很受海胆战士们喜欢 无论哪个级别的海胆战士都喜欢使用这一招 宋书航在楚家足地时就见识过这一招 他知道海胆战士在施展远无战的时候 杀伤力很大 并且他们身上的尖刺会不断的重生 宋书航可没有与柔子那种防御强大的盔甲 所以霸气的正面硬扛远无战 他就不做梦了 不过远无战有个很大的不足之处 那就是在施展这招的时候 海胆战士的世界不太好 死角位置很多 君子万里行身法启动 宋书航身形看似缓慢地向后退了几步 事实上却在瞬间闪电般退出近二十米的距离 这个距离足够了 下一刻宋书航手腕轻轻一翻 脑海中冥想着赤霄子道长的刀翼 火焰刀 熊熊火焰在霸碎刀上燃烧起来 斩 半圆形的火焰刀器朝着海胆战士斩去 曾经在神秘岛上时 还仅是火苗刀状态的火焰刀 都足以一击将那只巨鹰斩杀 虽然这部分记忆宋书航还没有恢复 而眼前这海胆战士的身体强度根本无法和岛上的巨鹰相比 火焰刀器斩在海胆战士身上 就如同烧红的刀子划过奶酪 轻松将圆武斩所化的球体斩成了两段 海胆战士上下两片身体旋转着 翻飞着 最后啪的一下落在地面拦腰而断 而他身上的黑刺全部被火焰刀器所融化 海胆战士呆愣了片刻 似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自己被腰斩的现实 片刻后他咬了咬牙 你死定了 竟然又杀了个海胆战士 因为人妖混血加上衣品境界的修为 海胆战士被斩断后没有立即死去 他伸出手指着宋书航坚定的道 但这内容让人感觉他又是在背书 不过背到一半时这位海胆战士又忘词了 明明是以前牢牢记在脑海中的台词 在临死之际大脑中却是一片空白 什么都想不起来 海胆战士颤抖着伸出手来 从怀中掏出一本小册子 他艰难地翻动这本小册子翻到了某一页 然后他继续望着宋书航张口恨恨地 你杀了两个海胆战士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都将要抖在海胆战士的怒火之下 记住我的名字 英勇的毒胆战士 碎坚军 这个名字将每天每夜 出现在你的噩梦之中 哈哈哈哈哈哈 就连最后的笑声 似乎都是小册子上的内容 笑完 海胆战士中的特殊品种 毒胆战士碎千军 头一歪 扑该 宋书航无语 片刻后 确定这支毒胆战士碎千军 气息全无 神形俱灭 宋书航才小心翼翼地 来到对方的身边 因为对方可能是浑身试毒 宋书航不敢大意 用刀尖在他身上挑了挑 挑了一会儿后 他最终从这只毒胆战士的身上 挑出了两块 看上去模样很丑的小石块 小石块里面似乎蕴含着一些灵气 让人看着就感觉很舒服 宋书航撕下一片身上的衣物 将这两枚小石块包裹起来 放入口袋 接着 他的目光又落在了 毒胆战士碎千军手中的 那本小册子上 诶 小册子上的字 他竟然能看得懂呢 海胆战士 二十年义务教育教科书 第一册上 不是什么妖族文字 简凡中文双排文字 通俗易懂 海胆战士 看来并不是仅仅拥有 图海胆者印记的种族 他们也是很与时俱进的样子呀 而在被碎千军打开的那一页上 内容是海胆战士守则 边上有着一排手抄的文字 注解 你死定了 竟然又杀了个海胆战士 中坚略 记住我的名字 英勇的毒胆战士碎千军 这个名字将每天每夜出现在你的噩梦之中 住 此处应该有笑声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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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个去呀 真是个可怕的敌人 宋书航又随手翻了翻这本 海胆战士二十年义务教育教科书 前面整整大半本都是海胆战士守则 其中包括各种屌屌的对话方式 这种屌屌的对话中 又以杀你全家 杀你全部亲友 割掉自己的头颅道歉等字眼 出现的频率最高 他继续翻看着小册子 当翻到接近最后几页时 宋书航意外看到了一个让他很感兴趣的东西 海胆战士伪装脸稀法详解 诶 脸稀法 说起来眼前这个毒胆战士碎千军登场时 一直在他接近到距离宋书航十余米距离时 书航才察觉到对方 要知道对方的实力仅仅只是一品境界 而书航现在可是本能地开启着精神力小窍门警惕之法呀 高了对方一个大境界 甚至开着警惕的精神力法门 才在十米范围内感觉到对方 这就是海胆战士伪装脸稀法的功效 于是宋书航好奇地翻开这脸稀法 查看了起来 很快宋书航看完短短的三页内容 暗自感叹 诶 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脸稀法门呢 海胆战士有一种拟太伪装的种族天赋能力 就和变色龙差不多 配合着这种拟太伪装天赋 海胆战士开发出了独属于他们种族的脸稀法 当他们使用脸稀法后 精神力气血之力或是真气都会牢牢内敛 然后配合精神力催眠 我是一只海胆 我是一只海胆 这样一来 他们就会真的拟太为一只海胆的模样 在同级别修饰的精神力感应中 海胆战士脸稀后 就如同融入自然一样 消失不见 很难感应到 就算是实力远超他们的修饰 运用精神力感应的法门 一般情况下也只能感应出 他们是一只海胆 这种脸稀之法的效果 比起普通的脸稀之法要精妙一些 幸亏这只独胆战士碎千军没练到家 否则的话 他接近宋书航十米范围 宋书航也只能感应到 一只很普通的海胆在靠近的 诶 等一下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 如果自己感应到一只海胆在附近的话 也会引起警惕的吧 试想一下 如果在自己边上的树丛中 有一只海胆在渐渐靠近的话 是很奇怪的画面吧 这里又不是大海 海胆战士的这个独门脸稀法 是专门在海中施展的吧 这个海胆战士伪装脸稀法 感觉使用起来并不困难 对精神控制力的要求蛮高的 不过我有真我名小精 对精神力的控制在同级别的修饰中 也能排到中上水平 精神力方面应该没问题 唯一可惜的是 我没有海胆战士的拟太伪装能力啊 宋书航在心里暗暗感叹 可惜了 明明感觉是个很不错的脸稀法法门 而且他正好也缺一种脸稀法来着 啊 算了 到时候问问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最近有没有什么任务我可以去做的 我现在已经晋升二品境界了 总算有能力去做一些任务了 任务完成后 奖励他一部脸稀法就好了 正思索间宋书航突然想到了一件东西 然后他摸出了怀中的一枚胸针 一枚凝聚着他今天羞涩回忆的胸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98集 宋书航突然脑洞大开 如果他利用变幻胸针配合海胆战士伪装脸稀法 在最后步骤进行连接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说不定可以完成这脸稀法 要不试试 反正试试又不要钱呢嘛 而且脸稀术又不是什么修真功法 不用担心会走火入木 想到这里 宋书航就开始尝试起来 按照海胆战士伪装脸稀法详解上的介绍 他开始运转精神力 在收敛自己的真切 最后一步 详解上是要配合着海胆战士的天赋能力进行拟态 宋书航则想着利用变幻胸针的能力进行无缝对接 就在进行最后一步时 宋书航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诶 等一下 变成海胆的话 会不会有点傻呀 这里又不是大海 变成海胆的话 画面很奇怪呀 毕竟这里是陆地呀 与其变成一只海胆 还不如变成一条毛毛虫来的实在呢 这念头刚起 宋书航突然感觉到身边 似乎产生了奇怪的变化 诶 等一下 等一下呀 我只是这么一想啊 不是真的想变成毛毛虫啊 变蝴蝶吧 真不行变小鸡也行啊 变痘痘都比变成毛毛虫好啊 但是已经迟了 技能 海胆战士伪装脸西法 宋书航拼凑吧 海胆战士伪装脸西法启动 宋书航的外形变成了一条丑陋的毛毛虫 当然 这种变化 当然这种变化只是一种幻化 他的实际身体并没有产生变化 只是在别人的眼中 他变成了一条毛毛虫 而且海胆战士伪装脸西法改的效果也产生了 宋书航此时的气息内敛 真气牢牢藏于丹田内 丝毫没有流露 就是不知道在别人的精神力感应中 他现在究竟是条毛毛虫呢 还是只海胆呢 竟然还真的被我完成功了 不完了不完了 还是快点变回去吧 也不知道断仙台之战结束了没有 万一白姐妹他们离开了可就麻烦了呀 宋书航心中暗道 正当宋书航准备解除伪装脸西法的时候 远处有几道身影迅速地朝着这里掠拦 在他的精神力警惕感应中 这里一共是六只海胆 正飞快地弹跳过来 哇了个去 又有海胆战士过来了 难道又是沿着图海胆者印记而来的海胆战士 正当宋书航思索之际 那六个海胆战士已经来到了事发现场 他们全部都是二品级别的修为 真气的浑厚程度都要胜过宋书航一筹 很快他们便看到了铺盖在地的同伴 独胆战士碎千军 该死又有同伴被杀害了 其中一个高大的海胆战士咬牙道 又有个海胆战士靠近碎千军尸体检查了一下 沉生的 血还未冷 凶手还没有离开太远的距离 感应复仇印记 我们一定要将凶手碎尸万段 说起复仇二字时 所有的海胆战士眼中冲邪 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对他们来说 复仇就是他们海胆一生中的第一大事 这是一种刻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本能 复仇 复仇 海胆战士的复仇有点盲目性 不管敌人实力如何 只要有复仇印记 那就不要怂 上去就是干 只能说 海胆战士这个种族 能存活到现在真是太不容易了 宋书航悄悄往边上的林子里退去 他们说的复仇印记 就是图海胆者印记了吧 而他身上就有这种印记啊 如果被感应到了的话 六个二品真师级别的海胆战士 这场硬仗可不好打 所以果断还是往断仙台位置奔跑吧 凭着自己君子万里行身法 应该能和这些海胆战士拉开距离 只要跑到断仙台 有一大群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在 宋书航就无所畏惧啊 感应到了 复仇印记 这时一个海胆战士沉生了 所有海胆战士的目光 落向林子方向 然后 他们看到了一条可爱的小毛毛虫 正在奋力地往林子深处如去 什么毛毛虫 是误认了我们海胆战士鲜血的毛毛虫吧 这种事情在海洋中也发生过 我们英勇的海胆战士临死前瞬间激发出来的鲜血都带有复仇印记 有时候在染上敌人的时候 也会染上一些正脚游过来的小鱼 那个高大的海胆战士 该死 看样子真凶跑掉了 他肯定跑不了多远的 让我扩大复仇印记的感应范围 找到了 有一个复仇印记正在天空位置 往虚剑派的方向飞去 一个似乎是专门负责感应的海胆战士出声叫的 天空中飞行 是四品级别以上的修饰吗 往虚剑派方向前进 哼 真是自寻死路 那个高大的海胆战士冷哼一声 走 回虚剑派去 正好 在我们海胆勇士们突进虚剑派 收集到足够的真血后 顺便还可以将这个杀害我们同伴的家伙给消灭掉 说吧 那个高大的海胆战士带头 飞快地掠往虚剑派的位置 余下五个海胆战士中 有四个同样跟着飞快离去 宋书航望着这群海胆战士远去的身影 眉头微皱 途进虚剑派的修饰 虚剑派的修饰和这些海胆战士不是一伙的吗 原本宋书航感觉 虚剑派引楚家的人去断仙台之战 而海胆战士和那个先生则趁机进入楚家的足地 或许这两方是一伙的 但现在海胆战士却要途进虚剑派的弟子 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伙的 又或者是发生内讧了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先回断仙台去 和白剑妹等人会合吧 宋书航心中暗道 这时其他海胆战士已经跑远了 但最后一个没有离开的海胆战士 却是大步朝着宋书航的位置走来 哪怕是一条不小心染上我们同伴鲜血的毛毛虫 只要身上有着复仇印记 就不允许你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只海胆战士凝生的 接受海胆战士的制裁吧 怪就怪你是条普通的毛毛虫 却染上了我们海胆战士的鲜血 弱小即是原罪呀 这海胆战士一边说着屌屌的台词 一边蹲到宋书航的面前 伸出手指 残忍地朝着宋书航的鞋尖撵来 因为那个幻象法术的作用 毛毛虫的位置正好是宋书航的鞋尖部位 啊 真是残忍啊 连一条可爱的毛毛虫都不放过 暗 狠狠地撵 海胆战士的手指 用力地在宋书航的鞋尖上撵了撵 暗得宋书航的脚趾掠疼 奇怪了 手感不对啊 海胆战士疑惑的 怎么感觉自己手指撵的 不是一只毛毛虫呢 奇怪 头部好痛啊 感觉头部有热热的液体流出来了 好晕 头有点晕 不仅仅是头晕 连眼前都变得漆黑一片了 奇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就这样 这位手指撵毛毛虫的海胆战士 静悄悄地倒地 静悄悄地死去 宋书航很惊讶 恭喜 您获得称号 图海胆者乘以三 三个称号合并一个称号 进化为图海胆者勇士称号 而在前往虚剑派的天空中 两位之前助阵虚剑派的灵皇高手 在离开断仙台一段距离后 终于松了口气 看样子 那群在天空中炸起道道白光 以流星与姿态落地的修士大佬们 并没有要找他们俩麻烦的意思 并没有人追杀过来 走吧 我们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那个中年灵皇沉生道 鹤发童颜的灵皇同样叹了口气 唉 原本只是还先生一个人情 顺便赚点灵石 没想到竟然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不过这么一来 我们欠先生的那个人情 却又欠得更大了 下次有机会再还他这个人情吧 这次的事情不能怪我们 中年灵皇道 鹤发童颜的灵皇道 也对啊 我们已经尽力了 两人对视一眼 再次叹了口气 然后两人调转飞舰方向 准备离开此地 这时 在他们的身后 传来一个慵懒的声音 两位道友 请留步 两位灵皇转过头来 望向身后 只见一位年轻男子 盘腿坐在剑光上 朝着他们俩飞快顿来 这男子相貌英俊 气质出众 一看就是大门派的精英弟子 只是他那双半开半合 似乎很没有精神的眼睛 顿时将他的精英气质 打了个对折 只要一看到这个男子 就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字 懒 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懒意 两位灵皇望了眼 这年轻男子 稍稍感应了一下 四品先天境界 于是 两位灵皇心中 稍稍安定了一些 那中年灵皇出声询问 道友 有何指教 那懒懒的男子 打了个哈欠 伸直抹去眼角的泪水道 那啥 我有点困了 所以 我们长话短说了 说着 他从飞舰上站了起来 继续道 那么两位 请你们不要抵抗 让我好好揍一顿 然后拍个照片 转发到我的朋友圈就好 如何 中年灵皇 和鹤发童颜灵皇 一脸懵逼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九十九集 这位看上去懒懒的道友 是在开玩笑吗 不要抵抗 让他揍一顿 还要拍照 发朋友圈 区区一个四品 先天境界的家伙 口气还真大呀 当他们两个是 好捏的软柿子吗 中年灵皇和赫发童颜的 灵皇对视了一眼 教训一个四品的家伙 用不了多久的 那么 在离开之前就给这个狂妄的家伙一点教训了 我来吧 时间不多 我会在瞬间结束战斗的 中年灵皇到 同时他上前一步 指尖凝聚灵鹿 他的攻击力 比起鹤发童颜的灵皇 要强大一些 刘建一抓了抓后脑 感叹道 伤脑间了 我已经讲得很简略 也很清楚了呀 世上的事情 总是这么麻烦 一些明明很简单的事情 却总要在进行很麻烦的过程后才能得到结果 人们难道就不知道在进行这个麻烦的过程中需要浪费大量的体力和精力吗 这些体力精力都是很宝贵的 浪费掉的话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特别是时间 这些时间用来睡一觉的话多棒啊 区区一个四品 口气还真大 中年灵皇沉生的 可惜不能使用灵力波动过大类型的法术 但是 解决你一个小小的四品 老夫也用不着什么强大的法术 四品境界 哦 刘剑一先是一愣 随后一拍手 啊 你们等一下啊 忘记了 习惯性的又伪装自己的境界了 下一刻 有强大的灵力从刘剑一的身上爆发开了 眼前两个灵皇顿时脸色一变 对方也是五品灵皇 虽然在灵力的浓厚程度上 先固定好拍照的角度 啪的一下 给自己和前面两个灵皇来了张合照 收起自拍神器和手机 留见一又道 放心吧 我不会下手很重的 最多给你们留点皮肉上 分分钟就能恢复的 揍完后拍个照 我好交差 然后你们走你们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阳关道 你好 我也好 中年灵皇和鹤发童颜的灵皇一脸懵逼 在虚空中 灵蝶尊者也是很无语 羽柔子姑娘微微眨了眨眼睛 刘剑一这懒懒的模样 让人看着就怒意上涌 虽然刘剑一其实只是想偷个懒 但他的语气神态 让人感觉他就是在鄙视 挑衅两个金丹灵皇 那鹤发童颜的灵皇 强忍心头的怒火 这位道友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为难我们 刘剑一抓了抓头 啊 我没有和你们说吗 哎 解释起来也蛮麻烦的 不过我还是先说一说吧 之前啊 你们不是坐镇虚剑派为他们撑腰吗 然后你们不是朝着楚家的阵营大放威压吗 然后啊 很巧 我的小师妹 师父的宝贝女儿就在楚家做客 你们的威压吓得我家小师妹了 再然后 我师父很生气 所以我需要揍你们一顿 让他老人家息怒 好了 我已经解释这么多了 你们就乖乖给我揍一顿如何 反正我也是很懒的 揍人绝对不会多花一分力气的 说着 刘剑一挽起袖子 我不要法器 就用拳头走 中年灵黄和鹤发童年的灵黄怒气中烧 这家伙真是目中无人 狂妄啊 多说无用 想揍我们就拿实力说谎 中年灵黄沉生道 鹤发童年的灵黄也不再多说 寄出一枚小旗用行动说话 刘剑一叹了口气 唉 我解释了这么多就没有一点的用处 这样的话我还浪费前面那么多口舌干嘛呀 这两个家伙难道不知道 说话也是很浪费体力的事情吗 而且 说话不仅浪费体力 还要浪费口水 每一滴口水都是人体宝贵的水分呢 于是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刘剑一 为死灵黄二人组 中年灵黄率先发动攻击 而鹤发童年的灵黄负责防御 两人间一攻一防 兴命一剑 孤手替换也如行云流水般流畅 刘剑一打的是防守反击战术 他站在飞剑上 兵来将挡水来吐我 防守的滴水不漏 时不时的还要反击一招 转眼间 双方已经占了三百多角 双方都默契的没有使用大范围的法术和大技能 灵黄二人组是不想引起大波动 毕竟他们是在逃跑的过程中 刘剑一是懒 大范围的法术和大技能是很消耗能量的 作为一个节能主义者 能用一根手指办到的事情 他是绝对不会用两根手指去办的 不知不觉 双方又占了三百多招 两位灵黄久攻不下 刘剑一也微微皱了皱眉头 再这样脱下去的话 似乎对他的体力值消耗更大 于是下一刻 局势突变 蝶黄变 刘剑一沉喝一声 然后一只燃烧着火焰的凤凰虚影自刘剑一身后唤现 而凤凰的翅膀却是一对漂亮的蝶翼 随着蝶翼凤凤凰的现身 火焰的光芒笼罩了整片空间 在这片火焰空间中 两位灵黄的感官失去了作用 精神力延伸不到一米范围 五官精神力能感应到的全是凤凰气息的火焰 随着两位灵黄发出阵阵惨叫 随后不久 两位灵黄便失去了意识 蝶翼凤凰的虚影收敛 空气中只余下一些焦味 刘剑一砸了砸嘴 啊 可恶 消耗了我两天的卡路里 我要休息多久才能补回这部分的能量啊 感叹吧 刘剑一来到两位被烤成焦黑 刘剑一的灵黄身边 用灵力拖住他们下降的身体 拿下这两位灵黄的过程 比刘剑一想象中的要顺利很多 并不是刘剑一的实力有提升 而是这两位灵黄在战斗过程中 有很多顾忌 束手束脚 十成战力最多只发挥出七成 再加上刘剑一的突然爆发 就拿下了他们 来到两位灵黄身边后 刘剑一伸出拳头 对着两位灵黄毫不留情的拳打脚踢 打得可卖力了 将他们俩揍得鼻青脸肿 贱人就是矫情 非要消耗我的能量 刘剑一说着 他拳头上的力气又大了几分 直到将两个灵黄彻彻底揍成猪头后 刘剑一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接着他掏出手机和自拍神器 调整好角度 刘剑一一连拍了十几张照片 这才心满意足的将这些照片 发到了聊天软件朋友圈中 拍完照后 刘剑一收起手机 趴到自己的飞舰上 准备往断仙台的位置飞回去 至于两个灵黄 在失去了刘剑一的灵力依托后 他们便从高空中坠落下来 轰的一声 在下方的小山头上 砸出两个大坑 虚空中 灵蝶尊者捏了捏下巴 蝶黄变都已经修炼完成了吗 这小子前不久还在跟我讲 正在修炼蝶鹰变 还说接下来 要用一年的时间 去努力修炼蝶黄变 原来这家伙是要用一年的时间 偷懒是吗 不好了 感觉心肝又开始痛起来了 当初到底是瞎成什么样子 才会将刘剑一收过来当真传大弟子 朝阳升起 不知不觉 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呢 新的一天 对刘剑一 也要加倍严格才行 文州市白经路 宋书航家的新世纪好邻居 云雾道人 在闭关修炼了好几天后 重新带了许多丰厚的礼物去宋家做客 顺便打探一下书航同学旅游 啥时候才会回家 进入宋家后 云雾道人受到了宋妈妈热情的接待 没过多久 云雾道人就从宋妈妈口中 得到了一个让她心碎的消息 啥 宋书航旅游时乘坐的飞机失联了 宋妈妈以为云雾道人 在担心书航的安危连忙解释 是啊 那几天我真是担心坏了 哎呀不过很幸运 飞机虽然失联了 但所有人都顺利降落在了一位 好心大富豪的小岛上 没有生命危险 啊 云雾道人沉沉叹了口气 然后柔声问道 那书航他得多少时间才会回家呀 具体时间不定 不过据说那位大富豪的私人豪华游船 已经出发了 近期内应该会将书航他们带回来吧 宋妈妈呵呵笑着 自从知道宋书航平安后 她的心情就很好 那就好 那就好 新世纪好邻居云雾道长苦涩一笑 要瘦啊 他只是想蹭一蹭雾道时修炼一下而已啊 为什么要弄得跟电视剧中一样 一波三折呢 在距离楚家一百里外的地底 有一处地底溶洞 溶洞之中 有一个人工开辟的血池 血池中波涛汹涌 随后有一道失去了双臂的身影 从血池中钻了出来 正是那位被灵蝶尊者抢走了画卷的先生 你的样子很狼狈呢 有一道翩翩如玉的身影现身 戏谑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集 先生从血池中站起来 血池中的血液倒灌进他的体内 很快 他在暑假密室中 因放血后变得如干尸般的身体 重新恢复饱满 你不是在宠记五品灵黄境界吗 怎么有时间出现在我这儿 先生询问的语气中充满着厌恶 说话间 在血池不远处 有两个和先生带到楚家族地的仆人 一样的身影出现 他们手中各捧着一条胳膊状的物体 以及一些机械工具来到先生的面前 先生一动不动 两个仆人用机械工具 在先生的手臂位置处拆装起来 不过片刻后 两条栩栩如生的胳膊 就装到了先生的身上 先生试着握了握拳 重新适应这两条傀儡手臂 那翩翩如玉的身影 一直等到先生的双臂恢复后 才微笑答的 我的本体已经开始闭关 正在冲击五品境界 不过 我在晋升过程中出了点小问题 冲击境界时需要的某个小宝物 被一位有趣的小友取走了 所以 我正想着要怎么在近身无品境界前 从那位小友手中取回我的宝物 或者 找到替代之物 说话间 那身影从阴影中走出来 正是无极魔踪 公子海 他此时的身体并不是实体 而是一层类似于三地投影的存在 在这道投影的后面 还有一个仆人打扮的身影 举着一块晶石 投影正是从这块宝石中释放出来的 好称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公子海 也会有算错的时候吗 先生嘲讽道 大道五十 天眼似九 人顿其一 公子海呵呵笑着 并不在意这位先生的嘲讽 先生冷哼一声 哼 装神弄鬼 所以说你不懂其中的乐趣 公子海轻笑着 自顾自地在血池边上坐下 我来找你 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什么交易 先生问道 虽然他厌恶公子海 不过厌恶归厌恶 交易归交易 这是两码事 我要用血神斜刀阵和你交易 你的功法属于血修一锡 我想若是你能成功凝聚本命血神刀的话 那对你晋升无品境界一定很有帮助吧 公子海笑道 先生微微一愣 公子海这个家伙竟然会将血神斜刀阵交出来 这不是他晋升无品的根本吗 公子海似乎看出了先生眼中的疑惑 轻笑道 哼 本命血神刀对我而言 虽然是晋升的根本 但只是暂时的根本而已 而且 这门功法也不是我们无机魔宗的功法 只要有合适的交易条件 为什么不能交易出去呢 好吧 你想要什么 先生显然心动了 我想要一枚血海浴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我想从那位小友的手中夺回血神钻的机会很渺茫 我需要一个替代品 公子海呵呵笑道 血汗玉 你的胃口还真不小 先生冷冷冷道 嗯 但是 这个交易 应该在你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才对 工资还耸了耸肩吧 其实呢 主要是时间太紧迫了 否则的话 我自己再进行一次血神斜刀阵 就可以再获得更多数量的血神钻 哦 真是好遗憾啊 所以 真正来说 你赚到了才对 一枚血海浴 换到能让你实力大涨的本命血神刀 你的忌运是要逆天的 先生冷哼一声 好吧 你说得对 这个交易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如何进行交易 老规矩 你派个傀儡将血海浴随便送往我们无极魔宗的一个分支吧 然后 我会将血神斜刀阵交给你 公子海的身影缓缓变淡 双方不是第一次交易了 有些事情不用细说 行了 我知道了 先生挥了挥手 示意公子海离开 那么 我先告辞了 公子海的身影越来越淡 莫了他又好奇地询问 其实 我很好奇啊 你这次栽在谁的手中呢 我记得你在楚家安排很久了吧 虽然你的不屈能力不堪入目 不过我对你的骗术能力还是很肯定的 以你的能力 绝对可以将众人骗得团团转才是啊 好奇心太重 可不是什么好事 公子海 先生咬牙道 你这么说的话 我倒是更好奇了 趁着我消失还需要点时间 不如跟我说一说当时的情形 或许 我能帮你点忙 今天 我心情特别好呢 公子海笑道 先生沉默了片刻 哼了一声 随后 他伸手在自己胸口一点 一道光瓶显示出来 他不得不承认 公子海这家伙 在某些方面要胜他一筹 画面上显示的 正是楚家密室中的场目 武装到牙齿的羽柔子 一脸平静的灵蝶尊者 黑色短裙的楚楚姑娘 以及启动了斗转星一阵的先生 画面上 那楚楚姑娘突然霸气地抽出一柄 三尺三长的宝刀 朝着斗转星一阵冲来 看到这里时 公子海脸色稍稍僵硬了一下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那刀应该是圆月刀宗的镇宗宝刀 刀鸣 霸碎 刀长三尺三 由雷池重金打造而成 至阳至刚 硬度远超同阶宝刀 能销四品修饰肉身 原本乃是月刀宗的宗主 霸迁军的兵器 最后这柄兵器 应当是落在那位道号 书山压力大的青年人手中 吧 真是意外的有趣呢 这件事情 又会和那个书山压力大 扯上关系了吗 思索间 画面上便是灵蝶尊者 徒手刺入斗转心一阵中 强取先生手中的话券场面 画面到此结束 先生默默关闭光屏投影 望向公子海 想听听他的分析 公子海沉默了片刻 总共四幅画卷 你用牵手门的手法 藏了三幅画卷吗 那位先生点了点头 他除了血修一系的主修功法外 牵手门的偷盗之术 也已经炉火纯青 牵手门 原本是一个不弱于空空道门的 仙界道门 但和依旧繁荣的空空道门不同 牵手门不知何时 渐渐地没落了 到现在 牵手门的传承 已经接近断根 给你一个忠告吧 尽快将这三幅画卷处理一下 复制也好 研究也罢 尽快将里面的秘密取出来 随后 要么将这三幅画卷毁掉 要么 就将这画卷扔得远远的 别再让它和你自己扯上关系 公子海微微一笑 随后 他的身影消散 言尽于此 那位先生文言 顿时变了脸色 他马上明悟过来 公子海画中的意思 这三幅画卷 恐怕是被人做了手脚 那位可怕的修士 会顺着三幅画卷 顺藤摸瓜找上他 擦 先生顿觉郁闷 片刻后 他的脸上露出狠色 抓出了一份报纸 盯着上面一片报道内容 哼 想要顺藤摸瓜找出我 做梦 本来还想等到最后时 再将这个大家伙 引导过来的 将海胆战士那群笨蛋 也一网打尽 取走他们和须剑派弟子的惊喜 但是现在 要提前将这个大家伙 引到此地了 报纸是修士日报 其中报道了一篇 关于宇宙天魔的消息 宇宙天魔 也被修士称为 域外天魔 反正没人知道 这玩意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玩意儿就跟流星一样 每年总会有一些 落到地球上 有些天魔在进入大气层时 就直接被烧成灰烬了 还有一些强大的 或是运气好的 会顺利降落在地球上 天魔是普通人看不到的生物 它们对普通人类 动物也没有兴趣 它们会寻找灵力强大的修士 妖兽 鬼修 土著神灵等等 带有强大能量的存在 然后寻找机会 猎杀 吞噬 增强自己的实力 听起来似乎很可怕的样子 不过 对于修士们来说 天魔是很棒的东西 因为每只天魔的身上 都会带着一些宝物 这些宝物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 宝物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 每打包一只天魔 总能收获到很不错的物品 没错 对于修士们来说呢 天魔就是不定时刷新的野外大boss 奖励丰厚 值得组团去刷 运气好的 说不定就能得到让自己受益终生的宝物 这次被修士日报刊登的天魔属于血魔种类 按照修士日报的观测 这只血魔的武力值已经达到六品甚至更高的级别 天魔们智力值偏低 但相应的 他们那连大脑都是肌肉的身体 能发挥出比同境界更强大的战斗力 修士日报建议 有两名以上的六品真军带队 二十人以上五品灵丹灵黄级别队伍 去刷这只血魔 让这只血魔降落在楚家附近 让它吞噬楚家的修士 进化到更强大的程度 到时候 我可以借这只血魔 拖住那个强大的楚家外缘 然后再找机会 从那个楚楚的手中 挪回最后一幅画圈 先生难难道 他有一个特殊的阵法 布置下来后 可以对血魔产生极大的诱惑 是个很棒的阵法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01集 只要布下这个阵法 降落的血魔就会因为阵法的诱惑 改变降落轨迹 最终能精确地落到 他指定的地点5000米范围内 既然对方想要顺藤摸瓜 那我就以最快的速度 积极画卷 然后将它销毁 看你还怎么摸瓜 先生握着修士日报 随后闭上眼睛 通过特殊方式 联系自己的鬼脸 在楚家族地附近 突然 有三个和仆人一样的身影 萧萧汇聚在一起 他们身着普通人的服饰 不过目光呆滞 行走间 他们的身体如同装满水的气球一样 微微摇晃着 在先生的远程控制下 三个仆人找到了隐蔽的地点 在地面上刻画了一个阵法 阵法刻画结束后 三个仆人干脆地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鲜血喷涌 很快填满了阵法图案 小镇的阵法被激活了 阵法开始散发出 只有血魔能感应到的诱惑味道 万事俱备 只等着血魔出现 布置完一切后 先生渐渐恢复冷静 难难道 最后 为了防止意外 我还得准备好脱身之法才行 一个优秀的骗子 必须要给自己留上足够多的退路 断先台前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此时正在开交流会 反正他们已经被白尊者的一次性飞剑送来了 那便趁机好好聊聊 群里这么多道友齐聚一堂的机会可不多 于是他们聚成一团 开始交流起自己最近的修炼心得经验 在修炼上有困惑的人 也正好趁机向几位前辈提出 特别是有白前辈这位尊者坐镇 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 虽然现在网络发达 隔着千山万水也能够轻松交流 但是修炼上的一些问题 只可意会 无法言传 还有些问题是三言两语无法解释清楚的 还不如让前辈们当场给他们掩饰一番 胜过千言万语 白尊者此时就在详细地给道友们讲解一些修炼上的疑难之处 他讲得深入浅出 特别是北河散人等几位将要面临突破的群成员 只感觉醍醐灌顶 妙不可言 紧急的把握又加深了几分 当宋舒航赶到断仙台位置时 便看到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画面 在群中前辈们的头顶处 灵气凝聚成肉眼可见的程度 画为朵朵祥云 又有灵气散开化为雾气 滋润万物 在前辈们的脚下 有小草发出嫩芽 在极短的时间内 扩展为一片翠绿草地 又有鲜花在极短的时间内 演绎花开花落的过程 又有洁白的莲花浮现 围绕着众前辈不断地绽放 然后宋舒航看到楚家的楚楚 以及其他的几位楚家弟子 似乎都陷入了昏睡状态 正静静地躺在一边睡得香甜 这是怎么回事啊 再靠近一些距离时 宋舒航只感觉耳边传来无数的奇怪声音 那声音庄严神圣 但并不是从前辈们口中发出的 而是天地在无形地和众前辈们交流的内容产生共鸣 这时宋舒航身上的悟道石微微震动起来 他的脑海也似乎一下子清凉起来 这些奇怪的声音传入到宋舒航耳中 他依旧听不懂听不明白 但是以往宋舒航在修炼中有一些声色的地方 突然就开始变得明雾起来 仅仅只是前辈们交流中产生的异象 就让他护意良多 也幸亏宋舒航身上带有悟道石 否则的话就算让他听到天地共鸣的声音 宋舒航也注定一无所获 哇 前辈们都好厉害啊 宋舒航心中暗道 随后他慢慢地向前辈们靠近 但是 当宋舒航靠近五六步时 突然感觉有一种无比沉重的压力落在他身上 那压力可怕至极 比起于娇娇当时月龙门那时的压力还要沉重 宋舒航差一点就要被压趴下来 强大的修士在论道的同时会形成天地异象 实力弱的修士根本无法靠近 若是强行靠近就会受到冲击 甚至如果境界不够 听着交流的内容还会让道心受损 所以群里的前辈才会让楚家的弟子进入昏迷状态 避免这些楚家弟子受到波及 宋舒航才接触修真没多久 哪懂这些呀 好在因为感觉到有人接近 白尊者停下讲解 转过头来望向宋舒航的方向 看到宋舒航归来后 白尊者轻轻一笑 对着宋舒航招了招手 顿时宋舒航感觉身上一轻 所有的压力都消失不见了 他松了口气 小跑到白尊者的身边 在他身边坐下 群里前辈们微笑着 望了宋舒航一眼 随后继续讨论起来 他们讨论的内容太过高深 实在不是如今的宋舒航能听懂的 宋舒航试着听了一段 只感觉如同雾里看花 听得脑子晕乎乎的 简直要炸了一样 只好作罢 想了想后 他摸出悟道石 坐在白尊者身边 发起呆了 悟道石放于守心石 比放在口袋中更有效果 因为周围都是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宋舒航才敢将悟道石拿出来 悟道石将周围前辈们讨论时 引发的一些大道共鸣之音 化为种种奇怪的领悟 灌入到宋舒航的脑海里 他就这样发着呆 脑海中却有一个个灵光 如村雷般乍响 同样的 周围的前辈们在讨论的时候 一感觉自己的领悟能力 提升了一个阶梯 简直丝如泉涌 挡都挡不住 各种各样的灵感 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甚至连嘴皮子都利索了不少 奇怪了 今天怎么感觉自己的状态特别好 狂刀三浪突然说了一句 不仅是三浪 其他前辈一纷纷出声附和 见众位道友疑惑 白尊者微微一笑 指了指正在发呆中的宋舒航 众前辈望向宋舒航 随后就看到了他手中那块其貌不扬 还长着一节小嫩葱的石头 这小石头看上去很平凡呢 是有什么特殊来历吗 突然 北河伞人挑了挑眉头 尝试着问道 五到十 白尊者笑着点了点头 古狐冠真君说道 五到十 难怪 我说今天怎么状态特别好 诶 五到十是舒航小友的 白尊者再次点了点头 黄山真君 北河伞人 狂刀三浪和众前妹们都无语了 原本以为之前讨论给宋舒航小友红包问题的时候 宋舒航在一品境界的收获已经让人很无语了 但没想到他手里竟然还有悟到十这种东西 悟到十在修饰界可一直是有着小外挂之称的东西 虽然随着修饰等级的提升 悟到十的效果会越来越弱 但是 如果像今天这样 有数量众多的道友在一起谈道交流的时候 哪怕悟到十仅能带来一分一毫的悟性能力 都能让高阶的前辈受益良多 在论道时 有时候插的就是这么一点名物来痛破最后那层纸 舒航小友 真是福远深厚啊 黄山真君半天就挤出这么一句话来 或者说 白尊者晋升尊者境界后 他的气韵能力已经从原本的逆天程度成长为压天程度了吗 两者的区别就是 可恶 我就是要逆天呐 和 今天 我再将天压在手掌心弯弯的区别 知道宋舒航小友有悟到十这东西后 以后宋舒航家恐怕要有不少的客人上门了 群里的道友若是有需要时 就去宋舒航家做客一段时间 甚至如果宋舒航小友愿意的话 隔些时间租借悟到十都能让他有稳定的收益 财务红人眼 书航有悟到十的事情 群里道友知道就好 切勿传播出去 北河散人提醒道 作为一个散人 他深知宝物这东西既是服务员 也可能化身为灾难之源 群里道友都是知根知底的人 但如果传播出去的话 一传二 二传三 难保最后不会传到一些心怀歹意的人耳中 这个自然大家都是过来人 心里有数 狂刀三浪道 也幸亏是九州一号群这种特殊的修饰群嘴 我说句话啊 不仅是对大家说的 更是对书航小友你说的 北河散人对宋书航道 物道石这种东西啊 极为宝贵 超出你预料 所以 不可轻易将之险于人前 免得有人心生歹念 谢谢北河前辈关心 关于这点 我晓得的 宋书航认真的 正因为身边都是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楚家弟子也陷入到昏迷状态 他才会将物道石取出来 要知道 聪娘当时就是贪图 她的物道石想过来抢劫的 若不是聪娘太废了 说不定物道石当时就丢了 所以 在这方面 宋书航还是很谨慎的 你知道就好 北河散人点了点头 之后 借着物道石的功效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又交流了许久 众道友一口气 将自己心中的疑惑 全部解决后 才满意地结束了这次论道 这个时候 要是再来壶茶 就更棒了 古乎万真君道 唉 我倒感觉 这时候要是来一个 皮厚肉食的练刀对象就好了 我现在有许许多多的灵感 手中的刀 已经是饥渴难耐啊 狂刀三浪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零二集 炼刀对象 唉 三浪这么一说的话 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情 北河散人说着 从怀中摸出了一份修饰日报 指着其上的一篇报道 修饰日报上提起过 有一个血魔将要降临 大约降落的位置 正好就在华夏西北境内 正好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大区域 算算时间 它也差不多快要落地了 如果运气好的话 或许会落在我们附近也说不定 狂刀三浪顿时眼睛一亮 哎 血魔吗 大约什么等级 如果只是三四品的话 连我一刀都截不住 狂刀三浪七十二路 快刀威力无双 群里五品灵魂级别的道友 呃 除了苏氏阿七 他谁都不怕 三四品的天魔 他一刀就能解决 呃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的 初步预测 血魔等级在六品左右 以天魔的体质 就算是六品初截 他们也能爆发出 接近六品巅峰的攻击力 而且智商欠费 空有一身本事 却发挥不出来 正好符合你的要求 皮厚肉实 北河散人扬了扬 修饰日报 呵呵笑着 狂刀三浪听到这里 双眼放光 呵呵 要是这只血魔 真的能落到我们附近就好了 真的没有比血魔 更棒的镰刀队相 虽然这次的血魔 等级略高了点 有六品境界 但没问题呀 现在有九州一号群 这么多道友在 不仅有白尊者 这样的七品前辈坐镇 光是六品真君 就有好几位 如果这只血魔 真的是落到他们附近 那么正好让他们 愉快地刷一波呀 嘿嘿嘿 既然如此 三浪你就祈祷血魔 会落在我们边上吧 血狼洞主打趣的 狂刀三浪恍然大悟 然后在九州一号群的 道友的目瞪口呆中 三浪取出一个小香炉 还点上了香 一脸严肃地 对着白尊者上香 许愿 白尊者无语地看着他 总感觉群里的道友 说得没错 在祖死方面 狂刀三浪是属鲸鱼的 他在这方面的记忆 只有三秒 遥远的天空中 一只可爱的天魔 从天而降 它是天魔品种中的 血魔分支 在天魔中 也算是强力的品种 血液构成了他的身体 让他能免疫 大部分的物理攻击 自我恢复能力 也是棒棒的 而且在战斗中 只要他的敌人受伤流血 血魔就会自动启动 吸血天赋 将敌人的血液吸扯过来 融入己身 一来可以恢复自己的伤势 二来可以加强自己的实力 正因为这个吸血光环天赋 血魔在天魔中 也算是比较难缠的品种 天魔智商普遍欠费 他们脑海中 没有系统的思维方式 比起野兽来还要不如 而血魔更是 渐肺中的佼佼者 或许这是因为 他的脑海里全是血浆 没有脑浆的缘故 他的记忆中 没有我从哪来 要往哪去的概念 他们只是出现了 然后找个地方降落 再接着就是寻找食物 饱餐一顿 得到充足食物后 开启进化 不断地重复以上进程 一直到他们被消灭为止 这只血魔是人形血魔 它的身高15米 看上去如同由红色水银 组成的液体人 这些很有质感的血液 还不时地流动 荡起一圈圈水纹 此时它正缩成一团 像个球一样 从天空中滚滚而下 滚着滚着 突然它嗅到了一股 好闻的味道 那味道怎么说呢 实在是好诱惑呀 然后血魔本能地 调整了下自己下落的姿势 向着那个好闻的味道 区域降落 时间渐渐流逝 突然眼间的雪狼洞主 看到了天空高处 有一个红点在飘落 咦 那个是不是雪魔 卧槽 这是母狼 雪魔难道真的往这边掉了 像白钱辈许愿这么灵 那么我要不要许个愿 让白钱辈祝福我 让我明年晋升六品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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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晋级的事 还是一步一个脚印比较稳妥 血魔还真的来了 黄刀三浪轻轻握住腰间的刀柄 下一刻他整个人气势内敛 如同锋利的刀被藏在刀窍之中 他在酝酿着气势 当刀光破窍而出的那一刻 便是最锋芒之时 古狐冠真军 瞇着眼睛 看了看红点 点头确定 确定是雪魔 人行的 约十五米高 境界是六品 没错 越来越接近了 看样子 他的降落地点就在我们附近 三浪 开嘲讽 狂刀三浪一脸懵逼 嘲讽是什么鬼 我要没这技能 黄山前辈 您将射魔拉过来 然后我们刷了他如何 东方仙子踏空而起 长袖凌武 他此时正闲着无聊 刚才的论道 有收获的不仅仅是三浪 所有道友都受益良多 很多人都手养 好 你们准备 我去拉怪 将他往下来 黄山真军点头道 随后 他冲天而起 迎着血魔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在华夏西北区域各地 有四十多名修士 在四处游荡着 这些修士以三品四品居多 甚至连二品的都有出现 他们有的是散修 有的是门派出来历练的弟子 也有的是一些中型门派的长老 不过这些修士 大部分都是来看热闹的 或者是抱着减点小零碎的心思 天魔被击杀后 击杀天魔的修士 会取走有用的宝物 以及自己能用得上的 天魔身体部位 余下无用的部分 自然是遗弃在原地 零碎的天魔身躯 对于强大的修士来说 并不执勤 没有带走的必要 但对于一些小散修来说 却是难得的宝物 而这次降落的血魔 可是六品级别 哪怕是随便 剪点血魔身上的部分 都够普通修士赚一笔了 至于击杀血魔 在场的修士是不会做白日梦的 六品级别的血魔 就算站着不动 三四品的修士 除非有特殊功法的 否则根本打不动血魔 话说血魔差不多降临了吧 还没有真军带队过来 围剿血魔吗 散修中有人疑惑的 这次血魔出现的地点 比较偏僻 而且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 不会是真军级别的强者 还没有赶到这里吧 有散修心头涌上不好的预感 真军级别的强者 有时候一闭关就是上百年 万一附近正好没有 真军级别过来的话 那到时候六品级别的血魔从天而降 他们这一堆看热闹 准备捡小便宜的修士 不得玩玩 放心吧 每次对付血魔的时候 各大门派都会组织好人手的 应该不会出问题的 有人宽慰道 就是不知道围剿血魔的队伍 会不会迟到呢 正说话间 有人眼间 看到了天空中的红点 说来了 那个红点就是血魔没错了 他要往哪里降落 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话说 附近还是没有真军前辈带队现身吗 在场的修士们有些犹豫不定 如果没有真军出场的话 他们这些热情的围观群众 会有生命危险的呀 而在这一堆的修士群中 有一个诡异的身影正摇摇晃晃着 嘴角泛着冷笑 正是那个先生的仆人 愚蠢的家伙们 血魔的降落位置发生了改变 你们这些家伙 在真军队伍赶到之前 都要化为血魔的口粮 成为他进化的能量 先生透过仆人傀儡的视觉 打量着现场 心中宁笑 降落吧血魔 将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吧 那个傀儡仆人向着天空伸出手去 摆出很帅的姿势 然而就在这一时天空中突然有一张大网凭空出现 照向血 血魔还没来得及躲避 就被大网一下子罩住 大网收缩 血魔拼命地挣扎起来 但是 他越是挣扎 大网就收得越紧 随后 这只原本成弧线降落的血魔 被大网拉着 就像股票走势图一样 突兀 笔直地向下方某个位置坠落 先生透过仆人看到这场面 惊呆了 看一下 修神日报上关于血穴的等级瓶子会不会出错了 总感觉持血魔稍稍有些足量 就这样被人用一张大网给拖下去了 如同一条大肥鱼一样 不行 得跟过去看看 黄山真军不愧是九州一号群的群主 血魔被罩住后 他一手拉着网绳 仅凭肉身的蛮力 就拖着血魔降落下来 血魔本来就是脑子都是肌肉的蛮力种族 但在他最以以为傲的蛮力上 都输给了黄山真军 下来 黄山真军降落到合适的位置后 伸手将这张大网扔了下来 抛出这只血魔 血魔砸在地上扬起漫天火 血魔从地面坑洞中爬出 发出凶猛的咆哮 他被彻底激怒了 黄山真军没有降落 而是继续坐镇在天空中 古狐冠真军微微一笑 他在黄山真军去拉怪时 就已经一步一个脚印的 沿着断仙台的区域走了一圈 布下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既可以困住血魔 又可以防止道友们的攻击 对周围环境造成过大的破坏 血狼 上冰头 我上了 早已经准备就绪的三浪 大吼一声 冲天而起 大块头 吃浪某一刀 听众好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零三集 由于血魔有六品的实力 防高血厚 狂刀三浪出刀时毫无顾忌 想砍就砍 就要砍得痛快 刀出鞘 刀光闪现 刹那间 方圆五十米的范围内 连阳光都被这一抹刀光压制 再不见其他事物 能看见的 只有狂刀三浪 手中展出的刀光 刀光 快到极致 三浪的刀道 就是快 极限的快 它的刀速 甚至早就已经超出了 五品灵魂的级别 拥有六品实力的血魔 在三浪出刀的刹那 身体反应速度 竟然跟不上三浪的刀 甚至血魔连个防御的动作 都没来得及摆出来 刀光当头披下 沿着血魔的额头 一路往下直到胸口 披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刀痕伤口的最深处 差点就要将血魔 斩了个对穿 这可是血魔呀 六品级别 仅是身体的防御与素质 就堪比六品中期的修士 也就是说 三浪这一刀若是偷袭 六品修士的话 如果砍中 也有把握在六品修士的身上 开上一个刀口子 这就是越阶的战力 血魔吃痛 疯狂的咆哮 他双手握拳 朝着眼前毛猴子状态的三浪 狠狠砸去 同时 他伤口处有血牙冒出 开始驱除伤口处的刀器 缓缓恢复这道深深的刀痕 这种程度的伤势 对其他生物来说是致命的 但对于血魔来说 也就是和普通外伤差不多 哎呀呀呀我的妈呀 这一刀果然浪费力气 手都有些麻了 三浪落地大声叫道 面对血魔向他砸来的拳头 他并没有丝毫的惊慌 寒冰旋风 这时 身后的血狼洞主陈鹤一声 在他手中出现了一对狼爪般的拳杖 随着他的陈鹤声 一个寒冰系的法术 便被血狼洞主施展出 明明是酷热的夏季 但方圆上百米范围内 气温突然急降 地表更是在短短瞬间 凝结出一层冰层 空气中 寒气凝结成冰晶 化为球状 在雪狼洞主面前漂浮 雪狼洞主伸出手掌 在寒气冰晶球体上一推 下一刻 寒气冰晶化为一道 二十余米高的旋风 卷向血魔 不过 寒冰旋风的速度并不快 预计在雪魔攻击到三浪之前 寒冰旋风能前进一半左右的距离 要是等寒冰旋风攻到雪魔面前 都够雪魔把三浪捶上好几拳了 就在雪魔的拳头将要轰在狂刀三浪的身上时 三浪的身边却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高大的身影 是九州一号群的造化法王 宋书航甚至都没看清楚 这位造化法王前辈是什么时候移动的 就是这么突兀的 他就出现在狂刀三浪的身边 仿佛他原本就应该在那里一样 让我来试试这只血魔的力量 造化法王哈哈一笑 双手交叉成防御状挡在雪魔拳头的前方 雪魔的拳头狠狠地砸在造化法王的双臂上 恐怖的力量抱起一阵气浪 造化法王整个人像是钉子一样 一击之下半个身子都被锤入地面 够给力的 这力量超猛 劲道十足 造化法王哈哈一笑 手臂乌轻一片 你行不行啊 不行就暴肿吧 狂刀三浪蹲在他身边 宝刀归翘 再次凝聚刀势 血魔剑自己一拳 竟然无法砸死这两只小蚂蚁 怒上加怒 他抱起双拳 和拳再次朝着三浪 造化法王砸了下来 啊 双拳暴肌啊 的确要暴肿了 不暴撑不住了 造化法王干笑一声 随后他沉喝一声 在他身边 灵力翻腾 化为金色的气浪向四面八方吹去 并且造化法王的一头黑发被灵力催动向上高高竖起 这场面看得人热血沸腾 宋书航看到这场面时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个辞汇 超级赛亚人变身 尘土纷飞 碎石爆起 造化法王身上的肌肉一块块隆起 整个人大了三圈左右 而他身上的衣服被瞬间撑爆开了 除了他身上那条坚韧的皮裤子外 身上的所有衣物都爆掉了 露出了一块块硕大的肌肉 竟然是爆衣变身 紧接着 又有一道金色的光芒 由造化法王脚步向上蔓延 如同给人物上色一样 给造化法王全身染上了一层金色的金属光泽 这道金色光泽一路向上 最终延伸到了造化法王的头部 连头发都要变成金色 真的是超级赛亚人变身 宋书航死死盯住造化法王 心中激动万分 超级赛亚人什么的 虽然是比较古老的东西了 但是绝对是摔爆了呀 金光终于延伸到造化法王的头发根部 随后 造化法王那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冲天而起 飞向高空 飞呀飞呀 飘落一地 三千烦恼丝 飘了 只留给造化法王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光头 宋书航顿时就喷了 说好的超级赛亚人变身呢 怎么变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大光头了 哎呀 所以啊 我总是不太喜欢战佛真身 每次变身都要保一 还要保发 哎 造化法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一脸唏嘘 轰的一声 头顶上血魔双手合击的一拳 再一次狠狠砸下 这次造化法王没有深拳抵抗 只是这么站着 让血魔捶了他一拳 巨大的拳头轰在造化法王金色的光溜溜的脑袋上 如同沉重的打铁声音一般响起 气浪再次爆起 比上一拳恐怖数倍 血魔拳下 造化法王仅仅是歪了歪头 脖子处传来活动筋骨的醉象 不错 这一拳也很给力 打得我浑身舒胜 造化法王嘖嘖称赞 好强 宋书航道 血魔这么威风的一拳 轰在造化前辈的脑袋上 竟然只是让他微微歪了歪头 这位造化法王前辈 真的只有五品灵皇级别的实力 宋书航身边 洛晨真君微微一笑 对宋书航解释的 不用惊讶 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造化道友来说 只是活动热身的程度 造化道友修炼的是 斗战佛宗的战佛真身 这是修世界排名在前十程度的修体功 这门功法修炼起来极其困难 以造化道友的资质 如果他修炼的是其他功法 他早就和我一样是真君境界了 而现在他虽然还是在五品灵皇境界 但他的身体在战佛真身的加持下 早已经达到了六品真君级别的强度 甚至比普通的六品真君要更强大 也就是说又是一个拥有越阶实力的前辈 说话之际 雪狼洞主的寒冰旋风道法终于轰到了血魔身上 寒冰旋风这个道法的名称的确很一般 但它的效果却很不一般 寒气暴风卷住血魔 一朵朵漂亮的寒气冰花在血魔身上绽放开了 这些寒气冰花可不仅仅是美观用的 它们如同真正活着的植物一样 将寒气化为根莖 扎根在血魔身上 不仅给血魔造成寒冰伤害 更是源源不断地抽取血魔体内的力量 让冰花开得更加茂盛 如果对手是有智慧的生物 肯定会第一时间解除这些冰花 但是血魔智商欠费太多 它任由这些冰花在它身上扎根生长 不管不顾 在寒冰旋风的作用下 血魔的速度慢了三成 顿时 它的行动像电影被慢放了一样 好厉害的冰系道法 宋书航再次感叹 雪狼洞主是九州一号群中 冰雪系的权威人物 这一个看似普通的寒冰旋风法术 早已被雪狼洞主自己更改了很多细节 变得出神入化 在寒冰系上 雪狼道友的确是超级天才 洛晨真君点头微笑 而且寒冰系的道法可攻可守 可辅助 是很万能的一种属性 修饰的战斗中 法术的灵活运用也很重要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法术运用 都可能改变整个局势 话说 书航小友已经是二品境界了 有空的话你可以去测一测自己的个人属性 个人属性 对未来你选择哪种属性的法术 可是有加成的 宋书航微微点头 他现在已经晋升二品境界 也能开始学一些很实用的法术了 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以后要多多再九州一号群露脸 刷个脸熟 二品境界了 也能开始接更多的前辈不值的任务了 宋书航在心中暗自想着 血狼道友干得好 接下来由我正面扛出这只血魔 大家尽管上 有什么新技能 新绝招 都不要客气 造化法王哈哈大笑 他金属般的拳头对撞了一下 发出当当的打铁声 随后冲向血魔 九州一号群的其他道友哈哈一笑 纷纷摩拳擦掌的上前来 尽情施展论道时自己的礼物 刀光剑影 法术光效 各种炫目 这时宋书航身边 有一道身影提升而出 他朝着自己的拳头上喝了口气 一脸蠢蠢欲动 半空中 眼间的狂刀三浪 一下子就发现了这道身影 顿时大叫他 等一下白姐妹 你们别出手啊 您要是一出手我们就没得完了呀 白尊哲僵硬地举着自己的拳头 什么 被道友们隔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04集 被狂刀三浪这么一说 白尊哲先是呆愣了一下 然后默默收回了自己的拳头 也对 这只血魔虽然看上去防高血后 但若是被他揍上一拳 也肯定会玩玩的 于是白尊者一脸失落 默默地回到了宋书航的身边 因为不能参加揍血魔的活动 白尊者无聊之下 重新将那枚导弹给拉了过来 默默地开始研究起来 这一次 道友们没有再阻止白尊者研究导弹 准确来说 那些会劝白尊者先别研究这危险东西的道友 都上去和血魔快乐地玩耍了 剩下的几位中 要么本身对白尊者研究导弹的过程很有兴趣 要么是如白鹤真君这类 无论白尊者干什么事情 他都会举双手双脚加三对翅膀赞成的 就算白尊者要去炸月亮 白鹤真君都会考虑如何安排宇宙飞船 将白尊者先送到月亮上 让他炸得愉快 所以这一次没人阻止白尊者拆导弹了 古狐冠真君布置的阵法内 一个个无品级别的前辈上阵 参与到围殴血魔的活动中 就连痘痘和鱼娇娇也忍不住插了一只爪子 唉 为这只可怜的血魔点了 虽然天魔在修真界本来就是被当成野外的boss来刷的 但这只血魔运气特别的差 还没降落 就被一大群的真君 无品灵黄强力为官加为殴 血魔现在是愤怒的连连怒吼 连他能做到的也就只是怒吼了 无论他怎么攻击 从哪个角度进行攻击 用哪个部位发起攻击 全身金光闪闪的造化法王 总是会及时地出现在他拳头 或是任何攻击部位的正前方 勤勤勉地挡下他所有的攻击 群里道友们则愉快地将自己领悟的各种心得 新攻击一波波地轰在血魔身上 与此同时黄山真君 洛晨真君 古狐冠真君 以及存在感很低的明月几时有道友 还会适时地在一边给群里道友的新招式 灵感技能评论指点 东方仙子学一招不错 完善了又是一招必杀绝技啊 不过 仙子 你这一招攻击时附带真气多上一分左右 就能突破临界点 让威力变得更大 造化道友的战佛真身已经更上一层楼了呀 如此强悍 等他近身到六品境界时 他的战佛真身倒是会拥有接近七品尊者级别的强悍程度吧 三浪你个大骂猴 从头到尾你就砍了一刀 然后一直在边上打酱油是吗 你不是叫三浪吗 至少也要浪个三刀以上吧 狂刀三浪无语 总之呢 场面是异常的热闹呢 白尊者默默瞄了一眼愉快玩耍的道友们 继续默默低头玩自己的导弹了 片刻后 宋书航凑到白尊者边上 对了 白前辈 我的声音还没有变回来呢 书航感觉白尊者情绪有些低落 所以便想转移一下前辈的注意力 没关系的 声音等药效一到就会恢复的 白尊者头也不抬的回到 药效到了就能恢复 那就好了 宋书航松了口气 对了 白前辈 之前我和雨柔死到了楚家的族地时 发现了一些叫海胆战士的家伙 在袭击楚家族地 然后我们在密室中的时候 又遇上了一个古怪的家伙 幸亏雨柔死的父亲 灵蝶尊者赶到了现场 最后从那个古怪家伙的身上 夺下了一幅画卷 他将自己和雨柔死 在楚家族地的情况 向白前辈介绍了一遍 然后书航又掏出了 那幅楚家的剑绝画卷 希望能引起白前辈的兴趣 作为一个曾经的普通大学生 他在看到白尊者默默拆导弹时 总是觉得心惊肉跳的 楚家的剑绝 我看看 白尊者的注意力 果然被成功转移了 白尊者将拆了一小半的导弹 扔到了一边 然后接过宋书航 递过来的剑绝研究起来 白前辈能从其中看出什么吗 宋书航出声问道 梦境中 楚楚姑娘可以从这四幅图中 悟出一套高明的独属于她的剑绝 但宋书航感觉自己或许没有看图写作文的天赋 她在梦境中时盯着画卷看了半天 都没能够悟出什么名堂来 现在 得到一幅剑绝画卷后 她又看了半天 除了看到帅帅的李天速道掌外 依旧看不出任何东西 白尊者上上下下研究了一趟剑绝后 想了想到 很有意思的手法 单看一幅画卷完全看不出什么东西了 四幅画卷中应该各隐藏着一套阵法 只有四幅画卷凑齐之后才能激活阵法 才能看到制作画卷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也就是说 不是我悟性太低的原因咯 宋书航心中暗道 书航 按你刚才说的 另外三幅画卷被那个古怪家伙带走了的话 那么 只要这幅画卷在楚楚手中的话 那个古怪家伙就一定会想办法过来带走画卷对吧 白尊者捏着下巴道 宋书航道 我看他离开时的模样 应该不会放弃这最后一幅画卷 其实 不管他来不来都没问题 灵蝶孙者对那个斗转性一阵法 似乎很感兴趣 这几天内应该会找上门去 灵蝶道有出手了 有意思 那么 让我也加入吧 我来为这个游戏 加点乐趣吧 白尊者微微一笑 他伸出手指 以灵力在画卷的背面刻画下一串符文 最终 这一串符文画成了一枚飞剑的模样 宋书航看着这飞剑 总感觉特别眼熟 他试着问道 白前辈 这符文我是不是在哪见过 这个符文是一次性宋书航1S版 在之前001版的基础上 稍稍增加了一些功能 本来我想弄一个一次性流星剑001版的 不过一次性流星剑的符文术实更加复杂 有几个符文需要雕刻的手法 怕影响到画卷的本身 白尊者点头回答道 宋书航听到这个系列名识 小心肝顿时就是一揪 一次性宋书航版本 然后还有升级版 边上的洛晨真君等几位道友 听到这名字时 顿时憋红了脸 好不容易才憋住了笑意 接着众道友又特别怜悯地 望了一眼宋书航 书航小友也是很辛苦的呀 书航啊 反正一幅画卷在我们手中 也什么都看不出来 不如等一会儿 楚楚醒过来后 你将画卷给他 让他带回楚家去 如果那个古怪的家伙 趁机夺走了这幅画卷 那么等他将四幅画卷 集合到一起时 就会激活这个yes版的功能 到时候就会直接将那个家伙 带到我的面前来 白尊者道 让那个古怪的家伙 飘的一下 飞到白前辈的面前来 哟 想想都觉得很呆感呢 你想啊 要是那个古怪的家伙 好不容易集齐了四幅画卷 正准备召唤神龙 呃不对 正准备好好欣赏一番 研究一下画卷中的奥秘 突然 画卷中的一次性 宋书行yes版启动 带着他和四幅画卷 腾空而起 以冲击逾越龙门的气势 撞开挡在前面的一界阻拦 朝着白尊者所在的位置飞来 哇 这个画面 真是太棒了 呃 除了这个 一次性宋书行yes版的名字外 其余一切都棒极了 好 等楚楚姑娘醒来后 我就让他带回画卷 宋书行用力地竖起大拇指 接着他又想到了一件事 对了白前辈 我在回来的路上 又遇上了几个海胆战士 他们似乎是想去屠杀 修剑派的成员 收取什么珍惜来着 收集珍惜 白尊者微微挑了挑眉头 难道是用来解开封印 或者是复活什么东西所用吗 海胆战士 我似乎在那听到过类似的事情 一会群里道友干掉血魔后 你问问群里的道友 有谁知道这件事情的 嗯 还有 须剑派毕竟是人类修饰门派 等解决掉血魔后 我们去须剑派看看情况吧 好 宋书行点了点头 随后又望向群里前辈们的位置 可怜的血魔还是怒吼连连 但他的怒吼声已经微弱了很多 原本有15米高大的血魔 现在被消耗到只有10米左右的大小了 这还是在群里六品真军级别的前辈 都还没有出手的情况下呢 唉 总感觉这只血魔有些可怜呢 宋书行按道 这边 白尊者又蹲回那枚导弹旁边 兴致勃勃地拆装起来 很快 导弹就被白尊者拆成了一堆零件 嗯 原来如此 原理上还蛮有意思的 白尊者捏着下巴研究了老半天 然后他开始将这个导弹重新组装起来 组装比拆要快多了 几乎只是几个呼吸间 白尊者就将导弹重新装了回去 搞定 又学到了很多新东西了 白尊者一脸满足 等一下 白前辈 你脚下那几个核丝状的东西 还有那几个粗大的螺丝 还有那管子 这些都是怎么回事 宋书行眼尖 看到了白尊者脚边的东西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零五集 哦 这几个东西啊 呃 它们是多余的东西 我一时间装不回去了 嗯 也可能是它们被我拆坏了 但你放心啊 我用几个简单的阵法 代替了这几个零件的功能 保证不会有问题的 白尊者得意地拍了拍 重新组装的导弹 然后又小声对宋书航道 另外 我还在弹头内增加了两个攻击型阵法 这枚导弹现在要是爆发开来 除了普通的爆炸伤害外 还能附带雷光爆发术伤害 威力很棒的 过些时间 我们找到无极魔宗宗门所在时 就可以试试它的威力 宋书航心中顿时又是一揪 原本导弹就感觉很可怕了 白前辈还给它加了雷光爆伤害阵法 这是火上浇油啊 到时候这玩意儿要是爆了 会产生多么可怕的破坏力啊 正思索间 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或许是白尊者拍导弹时 力气稍稍有些大 原本树立着的导弹 被白尊者这么一拍 向右边歪去 然后倾斜着导向地面 白前辈 要倒了 宋书航连忙大声叫道 这可是一燃一爆的物品呢 还是经过白尊者改造的 这一倒下说不定就爆炸了 别急 有我在呢 白尊者呵呵笑道 然后伸手须抓向导弹 这种大小的东西 白尊者一个念头就能拖住它 所以不用担心 而就在这时 远处有一道身影 嗖的一下冲了过来 单臂一扶 拖住那青岛的导弹 姿势帅气极了 是白鹤真君 他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白前辈身上 以便随时寻找可以为白前辈效劳的机会 为前辈排忧解难 所以当他看到导弹倒下时 就第一时间冲了过来 扶住了导弹 白前辈您放心 有我小白鹤在 绝对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 白鹤真君朝着白尊者竖起大拇指 白鹤前辈干得漂亮 宋书航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白鹤真君洋洋得意 这时白真君无语了 倒不是因为白鹤的原因 而是白尊者发现 可能是他装回导弹的时候 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导弹开始冒黑烟了 这玩意儿可能要炸了 白鹤扔了这导弹 白尊者出声道 虽然很不甘心 但似乎他又拆坏了东西 这导弹要炸了 嗯 白鹤真君先是一愣 随后大叫 又炸了 白鹤真君马上扛起这枚导弹 转头望向四周 寻找处理导弹的地点 很快他眼睛一亮 血魔呀 这枚快要爆炸的导弹 用来炸血魔再好不过了 所有人闪开 我要发大招了 白鹤真君大吼一声 啊 接着 他用力地将这枚 冒着黑烟的导弹 白尊者魔改版 致向了血魔 中刀友刷血魔 正刷得欢乐呢 忽然看见导弹 冒着黑烟冲了过来 嗯 北鹤散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卧槽 白鹤兄你做死啊 扔导弹过来干嘛 雪狼洞主大叫道 东方仙子闲一闲 避过导弹 尖叫道 白鹤前辈 别捣乱好不好 他刚才差点被导弹击中了 导弹对血魔又没用 白鹤前辈你一边玩去 造化法王吼道 正当这时 一直为宋书航解释战局的 洛臣真君大声叫道 大家扯 那是被白尊者改造过的东西 但是 洛臣真君的话才吼到一半呢 战斗中的狂刀三浪突然潇洒地转过身来 手中宝刀出鞘 白鹤前辈 区区一枚导弹 别来捣乱呢 你在边上旁观就很好了 血魔就交给我们了呀 狂刀三浪叫道 说话间 狂刀三浪帅气地出手了 不愧是七十二路快刀 一瞬间 他就展出了七十二计刀光 帅气的刀光交织成网 罩住了导弹 然后 当刀光斩出后 狂刀三浪才听到洛臣真君的话 啥 这导弹是白尊者刚刚改造过的 狂刀三浪一惊 康爹啊 此时 狂刀三浪恨不得自己能张口 将那张帅气的刀光往吃回去 但是迟了 绚丽的刀光 华丽地落在导弹之上 一下子就将它切碎了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爆炸的光芒笼罩整个血魔 以及九州一号群的道友们 三浪我和你没完 摇手啊三浪 痛死我了 你们故意的吗 三浪 你是不是和白鹤道友约好了呢 我的妈呀 造化道友快拉好血魔 这个鸭的钢尘爆炸 捶了我一圈 老疼了 你死定了 三浪兄 我的今年限量款的 罗沙松出品的礼服啊 东方六仙子的尖叫 狂刀三浪握着刀柄 风中凌乱 要完 我要完了 远处 白鹤真君保持着制导弹的动作 他完全没想到三浪会斩出如此帅气的一刀啊 要完了 自己死定了 自己本来就死定了呀 再多不丑啊 这么想想的话 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正前方 狂刀三浪的灾难 才刚刚开始 随着导弹的爆炸 白尊者刻画的雷光爆发术阵法同时爆发了 一团紫色的雷电光弧从爆炸中心炸起 凝聚为紫色雷光球 虽然是白尊者实验之作 但这紫雷的杀伤力依旧有六瓶左右的破坏力 狂刀三浪首当其冲 雷光爆电弧还没轰到他身上 仅仅是正式攻击前溢出的一丝电弧能量 就将狂刀三浪电得通体乌黑 这雷光爆要是正面击中三浪 三浪就得去药师的病床上躺几个月了 好在刻画雷光爆阵法的白尊者就在不远处 灭 白尊者出声喝道 随着白尊者的一声沉喝 爆炸中的雷鼠性阵法在白尊者的控制下瞬间回缩 从一个巨大的球形缩到拳头大小 最终电弧越来越小 渐渐熄灭 三浪张口喷出一团黑烟 一如狂刀三浪现在一马奔腾的心情 血魔的怒吼声响起 突如其来的爆炸打乱了九州一号群道友的节奏 负责扛怪的造化法王 一下子没拉好仇恨 疯狂的血魔竟然抓住了机会 横冲直撞 硬是凭着他六品级别的身体强度 满力如发狂的公牛一般 冲出了九州一号群道友的包围圈 随后血魔朝着宋书航的方向狂奔而来 他受伤太重了 所以他需要吃点东西补充能量 血魔智商欠费 但至少还有点本能 他需要快速进食 所以本能地寻找一个最容易捕获的食物 在场的所有人中 就只有宋书航和楚家的楚楚 修为最弱了 而相比之下 楚楚距离血魔较远 所以 血魔瞬间做出了决定 食物就是宋书航了 于是他狂奔向宋书航 一双大手朝他抓来 别让他跑了 九州一号群的道友大叫道 但是生死存亡之际 血魔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速度 甚至就连坐镇在天空的黄山真军 一直守护在边上的古壶贯真军 都没能抓住狂奔中的血魔 正前方 白尊者捏了捏下巴 然后 白尊者站了起来 伸出拳头 喝了口气 刚才论道的时候 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拳术招式 本来以为没有机会使用了 没想到最后 血魔狂奔而来 给了他试试这拳法的机会 哦 哦 哦 血魔疯狂地冲了过来 但是还没等他靠近宋书航 白尊者已经飘飘地落在他头顶 举起拳头 在他那拳头上 有上千枚符文化成的符文链 围绕着拳头旋转着 接着 白尊者一拳轰出 拳头都还没有揍到血魔的身体呢 血魔的脑袋就自主开始溃散起来 就仿佛是狂风吹过了沙力堆 血魔的脑袋化为无数粒子爆开 这些粒子落地后 又凝聚成一枚枚血红色的珍珠 和地面撞击发出叮叮叮的脆响 白尊者的拳头就这样缓缓地压下去 血魔的身体如同被卷入了绞肉鸡一样 不断地珍珠化 两膝后 原本十余米高大的血魔消失不见 只余下一地闪亮的血珍珠 见证着曾经有一只可爱的血魔 偷渡到地球上 白尊者收回拳头 捏着下巴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他似乎对这一拳的威力并不满足 身后群里的前辈们想哭 没想到最终 白尊者还是挥出了他的拳头 这就是注定的事情吗 他需要再改进一点 这一拳浪费了许多的灵力 在将血魔的身体转化为能量结晶时 至少浪费了十分之三的消耗 白尊者难难道 宋书航捡起一颗珍珠 疑惑问道 血魔死了后会化为血珍珠吗 他感觉这些漂亮的珍珠里 蕴含着纯净的灵力 是我的一个实验 白尊者呵呵笑道 我试着将血魔转化为 类似于灵石的东西 不过并不算很成功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这只血魔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刷完boss 当然是要开宝箱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06集 域外天魔最棒的地方 就是他们不仅耐打 身上还带着各种各样的宝贝 打完还能抱装备 才是最感人的 一般来说 无论是哪个种类的天魔 身上基本都会爆出零食 药材 炼器材料等东西 运气好的话 在一些高品级的域外天魔身上 会有一些法器 法宝 这些法器 法宝的炼制手法 很是奇特 和如今修饰界惯用的炼器手法 完全不同 但是修饰们得到后 稍稍济炼一番就能使用 所以有一些修饰前辈推测 域外天魔很可能和上个天道时代有关 甚至可能是更加久远时代的产物 还有人猜测 域外天魔可能来自于其他世界 甚至有人猜测 会不会是另外时空的生物 关于这一点众论纷纷 但由于域外天魔根本没脑子 就算修饰用搜索记忆的法术 强行进入他们的脑子里读取记忆 也读取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所以渐渐地 关于天魔的来历 在修饰界中彻底成了不解之谜 白尊者开始开宝箱 他先推开那一堆的血珍珠 然后伸手一抓 一条黑乎乎的棍子就出现在他的手中 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铸成的 看上去很坚硬很沉重 棍类法宝粗胚一条 激炼一下可以获得很不错的棍类武器 而且材料很特殊 坚硬度有保证 谁要 白尊者出声道 造化法王举了举手 如果没人需要的话 就先记在我的名下 白前辈 您继续开宝 看看能开出多少宝物 等最后统计一下 如果宝物数量不多的话 我拿了这根棍子后 会拿出等价的零食 补充大家的损失 造化法王所在的斗战佛宗 除了战佛真身外 还有一门文明天下的滔天覆海棍法 威力极强 这根棍子弃胚材质不错 炼制一下是一条好棍子 正适合造化法王 好 那你先拿着 到时候再补插架 白尊者伸手将这条棍类法器的弃胚 扔给了造化法王 然后白尊者继续掏了掏 法环一枚 寒冰属性的 应该是增强寒冰系法术效果的 雪狼洞主 你的 雪狼洞主接过了这个法环 乐得咧了咧嘴 白尊者继续掏 奇怪的红灵一条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效果 但是东方六 这条很适合你 红灵被白尊者扔向了东方仙子 这红灵到时候配合东方仙子 舞动起来 一定很是让人赏心悦目 然后白尊者继续掏 是药材 这药材我有印象 应该是绿杀 还是青杀根的 名字我记不住了 只记得这药材 再加几味材料后 能练出提高冲击六品 境界瓶颈几率的丹药 北河 你正好需要 收着 在场也只有北河散人 已经接近冲击六品了 北河散人喜滋滋地 收了这药材 有了这东西 他晋升六品真菌的把握 就又多了一分 白尊者继续掏 小护服一枚 这东西有些奇怪啊 是个不错的宝贝 用小部分龙脉制成的护服 能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人的气韵 谁要 这东西就和白尊者 手中的一小节龙脉 是一个娘生的系列 我我我呀 狂刀三浪用力地举手 他狠狠地吸了吸鼻子 总感觉自己最近这几天 点背极了 万事不顺 这不 今天自己那潇洒的一刀 换来了自己要完的结局 所以啊 还是来点加气韵的东西护身吧 甭管有没有用 放在身上都心安呢 希望有这东西保护 群里道友报复他时 下手能够轻一点 好 那就归三浪你了 白尊者将小护服扔给了三浪 接下来的过程 总结起来就是 白尊者继续掏 不断地继续掏 什么特殊的药材啊 法宝啊 武器啊 应有尽有 很快 在场所有九州一号群的道友 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宝物 就连白鹤真军这个打酱油的 都得到了两块奇怪的 炼器金属当安慰奖 连痘痘和余娇娇都收到了 两个小宝物 余娇娇收到了增强水系威力的明珠 而痘痘则收到了 作用不明的黑色链子 正好可以记在他的心象圈上 当狗链 我说我印象中 天魔没有这么高产的吧 黄山真军捏了捏下巴 普通情况下 域外天魔被干掉后 身上能带个三四件宝物 加一些零食就算不错了 能遇上爆出个六七件宝物的 那就是人品爆发了 最近数百年来 黄山真军就从来没有听过 从哪个天魔身上 能掏出十件以上的宝物的 但是现在 白尊者已经掏出多少宝物了 五十多件了吧 就算这只天魔是特殊品种 就算这只血魔是难得一见的 拥有六品实力的强大天魔 但是 能爆出五十多件宝物 也太夸张了呀 啊 黄山前辈现在才感叹吗 古狐冠真军笑道 我在白前辈掏出第十六件宝物的时候 就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然后啊 我就这么一想 因为是白前辈 所以无论他掏出多少宝物来 都是合情合理的 是 我也只能这么想了 你们说 会不会是白前辈 悄悄从自己的空间装备中 取出宝物来分给大家了 无论怎么看 五十多件的数量实在太夸张了 这血魔身上哪装得下这么多东西啊 它都藏哪了吗 明月几时有 醉月道友出生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这个血魔以前是干商人之类的职业的 所以身上正好带了大量的东西呢 啊 道友 你想多了 这时白尊者最后伸手一抓 一大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零食出现在他的手中 嗯 正好全部分完了 剩下的就都是零食了 那么 这些零食就归我了 哦 对了 还有书行 来 书行 分你几块零食当阳光普照奖吧 说吧 白尊者随便挑了三块零食 抛向宋书行 虽然宋书行只是个围观群众 但是有时候吧 见者也有份 图个开心嘛 谢谢白前辈 宋书行笑着接过三块零食 这便是零食啊 他轻轻捏了捏 有些软软的感觉 看着这零食 宋书行马上想起了 他干掉那个毒胆战士碎千军食 除了那本海胆战士二十年制义务教育教材外 还收获了两颗丑丑的怪石头 他们似乎和这零食很相似 只是小了很多 诶 不会也是零食吧 最后 这些血珍珠也归我 我要研究一下他们的用处 白尊者伸手一招 满地的血珍珠零食全部消失不见 应该是被白尊者收入到了空间戏的法宝中 当所有的血珍珠被收起后 白尊者才发现地面上还有个奇怪的小东西 那是一个骨头状的东西 通红通红的 嗯 还有个小东西 白尊者捡起这骨头 上上下下看了半天 却认不出这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什么 感觉里面似乎有些魄力在波动 众人都摇了摇头 天魔身上的东西 有时候很怪异 到现在为止 还有许多修士手中 有着各种奇葩的东西 却不知道都是干啥用的 于是便收藏着 说不定是个宝呢 白尊者摇了摇这块血红色的骨头 转头望向雪狼洞住 雪狼 这是根骨头呢 你要不 雪狼洞主用力地摇了摇头 它是雪狼 要不是雪狗啊 哦 问错了 应该问豆豆才对 白尊者醒悟过来 他对着豆豆大叫道 豆豆 一根血红色的骨头 看上去很有嚼劲 你要吗 不要 给我换成一包猪肉喂的狗粮 豆豆本想说话的 但是叫了半天 只能发出微弱的犬吠 他被黄山真军禁言了 到现在都还没恢复呢 于是 豆豆郁闷地咧了咧牙 用力地摇了摇头 哈哈哈哈 不会说话的豆豆真可爱啊 豆豆 你还是一辈子都别说话了 不开口的你 可爱程度增加一百分呢 一边的狂刀三浪 忍不住大笑起来 豆豆纵身一扑 化为三米大小模样 随后闪电般一口将 三浪的大马猴脑袋咬住 咔嚓 尖利的犬牙咬向三浪的头部 可是 不管豆豆如何用力咬 他始终无法咬破三浪的头皮 太天真了豆豆 你以为我会毫无防备吗 对我狂刀三浪使用过一次的招数 第二次就不会灵验了 我可是有好好的对头部进行防御了 你可是咬不动的 狂刀三浪哇哈哈地大笑起来 但他笑到一半时 豆豆的口水却流下来了 此时 他正咬着三浪的脑袋 于是口水下流 糊了三浪一脸 三浪悄悄望了眼自己胸口的小护肤 这玩意儿没能增加自己的气韵吗 还是说自己最近的气韵只是负一千 这个小护肤只是幸运加一 所以没效果 白尊者问了一圈 道友中没人对这块血红色的骨头感兴趣 事实上 有些道友还是对这血色骨头很有兴趣的 但没人好意思要 开出了这么多宝物 而白尊者却只拿了一些零食 这块红色骨头谁好意思在拿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07集 那书航 这根血骨就送给你吧 别小看他 天魔出品 必数精品 既然群里道友懒得收藏 那你就好好收着吧 白尊者将那根血红色的骨头 扔给宋书航 另外 他看上去蛮坚硬的 等过些时间 你养只小狗的话 还可以给他磨养 白尊者对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没啥兴趣 而且 说起收藏的宝物 白尊者宝库中的收藏品 已经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楚的程度了 甚至连一些修世界大型宗门的宝库收藏 都比不上白尊者的私人小金库呢 宋书航哭笑不得的 结果这根血红色的骨头 这可是天魔身上的宝贝 他怎么可能拿过去给小狗磨牙呢 血魔打完了 宝物也分完了 群里的道友又重新聚到一起 开始交流刚才一战的心得 只有某只大白鹤和某只三浪 隐隐间被大家冷落了 大白鹤倒不在意 从头至尾 他在意的就只有白尊者 但狂刀三浪可是个画牢呀 他开始浑身不自在起来 众人正聊着的时候 黄山真君接了个电话 随后 真君对众位道有道 我刚收到消息 丹药已经聚齐 另外 四百辆首幅拖拉机 很快就会送到了 大家还有需要什么不 有需要的早点说 我顺便全部送过来 首幅拖拉机要多准备一些 方便道友们改造强化所需 毕竟在改造的过程中 肯定会有失败 所以黄山真君 给每个人多备了几辆拖拉机 方便大家折腾 反正这玩意儿不贵 他一口气买了三百五十辆时 对方还送了他五十辆 黄山前辈准备一些改造用的工具吧 有道友出声道 有金雕正文的雕刻笔波 这次被白前辈送出来的太急了 我什么都没带呀 我需要一套炼器的普通工具 众道友也不客气 提出各种需求 明白 我让人准备好足够的道具 一通带来 黄山真君一一记录下来 除了是常常会在九州一号群里冷冷呵呵的道友 或不时使用一下大禁言术外 黄山真君绝对是新世纪群主的好榜样 提起手扶拖拉机大赛 白尊者心情顿时大好 那么我先去布置比赛场地 书航你和我一起来 我们顺路去那个须剑派看看 白尊者朝着宋书航招了招手 海胆战士要灭须剑派满门 所以顺路去看看情况 好的白前辈 宋书航答道 突然他又想到了一件事 对了前辈 别忘记楚楚姑娘他们啊 豆豆 你弄条普通的狗毛分身出来 白尊者朝着豆豆招了招手 然后我解开楚家弟子身上的法术 让豆豆用狗毛分身送他们回楚家 豆豆回道 说人话 白尊者道 黄山真君打了个响指 豆豆的禁言术暂时被解开了 豆豆一开口便唱了起来 哼 花蓝的花儿香 凭我来唱一唱 唱一呀唱 来到了大黄山 大黄山好地坊 好地坚放 好地坊来好风光 好地坊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大傻 哈哈 黄山真君一阵无语 他伸出手来准备重新进言豆豆 豆豆连忙住嘴 然后一本正经的 白星达 白星辈 普通狗毛分身没有战斗力的 要不要我换一根特殊的狗毛分身 不用 就普通的狗毛分身就好 白尊者微笑道 如果狗毛分身战斗力太强 将抢剑决的打跑了怎么办 说罢 白尊者又让宋舒航将那幅剑决画卷放到楚楚身上 楚楚和楚家弟子醒来时一脸迷茫 怎么就睡过去了呢 如果只是一两个人睡了过去也就罢了 但所有留下的楚家弟子都昏迷过去了 是这些前辈们做的吗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楚家弟子起身时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力量感 身体似乎被洗涤过一次似的 受益良多 甚至有几位一品境界的弟子 感觉自己的教学都有要松动的感觉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在论道的时候 虽然这些楚家弟子处于昏迷中 但无心中天地凝聚的灵气 天地异象都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太古时代有圣人讲述天地之道 大道犯音 坐下弟子光是听着听着 修为境界就提升了 就是这个道理 白尊者对着楚楚道 楚楚交友 这是你楚家建决的其中一幅 你先带回楚家 我们一伙道友 会在这里继续玩一段时间 等你们楚家里的混乱整理好后 我们再去楚家做客 好的 前辈 楚楚乖巧地接过建决 同时 豆豆的分身走过来 将重伤不便行动的楚楚背了起来 离开时 楚春营款款大方道 各位前辈们如果有用到我们楚家弟子的地方 请尽管吩咐 这么多前辈聚在一起肯定是要干点什么的 这时候若是楚家弟子有能帮上忙的地方就能和这些前辈们结上善缘 若是在这过程中有哪位弟子的资质被这些前辈看中的话 一夜飞黄腾达也不是梦 黄山珍君望了眼这位楚春营姑娘微笑着 或许到时候我们会需要楚家弟子帮我们打打下手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以零食或是其他食物作为报酬的 之后楚楚被豆豆的分身带着 和楚家的弟子先一步回归楚家 随后黄山珍君寄出了一座小型宫殿状的法宝 供群道友休息 而白尊哲带着宋书航 前往之前他设定好的首幅拖拉机比赛场地 要提前准备一下赛场 毕竟只是普通的赛道 可无法满足修士们的飙车欲望 对于比赛的赛道 白尊哲有很多想法 整个赛道上要设置各种各样的陷阱 迷宫路段 恐怖的危机等等 用来满足修士们惊险刺激的需要 比如爆炸呀 爆炸呀 还有爆炸呀 比如飞升啊 飞升啊 还有飞升啊 等等诸多的创意刺激 当然 在前往场地前 要顺路先经过虚剑派 看看虚剑派和海胆战士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这时 那一波准备围观血魔的修士大军 以及先生的仆人 终于赶到了断仙台附近的区域 诶 血魔呢 哪去了 被解决了吗 不是说这是六品血魔吗 就算是六品真君全力出手 也要很久才能将血魔干掉吧 血魔被解决了的话 那总应该有东西留下吧 这么一点东西都没有 哦 难道直接被轰成灰了 这一大群的普通修士 远远地望着断仙台的位置 以及边上那座宫殿装的法宝 却不敢靠近 正当这些普通修士们议论纷纷时 宫殿之门打开 白鹤真君一脸圣洁的光芒 从中踏出 诶 来的人不少啊 白鹤真君哈哈笑的 诶是白鹤前辈 普通修士群中 顿时有人认出了白鹤真君 别看白鹤真君这么萌 而且又一直在西方发展 但他在修士界却意外地有人气 因为啊 南修可以喜欢白鹤真君前辈 因为只要相爱了 白鹤前辈就能变成漂亮的女修道理 因为啊 是女修也可以喜欢白鹤真君前辈 只要真心相爱 白鹤前辈就能变成英俊的修士道理 在这群打酱油的修士大军中 就有很多白鹤真君的粉丝 哈哈哈哈 诸位道友来迟了 宣摩已经解决了 不过 大家千辛万苦过来一趟也不容易 所以白前辈为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白鹤真君笑着一白手 顿时有许许多多的血真珠从空而降 正好在场的每一个修士都得到了两枚 这是白尊者离开前留下来给白鹤真君的 以往每次击杀天魔后 击杀者都会留下天魔的身躯 算是给第一阶的散修一些福利 而这次 血魔的身躯全部被转化为血真珠了 那就撒点血真珠给大家当福利 反正这玩意儿堆积如山呢 修士们接过血真珠 虽然不知道它要怎么用 但是众人都能感觉到血真珠中精纯的灵气 比起灵石来都不差 若是能引导出来 就是两枚品质很高的灵石了 于是 修士们纷纷向白鹤真君道谢 又一个个散开了 先生的傀儡就藏身于人群中 他同样得到了两枚血真珠 握着血真珠时 他能感应到里面的血魔气息 卧槽呀 真的被解决了 先生感觉整个人都崩溃了 前前后后这才多少时间呢 血魔竟然就被干掉了 这么一来 他的计划全崩了 血魔不去大闹楚家的话 他要怎么从楚楚的手中取得最后一幅画卷呢 先生不由用力揉了揉太阳穴 不过正思索间 先生突然通过另一只傀儡的感应 看到了一个让他欣喜的画面 那是一只埋伏在楚家和断仙台主路附近的傀儡 在那只傀儡的眼中 楚楚还有几位楚家弟子 以及一只大金巴妖犬 正缓缓向楚家足地行去 而在楚楚的手中 正抱着最后一幅 剑绝画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零八集 哦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先生心中狂喜 他现在距离楚家足地 有一百多里的距离 若他使用那件宝物进行音速移动 最多三分钟就能赶到楚家足地的位置 楚家的剑绝 最终还是要到我的手中 先生从血池中爬了出来 他伸手一招 有一只黑色的猛兽 从洞府深处钻了出来 那是一只西方神龙模样的凶兽 形如蜥蜴 头部有弯曲的双脚 背身双翼 浑身长满鳞片 模样凶猛 不过 这西方龙并不是活物 而是一只傀儡飞行兽 这是一种修饰用来赶路的法宝 可以用灵石之类的能源来驱动 灵石的品质越高 傀儡兽飞行的速度就越快 先生心痛地从怀中 掏出一枚血红色玉石 这就是他用从上古遗迹中 寻到的炼器残卷 研发出来的血海玉 也就是公子还想要用来代替 血神钻的宝物 血海玉的制作过程 不比血神钻容易多少 而先生每次施展 斗转星仪阵法时 都需要消耗两枚血海玉 这让他每次都觉得很心痛 咬了咬牙后 先生打开那只傀儡黑龙的胸腔 将里面的灵石取出 用这枚血海玉代替了灵石 如果不是为了赶路 他可舍不得浪费血海玉 可惜用普通灵石催动的话 傀儡黑龙的飞行速度 只能达到一半的音速 唯有患上能量更纯 更有力的血海玉后 傀儡黑龙才能以音速 甚至是超音速的速度 穿梭于天空 装入血海玉后 傀儡黑龙的双眼泛起红色异芒 走 前往楚家族地 先生爬上傀儡黑龙 沉喝一声 黑龙挥动翅膀腾空而起 洞穴上空 自动打开一个上升通道 黑龙化为黑色光芒 闪向楚家族地 两分多钟后 黑色的傀儡龙 猛然降落 粗壮的后肢 踏地拦住了楚楚 和楚家弟子 什么人 楚家弟子警惕地望向着傀儡龙 和上面模样怪异的先生 那怪异的先生冷哼一声 目光落在楚楚的身上 又见面了 楚楚姑娘 他嘴角上扬 一脸得意 楚楚则是一脸懵逼 他不记得自己 有见过眼前这男人呢 先生从傀儡龙身上 一跃而下 在他身后 有一柄弯曲小刀 腾空而起 威慑眼前的楚家弟子 现在 我可没时间和你们浪费 将简绝的画卷交给我 休想 楚楚报警简绝 同时 他身边有一位楚家弟子 暗暗在身后 掏出一根细绳子状的东西 欲向天空发射信号 这里已经接近 楚家族地 只要信号一发 楚家的祖老 还有之前在断仙台大战中 大显神威的楚家老祖 都会第一时间赶来 但是 还没等他发射信号 便感觉自己的肩膀一痛 那柄弯曲的小刀 悄然斩来 一刀就将他 预发射信号的手臂 斩断 我说过了 没时间和你们浪费 那位先生 以精妙的身发 轻巧地穿过 楚家族人的阻拦 移到楚楚的身边 伸手 捏住他光洁的下巴 楚楚姑娘 这次的你 却没有在密室时 那么镇定呢 让我很失望呀 嗯 楚楚这时 大约明白过来了 看样子眼前 这个男子 曾和变身版的 宋舒航先生 接触过呀 说话间 先生伸手 用力地从虚弱的 楚楚手中 夺走剑绝画卷 这画卷 我就先取走了 天才楚楚啊 如果你怨恨我的话 就想办法来找我吧 先生嘴角上扬 对楚楚道 我等着你过来 并且 我会为你准备一个 盛大的欢迎仪式 总有一天 我会杀掉你 楚楚咬牙狠狠的 我等着你 不过 我只会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杀不掉我的话 就乖乖地成为我的女人吧 先生怪笑一声 遇上黑龙傀儡 黑龙傀儡冲天而起 抱起一阵阴障 消失不见 话说 刚才接触楚楚时 他没有上次见面时 那种英姿洒爽 让他心动的感觉了 难道 是场景不同的原因吗 不过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他挤满四幅 剑诀画卷了 先生消失后 豆豆的狗毛分身 一阵无语 这杂碎竟然敢和我搅楚楚 要不是本王本体不在这里 分分钟咬死点 怎么办 楚楚师姐 剑诀被夺走了 楚家弟子慌生道 先给楚布止血 带他回足地 替他治伤 被夺走的剑诀 我们会再夺回来 楚楚深呼吸 让自己冷静下来 楚柜 你的速度最快 你先一步回足地 将事情来经过 告诉楚家老祖 以老祖物品灵黄的修为 说不定有办法追上 刚才这家伙 是 楚楚师姐 那个叫楚柜的楚家弟子 将身上背着的一些物品放下 随后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楚家足地奔去 楚楚叹了口气 剑诀终究还是被敌人全部夺走了 剑诀是宋书航先生拼命夺回来的 却在他手上被敌人抢走了 须剑派 断仙台之战失利 太上长老剑渊还失了一臂 还要将本门的剑经交出来赔偿给楚家 这个结果令整个须剑派士气低落 每个人都垂头丧气 不时地发出一声叹息 太上长老剑渊还回到门派后 就直接一声不响地闭关去了 希望能恢复伤势 掌门须征在安抚了弟子后 就独自一人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关上房门后 他脸上的失落表情就全部都消失了 他小心翼翼地摸出自己的手机 翻出先生发来的短信 上面只有四个字 计划成功 就是这四个字 却让须征感觉自己心里格外的踏实 楚家呀楚家 就算赢了这场断仙台之战又如何 你们的剑决还不是落入到了我们的手中 接下来就等那位神通广大的先生派人上门 接他去一同参悟那楚家的剑决了 他的境界卡在三品级别已经够久了 这都是因为本门的虚空剑经底蕴不够 等他席得楚家的剑决 实力肯定要更上一层楼 别说四品 说不定到时候能凝聚一枚金丹 踏入灵簧境界 长寿千年 徐征好不容易平复了自己激动的内心 然后向先生发了条短消息 先生 计划成功后 接下来我要怎么做 很快 先生便回复的 徐征到游物急 再等一会儿 我会让六位仆人前往徐剑派 他们会给你送上一枚玉符 你凭着那枚玉符可以寻找到我的位置 到时候你我共同参演这楚家的剑决 共同研究 共同进步 徐徐征收到这条短消息后 沉沉地松了口气 不久后便有两位先生仆人打扮的修士 带着四个全身笼罩在黑衣中 头上扎出无数尖刺的怪人 前来徐剑派拜访 掌门徐征连忙将这六个客人 迎入到自己的院落 热情招待 两位仆人不苟言笑 等进了徐征院落后 其中一个仆人 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盒 递给了掌门徐征 身后一位头掌尖刺的怪人抱拳 吻声吻气的 徐征道友 这玉盒便是先生让我们给您带来的 还请您过目 验收一下 如果物品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几个就先行告辞了 徐征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当着两个仆人和四个黑衣人的面 打开了玉盒 然而 那玉盒里面哪有什么玉符 反而是一团烟雾瞬间弥漫开来 以超快的速度扩散到整个院落 然后不断地向四周蔓延 似乎要将整个虚剑派 都笼罩在其中一般 吻征瞪大了眼睛 玉符呢 为什么没有玉符 随后一阵强烈的晕眩感 涌上他的脑袋 发生了什么事 愚蠢又贪婪的家河 之前说话的那个尖刺怪人 宁笑一声 转身对两个仆人道 那么按照约定 我们海胆战士会取走 虚剑派所有人的真心 至于他们的身体 就留给你们主人 炼制血海玉了 两个仆人微微点了点头 行动起来了 海胆崽子们 收集所有的真邪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人类羞事 尖刺怪人大声吼道 随着他的声音 虚剑派附近出现了五百多个海胆战士 接着迷雾笼罩 他们杀入虚剑派内地 迷雾笼罩下 虚剑派弟子就跟楚家族地的弟子一样 莫名其妙地就晕死了过去 海胆战士冲入迷雾 将路上遇见的虚剑派修士斩杀 然后将尖刺捅入到修士体内抽出真血来 而这个嗡声嗡气说话的海胆战士 则来到了虚剑派掌门虚征的面前 为什么 为什么 虚征嘶吼道 他是三品级别的修为 在迷雾的作用下 还没有立即昏迷过去 只是浑身虚弱无力 他想不通 先生明明和他是忘年之交 为什么会想要杀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09集 虚征想起了两年前 他和先生结识的经过 两年前 他带领虚剑派一群精英弟子 探索某个古遗迹时 在遗迹中受到了奇怪凶兽的追杀 那凶兽极为强大 虚剑派弟子转眼死伤过半 连虚征也身受重伤 差点断命 就在那时 实力高强的先生出现 他出手击退了那只凶兽 并救下了虚征和余下弟子们的性命 在这份救命之恩的缘分下 虚征结识了神通广大的先生 之后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无论是他个人还是虚剑派都受到了先生许多帮助 两人之间迅速建立了浓厚的友情 而现在 这位神通广大的先生要杀掉他 甚至要毁掉虚剑派 因为你没有价值了 一个仆人望着虚征 从他口中发出机械般的声音 这世界上的万物 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价值 现在 对我而言 虚征道有你的最大家值已经实现了 也结束了 如今 你对我来说 还有最后的一点价值 再接下来 你和虚剑派的所有人 还可以化为我的血海石 成为我资源的一部分 虽然是这仆人在说话 但是这语气正是神秘先生的语气 虚征嘶吼道 你 你 你一直在骗我 是的 你能理解这一点 我真的很高兴 那个仆人继续开口道 在你人生的最后一刻 向你揭露真相 然后品尝着你的绝望 对于一个骗子来说 没有比这更能让我愉悦的事情了 两年时间 将一个修真门派的掌门人物片的团团转 将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代表着先生自己的骗术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可是比境界的提升更让他高兴的事 你不是第一个被我欺骗的人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所以 不用难过 那仆人继续开口道 和将死之人浪费这么多口舌干嘛 海胆战士首领发出一阵怪笑 他伸手从身下抓下一根尖刺 狠狠捅入到虚真的体内 这根尖刺很特殊 在刺入虚真身体的同时 开始抽取他体内的真血 真血并不是普通的鲜血 也不是修饰的本命精血 连先生也不知道 海胆战士对真血的定义具体是什么 反正应该是血液的一部分吧 虚真强忍痛苦 咬牙道 你看你们别得意的太走了 这里是虚剑派的地盘 你们不忍 就别怪我不义 就算虚剑派只是很弱小的门派 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护宗大阵 虚真身为掌门 就算此刻浑身虚弱 他还是有办法激活这个护宗大阵的 而现在这些海胆战士以及这两个先生的仆人都在虚剑派中 都给我去死吧 虚真毫不犹豫地激活了护宗大阵 虚剑派内一道道灵气延伸开来 遍布整个门派区域交缠在一起 这些灵气是储存在虚剑派宝库中的灵石所化 平时这些灵石没人动用 到需要时才会通过阵法将他们里面的灵气全部爆发出来 再通过事前买好的渠道将灵气从宝库中引导出来 灵气如水 通过护宗大阵化为可怕的剑气 绞杀阵法中一切不是虚剑派弟子的外人 海胆战士的首领微笑着 任由虚争发动护宗之阵 外界 护宗之阵爆发开来 上千道剑气在虚空中成形 剑气有粗有细 有长有短 悬浮于虚剑派上空 要斩杀一切非虚剑派弟子的入侵者 看上去就如同是万剑归宗一样绚丽 就算是小门派 虚剑派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然而这些剑气成形后 面对着正在屠杀虚剑派弟子的海胆战士 却迟迟没有攻击对方 掌门虚张能够通过特殊方式 感应到护宗大阵内的情况 他呆住了 为什么 为什么护宗大阵不攻击敌人呢 很疑惑是吗 不用这么惊讶 仆人再次开口 用僵硬的生硬刀 在这两年时间里 我悄悄研究了你们虚剑派的护宗大阵 你们虚剑派的弟子在入门后 身上会被悄悄落下一个印记 这个印记 就是为了护宗大阵启动后 识别敌我时所用的 真是很古老的模式呢 既然我知道了原理 那么破解你们的宗门大阵 就变得很容易了 因为要破解一枚敌我印记 并不困难 现在 进入护宗大阵的所有 海胆战士身上 都落上了属于虚剑派的印记 对于你们的护宗大阵来说 他们是自己人 不是敌人 那 事情 就是这么简单 虚征瞪大了眼睛 手指指着仆人 不断地颤抖着 结束完了吗 说完了的话 那就结束吧 海胆战士的首领 猛地抽出自己的尖刺 真血被抽空 虚征显得更加虚弱 连根手指都动弹不得 是的 接下来交给我们吧 仆人鸡泻道 说着他上前一步 一手刺入虚征的胸口 他的手如同吸管一样 几个呼吸之间 就将虚征的鲜血抽空 将他变成了一句干尸 虚剑派掌门 行神俱灭 走吧 趁着楚家和那一群的强大修士没有察觉之前 启动献祭之法 将血还是凝聚出来 两个仆人对着海胆战士道 可惜了 若不是那个血魔出了意外的话 他还可以将这个血魔引导到虚剑派的位置 到时候不仅是虚剑派的弟子 就连这些海胆战士也要一同被血魔碾杀 血魔虽然会吞掉海胆战士的尸体 不过先生有一种办法 可以从血魔口中夺食 从而悄悄带走大部分海胆战士的身体 如此一来 他就能炼制出更多的血海石呢 只是他没有想到 号称六品竞技的血魔会那么不中用 分分钟就被人打爆了 罢了 那就让这群海胆战士再多活一些时间吧 等下次有机会 一定要将他们也炼成血海石 在那处距离楚家一百里外的地下溶洞中 先生睁开眼睛 暂时结束了对虚剑派中两个傀儡的控制 接下来就等海胆战士将虚剑派的人屠杀一空后 他再控制着傀儡 发动献祭之法 将虚剑派的弟子化为血海石即可 现在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 先生从黑龙傀儡身上将那幅剑决画卷取了下来 随后溶洞中有仆人过来将另外三幅画卷递了过来 在傀儡仆人的帮助下 四张巨大的李天宿画卷被展开 先生一脸激动 从怀中取出那两管楚家叛徒的鲜血 隐藏着长身奥秘密的秘境之门钥匙 给我打开吧 先生低难道 同时将楚家叛徒的鲜血抹到了这四张画卷之上 下一刻画卷上光芒四射 啊 这种感觉 果然楚家直戏弟子的鲜血 是打开画卷秘密的关键吗 先生激动到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长生的大门在向他打开 五品灵黄算什么 六品七品甚至八品也不算什么 他的野心很大 直指长生啊 另一边 宋舒航和白尊者飞呀飞呀 好不容易才找到虚剑派 出发前他们没有问清虚剑派宗门所在 真正失策 当他们来到虚剑派上空时 却意外见到了三个熟悉的身影 正站在一朵巨大的云朵法器上 浮于虚剑派上空 三道身影正是灵蝶尊者 宇柔子以及刘剑一 诶 是灵蝶尊者和宇柔子啊 宋舒航出声叫道 话说灵蝶尊者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宋前辈 宇柔子看到宋舒航时 欢快地叫道 并朝着宋舒航招了招手 果然还是光头版的宋前辈 比较有气 看着宋舒航熟悉的好人脸 宇柔子就感觉很亲切 白尊者带着宋舒航降落到了那朵彩云上 彩云上灵蝶尊者转过身来望向白尊者 白道友 白尊者对着灵蝶尊者微微一笑 灵蝶道友你好 一位英俊非凡帅到没朋友 一位如凡尘折仙 简直不似人间之物 说起来 两人以前一直是书信来往 真正见面还是第一次 白道友也对海胆战士有兴趣吗 灵蝶尊者问道 白尊者摇了摇头 我只是带着舒航小友路过 顺便看一下徐剑派的位置 然后 怎么了 白道友 灵蝶尊者疑惑问道 呃 我似乎不小心 弄错了改良版的一个符文 白尊者捏着下巴道 宋舒航 宇柔子 还有刘剑依和灵蝶尊者 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正疑惑之间 突然 白尊者的身体 啾的一下 飞了 飞得可快了 转眼间 就化为一个小黑点 灵蝶道友 我去去救回 舒航小友 麻烦你先帮忙照顾一下 天空中 回想着白尊者最后一个阴节 白尊者 就这么 飞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一十集 白道友 这是玩的哪一出啊 灵蝶尊者疑惑的 宇柔子和刘剑依 同样好奇地望向宋舒航 宋舒航揉了揉太阳 学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难道是白尊者 在剑绝画卷上留的 那个一次性宋舒航 ES版出问题了 他没能将密室中的先生 带过来 反而将白尊者 给飘飞了 但是 一次性宋舒航 ES版 是白尊者自己弄的呀 他完全可以中途停止 ES版的运转啊 或者说 白尊者是因为不想浪费机会 所以选择了飞过去 宋前辈 白尊者在玩什么游戏吗 宇柔子好奇问道 呃 我也不太确定 宋舒航道 或许 白尊者是去抓人了 就是之前 我们在楚家密室中 遇到的那个家伙 哦 白道友 也对那个小家伙感兴趣 既然如此 我们的动作也要快一点了 我也很想要彻底地研究一下 那个小家伙 他的空间传送很有意思吗 哈哈哈哈 灵蝶尊者哈哈笑道 为那位先生点了 能一口气吸引两位尊者的注意 估计他能死而无憾了 诶 对了 灵蝶前辈 您怎么会在虚剑派啊 宋舒航出声询问道 之前他还以为灵蝶尊者 带着与柔子和群前辈们会合了 没想到 他们到虚剑派这里来了 一边的刘剑一 听到这个问题后 先是干笑了一声 然后和宋舒航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不久前 刘剑一自告奋勇 在放学后 在断仙台之战结束后 去揍那两个 替虚剑派助阵的五品灵皇 揍完那两个灵皇 并拍照刘念后 刘剑一就回往断仙台 但是他在半路上 却遇上了一点小意外 有三十只四品的海胆战士 哇哇叫着 冲上天空拦住了他 估计是因为 刘剑一身上的 图海胆者印记吧 海胆战士们杀过来也就罢了 毕竟他们都只有四品级别 刘剑一辛苦一下 还是能将他们全干掉的 但是海胆战士们除了有仇必报的种族特征外 还因为那二十年义务教育的原因 各个点满了嘲讽技能 和刘剑一接触后 海胆战士们口中开始叫嚣起来 什么胆大包天的家伙 竟然敢杀害海胆战士啊 什么乖乖的跪下来 割下头颅道歉呢 否则我要杀你全家呀 哎呀什么 我不仅仅是要杀你全家 还要屠你宗门呢 所有和你有关系的人都要死啊 等等等等 刘剑一默默地叹了口气 正准备爆发五品级别的实力 干掉这堆海胆战士 但是还没等他出手呢 在每个海胆战士的身边 都凭空出现了一只火红色的灵蝶 这些灵蝶在海胆战士身上轻轻一碰 众多的海胆战士就化为了一团团烟花 在空中爆起绚丽灿烂的光芒 接着灵蝶尊者板着脸从虚空中踏出 在他身边还有笑得很欢乐的羽柔子 对于灵蝶尊者来说 刘剑一虽然是个懒货 但也是他从小精心培养到大的 虽然灵蝶尊者一直被他的懒癌气到肝痛 但却一直将他当成是自己家人对待的 海胆战士一口一个杀你全家 土你宗门 所有和你有关系的人都要死之类的话 让灵蝶尊者怎能不恼 一天之内连续两次被人吼着 我要杀你全家 哇 灵蝶尊者真的不介意出手捏死这些海胆战士 所以灵蝶尊者干脆地带着刘剑一和羽柔子 沿着海胆战士的踪迹 一路来到了虚剑派上空 宋书航听到这里 暗暗擦了把汗 总感觉海胆战士这个种族能活到现在还没有被人灭族 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啊 难道是海胆战士繁殖力特别强大 卵生 一年十手 一窝百弹 成活率高达九成以上 这时羽柔子突然兴高采烈道 宋前辈宋前辈 刚才白前辈飞走的时候 就是一次性流星剑的能力吗 啊 羽柔子姑娘关注的点 总是这么出乎人意料啊 呃 这个并不是一次性流星剑 一次性流星剑的话 应该比这个更刺激点 宋书航答道 连苏十阿七前辈被螺旋升天时 都是鬼哭冷吼的呀 那 白前辈飞走的这个叫什么 羽柔子水灵灵的眼睛望着宋书航 眼中充满了好奇 呃 应该叫ES版吧 宋书航干笑道 至于全名什么的 打死他也不会说出来 真棒啊 羽柔子感叹道 好想来一次一次性流星剑啊 一边的灵蝶尊者忍不住了 他微笑着对女儿道 啊 羽柔子啊 一次性流星剑的原理 我已经解析出来了 等回灵蝶抖 我给你弄一柄 类似功能的飞剑出来 好啊 好啊 羽柔子道 不过我还是想玩玩白前辈的 一次性流星剑 一会儿 再遇到白前辈的时候 我一定要他给我补个礼物 群里前辈们都飞得很开心 就我的礼物没有计时到 总感觉很遗憾 灵蝶尊者嘴角抽了抽 宋书航哭笑不得 白尊者开发出来的一次性流星剑系列 可是带着惩罚兴致的 如果羽柔子真将他当成玩具 玩得很开心的话 不知道白前辈会有什么感想 我擦 这么一想的话 宋书航竟然感觉意外地期盼起来 等一下 话题都被羽柔子姑娘拉到十万八千里去了 他来到虚剑派原本不是想关注一下虚剑派现在怎么样了吗 海胆战士们是不是真的开始屠杀虚剑派的门人了 想到这里 宋书航爬到彩云的边缘 小心翼翼地往下方望去 这彩云竟然没装护栏 太没安全感了 有朝一日等他能预见飞行 一定要弄个门板那样大的飞剑 前后左右 甚至连上方都要盖个栏杆 想想都备有安全感 朝着虚剑派的位置望了眼后 宋书航皱了皱眉头 整个虚剑派都被一层厚厚的雾气笼罩着 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这厚厚的雾气 让他不由想起了 在楚家足地时 那层让人昏迷的迷雾 宋书航询问道 灵蝶前辈 海胆战士开始进攻虚剑派了吗 嗯 他们已经杀进去了 迷雾很突然 很多虚剑派的弟子陷入昏迷 被海胆战士趁机斩杀 不过 虚剑派中有些弟子及时察觉过来 采取了措施 现在正在迷雾中和海胆战士交战 灵蝶尊者回答道 啊 已经开战了 那灵蝶前辈您不出手吗 宋书航好奇问道 灵蝶前辈不是要干掉所有的海胆战士吗 我在等虚剑派和海胆战士打得差不多后再出手 灵蝶尊者答道 以灵蝶前辈的实力 杀这些海胆战士 还需要等他们和虚剑派两败拒杀 宋书航心中疑惑 不过很快他想到一件事 虚剑派从某个方面来说 可是宇柔子好友楚春莹的敌人呢 果然 灵蝶尊者接着道 书航小友啊 我和楚家算是有点交情 宇柔子和楚家一位小姑娘的关系也很不错 而虚剑派和楚家则是对立关系 所以当他们被人杀上门来 我能保持着旁观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啊 我是绝对不会提前出手帮助他们的 我可是被人称为真真计较的灵蝶道人呢 说到最后时 灵蝶尊者一脸的得意洋洋 我 我 前辈啊 真真计较可不是什么包义词啊 您这么得意真的没问题吗 宋书航又探出脑袋 望了眼下方被迷雾笼罩的虚剑派 若是灵蝶尊者不出手的话 虚剑派这次怕是再劫难逃了 哎 原来阿爹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带着我们在空中看海胆战士和虚剑派 打了半天啊 宇柔子听到灵蝶尊者的话后顿时恍然大悟 阿爹 不要再旁观了 我们快点出手吧 打完了海胆战士 我们就去找白前辈 总感觉 白前辈那里会好玩很多 而且 反正虚剑派连断仙台之战都输了 对楚家也没危险 成不了气候了 灵蝶尊者文言 微笑着点了点头 宇柔子说的有道理 那么 我们就清理下面的海胆战士吧 宋书航无语啊 灵蝶前辈 您上一秒不是还坚定地说 绝对不会提前出手帮助虚剑派的吗 您那坚定地绝对被兜兜给吃了吗 或许 虚剑派命不该绝呢 灵蝶尊者来到彩云边缘 又清风吹过 扬起他的长衫 各个角度的帅呀 随后他对大弟子刘简一道 简一 看好了 接下来我要施展的 是灵蝶剑法的另一种变化 是和蝶黄变完全不同的类型 无时无刻 抓住任何机会给弟子们上课 这就是为人师表 说话间 灵蝶尊者并指成剑 对准下方虚剑派的位置 斩出一道剑气 剑气化为一只巨大的灵蝶 蝶翼上剑气森森 散 灵蝶尊者轻贺一声 下一刻 巨大的灵蝶分裂开来 化为无数小巧的灵蝶 漫天飞舞 每一只灵蝶 便是一道锋利的剑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11集 虚剑派中 海胆战士们杀得畅快 对地面上那些昏迷的虚剑派弟子 他们只需要补上一刀就搞定 就算那些还在顽强抵抗的虚剑派弟子 在迷雾的干扰下也是束手束脚 一身实力最多只能发挥出六成 完全不是海胆战士的对手 这一次一定能收集很多的真血 回去后供奉给海王殿下后 海王殿下一定会很高兴 就会赐给我们海胆战士们更强大的力量 我们海胆战士就能够更加的复兴了 负责收集真血的海胆战士 开心地交流起来 就在这一时 突然有无数的海蝶涌入到迷雾中 很快就将须剑派化为了蝴蝶谷 漂亮极了 只是海胆战士看到这些蝴蝶后 马上警惕起来 蝴蝶 这里怎么会有蝴蝶 要知道 这里可是充满着剧毒的迷雾 蝴蝶这种小生物 哪怕只是碰到一小点这种程度的迷雾 都是致命的 但这群彩蝶 却在须剑派上空翩翩起舞 根本不受迷雾的影响 何等的诡异啊 这时 有海胆战士掏出尖刺来 对着不远处的彩蝶刺去 但是 他的尖刺却刺了个空 还没等他刺到 那彩蝶已经灵敏地躲避过了他的攻击 而这位海胆战士的攻击 似乎就是一个信号 下一刻 漫天的彩蝶动了起来 一瞬间 无数的彩蝶化为闪光 红石划过了须剑派内 所有海胆战士的喉咙 鲜血飞箭 彩蝶重新拍着翅膀在天空中翩翩起舞 而彩蝶之下 所有的海胆战士伸手异出 他们的脸上还充满着不敢置信的神色 身体却已经轰然倒地 因为距离较远 暂时还没有灵蝶飞到须征掌门的别院中 所以除了那个海胆战士的首领 还留着一命外 其余入侵须剑派的海胆战士 全部死亡 天空中 宋如航望着灵蝶尊者这一剑的杀伤力 暗暗感叹 没想到剑气还能分化到这种程度 不愧是尊者级别的存在 真的是长姿势了 虚征房间中 躲过了一劫的海胆战士首领怒吼道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些突然出现的蝴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如此可怕 一击就将海胆战士头颅斩落 突然 海胆战士首领想到了一个可能 他猛地转过身来 盯住那两个先生的仆人 是你 海胆战士首领第一时间怀疑那个诡异的先生 先生心狠手辣 什么事情都办得出来 而且对方手段诡异 在他看来 这些奇怪的蝴蝶 只有这一家伙能弄得出来 该死的 他原本以为自己的海胆战士和这位先生之间 各取所需并没有利益冲突 但是没有想到对方还是向他们下手了 如果我说并不是我动的手 你们相信吗 一个傀儡仆人口中机械的 先生还在溶洞中研究那四幅画像呢 刚才抹上楚家弟子的鲜血后 似乎画像闪耀着奇怪的光芒 但是光芒过后 画像又像没有动静了 先生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时他又通过傀儡 感应到了须剑派中发生的异状 先生不由皱了皱眉头 虽然他很想要将海胆战士也一口气弄死 化为血海浴 但是眼前的事情真的不是他干的呀 可恶 果然是你干的 你当着 惹了我们海胆战士 我们定要杀了你全家 海胆战士首领怒吓道 溶洞中的先生无语了 不等他多加解释 暴怒中的海胆战士首领怒吼着 用力的一拳砸向两个傀儡仆人的身体 两个傀儡仆人只是启动献祭之法所用 没什么战斗力 又哪是四品级别海胆战士首领的对手呢 几拳过后 两个傀儡仆人的身体被扎成筛子 里面的鲜血喷洒了一地 而先生和须剑派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 尖贵 先生郁闷道 他重新望向身前的四幅画卷 该死 等他破解了画卷中的秘密后 一定要将这些海胆战士全部计划为血海域 干掉两个傀儡仆人后 海胆战士首领咬了咬牙 别以为靠着那些奇怪的蝴蝶就吃定他了 没这么容易 他还有最后一招保命的秘法 现在 须剑派里到处是海胆战士被击杀前喷出的怨血 还有他们之前采集起来的真血 有这些就足够了 海胆战士首领可以通过秘法 以自己同伴的怨血为祭坛 直接将这些真血献祭给神秘强大的海王殿下 接着献祭他可以从海王那里获得强大的力量加持 真血越多 海王降临的力量也就越强的 可惜的是 直接这样献祭的话 比起海底足地的祭坛献祭来 要凭空浪费很多真血 但是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 海胆战士首领准备催动秘法 他从怀中掏出一本精装版的海胆战士二十年义务教育 翻到了某一页 大声地念诵着旗上的一段文字 那是一段特殊符号的文字 并非人类的语言 海胆战士首领一边用高亢的声音念诵着这段献祭文 一边在心中暗自盘算着 该死的 等海王大人降下力量后 我一定要直接杀到那个先生的隐居之地 将他战胜 为自己的同伴报仇 和那个先生交易之时 他就暗暗留了一手 查到了对方的藏身之处 我们海胆战士可不是好惹的 以外面同伴的怨血成为了祭坛的根基 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真血成为祭品 海胆战士首领 海胆战士首领朝天空高高举起双手 很快他感觉到海王大人响应了他的献祭 来了 海王大人接受自己献祭的真血了 而且海王大人的力量降临了 海胆战士首领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已经充满了力量 而且这力量还在源源不断的加强中 于是他大步跨出虚争的别院 望向漫天飞舞的彩蝶 还有地面上所有同伴的尸体 来呀杂碎 来呀 看我将你们彻底的撕碎 海胆战士首领双眼通红 他高高举起那本海胆战士二十年义务教育 对着天空中的灵蝶怒吼 海王大人赐予我力量 武装化 顿时 那本精装版的海胆战士二十年义务教育上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和四周的血液产生共鸣 紧接着 虚空中有一股奇怪的力量降临在海胆战士首领身上 他的义务被一股神秘力量包裹着 化为了光智形态 与此同时 海胆战士首领不断地摆出一个个奇怪的姿势 这几个姿势 似乎是在引导 适应海王大人的力量 对他进行武装化 天空中 彩云上 哎 看他的样子 是要变身了吗 羽柔子出声问道 他知道有很多拥有奇怪血脉的修饰 在生死存亡之际都能够暴肿变身的 海胆战士怎么说也是拥有海胆腰的血脉 难道他要变成一只大海胆了 宋舒航一脸懵逼 他看着海胆战士首领各种扭曲的动作 还有那一层化为光智的衣物 顿时觉得有些眼瞎 连他这个观看者都感觉羞耻度爆表 这海胆战士首领到底拥有何等强大的心理素质 才能泰然自若地做出这么多可怕的动作呀 另外 幸好没有配上神秘的BGM 否则不仅是眼要瞎耳朵也要聋了 这是最后一只了 我们要不要等他变完身 灵蝶尊者询问道 随便吧 杰师傅 我倒比较在意刚才那家伙说的海王大人是什么东西啊 刘剑一道 灵蝶尊者道 没听说过 应该是某个强大的土猪神宝 宋书航道 孙者 我感觉有些看不下去了 事实上 此刻下方的海胆战士首领的心情也是崩溃的 奇怪了 奇怪了 为什么海王大人降下的力量还没有对他进行武装化 明明以前只要摆完三个标准献祭动作后 海王大人的力量就会灌入到他体内 并在他周身画出强大的血铠防御 但现在 他已经连续将那三个动作做了好几次了 海王大人的力量也明明开始灌入他体内了 但最后一步画出血铠的步骤却迟迟没有成功 嗯 我也看不下去了 那就看了吧 天空中灵蝶尊者干脆的 然后他伸手一指 数十道蝴蝶剑气朝着那位海胆战士首领身上斩去 蝴蝶剑气斩在海胆战士首领身上 直接穿透了他身上那光质化的衣服 将他变成了筷子 海胆战士首领发出一声惨叫 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有血铠防御的话 他肯定能挡住这些蝴蝶的 难道是因为在陆地上 再加上这次献祭的准备不充分 所以海王大人传到他身上的力量 便有网络延迟 他就这样惨叫着 倒在了血泊之中 真是不甘心啊 好不甘心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12集 彩云之上 因为灵蝶尊者的剑气 虚剑派上攻的迷雾被驱散 所以宋书航能清晰看到 虚剑派中发生的一切 死掉了 宋书航出声问道 刘剑一回道 啊 死了 神形俱灭 死的不能再死了 灵蝶尊者手指微动 虚剑派上攻的漫天的蝶形剑气 消散的无影无踪 结束了 走吧 我们前往白道友那里 寻找那个有趣的家伙 突然 宇柔子出声叫道 哎 阿爹 下面那家伙的变身 还在继续呢 其实不用宇柔子提醒 灵蝶尊者和刘剑一 都在第一时间 察觉了下面的变化 那个明明已经神形俱灭 毫无生命气息的 海胆战士首领突然又从血泊中站了起来 准确来说 并不是海胆战士首领自己起身 而是虚空中有一股力量传递过来 牵扯着他的身体 让他如同提线木偶一样动了起来 紧接着那些地上的怒血和真血汇聚在一起 朝着海胆战士首领的尸体身上汇集 宋添书舰 超感 难道是还没死透 朗建一摇了摇头 死得都不能再死了 连魂魄都被师父的剑气绞碎了 我猜可能是那个变身能力 不知道为什么产生了延迟 现在才正式开始 一揉子顿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变身啊变身啊 好想知道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书行级人正在说话间 须剑派地面上那些怒血真血 化为一条条血丝 缠绕在海胆战士首领的身上 但是一眨眼的时间 这些血丝便交织成了一件精致的血红色全身盔甲 将海胆战士首领的身体紧紧地包裹在内 看上去威风凛凛 余下的血丝在海胆战士首领的背后凝聚 化为血红色的披风 变身 呃 无完毕 海胆战士首领的尸体 双手握拳放在腰间 双腿扎成马步状 然后又在虚空中力量的牵引下摆了两次拳击的动作 如果除去他变身时的羞耻又诡异的动作 但只论他这一生盔甲的话 还真是帅爆了呢 变身完了 看上去很酷的样子啊 宇柔子望着帅帅的海胆战士首领 能动起来吗 啊 这一家伙还能继续战斗 宋书航也好奇问道 刘剑一道 应该不能了吧 如果死掉了还能继续战斗的话 就太棒了呀 想想呀 什么都不用干 连死了都还能利用变身的力量继续战斗 那岂不是说 睡着了也能凭着变身的能力干各种事情 哇了个去 绝对是偷懒的好道具啊 遗憾的是 刘剑一的期盼落空了 海胆战士首领的尸体完成变身后 便再次轰然倒地 他身上的盔甲却如同金属锁柱一样 和地面相撞时发出悦耳的声音 如刘剑一所推测的 变身能力延迟了 海胆战士首领被干掉后 变身力量才从那位海王的身上传递过来 同样因为延迟的原因 海胆战士首领就算是死了 还是顽强地完成了变身的全过程 他在变身完毕后继续默默躺尸 这是多么的敬业呀 刘剑一顿时失望了 唉 我还以为他能动呢 你期待他能动什么 剑一师兄 宇柔子好奇问道 刘剑一沉沉地叹了口气 算了 反正他也不能动 说出来也没意思了 海胆战士首领倒地后 他身上那件变身盔甲 似乎才察觉到他已死的事实 于是 那道海王的力量 再次从虚空中传递过来 海胆战士首领身上的鲜血盔甲 自主地从他身上剥离下来 随后 在这件盔甲的边上 出现了一个类似于 空间之门的东西 那个被称为海王的存在 似乎想将这件鲜血盔甲 带回去 嗯 装神弄鬼的家伙 彩云上灵蝶尊者出声道 今天竟然让他连续遇上了 使用空间能力的家伙 这种原本只属于 九品劫先境界的能力 今天却数次出现 真是有意思了 不过灵蝶尊者可以确定 对面的家伙并不是九品劫先 劫先使用空间能力的手段 可比这高明百倍 又是通过什么特殊的方式 达到了使用空间力量的方法吗 是阵法还是仪式呢 又或者跟之前在 楚家密室中看到的小家伙一样 使用了珍贵的法宝道具 宇柔子望了眼灵蝶尊者道 阿爹产生兴趣了 灵蝶尊者一直在研究 空间有关的事物 一切不属于 劫先境界的空间能力 都会引起她的好奇 随后 灵蝶尊者出手了 他伸手对准那件血红色的盔甲 轻轻一压 灵力澎湃 如同海啸一样降临在虚剑派上空 一瞬间 整个空间似乎都被灵蝶尊者的力量凝固 虚剑派中还残存的弟子 一下子全部跪伏余地 被恐怖的灵力压得喘不过气了 而那件盔甲 亦被灵蝶尊者的力量 限制在原地 无法动它 以灵蝶尊者对空间能力的研究 虽然它无法像节线一样 自如地运用空间能力 但是干涉空间传送这种程度的事 还是能轻易办到的 你想要取走这盔甲 我偏不让你如愿 灵蝶尊者一笑 右手轻轻上台 那件鲜血盔甲 就这样被拉扯到半空 朝着灵蝶尊者的位置飞来 尊者这一系列动作 惹恼了隐藏于空间另一端的海王 从那空间的另一端 传来了海王压抑的怒吼之声 那怒吼之声极为可怕 若是实力境界低一点的人 光是听到这怒吼声 就会头脑发胀 晕倒在地 恼怒了 如果很恼怒的话 就从空间那一端过来吧 灵蝶尊者丝毫不惧 而对面海王的怒吼声 却缓缓平静了下来 看样子 你根本无法从空间另一端传送过来 有趣 灵蝶尊者右手一撞 那件精致的鲜血盔甲 最终落到了他的手中 随后他又飞快地拍出数道封禁之术 将这件盔甲里里外外全部封印起来 空间另一端 那个海王的声音暴怒如雷 空间之门猛然 胀大了一倍左右 随后有一只巨大的眼睛 透过这道空间之门 向着虚剑派上空的彩云望了 那只巨大的眼睛 光眼球直径就在五米上下 难以想象 他的本体会有多大 哦 终于肯现身了 灵蝶尊者道 突然 空间门周围的灵力 突然幻化为数百道剑气 朝着海王巨大的眼睛捅了过去 剑气刺入空间之门 扎在那只巨大的眼睛之上 对面 那海王大叫起来 剑气没能伤到他的眼睛 但扎得他眼睛生疼 惨叫怒吼吼 海王的眼睛再次恨恨 望了眼空中的灵蝶尊者 随后 他果断地关闭了空间之门 宇柔子道 好了 我还以为他要出来 和阿爹大战三百回合呢 看上去很强大呀 这也就是海王 刘剑一询问的 应该就是海王无疑了 可惜不知道对面是什么环境 不好直接杀过去 灵蝶尊者难难道 否则的话 他还真想直接跨过那个空间之门 和这只海王好好较量一下 对方虽然只露出一只眼睛 但灵蝶尊者可以感应出 那是只拥有七品尊者级别的大家伙 算了 以后再抓些海胆战士过来 从他们身上研究一下 海王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灵蝶尊者道 随后 他抓住鲜血盔甲 想要将它装入到空间装备中 带回灵蝶岛 好好研究一下 但当他试着用空间装备装着盔甲时 却发现无论它怎么塞 这东西都塞不进空间装备中 手段不少啊 灵蝶尊者道 若无法将鲜血盔甲装入到空间装备中 那就代表着 那个海王随时可能突然出手 牵引这件鲜血盔甲 这样就会很麻烦的 罢了 真不行的话就毁掉吧 灵蝶尊者道 这个鲜血盔甲的力量 并不算很强 其实也就是无品灵魂的程度 灵蝶尊者若是出手的话 打碎它并不困难 灵蝶尊者话音刚落 虚空中 那个空间之门突然再次打开 海王巨大的眼睛再次出现 这次他慌忙地发起了进攻 从他眼中释放出一道惨白色的光线 向着灵蝶尊者轰击过来 他很重视这件盔甲 灵蝶尊者屈指一谈 一面青铜骨镜立刻出现在他面前 轻易地挡下了巨大眼睛的射线攻击 接着灵蝶尊者一拳轰在那件鲜血盔甲之上 鲜血盔甲顿时被他轰得粉碎 空间之门中的海王发出痛苦的叫声 似乎被打碎的不是鲜血盔甲 而是他的身体一样 惨叫过后 海王忧愿地望了眼灵蝶尊者 再次将空间之门关上了 灵蝶尊者站在彩云上一动不动 片刻后他黑黑一笑 标记成功了 刚才那个海王再次现身时 灵蝶尊者悄悄地用了一种 很隐蔽的锁定位置的标记手段 悄悄给对方印上了 虽然对方很可能会马上察觉到印记 但没关系 只要有一瞬间 让灵蝶尊者锁定好位置就够了 而这时被打碎的鲜血盔甲碎片 散落在彩云上 其中有几块刚好落到宋书恒的身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